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直视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一集 月影西斜 一条腰弦长剑的高大身影 急匆匆穿过幽静的珠虹身墙 脚步不停歇地进入守卫森严的御书房 眼见御书房外 有两名打扮得花枝招展 却神色不耐的美貌女子 正心不甘情不愿地 让侍女搀扶着离开 高大身影顿了下 联盟闪避到一旁的巷子里 等他们走远了 这才出来 御书房门前 原本绷着张脸的侍卫 见到来人 联盟自动让开 让他一路顺理通过 黑影来到御书房门前 双手抱拳 朗声道 臣 冷宁求见 御书房的大门 吱压一声 开了一条小缝 一张光洁无须的大圆脸 从里面探出头来 瞧见黑影的模样 当下松了口气 哎呀 冷护卫 你总算来了 咱家还真怕那两位还在 说到这里 门里那人突然用手捂住嘴 左右瞧了瞧 联盟把门打开了些 招呼外头的人进去 冷护卫啊 快请进 皇上正等着你呢 多谢于公公 冷灵虚行一礼 抬脚走进御书房 身后的于公公 立刻命人将大门给关紧了 冷灵走到 用珠联阁开的拱门前 单膝跪下 冷宁 叩见皇上 冷会请起 珠联后模糊的明皇山影 动了下 似是抬起了头 锦妃和云妃可是走了 冷灵一副心领神会的样子 低声回答 喂皇上 二位娘娘已经离开了 总算肯走了 珠联后的人将手上的珠砂笔放下 不无抱怨地低声道 一大早的就堵在门口 说了不见就是不见 这群女人怎么一个比一个烦 冷灵的嘴角抽了下 忍了忍 没有开口 对了 朕让你办的事怎么样了 十七皇叔 他答应了吗 回皇上 王爷答应了 那就好 明皇身影的声音微微上扬 似乎心情不错 有十七皇叔出马 朕就放心了 那十七皇叔 有没有让你带话给朕 有 他说什么了 王爷让臣问皇上 他的俸禄是不是该加一加了 还加 珠联后的人一口茶猛地喷抽 差点没被呛死 上个月不是才加过吗 臣也是这么跟王爷说的 冷灵犹豫了一下才开口道 但王爷说 他这是在拿命为皇上做事 指不定那天就 就没了 而且 家里的老老少少不少 开销日益增大 王爷对此也很无奈 特意让臣转告皇上 如果皇上你一日不答应 他就一日不出门办事 岂有此理又想吭震 朕联后的人 啪了一声盖上茶中的盖子 怒道 他家里哪里来的老老少少的 就一屋子仆人和首相 这么多年里也不肯成亲 连个蛋都没给太太上皇留一个 他好意思拿这个当借口 臣也这么问过王爷 但王爷说 他说什么了 你直说没关系 王爷说 他没成亲 当然就没有子嗣 但皇上你都已经娶了那么多位娘娘 至今却还 冷灵说到这里自动消音 不敢再往下继续 朱联后的人沉默了下 数得用力一拍周面 朕好歹是一国之君 十七叔也太不给朕面子了 冷灵不敢答话 好半赏后 那边的人才冷静下来 算了算了 家着家吧 这么多年十七叔出生入死的也不容易 左右镇着国库 还算有点存活 皇上龙恩浩荡 还要呢 他还说别的话了吗 有 他还说什么了 赶快告诉朕 这 没关系 你说吧 朕不怪你 王爷说 王爷说 如果以后再为这么点金毛蒜皮的事去烦他 他就把皇上你经常出入 花街柳巷的事 告诉太后 让太后尽你足 朱联后扑通一声 接着便是死一般的沉默 好半赏 才传来一句咬牙切齿的地 十七皇叔 你还真毒啊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直视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二集 捡到个猪头 六月的天 孩子的脸 天气说变就变 刚下过一场大雨 太阳懒洋洋的悬在半空 山头上一条彩虹斜斜的挂着 将这个四面环山的小村庄 映成的氛围像传说中的世外桃源 在村子的最北边 靠近一汪小湖泊的地方 有一座天然朴素的小竹屋 竹屋面向山壁 四周延伸出一圈围栏 围栏下生长着各式的野花 红的黄的白的 争方斗燕 天气晴朗的时候 暖阳灿烂 竹屋简朴 远看就像一幅泼墨山水画 颇有一种远离尘霄的田径味道 一只雨燕 噗愣愣地飞过来 如黑色闪电一般 优雅地从开得灿烂的 雨美人顶上掠过 最后停在屋檐下 低头认真的 梳理沾了水去的羽毛 竹屋的门被打开 一条穿着蓝色粗不长裙的 娇小身影从里面走了出来 屋檐下的雨燕尽撞 立刻展开双翅跳了下来 稳稳当当地 落到人影的头发上 细小的慧 在她头发上轻轻地捉了下 像是熟人之间的招呼 早啊 小家伙 懒牙羊地举起手 让雨燕跳到自己的掌心里 胡小乔 语调轻快地 拿手指点了点她的小脑袋 圆润的脸上 挂着笑 从身侧的布袋里 找出一小撮 特制的饲料 放到围栏上 雨燕黑豆湿的小眼珠子 立刻直了 扑扔着翅膀 欢快地跳到围栏上 享用起来 胡小乔趁机回到屋子里 交满头青丝 梳理整齐 编成两条粗粗的辫子 到厨房 拿了两个包子和一壶水 又将镰刀丢到杯楼里 心情大好地悲起碑楼 准备趁着阳光明脉 再上山一次 前几天她在山里发现了几株 还挂着管的野生栗子树 算算时间 这时候也该成熟了 如果不在栗子落地后 及时地捡回来 恐怕就让雨水和小虫住烂了 栗子可是个好东西 有养威健脾 补肾强筋 活血止血之功效 若是不重要 拿来加工炒之后 当成零嘴 拿到集市上卖 也能多些进展 贴补家用 作为一个悲剧的 在几个月前 让一块不长眼的板砖 砸到陌生时空的标准穿越你 身份还是个父母双亡 又差点没被饿死的土村公 何小乔在无奈咒骂老天的同时 也不得不重新地 规划自己的人生 唉 竟然穿都穿了 还穿得这么悲剧 那也只能自己奋发图强了 在没有脱贫之前 她唯一的目标就是 一切向前看 金钱的钱 向后赚 薄厚的厚 宁可赚少 不可放过 当然 因为彩虹村地处偏僻 村民们与外界接触较少 所以日常生活里 除了必须用钱 才能买到的油盐等调料 其他东西 即是靠双手劳动 或者用以物易物的方式获得 故而 大多数人家中都少有存银 银钱流通率很低 但这并不能阻止 何小乔 对银子的追求 上辈子 在钢筋水泥森林里混过 导致她的金钱观念 非常重 钱对她来说 就等于是安全感 钱越多 安全感就越足 所以就算日常生活里 不太需要用到银子 她也坚持努力地赚钱 然后把钱 统统地存起来 每天晚上临睡前 数上一数 也是一件 相当幸福的事 等存够一定数量的银子 她就可以毫无顾虑地 到山外面的世界 去瞧瞧 开开眼界 也不枉穿越这么一遭了 在山脚下 摘了几片芭蕉叶 放到杯楼里 拿了其中最大的一片 挡在头上遮阳 何小乔照着 几天前留下的记号 向栗子树生长的地方走去 途中看到 生长茂盛的覆盆子 不忘停下来摘一些 用芭蕉叶仔细包好了 再放到杯楼里 何小乔找到 那几栗栗子树 其中一棵 虽然已经有些年龄了 树干 左右两人核抱那么粗 又圆又广的树盖上 细细树树 挂着些青色的刺球 有好些已经绽开了口子 能看到里面 褐色的栗子 用两根树枝 临时擀制的夹子 在厚厚的树叶里 翻长了下 将还完整的栗子 都捡起来 放到杯楼里 居然也让它 建了一小半楼 再加上 从树上打下来的 满满当当 收获相当丰富 杯楼不算大 但是当装满一堆栗子的时候 那分量 也是相当惊人的 把包好的覆盆子 放到杯楼的最顶端 和小乔 拱着腰 背起杯楼 调整肩带 适应了下 这才小心翼翼地 朝另外一条 下山的路 走过去 山上少有人上来 山路植被茂密 和小乔一边拿着树枝 敲打前面的草丛 去赶有可能潜藏在 其中的蛇类动物 一边无意识地 哼着跑调严重的 英文曲子 自娱自乐 走了不到一刻中 没有了树木杂草的遮挡 视野立刻变得明朗开阔起来 抬头看着山脚下熟悉的小村庄 和小乔松了口气 收回树枝 抬手将额头上的汗珠 虎轮擦掉 用右手扇了扇风 拿出之前摘的野果 虎轮养了几口解渴 抬脚正要离开 耳边却默地响起树枝断裂的咔嚓声 接着一个黑色的庞然大雾 就这么从天而降 啪哒一下 掉落在他面前 不远处的草丛里 一动不动了 缓缓收回迈出去的那条腿 和小乔硬生生地 将正要出口的尖叫 吐回肚子里 顶经一看 才发现那个所谓的庞然大雾 居然是名头发散乱 浑身脏兮兮的男人 并不是他所想象的野兽 或者山精鬼怪 哇 哇 好家伙 何小乔长嘘口气 警惕地隔着老远的距离 大量着那个人 见他身上似乎没带什么杀伤性武器 秉持着人道主义的何小乔 最终还是开了口 喂 前面的那个 兄台 你还好吧 寂静无声 男人没有反应 依旧保持原来的姿势 错躺在地上 难道是挂了 何小乔内心挣扎地拉扯了反 终究抵不过好奇心 壮着胆子走了几步 伸出脚尖 小心地贴了贴那男人的后背 喂 醒醒 男人依旧半点反应没有 她的脸让散乱的头发挡住 半埋在手臂里 悄无声息的 像是已经死去多时 没有尸臭 应该还没死吧 怎么就没反应呢 何小乔小声嘀咕了两句 身体已经比脑袋反应快一步的 从旁边让了过去 左右看了看 忍不住拿手里的树枝 去戳戳那双 看起来颇为修长好看的手掌 哦 还是半点反应都没有啊 难道真的死了 何小乔宁起眉毛 小鼻子皱了皱 想了想 还是抵不住内心的好奇 伸手抬起她的下巴 有三两下将遮住她脸面的头发 全束剥开 然后 空荡荡的山上就只剩下她不住倒抽凉气的声音 这 这也太丑了吧 两甲往里凹陷 全骨高高凸起 左边额头上骨盒大包 将眉毛都顶得扭曲了 一道小指大小的伤疤 从右眼角一直延伸到全骨附近 脸色发青 嘴唇发白 更别说还有星罗旗布点缀在整张脸上 有些已经开始流出浓疮的小疙瘩 如果不是感觉到她还有正常的体温和呼吸 何小乔差点就以为自己大白天的见了鬼 原本小学学来风日行一扇的心思 当即消失得无影无踪 何小乔忙不迭地将那人的脸推开 直起身连退了好几步 脸上还是一副惊魂未定的模样 哦 见过丑的 没见过这么丑的 长成这样 这是要逆天呐 救人这种事 也得看对象 帅哥也就算了 但 嗯 将死人带回去 到时候挂了还得费事挖坑埋人 他可没那个时间经理 还是当作没看见 赶紧回家洗手消消毒好了 谁知道这货满脸的痘痘会不会传染 打定主意 何小乔在心里偷偷画了个十字架 啊 阿弥陀佛 上帝保佑 过断地转身离开 结果 才刚迈出步子 裙脚就被扯住了 嗯 何小乔僵了下 继续地回头一看 就见地上那原本快要去见阎王的男人 竟然把眼睛睁开了一条缝 有气无力地吐出一个字 你饿关我什么事 放手 何小乔努力地想抽回自己的裙子 结果 那男人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 死活拽着他的裙脚就是不肯松开 泛白的嘴虫开开合合 酷怜兮兮地哀求道 好饿啊 我要吃饭 吃你个头 那男人竟然还相当委屈地回了句 只剩一条缝的咪咪眼里也晕着泪光 头 不好吃 何小乔福娥 我再说一句 你给我放手 饭 给我饭 我是让你放手 没有饭 饭 好 你不放手是吧 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 两人拔合许久 没有结果 最后 何小乔终于被惹毛了 直接侧转身体 弯下腰 用手一扯肩上的悲劳 让妈妈一摟 密声尖刺的栗子 朝那男人 多头 倾泻而下 惊天东地的惨叫 回荡在彩虹村上空 久久不散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执事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三集 夕阳西下 春烟鸟鸟 每家每户 都在忙着 为一天中最后一顿饭 做准备 喂 你吃慢点行不行 饭都掉桌子上了 喂 一路看着他将桌面上的饭菜 全都扫光 何小乔下意识地瞧象 已经空荡荡的米缸 心疼得 脸都扭曲了 哼 这特么简直就是救了个 无底洞回来呀 没事 何小乔话音刚落 那个正埋头猛爬饭的男人 咽都不屑一下 空手少在桌面上捋了一把 急去迅速地将所有饭粒 都捡了起来 再一把丢到嘴里 半点不停歇地继续举块 对着满桌的饭菜 狼吞虎咽 老天 你饿死鬼投胎啊 何小乔看得目瞪口呆 简直恨不能拿把锤子把它给敲成两半 看看他把那些饭菜都装到哪儿去了 你到底多久没吃饭了 男人嘴里塞满了饭菜 居然还有空挤出时间来回话 大概七八天吧 我还是半个月来着 我忘记了 男人说着 大概是吃得差不多了 端起汤碗 慢调丝里地喝着 之后才打了个满意的宝格 抹着依旧扁平的肚子 长须了口气 反正本 我在树上睡着之后就没吃过饭 真是饿死我了 何小乔满头黑线 你睡了多长时间 男人停下筷子 想了一会儿 摇了摇头 不记得了 这家伙果然不正常 算了 不吃这个 端起已经被舔了个干干净净的饭碗 男人双眼亮晶晶地看着何小乔 还有饭吗 再来一碗 你还吃 何小乔差点尖叫 整整十大碗饭 还有老大一锅的汤 另外一家三四盘的菜 它是猪啊 而更气人的是 即使塞了足够喂饱一支军队的粮食 它的肚子依旧是扁平的 真是 太特么让人羡慕了 救人就到底 送佛送到西马 男人瞄了眼 桌上干干净净的碗盘 抬起那张惨不忍睹的脸 朝着何小乔黑黑的笑 五官全都挤成一团 满脸的勾搭 加上才被刺球砸出来的密集小伤口 要说多恐怖就有多恐怖 何小乔捏着拳头忍了许角 才控制住想拿板凳朝他脸上挥过去的冲动 美好气得哼了声 哼 你这张脸皮还真不是普通的好 谢谢伙奖 何小乔翻了翻白雅 遇到这么个奇葩 算他是瞎眼加倒霉 不管怎么说 你饭都吃完了 可以滚 何小乔停顿了下 皮笑绕不笑的放低了声音跟语素 可以请你走人了吧 拜托 别再在他面前晃悠了 影响时遇不爽 晚上说不定还会做噩梦呢 那 男人打了个宝格 脸上的表情非常满足 多谢姑娘倡议相秀 在下感激不尽 双手撑在桌面上 男人一脸真诚地看着何小乔 沉声说道 所以为了答谢姑娘的好心 在下决定 暂时就不走了 就留下来帮姑娘坐牛坐马吧 什么 不用不用不用 我一点也不希望你都报答 你要是吃饱了 拜托赶紧回家去吧 何小乔差点尖叫了 他当初是花了多大的勇气 才让自己勉强接受 这么一张丑的人神公分的脸 在眼前晃 要是让他在这边住下不早 别说有损他的关于 说不定人家还以为他是超级重口味 急不择食呢 这样他以后要怎么嫁人 受人点滴 当涌泉以报 男人仿佛没有看到何小乔的臭脸 很是自我感觉良好的继续说道 姑娘 你就别推辞了 让在下以身相许吧 你 你刚才说什么 何小乔整个人都颤抖了 以身相许 想到这四个字的意思 再看对面那张媲美鬼怪的脸 何小乔瞬间像是被雷劈了一般 双眼圆睁嘴巴大张 细胞急速膨胀 这时候要是给他一本天外飞仙 他准能立马融会贯通 一气练到第九重 双手猛地拍到桌面上 发出砰的一声巨响 何小乔气红了眼 咳着不住的高声咆哮 你想的没 现在他总算明白 什么是自作孽不可活了 说的分明就是现在的他 另外还有一句 得寸禁止 给对面那只丑八怪 早知如此 他当时就应该直接挖个坑 把他跺巴跺巴埋了 干嘛要一时兴软把人救回来 这纯粹是兽剑 兽剑呢 好了 既然姑娘你也不反对 那这件事就这么愉快的定了 男人将何小乔的咆哮当成耳边风 笑嘻嘻地朝他咧出满口白牙 用一双迷成缝的眼睛瞅着他 在下江峰号 以后还请多多指教 然后又格外深情地换了声 娘子 去你妹夫的娘子 何小乔当场抓狂 二话不说 抓起板凳 朝他砸过去 老娘先杀了你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直视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四集 娘子 你还没告诉为夫 这里是什么地方呢 娘子 你还没告诉我 你叫什么名字呢 娘子 我觉得你做菜的味道真不错 就是都没有肉 实在太不过瘾了 娘子 要不我们晚上吃红烧肉吧 娘子 你别走那么快嘛 娘子 娘子 你给我闭嘴 何小乔忍无可忍地停住脚步 祸得转过身 脸色猙獰地朝着身后的跟屁虫咆哮 我跟你很熟吗 告诉你多少次了 我不是你娘子 你也不是我的男 相过 再敢叽叽歪歪 我就拔掉你舌头 再把你大些八块 丢到荒郊野外 喂野猪 你信不信 这家伙 这家伙绝对是老天爷派下来折磨他 不让他好过 厚脸皮 腿不要脸 超级无耻 人丑不要紧 最关键的是 人丑还没人品 他都已经想不到 还有什么更极品的词来形容他了 娘子 江峰浩抬头 瞧瞧头顶的蓝天白云 很受无辜地看着何小乔 天气这么好 你就如此暴躁 这样不好 不好 你才不好 你全家都不好 何小乔忍了又忍 实在很想当场吐两口血给他看 我拜托你 我求求你啊 就当我盼了你了 你到底要什么 你拿去行不行 要银子啊 忍着心痛 何小乔深呼吸 银子虽然不多 但是你要的话 我也可以给你啊 拜托你立刻马上从我面前消失 行不行 不行 我是个有责任又肯负责任的好男人 所以我是绝对 不会碰娘子你的嫁妆的 说到这里 他灿然的一笑 一张脸散发着无穷无尽的光芒 而且等以后赚到钱 我也会通通交给娘子你保管 娘子 你绝对不用担心 啊 谁要替你保管银子 谁要跟你嫁妆 何小乔抓狂的冲上去 忽略了那张脸带来的震撼 一把揪中他衣服的前肩 高声尖叫的 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是 让你赶紧在我命前消失消失消失 消失你懂不懂 遇上这么个贱了吧唧 又自我感觉良好的丑八怪 何小乔感觉自己以前培养出来的完美修养 都快耗光了 娘子 冷静 冷静 别那么激动 江峰浩身形瘦高齐上 比何小乔还要高上一个半头 何小乔站在他面前 就像是个半大孩子一样 见何小乔咬咬咬咬齿的挂在他身上 江峰浩忍不住乐了 小拍拍他的脑袋逗逗他 但手刚举高 却又悄悄放了下去 只是裂出整齐的白牙朝他眨着眼睛倒 要我消失可不行 我还要做牛做马 报答娘子你呢 娘子 你说是不是 都说了 我不用你报答 因为要仰着头才能看到江峰浩的脸 何小乔脖子酸得很 坚持了一会之后就主动败退 无奈的退开两步 他深吸口气 努力的想心平气和的跟他商量 如果 你真的要报答我的话 现在 有多远 就给我走多远 别再出现在我的面前 这就是对我最好的报答了 好啊 令何小乔意外的是 这一次江峰浩居然爽快地答应了 啊 何小乔目瞪口呆 还有点反应不过来 你 怎么突然那么好说话了 既然娘子坚决如此 那么 为了让娘子开心 为父 就只好照做了 江峰浩两手一摊 表示自己真的是万中无一的好丈夫 绝对的又听话又疼老婆 何小乔嘴角抽抽 翻了个白眼 直接迈开大步 往前走 随便你 江峰浩在原地站了好一会儿 看他怒气冲冲地离开 已经恢复了血色的薄唇 微微扬起 许久之后 踩慢条丝里地 将双手交叠在脑后 抬脚 慢悠悠地 跟了上去 山风徐徐 一高一矮两条人影 在山路上 隔着老远的距离 缓慢地朝山顶前进 无论何小乔走得快 还是走得慢 江峰浩都是一脸歉意的模样 走得分外悠闲 虽然慢 却始终都能跟在他 保持五米左右的距离 不至于靠得太近 也不会离得太远 喂 够了 终于何小乔忍不下去了 一下子停住脚步 转过身 怒瞪着他 你不是答应了 要滚吗 干嘛还一直跟着我 江峰浩一脸惊奇 也跟着杀猪车停下 娘子 你听错了吧 我没说过这话 可是刚才 你明明已经答应 不会出现在我面前 话是这样没错 江峰浩脚侠一笑 双手环胸 闲闲地截断他的话 我的确答应 不出现在你面前 但是我没说 不跟在你身后啊 这个死变态 何小乔颓然地 垂下双肩 有气无力地 重申了一句 我拜托你 别再跟着我了 行不行 不行 江峰浩断然拒绝 脸上依旧是101号表情 一副理所当然的模样 看着他猛笑 山里这么危险 我要好好保护娘子你啊 万一你要是遇到野兽 跑不快怎么办 你 何小乔见江峰浩 还是那副跟定他的表情 再次无奈败退 撞个山的时候 忍不住自言自语的 与其让你一路跟着 我宁愿遇到野兽好一点 结果 也不知道是何小乔的怨念 真的很大 还是他天生念力强 在走了一段路之后 他真的遇到了野兽 一头看起来 相当不好惹的野猪 一语成衬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执事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五集 一语成衬 当那头 当那头总有百十来斤 眼神凶狠的大野猪 联合附近正在拱土的猪仔们 气势汹汹的朝他冲过来的时候 何小乔简直欲哭无赖 救命啊 转身 转身没命地朝反方向狂奔 何小乔简直恨死了江峰浩 如果不是他 他也不会失去理智 走到平常不常来的地方 还好死不死的 真的遇上了野猪 这下完蛋了 娘子 这边 这边 耳边听到江峰浩的声音 何小乔急急忙忙抬起头 就看到 那个杨言要保护他的家伙 正躲在前方不远处 一棵大树上 悠闲地朝他招着手喊道 娘子 赶紧爬上来 野猪快追到你了 这个混蛋 何小乔真心想问候 他家八辈祖宗 不过这时候 没工夫跟他计较那么多 何小乔心里焦急 回头看了眼 差点快咬到屁股的野猪 二话不说 丢掉威劳 拉住江峰浩伸出来的手 在他的帮助下 以最快的速度 爬到树上逃命去 野猪一咬没咬中 焦躁地在树下转了两圈 用短胖的前蹄 跑了跑地面 绿豆小眼狠狠地盯着树上的两个人 像是在考虑要怎么样爬到树上 去解决那两名敢侵入他地盘的人来 何小乔狼狈地在树上坐下 用手拨开散落在面前的头发 眼睁睁睁地看着野猪咬们把背楼顶翻 美滋滋地享用他一早上的劳动成果 心疼地只想跳下去跟他们拼命 当然他一直敢想想而已 要他真跳下去 那是纯粹的不要命啊 喂 何小乔拿拳头用力砸了一下身边 正兴致勃勃低头 看着野猪咬咬的江峰浩 气不打一处来 你不是说你要保护我的吗 江峰浩呸一下 吐掉嘴里的草稿 很是无辜地侧过头看他 我是这么说过 可是娘子你也说了 不准我出现在你面前啊 哼 居然拿他的话来懂他 何小乔张红了脸 用手指着树下 还诸事单单的野猪怒道 那现在我允许你出现在我面前了 你敢不敢把他给我赶走 江峰浩双眼一亮 当真 嗯 当真 何小乔重重地点了下头 他就不信 这个只会躲在树上逃命的家伙 真敢去挑战底下那只发狂的山猪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好 有娘子这句话 微服这就去把这不长眼的野猪兄拿下 江峰浩话一说完 人也跟着纵身一跃 潇洒之急地跳到树下 何小乔拦都拦不住 喂 江峰浩 你疯了 死命的伸长手想去抓住他 何小乔脸都绿了 我开玩笑的 你赶快回来 别真的去玩命 娘子放心 今晚我们就有肉吃了 江峰浩居然还有心情意志 扭头朝他一笑 何小乔对着那张丑得人神共愤的脸 只觉得气血一阵阵地往上涌 忍了好久才控制住 没撇开头 眼角余光 瞄到方才已经走开的野猪又冲了回来 脸盲朝他大号 小心 江峰浩头都没回 利落地往旁边挪了两步 直接避开野猪的攻击 神行一闪 也不知道从哪弄了一把银色长剑 像斗牛一样斗着那套野猪 每一次闪开他的攻击之后 总会不急不徐地回过身 拿长剑在他身上猛抽一把 捅得野猪红了眼嗷嗷直叫 原本就密集的进攻变得更加疯狂 何小乔紧张地趴在树上往下看 为江峰浩捏了把冷汗的头十 也对他犯剑抽猪的行为 表达了最高程度的鄙视 就在何小乔等得差点失去耐性的时候 江峰浩却输得停住了脚步 只挺挺地立在原地 手中长剑锤下 面向已经进入暴走状态的野猪 小心 何小乔尖叫声才发出一半 江峰浩人影一闪 那头杀不住车的野猪 便一头撞在了树上 撞得整棵树都在摇晃 何小乔连忙伸手紧紧抱住树干 稳住身形 再睁开眼的时候 江峰浩手里的长剑 已经利落地由侧面 刺进了野猪胸口 那野猪长嚎了声 巨大的身体 碰地一下砸到地上 嘴角鼓鼓流出血来 挣扎几下就不动了 两头野猪仔 听到母亲临死前的哀嚎 愣了下 居然也不往前凑 几乎都是立刻就撒开四体 朝不同方向逃踹而去 江峰浩收回长剑 走到一旁扯了根 看起来柔韧性极佳的藤条 用力抖了几下 甩掉上面的叶子 随后整个人输得腾空而起 速度极快地 朝野猪仔们逃离的方向 飞踹而去 不等何小乔回过神 他已经一阵风势地回来了 手上还提着两只 让藤条滚得严严实实 只能徒劳地挣扎嚎叫的小野猪 献宝一样 举高晃了晃 满脸的嘚瑟 何小乔下巴都掉了 搞定 仿佛没看到何小乔呆愣的模样 江峰浩将小野猪丢到地上 悠闲地拍了拍手 抬头朝他灿烂一笑 喜滋滋地倒 娘子 你看咱们晚上是吃烤乳猪呢 还是吃红烧肉好啊 何小乔压根就没听到他的话 他的关注点可不在吃上面 哇 第一次见到传说中的轻功啊 他感觉自己整个人都快当机了 你 会武功 会点 江峰浩点点头 然后一脸疑惑地摸着下巴 难道我没告诉过你 我其实是个 那个侠客吗 没有 何小乔咬着牙 底恩子感觉自己的掌心正蠢蠢欲动 想和他那张欠揍的脸来个亲密接触 江峰浩就没眼力见的贼笑出声 那娘子现在知道我可以保护你 以后应该就不会再赶我走了吧 回去再跟你算账 何小乔翻了个白眼 转过脸懒得理他 探头往下看 估算了一下到地面的距离 开始思考 要用什么办法 从三米多高的树上下去 才最保险 娘子 你放心地跳下来吧 为父会接住你的 江峰浩看他探头探脑的 就知道他在想什么 脸盲喜滋滋地伸出双臂 做出接人的动作 阳光透过数位的间隙露下来 在他仰起的脸上 形成细小的光斑 他双眼明亮 嘴角弯弯 笑得无赖 却又诡异地耀眼 何小乔让他的笑容 晃得呆了一下 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 荒唐的念头 如果这家伙 脸上没那么多痘痘 跟腐肘 正常长相的他 或许也是个万人迷吧 甩了甩头 何小乔将鞋子踢掉 双手双脚都缠在树干上 小心翼翼地从树上滑了下来 一转身就看到江峰浩正满脸失望 跟哀怨地盯着他看 何小乔顿了下 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很想笑 脸膀绷紧了脸 做出不爽的模样 演示 嗯 看什么看 还不赶紧 把礼物带上 我还得回去做饭呢 说着用手拍掉衣服上 粘着的树叶跟灰尘 屋子弯腰捡起被捆住的小野猪 放到碑楼里 迈开大步往前走去 江峰浩原本还在等着何小乔的白雅 结果没想到 他却是喊自己回家吃饭 当下双眼一亮 嘴巴差点没咧到后脑 自命 娘子 响亮地应了声 把已经死透的野猪 轻轻松松地扛在肩上 江峰浩脚下不停 屁颠屁颠地追着何小乔去了 娘子 等等我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直视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六集 第二天 天才茫茫亮 何小乔便指挥着江峰浩 这个免费劳动力 忙活开了 两人拿着杀猪刀 对着野猪尸体 比喻了老半天 结果 由于缺乏经验 未能将其成功地解剖 最后 何小乔治好着命地 去找村里的王土虎帮忙 小乔啊 你没跟王叔开玩笑吗 真猎到野猪了 黄图虎一边吩咐儿子 拿上工具 一边不厌其烦地 又问了一次 王叔 我真没骗你 何小乔好脾气地 给他解释 我家真有一头大肥猪 等着您去帮忙宰杀 不过猎到野猪的 是我的一个远房表哥 不是我 表哥 就是你之前说 要找的远房亲戚吗 是啊是啊 何小乔嘴抽了一下 顺着他的话经了过去 王叔 您记性真好 表哥本来就是他胡走出来 掩人耳目的 他又不是原来的何小乔 谁知道那个真正的远房亲戚 到底是谁 内容好 有你表哥在 以后你多个人照应 王图虎是真心地替何小乔高兴 接过儿子递过来的杀猪刀 别在腰上 大跨步走到院子外头 走走走 带王叔瞧瞧你表哥去 能大野猪的 肯定是个好猎手 还真得认识认识 何小乔想到江峰浩的脸 师生觉得有必要先给王图虎打个预防针 王叔想见我表哥 那当然好 但是我得先跟王叔说一声 我表哥他 他长得就是有点 那个 长得不好看是吧 你这丫头啊 瞎担心什么 王叔都这把年纪了 什么样人没见过 你表哥再怎么不好看 总不会比那妖魔鬼怪还吓人 还能吓到不成 话虽这么说 但当王图虎真正的看到江峰浩的那一刻 还是吓了一大跳 差点没把杀猪刀拔出来 朝他扔过去 小乔啊 你这表哥长得也太 特别了 何笑乔呵呵笑着装傻 被点名长得特别的那个 总是拉长了脸 一脸不爽 山里虽然有野味 但毕竟不是人人都有机会吃上肉 等王图护手脚麻利地斩了野猪 何笑乔按照村里的习俗 将半个猪头和一根猪尾巴 并三斤肉给了王图护 猪下水自己流了下来 其他的都包好放在杯楼里 趁着天还没黑 一娇娇地给村里的邻居送过去 想当初他刚到这里的时候 根本什么都不知道 穷得没有半文钱傍身 又对自己的身世一无所知 要不是彩虹村的淳朴村民一路接近 估计到现在应该已经死回现代了 送肉的事他昨天晚上已经跟江峰号商量过了 起初他还担心江峰号会不高兴 没想到他非但没有反对 甚至大方地表示 以后有好吃好喝的还要跟大家分享 老实说何小乔对他这点 真的有点刮目相看了 一个不漏的给每户人家都送了野猪肉 等何小乔带着村里人送的酸菜萝卜回到湖边小屋的时候 天已经全黑了 月朗星熙 主屋里正亮着灯 橘红色的光从屋里露出来 江峰号面朝外面 双手还胸斜靠在门上 显然是在等着他 何小乔看着他被灯光拉得老长的影子 有那么一瞬间 喉咙突然像被什么东西给杠住 心里也跟着一阵阵的犯酸 有多少年了 从离家出外打拼 到被穿越到这里 他再没看过这样温馨的画面 有人点着了灯 守着屋子等他回家 回来了 江峰号语调轻快 走前两步打开篱笆 将他手里的酸菜坛子都揭露过去 等何小乔进了门 关好篱笆之后 又跟个老妈子似的唠叨起来 娘子 你一个姑娘家的 以后别那么晚出门 万一像今天一样 遇到不长眼的畜生就太危险了 如果实在有要解释的话 也可以让为夫跟着 有为夫保护你 比较安全一点 还有啊 一看就知道你身子骨蛋饱 以后啊 别老是背那么多东西 重活都让为夫来做就行 对了 娘子 待会夜宵吃什么 说到最后一句 江峰号的声音里 不由带上一点期盼 转过头来 双眼睛睛亮的盯着和小乔看 嗯 满心的感动 瞬间抛到九霄云外 和小乔额上垂下一大碗的黑面线 要不是身高限制 他早一巴掌 往他后脑勺招呼过去了 吃吃吃 就知道吃 实在胖死你 没好气的谢小白老 和小乔在周边坐下 用手垂着肩膀 又给自己倒了杯水 娘子不用担心 为夫绝对是百吃不胖的体格 而且啊 你别看为夫瘦归瘦 为夫浑身都是肌肉啊 不信你看 江峰号说着 当真放下酸菜坛子 挡在和小乔的面前 举过两只手臂 比了个健美新生的专用姿势 一边还不断示意和小乔 去看他突出的公耳投机 看到没 为夫体格不错吧 何小乔皮笑着不笑 当真半眯着眼 围着他转了圈 随即伸出两根心心细致 用力往他毫无防备的腰侧 那么一掐 一声惊艳绝伦的惨叫之后 自作年不可活的某人 当即捂着受重创的侧腰 锁到一旁 暗自神伤了 何小乔对上他哀怨的目光 忍不住哈哈大笑出声 这一脚体格不错 你还是练练最来吧 娘子 你好狠的心 江峰浩见他笑得开怀 越发委屈 装气可怜来 也就更顺手了 我可怜的腰啊 腰断了 行了 别装了 知道你没事 何小乔嘴角眼里都是像 金屋拿了烛台 转进厨房 不忘回头吩咐他 把那两个弹子抱上 过来帮个忙 不然明天没你饭吃 啊 居然拿民生大事来威胁他 江峰浩一脸受伤的表情 不过 鉴于没有观众 生怕何小乔明天真的罢工不煮饭 又连忙狗腿的跟了过去 娘子 等等为父 江从早上起 泡在湖里的绿豆汤拿出来 一人一碗喝了 何小乔随即将剩下没送出去的野猪肉 都拿出来 准备腌制成咸肉 天气太热 唯有腌制的东西 才能保存较长的时间 何小乔负责我言 江峰浩就在旁边给他打下手 身高腿长的他 只要一弹手 就能轻轻松松的将腌制好的肉块 挂在屋檐下 照了薄纱的篮子里 倒让何小乔省了不少功夫 两人一来一往 配合的相当默契 很快就把所有的野猪肉都腌制好了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直视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七集 爆炒肥肠 洗干净手之后 江峰浩没事做 就靠在门边 看何小乔往灶堂里添柴 加火 准备掳制已经洗刷干净的猪下水 厨房里很安静 只有木柴燃烧发出的琵琶声格外响亮 过了好一会儿 江峰浩正看着往网罐里丢卤料的何小乔 突然没头没脑地冒出一句 啊 原来娘子闺名叫小乔啊 什么 何小乔忙着照顾柴火 一时没有听清楚 便转过头去看他 结果 却只一眼就愣住了 照堂里的火 忽明忽暗 江峰浩习惯性的双手还胸靠在门边 火光照在他的身上 显示出比例完美的宽肩 窄腰和翘臀长腿 蒙眼一看 倒还挺像那种 会让女人尖叫 男人嫉妒的潇洒贵公子 啊 如果不看脸的话 娘子 江峰浩见何小乔 只是呆呆地看着自己没有反应 连忙伸出手 在他面前晃了晃 娘子 回魂了 何小乔眨眨眼 回过神了 就看到江峰浩 压迫感十足地站在自己跟前 连忙后退了一步 啊 你刚说什么 江峰浩直起腰 一脸严肃 举高临下地看着他 我是问娘子 咱爹姓什么 何小乔意识不察 下意识脱口而出 姓何啊 姓何啊 啊 那就是何小乔 何 小乔 经济得逞 江峰浩立马笑得见牙不见眼 好名字 果然跟娘子很配啊 都一样那么可爱 少拍马屁 何小乔翻了个大白眼 脸上却泛起不自然的红韵 也不知道是害羞还是让火烤的 娘子 过了一会儿 江峰浩突然又开口 你有没有想过到外面去看看 外面 你是说彩虹村之外的地方 何小乔将手里干枯的树枝折成两段 丢到造堂里 头也不回地回答 如果可以的话 我当然想走遍这个世界的每个角落 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 原来如此 江峰浩眼灵闪过一丝光亮 单手摸缩着下巴沉吟 试探的 要不过几天 娘子跟为父一起走吧 何小乔侧过头看他 目光在他身上绕了一圈 没好气的咧咧嘴 啊 跟你走 我们还没熟到那种地步吧 江峰浩眼里带着笑意跟赞赏 嘴里却依旧不放弃地游睡道 哪里不熟了 都说驾鸡随鸡飞 驾狗随狗跳 既然为父已经以身相许 娘子你当然要跟我一起走了 一边去 谁答应让你以身相许了 何小乔翻了个大白眼 站起身 使劲把江峰浩推出厨房 这里没你什么事了 你还是早点去睡吧 话说完 不忘双手插腰对他耳提命面 记得继续睡你的杂物房 不准靠近我的房间一步 明白吗 遵命 娘子 江峰浩倒也没有继续逗他 当真笑嘻嘻地应了声 转身就走 虽然老在口舌上 占何小乔的便宜 但他可没蠢到 真的动手动脚 去踩他的底线 嗯 凡事总得留三分余地嘛 哦 怪人 目送着江峰浩离开 再亲眼看着他 乖乖地走进杂物房 何小乔的脑子里 突然就冒出这两个字 之后又在门外待站了好一会儿 才回到灶边 守着卤水烧开 又将装着珠下水的瓦罐 用泥封好 塞到还热乎的灶堂里 喂着 到湖边打水 稍微收洗了一下 便回房休息了 这一夜照样平安无事 几天后的早上 当何小乔还在睡梦中的时候 就闻到一股格外呛人的烧焦味 睁开眼一看 发现整间屋子都笼罩在灰色的浓烟当中 而且那烟雾还有越聚越多的趋势 吓得他连万一都顾不得穿 光着脚就往外跑 当跑到院子里一看 才发现 那浓烟居然是从厨房里飘出来的 里面还有凶凶点点的红色火苗在乱窜 难道昨晚 他忘记把灶堂里的火灭了 没可能呀 正愣了一下之后 何小乔猛的反应过来 想起杂物房里还有人 又连忙冒着浓烟冲了回来 一边用手抹着眼泪猛咳嗽 一边拼命地拍打杂物房的房门 嘶哑着声音大声地喊道 是我了 江峰号 快起来 江峰号 来了来了 就在何小乔急得跳脚的时候 那个原本应该睡在杂物房里的家伙 却突然从浓烟里冒了出来 顶着一头被烧焦大半的头发 站在厨房门口朝何小乔招着手 娘子 我在这里 何小乔心里 烫出来的小窝窝 手里拿着一只烧火棍 身上露出来的皮肤全都是黑的 整个人看起来就像刚在煤坑里滚滚一圈 何小乔傻了 目光在冒着烟的厨房和狼狈的江峰号的身上 来来来回回转了好几个圈 号半上之后才抖着嗓音问道 你 你 你怎么会在这里面 江峰号高举手背 在脸上砍了一下 挺着了腰板 大意凛然的回答 我在做饭 做 做饭 有那么一瞬间 何小乔觉得自己真的是脑袋冲血了 身体动不了 只能呆呆地重复他的话 你在做饭 你 你居然在做饭 没错 江峰号犹不知死活地点着头 边用手拍掉身上的草屑 边理所当然地说道 为夫肚子饿了 但娘子你还没起床 所以为夫只能自己动手了 你是说 何小乔深吸口气 压住满腔的怒火 脸上挂着猙獰的笑 威胁地把两只小拳头掰得嘎啦嘎啦坐下 咬牙切齿地问他 你肚子饿 想自己做饭 然后顺便把我的厨房也给烧了是吧 是 不是 江峰号原本还想抱怨两声 结果一对上何小乔杀气腾腾的脸 气势立马弱下来 垂着头低声忏悔 娘子 其实 我没想烧了你的厨房 真的 只不过 只不过 心虚地转过头 江峰号假咳嗽两声 看天看地 看山看水看梨吧 就是不敢看何小乔 直到目光落到手上的烧火棍上 才一脸侥幸地掰了个理由出来 我想起来了 娘子 你这里的柴火 真是太不好用了 才塞进去一点就冒出一大堆烟 太危险了 下次为父 一定找些更好的回来 保证娘子你以后做饭都不会烧了厨房 娘子 你干什么抢为父的烧火棍 娘子 你干什么打为父 娘子 你喜怒 为父再也不敢了 娘子 娘子 救命啊 江峰号 你个王八蛋 拿老娘的厨房来玩 我先宰了你 本集完 您给我点瓶子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直视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八集 厨房里虽然浓烟滚滚 不过终究没酿成大火 几桶水下去 烧着的柴火就灭了 何笑乔认命地提着水桶 把熏黑的墙壁刷了一遍 收拾好东西之后 又叮叮当当 忙活了好一会儿 很快便做出了两菜一汤 看也不看江峰号一眼 屋子在屋子里大块躲移起来 饭菜的香味直往鼻子里窜 江峰号在篱笆门外探头探脑 肚子里咕噜噜地响 虽然极想过去分一杯羹 不过考虑到何小乔可能还在气头上 又不敢擅自闯进去 只能可怜兮兮地 尝试用眼神攻势博取同情 娘子 何小乔不理会他 默不吭声地吃着自己迟来的早饭 江峰号咽了咽口水 继续努力不懈 娘子 我错了 何小乔加菜的手停下 抬头看了他一眼 满条丝里的问道 错在哪了 有谢 江峰号在心里偷偷兴奋地想 连忙接下去 我错在 不应该乱用娘子的厨房 错在不应该让娘子以为厨房失火了 错在不应该说娘子家的柴火不好用 还有还有 想了老半天 实在想不起来还有别的 最后只能弱弱地以三个字结尾 没有了 何小乔扑吱一声笑了 看他粘头粘脑的模样 再大的气也消了 进来吃饭吧 江峰号双眼发亮 直接从篱笔上蹦了过去 速度极快地拿起饭碗 狼吞虎咽 刚才让何小乔拿扫把 追了半天 他早就饿得前胸贴后背了 以后除非有我在场 否则不准不准你碰厨房里的任何东西 何小乔丑他一眼 放下筷子 端起放在一旁的汤碗 明白吗 明白 我明白 江峰号猛点头 让入口的爆炒肥肠辣得直吸气 觉得辣可以喝汤 何笑乔憋着笑 用手将已经没那么烫手的猪心汤推到他的面前 江峰号连忙伸长手去拿勺子 结果可能用力过猛 只听得呲啦一声 就见他的袖子整只被扯裂 裂口从肩膀处 一直延伸到腋下和侧腰 露出里面骨铜色的肌肤 吃饭的动作猛地僵住 何小乔顿了下 目光顺着声音望过去 沉默了好一会儿 在抬头和江峰号 背无辜的眼神对上 笑得太急 还没咽下的饭全撬到气管里去 何小乔按着胸口 咳得整张脸跟染了胭脂红一样 江峰号连忙伸手 给他拍着背顺气 娘子 慢点 慢点啊 何小乔抓起茶壶 二话不说 灌了老大一碗水下去 好不容易才缓过气来 呛死我了 隔开江峰浩的手 又拍拍他的肩膀 和小乔一脸同情 我本以为 我爹已经够壮实了 没想到 你比我爹还壮 怪不得他的衣服穿你身上 我总觉得那么别扭呢 原来是岳父大人的衣服啊 江峰浩用手 拨了拨裂成好几片的袖子 期待地看着和小乔 娘子 你会缝衣服吧 会是会 呃 就是 手艺有点不到家 和小乔脸上浮现可疑的红韵 假装咳两声 也是尴尬 嗯 嗯 你先将就着穿吧 过两天再买一套 话虽这么说 但他可没指望 江峰浩这个差点把自己饿死的家伙 身上能摸出半个铜板来 所以这钱最后还是得塌出 江峰浩双眼一亮 脸上的小疙瘩好像都能放出光来 多谢娘子 果然娘子还是心疼为父的 来 娘子 这个珠心 慢着 和小乔侧过脸 伸出一指把江峰浩凑过来的大脸推开 示意他把向着自己碗里的筷子收回去 放下 我自己来就行 那娘子自便 为父不客气了 江峰浩半点被拒绝的尴尬都没有 小蜜蜜地收回筷子 转而将猪芯片丢到嘴里 开始对桌面上的饭菜发起二度进攻 和小乔一边看他慢条丝里的吃着饭 一边咬着筷子猜测着他的身份 跟第一天见面的狼吞虎咽不同 江峰浩最近的吃相是越发文雅了 如果不去看那张丑得人神共愤的脸 单从他的动作举止来判断 说他是大户人家从小娇生惯养出来的公子哥也不为过 可问题是 您一气度不凡的大户人家公子哥 为什么会单独跑到这深山野林里来 而且明明有一身好功夫 却落得跟乞丐似的连饭都没得吃 还把自己的脸整得跟猪头一样 想到这里 何小乔不由下意识地看了江峰浩一眼 下一瞬 立刻打心眼里深深地佩服起自己来 才相处不到几天时间 他已经能淡定的 面对江峰浩那张惨不忍睹的脸 而且完全不用担心会影响食欲 嗯 不可不为之 心灵强大 也可以说是神经太粗 对了 你之前穿的那套衣服呢 过了一会儿 何小乔突然抬头问道 江峰浩忙着吃饭 只糊润地回答 丢了 丢了 何小乔忍不住 拉高了嗓门 那件衣服 虽说黑不溜秋的 又实在是脏了点 但一看 就是不可多得的好料子 别说还很完整 没有半点补丁 他居然就这么大啦啦地丢了 江峰浩丝毫没觉得哪里不对劲 把坏掉的袖子 整个扯下来丢到一边 屋子伸手 去家远处的鱼竿炒韭菜 丢了就丢了 娘子你不是不喜欢吗 谁跟你说不喜欢了 不对 这跟喜不喜欢没关系 何小乔气急败患 忍不住啪的一下 将筷子拍到桌面上 双手插腰好当 哼 你个外家子 衣服脏了洗衣洗就能穿啊 你居然就这么给我丢了 浪费呀 简直就是浪费呀 江峰浩一正 过了好半晌 才挠挠后脑勺 试探的开口 那我去捞回来 现在立刻马上 何小乔和的站起来 用手把房门一指咬着牙开口 去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直视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九集 饺子好吃 我可以一辈子给你当牛做马 在何小乔的高压鞋铺下 江峰浩只能依不舍地放下碗筷 摸着鼻子乖乖地一头扎进湖里 找衣服去了 好在他看着虽然不靠谱 但总算水性不错 在湖水里扎了几个猛子 就把那件差点长青苔的衣服 捞了起来 举高了 朝岸边等着的何小乔 献宝似的挥了挥 何小乔脸上是掩饰不住的笑 因为省了可以买衣服的钱 心里一高兴 不仅手脚麻利地把饭菜重新热过 还格外开恩地帮他洗起了衣服 江峰浩在屋子里吃着饭 一抬头就看到何小乔挽高了袖子 笑容满面地在院子里晾衣服的模样 耳边听着他随口哼唱的陌生小曲 再一想自己吃的饭食都是他做的 他现在手里拿着的衣服也是自己的 江峰浩眼里便不由自主地带了笑 心里更是满满地迎上一股莫名的满足感 虽然何小乔有时候很凶很豪横 完全没有一般女子该有的矜持跟羞怯 但不可否认 她确实是个心地善良又单纯的好姑娘 不然当初也就不会把她从山里救回来 虽然她嘴里一直张扔着不准她留下 但最后还是心软地自个儿收拾好杂物房 让她有了个遮风挡雨的地方 江峰浩想到这里眼里的笑意更深了 下午的时候 何小乔想起自己屋后那片菜地还没有翻 二话不说便把家里的新天的劳动力给推了过去 江峰浩翻地 何小乔点菜子 两人忙活了半天 总算把菜园子给整理出来 翻了将近五条土拢 分中了猪如青瓜 番茄 大蒜等十令蔬菜 等收拾好菜园 已经是日落时分 为了犒劳江峰浩 何小乔特意用西面做了酸菜饺子当晚饭 整整六十多颗饺子 外加一大盆拍黄瓜 吃得江峰浩满嘴流油 直呼过眼 从此更加坚定了要赖定何小乔的决心 看你也不像是吃过苦的模样 没想到翻地倒还挺饿于手的 收拾碗筷的时候 何小乔突然感慨了几 想到江峰浩刚来的时候穿的那件衣服 就算他再不识货 起码知道那绣花绸缎价格不菲 却怎么也没料到 他居然还挺能适应农家生活 装鱼打猎翻地一把兆 真是不可思议 那是 江峰浩拍了拍被四十来颗饺子称的微脱的肚皮 伸着了修长的双腿黑黑一笑 大言不惭地说道 想当初本 本大侠可是经过高人指点的 重地这点小事 哪里能难到我啊 自大 何小乔呸了声 自己缺心笑了起来 不知怎的 看他拍着肚子兴满意足的滑稽模样 突然就觉得那张脸也没那么恐怖了 看习惯了 其实还蛮 呃 勉强算顺眼吧 江峰浩不知道何小乔的心思 往后躺在乳椅上消失 一边还在喋喋步修个不停 其实啊 我很好养活的 只要娘子你给我做饭吃 我可以一辈子给你做牛做马 当打手 当保镖 帮忙干活 如果娘子有需要 为夫还可以顺带帮你暖暖床 若是咱们以后有了小孩 我也能帮忙带 哦 越说越扯了 何小乔突然打断他 你的脸到底怎么回事 江峰浩愣了下 脸上的洋洋自得收了起来 沉默半赏之后 才恢复一贯的嬉皮笑脸 那只是不小心中了点毒 没死就变成这样了 娘子不用担心 为夫除了这张脸 身体其他地方都是完好无缺的 说着还刻意站了起来 甩胳膊动腿的 表明自己很健康很强壮 这么说 还是有可能治好了 何小乔丢了个白眼 自己摸着下巴想了想 沉吟的 嗯 山里草药不少 或许你可以先试着喝些 清热去毒的草药 说不定有用呢 草药 我决定了 从明天开始 你跟我去山林 采一些金银花蒲公英回来 熬成凉茶喝 何小乔双眼放光 兴致勃勃的比活着 最后不忘用力握拳引拉 比了个胜利的姿势 这样清智天天喝 喝上十天半个月 我就不信你脸上的小哥的削不掉 江峰号傻眼 娘子 我是中毒 不是上火 我这就是去毒的 那好吧 万事就拜托娘子了 放心 一切有我 何小乔大言不惭的 拍着平坦的胸口保证 江峰号眼里带着笑 听他头头是道的 分析哪种草药对他有用 偶尔插上一两句 居然也是乐此不疲 这边两人有说有笑的消磨时光 而在另外一边 在离彩虹村千里之外的地方 同一时间 正有一群大老爷们儿 举在某家客栈里集体发愁 这都快半个月了 老大还是没任何消息啊 一名满脸落腮胡 双眼隐隐泛着蓝光的魁梧大汗 神色沮丧的抱着头哀叹 怎么办啊 他欠我十两银子没还啊 那可是我用来娶媳妇的银子 瞧你那点出息 跟着老大混 还怕没钱赚呢 坐在魁梧大汗对面 留着凉皮小胡子 神色街边摆摊神棍的中年男子 哼了声 不懈地补充了句 等老大回来 让他带你到赌场里转圈 一天时间 就够你把整个镇子的好姑娘 都给娶回家了 说的也是啊 魁梧大汗赞同的点点头 不过随后又抓了抓 砸乱的胡子 颓废的脚下巴搁在周面上 可惜老大那边 现在还是半点消息没有 不然我那整个镇子的媳妇 就着落了 此言甚是 旁边的人文言 就是一副心有戚戚烟的模样 就在这时候 房门突然被推开 一条身着黑色浸装的 瘦长身影卖了进来 房间里或趴或躺的人 立刻迅速地直起腰 双眼闪闪发亮地看着他 一口铜声地问 找到了 刘海上有一小撮 显眼白毛的黑衣酷哥愣了下 随其冷静地摇摇头 没有 我的媳妇 这都快半个月了 老大到底上哪儿去了 好歹给回个消息啊 不然咱们这么敢等着 也不是办法嘛 谁敢等着了 不都出去找人了吗 那你找到了吗 没 总之 大家先继续努力找找看吧 在找到老大之前 这件事必须先瞒着 说过让上头那个知道老大出事 那大家就都自个儿准备好洗澡水吧 小胡子神棍盖上茶杯 很是冷静地下了结论 众人纳闷 准备洗澡水做什么呀 洗干净脖子 让柜子手砍呗 异训人先是沉默下来 随后开始各种哀鸿遍野 不要啊 我还上有老下有小 全家就靠我一个人撑着了 要是没了脖子 我还怎么讨生活养家糊口呀 老大 你可今晚不能死啊 你死了 我上哪找我那一整个镇子的漂亮媳妇啊 我媳妇才给我添了个娃 我抱都没抱过 要是老大挂点了 老天爷 拜托让老大赶紧回来吧 瞎咋唬什么呀 你都有女人有娃了 那叫个福气 哪像老子连婚都没开过 如果带着楚男之身去死 到时候在下边和其他兄弟见了面 还不得笑掉他们大牙 那个 我是姑儿 好像没什么心愿未了 所有人当中看起来最为年轻 脸上还带着稚气的男人 埋头想了半傻 之后才憨憨地开口问道 那现在 要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 其他人不约而同地对他翻个白眼 启声道 找呢 绝对三十 你要把老大给找出来 为了他们的家人 媳妇还有银子 老大 你快回来吧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执事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十集 意外生获 抖转星移 两轮日升月落之后 又是一天即将过去 夜里凉风轻浮 下重低鸣 湖畔竹屋里的灯 已经灭了好长一段时间 周围只剩下一片安详宁静 黑暗中 一条矫尖的黑影 从不远处的大树上跃下 目光落在秦方 沐浴在月光下的竹屋 放轻了脚步 快速地上前 一个翻身跳过篱笆 双手撑地 消去落地发出的声音 屋子里的江峰号 几乎是在他越过篱笆的同一时间 便睁开了双眼 被脸上的笼包压挤得 只剩下两条缝的毛子 闪过森冷的光芒 悄无声息地从床上坐起来 顺手从放置在床边的竹臊巴上 摘下一片竹叶 用两指粘着 举高到面前 侧耳听着窗外的动静 江峰号纯盼 勾起何小乔 从未见过的 嗜血笑容 像是蛰伏等待猎物进入陷阱的凶猛野兽 似乎是感觉到江峰号身上散发出来的杀气 前夫近来的黑影在回廊上顿了下 似乎有点胆怯 很快从腰上摸出一把寒光闪闪的匕首 弓着腰 警惕地一步步朝杂木房靠过去 黑暗中 江峰号默默地坐着 目光落到从窗口投射进来的月光上 鼠得眯起双眼 右手一挥 灌注了强大内力的竹叶 便带着凌厉的气势 破开空气 犹如刀子切豆腐一般 从猪屋的墙壁穿过 再重重地刺入黑影的身体 黑影闷横了一声 脚下亮强了下 眼里闪过痛苦的神色 虽然已经用最快的速度 扭转身体闪开 却依旧没能避免被打中的命运 眼见肩膀靠近胸口的地方 开始鼓鼓流出鲜血 黑影连忙按着伤口 又抬头恨恨地看了眼紧闭的房门 半晌之后 才心有不甘地转身离去 等屋外凌乱的脚步声慢慢消失 江峰号这才号称影侠的 伸手拍了拍衣服上看不见的灰尘 嘴角勾起讽刺的笑 今天早上上山的时候 他就已经发觉被人跟踪 只是心情好不予计较而已 没想到这家伙倒是胆大包天 居然还敢如此大摇大摆地 抹黑找上门来 只配给人刨推打扎的货色 也敢来找他的麻烦 简直就是寿星宫上吊 活腻了 不屑地哼了声 江峰号伸了个懒腰 重新躺回床上 两手交叠 枕在脑后 一边想着 怎么尽快和外面的人联系上 一边下意识地 傾听从隔壁传来的 均匀的呼吸声 不知不觉中 便也跟着沉入梦乡 江峰号 江峰号 起床了 不知过了多久 耳边响起 何小乔敲门的声音 江峰号睁开双眼看向窗外 天已经大亮了 江峰号 出来 是 娘子 听出何小乔声音里的不耐烦 江峰号倍感无奈 心知 再装死是不可能了 于是一翻身从床上跳下来 边活动身体 边朝外面走 去 刚打开门 一眼就看到抱着扫巴的何小乔 全成个团 蹲在他门口 右手拽着自己的大辫子 满脸疑惑的盯着落在回廊上的 一摊暗红色猛看 那是 江峰号的脸颊微微抽搐了下 想不到昨晚 他好心饶了那家伙一条命 结果他不懂得感恩戴德也就算了 居然还留下某某某到此一游的纪念品 给他惹麻烦 真不是普通的惹人嫌 在心里将昨晚来访的家伙 八倍祖宗都问候了一遍 江峰号收起不爽的表情 在何小乔的面前蹲下 嬉皮笑脸的凑上去 调侃道 娘子 你一大早蹲在维夫门口 做什么呀 难道是太过挂念维夫 一夜不见 如个三秋 所以特意来这里守着维夫吗 你想的没 谁挂念你了 少光扯些有的没的 何小乔推开他有爱观瞻的大脸 指着地上的血迹 没好气地问道 我问你 这里怎么会有血迹 血迹 江峰号的目光顺着他的手看过去 随即恍然大悟似的一击掌 原来娘子你是在看这个呀 话说这个血迹嘛 其实只是一点意外而已 意外 没错 就是个意外 将何小乔拉起来 让他站到一边 江峰号淡定地伸出大脚丫子 把地上的血迹擦掉 一边不忘继续忽悠他 这意外说起来 其实还得怪娘子你 我 何小乔一脸惊讶 伸手指着自己 这关我什么事 就是关娘子你的事 江峰号很笃定地说道 弹着手表情倍儿无辜 还不都是因为娘子你做的饭太好吃了 所以为夫就忍不住吃撑了 何小乔鄙地看着他 别告诉我 这些是你吃生之后吐出来的 当然不是 江峰号愣了下 随即握拳挡在嘴边 假装斯文地呛咳了两声 问题就出在娘子你做的饭菜上 难道娘子你没发现 你最近做的饭菜 都是又来又呛吗 经他这么一说 何小乔这才想起来 确实有这么回事 好吧 那算你有礼 然后呢 然后 为夫就辣得流鼻血了呀 江峰号两手一摊 随即又换上哀怨的表情 盯着他看 一副全都是他的错的模样 娘子 男人的血可是很宝贵的 常言道 一滴精十滴血 何小乔嘴角抽搐 抓起扫把朝他打过去 滚 滚滚滚 这就滚 江峰号笑嘻嘻地闪过 他的花拳袖腿 伸手敏捷地从回廊里窜了出去 一头钻进厨房里 不忘高声喊 娘子 吃饭了 何巧巧掀桌子 吃你卖 本集完 您给我点平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直视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十一集 杀手 吃过早饭 和小乔欢快地出门溜达去了 踏着边拳脚一走 那边江峰号也跟着出了门 在立竹屋不远处的地方停下 江峰号蹲下身体 伸手撵了下掉在石头缝里的干涸血迹 目光顺着泥地上深浅不一的足迹 投向远处的深山 微微地皱了皱眉 虽说昨晚饶过那人一命 但这不代表这件事就这么接过去了 也是时候去问问那个不懂得感恩戴德的家伙 看看他到底是什么来路 想到这儿 江峰号又转头看了看村子的方向 估计和小乔应该不会那么快回来 这才纵身跃上树梢 以极快的速度顺着足迹朝前方飞掠而去 南方夏天天气总是多变 不过一瞬间的上 原本晴朗的天空 便开始聚起遮天蔽湿的乌云 空气里有种隐隐的低压在盘旋 眼见一场大雨很快就要来临 江峰号在上次发现黑人跟踪的地方停下 目光在四周转了圈 随机抬脚走到一株开着不知名小花的植物前 伸手将卡在花枝中间一块闪闪发亮的东西拿了起来 仔细一看 却是一块沾了些微血迹的铁质令牌 打磨光滑的金属 一面是个红色的令子 另外一面则刻着展翅高飞的苍蝇 雍眼的地方似乎做了特殊处理 即使在阴暗的环境下 也如琉璃一般光芒流转 栩栩如生 居然连江湖上赫赫有名的暗杀组织神鹰都请出来了 相宾那个人 这次应该是下足了本钱 非要将他除掉才肯罢休 江峰号毛子里划过一丝阴冷 顺着空气里若隐若现的血腥网往前走 果然在十公米远的地方发现了一具男尸 尸体身穿黑色夜行衣 面朝下趴着 左侧脖子上两个深深的牙印 牙印周围的皮肤一片紫青 就连流出来的血都是黑色 醒来应该是死于蛇腕 昨天晚上他之所以没有下沙烧 一来是不想弄脏核小桥的地方 二来是想留着他一条小命 或许能从他嘴里撬出些有用的东西 没想到这家伙那么倒霉 没死在他手里 却让一条小小的毒蛇给咬死了 还真是讽刺 江峰号右手摸索着下巴 若有所思地绕着尸体走了一圈 舒得用脚尖点着尸体的腰部 微微用力将他翻了个身 又入眼帘的是一张僵硬发紫的面孔 嘴巴张大 表情扭曲 小莱死前应该受了不少痛苦 在尸体原来趴着的地方 还压着一个未曾使用过的响剑 估计是蛇毒走得太快 让他没来得急发出信号 通知其他同行就死了 江峰号把玩着手里的令牌 再看眼地上惨死的神鹰杀手 黑亮毛子里满是嘲讽的意味 没想到他才醒过来不过几天 就有人顺着他沉睡前的痕迹 找到这儿来 神鹰果真是名不虚传 可惜找到他的只是个最低等的三角猫 要是来的是四大护法之一 以他现在余毒未清的状态 应付起来可就没那么轻松了 搞不好连小命都得交代在这儿 外星的是 神鹰的成员一向都是单独行动 一个地方通常只有一人 负责搜索并执行任务 只有在遇到难以制服的强敌时 才会发出响剑及和其他人 现在负责这个地方的人已经死了 响剑也没有发出去 这么说来 只要他低调一点 在其他人发现异常 进而重新搜查这里之前 他还有大半个月的时间 可以自由活动 嗯 半个月时间 够他做很多事了 除其联络那帮 可能还在盲目找人的手下之外 另外就是赶紧想个办法 在下雨前赶回去 不然 正想着空中突然传来一声沉闷的雷响 接着倾盆大雨 瞬间霹雳啪啦的砸了下来 江峰浩嘴角抽抽了下 用手擦点落在脸上的雨水 无奈的抬头看向阴沉沉的天空 哦 这下可好 真的得想好借口向他家娘子解释了 嗯 该用什么借口好呢 目光在四周转了圈 再落到面前的死人身上 江峰浩双眼输得一亮 蹲下身探手在尸体的胸口 腰上摸了一下 很快便从他拳筋里取出个钱袋来 发在掌心里掂量了下 随即满意的点点头 都说钱财乃是身外之物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反正这人都死了 不如便宜他 这银子带回去 绝对可以讨得他家娘子的欢心 将钱袋丢掉 银子随意收到怀里放着 江峰浩丝毫不觉得 拿死人钱财有什么不对 站直身体后 更是将那句悲剧的 被搜刮了银子的尸体 给一脚踹到旁边的小山沟里 再随便扫了些树叶进去盖住 此举自然不是好心为他收尸 而是担心尸体腐烂 会吓到常年在山里行走的河小桥 伸出双手 让雨水冲洗干净 江峰浩美滋滋的折了片芭蕉叶 顶在脑袋上 怀揣好几十两针的银子 愉快地往回走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直视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十二集 银子 因为借挂着家里晾晒的衣服 何小桥匆匆地从村子里赶回竹屋 结果却发现 原本应该待在家里睡觉的江峰浩不知去向 床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 就连屋子都明显像是收拾过了 想到他可能不声不响地离开 何小桥心里居然失落了下 但很快 他就醒悟过来 风也似的冲向自己的房里 将床头柜推开 把后面一排空心竹子挨个看了个遍 发现藏在里面的银子好好的 这才长徐了口气 好在银子没丢 但是江峰浩人呢 难道真的走了 何小桥有些失落 重新将柜子搬回原处 何小桥起身走到门外 呆呆地看着外头的瓢泼大雨 心里分外不识滋味 江峰浩刚从山上下来 看到的就是何小桥坐在门口 对着雨沐一脸懊恼的模样 他手里抓着根竹枝 在雨沐里来回的挥洞 眼睛死死盯着村口的方向 嘴里嘀嘀咕咕的 不知道在念叨着什么 羞气的眉全都皱了起来 走近了才发现 他嘴里翻来覆去念的都是 到底上哪儿去了 怎么还不回了 不会让野兽吃了吧 死人江峰浩 心里的冷硬 似乎全都撞进了棉花堆里 在得知何小桥 原来是在担心自己那一刻 江峰浩有那么一瞬间 真相不过一切地 将他搂进怀中紧紧抱住 最后却是硬生生地忍住了 耳边听着何小桥的碎碎念 他脸上带着满足的笑 大踏步迎上去 某足了劲大吼一声 娘子 我回来了 哇 哇 何小桥让这大嗓门吓了一跳 转头就看到江峰浩背着两手 站在他身后不远处 浑身上下都让雨淋湿了 咧着嘴笑得跟个白痴似的 太好了 有来他没离开 这样的念头在心里刚闪过 何小桥脸上的神情不由得一松 接着球立刻反应过来 将两道柳眉一扭 用力将手上的竹子丢开 从得站了去了 你居然还知道要回来 话一出口 何小桥立刻皱起眉 不对啊 这话怎么听着那么别扭 江峰浩选择性地忽略了他声音里的怒意 几步跨过雨淋走到他身边 将两只手高高举起 严子 你看 这是什么 何小桥原本想揍他一顿 教训他 不声不响 不提前打招呼 就出走的伤 结果一看到他挂在手上的山鸡跟野兔 立刻什么话都忘了 只能呆呆地用手指着他的鼻子 半天说不出话来 他知道江峰浩会武功 可是没想到他运气这么好 足足五只山鸡三只兔子 就算他常年在山里走 也没试过一天能遇到这么多动物 何况现在还下着大雨 他到底是从哪扒拉出来的 不过现在这些都不是重点了 重点是 他的担忧一下去 怒火就上来了 看你个头 江峰浩 你找死是不是 这样的天气也敢上山 何小桥二话不说 伸出手指猛戳江峰浩的胸口 只把他戳得往后退了两步才停下 你不要命了 江峰浩眨眨眼 脸上微饿 嘴里却依旧无比纯真的问道 难道雨天不能上山 当然不能 何小桥几乎是下意识的吼过去 有单手插腰一手指天 你知不知道现在什么情况 大雷下雨 山上那么多树全都是招雷的 要是贼老天一个不爽 弄到来对准你拼下来 你还能活生生站在这儿 话音刚露完 黑压压一片的天空立刻应景似的划过一道蓝色闪电 接着便是咔嚓一声张狂的巨响 何小桥反射性的一抖 连忙将手收回 缩缩脖子往屋里退了两步 江峰号露出一脸委屈的表情 背挤得只剩一条缝的小眼 却带着笑 可是我听村里不少人说过 娘子以前经常下雨的时候上山 谁说的 何小桥一震 心虚的反驳 我去的时候可没打来 江峰号朝他靠近两步 九高临下的吵着他 直到把他看到各种不自在的往后退了退 才贼贼一笑的 这么说来 娘子你果然是在关心为父 谁关心你了 我才没有 何小桥瞬间占红了脸 嘴硬的为自己辩计 我只是 我只是怕你乱跑 让雷劈了 到时候我看到 还得费功夫挖个坑 把你埋起来而已 明明就是关心我 还死不肯承认 女人就是口是心非 江峰号撇撇嘴 在心里哼了声 但却控制不住 脸上眼里 开始各种往外 冒愉悦的泡泡 娘子你放心 为父是绝对的好人 老天爷肯定舍不得劈死我 哼 自大 江峰号当然不会把他的比试 当回事 喜滋滋地拉着何小桥进屋 娘子 来 看看为父在身上 找到了什么 将猎到的野味都丢到地上 他装模作样地在怀里找了半天 又神神秘秘地将拢着的蒲山大掌 送到何小桥面前 看 借着屋里的灯光 何小桥低头 看向他掌心里捧着的一堆碎银子 随即瞪大双眼 这 你 哪里来这么多银子 为父在山上 抓到了一只狐狸 那狐狸 说只要放了他 他就给我银子当报酬 江峰号黑黑笑起来 半真半假的胡扯 这就是他给我的 为父是不是很厉害 狐狸给银子 你当是聊斋呢 是不是过几天 还有个貌美如花的女女找上门来 要给你当小妾 何小桥用一脸看神经病痴的表情看着他 半晌后才瞥了眼那银子 没好趣的翻了个白眼 既然是你找到的 你就收着吧 到时候自己想买什么东西也能用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不是自己赚的 他用着便宁 江峰号想了想 觉得有道理 于是便要麻利的收了回去 那为父就先收着 到时候给娘子买好吃的 这还差不多 何小桥满意的点着头 随即又想起来什么似的 将搁在桌上的干燥布巾丢给他 一把将他推出去 滚回去换好衣服再出来 浑身上下都是泥脏死了 江峰号无奈地回到自己屋子里 刚脱了外袍 一转身就发现床上摆着一套战青色的战血衣裳 拿起来一看 虽然只是普通的粗布料子 却有着别于乡下常见的短打 而是城里人才会穿的长袍 虽然看着有点不伦不类 但穿上一看 居然意外地合身 娘子 为父是不是很英俊羞洒 见何小桥经过 江峰号立刻跳出去 转着圈的写白 何小桥瞥了他一眼 淡定地回答 潇洒不足 傻气有余 至于英俊 话说到这儿突然停住 何小桥抬头 瞧瞧他那张让人无法直视的大脸 一味深长的一笑 随即转身离开了 哼 江峰号摸摸自己凹凸不平 堪比石子鹿的脸皮 不死熏地跟上去 娘子 你别看为父现在这模样 为父以前可是大安第一美男子 不对 现在也是 好好好 你是全天底下最英俊潇洒的人 这样可以了吧 娘子果然声名大义 深得我信 得其如此 夫妇何求啊 为父决定了 从这一刻开始 提供我强壮的臂弯 给娘子你遮风挡雨 来 赶快投入为父的怀抱吧 滚一边去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执事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或许是为了庆祝江峰号 依旧留在湖派小屋 晚饭和小乔特意都准备了一壶果酒 另外还做了松鼠桂鱼 五柳炸蛋和山鸡蘑菇汤 香得江峰号差点恨不得连舌头都咬掉 一起吞下 直呼比宫廷御膳还好吃 何小乔先是给他一个大白眼 后来就抵不过好奇地问他 是不是真的吃过御膳 那是当然 江峰号黑黑一笑 死针魂甲地应了句 微夫不仅吃过御膳 还唱歌皇帝那小子喝酒呢 只要娘子肯跟微夫一起走 到时候我介绍他给你认识 哼 何小乔只当他在吹牛 很是鄙视了他一番 又教育他做人要脚踏实地 勤勤恳恳才是 且不可活在自己的幻想里 好高不远 江峰号只是笑笑 并没有出言反驳 等吃过饭 打发了江峰号到湖边 把昨天采到的药草清洗干净 何小乔提了水回到房里 熄了灯 就着月光快手快脚地擦洗身体 夏季天气热 一动就受浑身淡汗 不洗个澡总觉得不痛快 但是因为有江峰号在 何小乔也不好公然泡在月桶里 只能暂时这么对付过去了 哦 真怀念以前的房子 还有玉石跟玉霸 安全又方便 想到这儿何小乔眼神一暗 三年了 不知道爸妈现在身体怎么样了 爷爷的老寒腿好心了没有 还有小弟 他现在应该大学毕业了吧 当江峰号回来的时候 看到的就是何小乔坐在门口 仰头呆呆看着夜空的模样 他的头发早就解开了 此刻正全树披散在背后 夜里风一吹 满头青丝就跟着风儿一起飘荡 少了份张扬 多了份让人想呵护的柔弱 江峰号顿了顿 将药草放好后才慢慢走过来 在他身边坐下 何小乔默默地看了他一眼 回来了 何小乔默默地叹了口气 左手拖着栽 举高了右手 在明朗的月光下翻来覆去地看 江峰号注意到 他手里拿着一只发簪 簪身是非军非银的灰色 簪尾造型奇怪 像是四片封开的椭圆形叶子 叶子中间拖着一只 振翅欲飞的蝴蝶 蝶也很薄 在风中轻轻抖动着 这是我这辈子的娘 临终前留给我的东西 没等江峰号开口询问 何小乔自己到时说开了 因为是我爹送给他的定情信物 所以他一直都很宝贝 小时候我连碰一下都会被他骂 何小乔收回发簪 用手指拨弄着蝴蝶翅膀 长节垂落 掩饰住眸中的失落 没想到他最后 居然把这东西留给了我 我一直以为 他会希望能把发簪也一起 带到下辈子去呢 江峰号静静地听他说着 心里却不咒地琢磨着 这辈子的娘亲到底是什么意思 难道他连自己上辈子的母亲 是谁都知道 既然岳母大人把遗物留给你 自然有他的想法 江峰号学着他的模样 盘曲两条腿 单手托出下巴懒洋洋地说道 就算这发簪你不用 留着看看 起码也是个念想 嗯 有道理 何小乔点了点头 但很快又醒悟过来 看了眼坐在身边的高大男人 用了一拍额头 自言自语地嘀咕的 哎 我跟他说这些做什么呀 不跟你都说了 我回屋睡觉去 将发簪放在怀里 何小乔拍了拍江峰号的肩膀 天色不早了 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吧 晚安 说完话 人已经站起来 原本散开的头发 因为他的动作蹭了下来 有节礼从江峰号脸上滑过 带起一股好闻的青草啊 晚安 江峰号将这两个字 在嘴里咀嚼了一番 莫得勾起嘴角 眼看着何小乔毫无形象 举开了手臂 伸着懒腰 拐进房里 他转过身 抬头看了看天上 圆盘式的月亮 只觉得心口 好像被那些 飘摇的头发缠住似的 有点痒 有点松 很奇怪的感觉 但是 他不讨厌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执事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十四集 上门提亲 时间总是过得很快 似乎一眨眼的时间 一个晚上就过去了 太阳从山的另一头爬了起来 金灿灿的阳光 洒满整座彩虹村 将围绕在 竹屋周围的白雾 全树驱散 鸟鸟吹烟 从厨房窗口飘出来 等何小乔煮好早饭 将封号这个吃货 也寻着香味找过来 两人美美的 享用了一顿地瓜粥 之后何小乔拿瓦罐 把昨天采采的叶菊花 和其他几种寒性草药 一起煮了 硬逼着江峰号 足足喝了好几海碗 喝得他脸色发青 嘴唇发白 肚子更是 鸡里咕噜的各种乱象 一上午时间 全花在茅厕里 上午过后 江峰号在屋后劈柴 何小乔在厨房里 收拾昨天裂盗的眼腕 小乔啊 小乔在家吗 门口突然传来一把 熟悉的大嗓门 何小乔仔细想了想 等意味到来人是谁的时候 嘴角不由地一冲 黄花彩 这附近三个村子 唯一的媒婆 出了名的大嘴巴 曾经不止一次 想把他介绍给 隔壁村的牛姓人家 何小乔每次看到他 都恨不得来个隐身技能 让自己人间蒸发 好躲过那查户口一样的 不间断的盘问 不知道他今天找上门来 又是到底为了什么 该不会又想救世重提吧 何小乔将手擦干净 解开围裙走出厨房 结果一出门就愣住了 如果说彩虹村的村民里 何小乔最不愿意见到的是谁 那当属面前的黄媚婆 和他身后一身破旧长衫 又神情高傲 整只土别装王八的王树生 据说是村里唯一念过书的 夫子 怪仔 娟儿到底刮得什么疯 怎么什么牛鬼蛇神都上门来 哟小乔 我就说这天这么好 你肯定在家里头 身胸圆滚的黄媚婆 一身轩艳的红衣 头上别着朵 牡丹花 见何小乔出来 自己推开篱笆门就往里头走 一边搓手弄姿的挥着手里的小手绢 王傻儿 今天怎么这么有星知到我这来 何小乔皮笑肉不笑地站在门口 恰好挡住黄媚婆要往屋里走的脚步 又看了眼跟在他身后 拱着腰一脸猥琐的王树生 发现他一双绿豆眼直往自己身上描 当下就跟吞了苍蝇一样恶心 恨不得拿把苍蝇拍当场把它拍到外太空去 哎哟 当然是有好事才来找你了 黄媚婆拉高了嗓门 眼汗暧昧地看了王树生一眼 又蹭到何小乔的身边 自来熟得挽住他的手 硬扯着他往围栏边上的板凳上坐过去 是吗 什么好事啊 何小乔不着痕迹地抽回自己的手 悄悄往旁边挪了挪 努力避免让黄媚婆身上飘回来的 劣质胭脂香味熏死 大喜事大喜事 黄媚婆不知道何小乔的心思 还以为她是小女儿怕羞 拿手就捂着嘴 笑得脸上的缺分 扑素素地往下掉 我今天呢 是帮咱们王夫子替你提亲来的 人家王夫子可是四象八里出了名的才子 你嫁过去啊 可就是先生夫人了 哎 等等 何小乔听着不对 连忙打断他 一脸难以置信地指着在主屋周围徘徊 好像真把自己当男主人一样指指点点的王树生 萨摩尔也跟着拉肩了 你是来帮他提亲的 上帝啊 他要抓狂了 是 是啊 有什么问题吗 黄妹婆愣愣愣想 刚想继续舌擦莲花 没想到那边被点名的王树生比他更快 聚傲地昂着头用破罗嗓子说道 没错 黄大姐就是来帮本夫子提亲的 虽然你是孤女没有亲戚帮臣 但好在也算有间屋子 本夫子可以委屈点把你取进门 以后你可要好好地相扶教子 教你妹 忍无可忍 无须再忍 何小乔地站起来 往前一步指着王树生 连珠带炮地开马 王树生 老娘认你很久了 连个藏都认不全的人 也敢摆教书先生的破 我以前忍着你是因为刚来不好意思开考 你不要以为我不发火 就当我是Hello Kitty好欺负 想娶我 接受我的屋子 我呸 你还没那个资格 凶无点墨长得丑还装逼 村里的蚂蚁蟑螂长重耗子 都比你招人待见 我老实告诉你 我看到你就犯恶心 你给我滚 马上就滚 说着拿起一边的扫把 不由分说 就朝王树生身上打过去 滚滚滚滚滚 何小乔自打在彩虹村柱下 一直都是温柔淡漠的性子 除了最近一直背后的江峰号 谁都不知道 他还有这么泼辣火爆的一面 黄媒婆当场就傻了 连被何小乔用力推一把 都没反应过来 倒是王树生 让何小乔打得只跳脚 一边抱着脑袋 边跑边破口大骂 你个疯婆娘 快出手 不准打了 疯婆娘 疯子 我自己一定要让村里的人 赶紧走 何小乔发泄了一轮 总算觉得心里舒坦了些 听到这话 不由冷笑一声 想赶我走 那好 看看是谁先把谁赶走 黄媒婆这时回反应过来 连忙来一下何小乔 哎哟 小乔你这是做什么呀 王夫子可是咱村里的文曲星啊 你怎么能打他 快住手快住手 何小乔瞪了他也 王傻 今天我就直接跟你说了吧 绝对不能让村子里的孩子 跟这种人念书 不然以后还不知道会长成什么样子 小乔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 我们大家可都是知道 王夫子是念过书的 黄媒婆听了这话 果断的不高兴了 脸也跟着黑了起来 何小乔哼吹一声 收回哨吧 哼 这辆黄婶 你觉得她那么厉害 那不如让我来考考她 看看她到底有几斤几两 王树生忙着整理自己那件 达满补丁的土黄色长袍 听到这话 很是不屑地哼了声 嘟囔了句 这 无知妇孺 哦 想考你的就是无知妇孺 难道你就很有知 就在何小乔差点控制不住 又冲上去 要抱打她一顿的时候 一把低沉雌性的嗓音 没得响起 成功地把她的怒气 给挡了下来 何小乔扭头一看 就见挽高了两只袖子 露出健壮小臂的江峰号 慢悠悠地从屋后走了出来 迈着两条长腿 走到她身边停下 黄媒婆和王树生都没想到 何小乔的屋里居然还有人 更别提 还是个长得奇丑无比的瘦高个儿 一时之间两人都吓得够呛 王树生甚至跟女人一样尖叫了声 忙不迭地往黄媒婆的身后躲 啊 鬼 鬼啊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直视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十五集 维护 你才是鬼 你全家都是鬼 哼 虽然自己第一次见江峰浩的时候 也没拿他当人看 但现在他把他当朋友 王树生这声尖叫 立刻又让何小乔炸了毛 真大眼的果眼看清楚 鬼能在大白天出来 鬼能长这么潇洒 我朋友就算长得再丑 也比你好看 你才是鬼 你全家都是鬼 娘子 冷静 不着痕迹地拍了拍何小乔的肩膀 示意他先冷静下来 江峰浩简直哭笑不得 虽然他很高兴何小乔会主动维护他 不过 这维护的话怎么听着那么别扭呢 何小乔抬头与他对视一眼 撇了撇嘴 不情不愿地收回高举的扫把 暂时放过王树生一马 江峰浩这才走前两步 半挡在何小乔的面前 居高篱下地盯着已经从黄媚婆身后走出来 丝毫不见半点尴尬的王树生 笑得很是和蔼 原来这位就是彩虹村鼎鼎大名的夫子 听说当夫子都要有很高的学问 就是不知道这位到底有多少学问 他上下打亮了王树生一番 眼里闪过一丝冷笑 脸上却是笑得越发珍藏 在下不踩也略识几个大字 正好向这位夫子讨教一二 王树生昂起上翘的下巴 本来想在气势上压一压江峰浩 结果发现自己连人家肩膀都不当 连忙后退两步 再顾忌重申 哼 不过是个山野莽夫 居然敢说自己懂得学问 我倒要看看你能向本夫子讨教什么 一直在旁边坐背上观的何小强 忍不住哼了声 不无比仪的说道 是 你念过书 你厉害 你见过世面里牛叉 那我倒是要问问你 听没听说过 己所不欲物是余人 知不知道什么叫马列主义 黑洞理论又是什么 懂对对子吗 何小强说得快 很多词语又是王树生从未听说过的 当下不由得心虚了起来 坐思又想 得不到答案之后 更是直接恼羞成怒 都说女子头发长见识短 本夫子不知道你在随口胡舟什么 什么马列什么黑洞的 我大燕巢 根本闻所未闻 废话 你要真懂这些 我就该拿你当老乡了 何小强连连嘴角 随即将手一挥 很是爷们的 把神秋无奈的江峰号拦回原地站好 那好吧 之前那些 你没听说过 我们就不讨论 不过既然你懂念书 那总会对对子吧 对 对对子 王树生虽说是村里的夫子 但也不过是因为小时候在镇子里上过几天学堂 懂些大字 拿来糊弄下山里人还可以 但文人雅士之间最爱的对对子活动 却是一窍不通 何小强这么一说 他额头上冷汗立刻就下来了 本想立刻找接口离开 但黄媒婆就在旁边热气地看着他 再加上被何小强拿眼轻蔑的一撇 王树生当场被击得忘了自己有几斤几两 供着脖子 尖声叫道 对对子就对对子 这种 这种事情 怎么可能难得到本夫子 那你可听好了 见王树生落套 何小强笑得风外灿烂 上连是 山羊上山 山碰山羊脚 王夫子 该你了 这 虽然早知道对对子不是件容易的事 但被何小强这么一问 王树生还是有种汗如雨下的感觉 让我叉叉 让我叉叉 答不出来是吗 要不要我告诉你下连 你说 下连是什么 王树生就不信 一个女人能厉害到哪儿去 当下理直气壮地等着看他笑话 江峰浩简直要对王树生摇头太息 既然何小强敢挑战他 那就说明他有十足的把握 这个时候又怎么会没准备下连 下连就是 水牛下水 水墨水牛腰 原来这就是对对子 还真有咱们乡下人的生活味呢 旁边听的黄媒婆用了一拍手满脸洗色的当 王树生虽然也是一脸的恍然大悟 但嘴里却不甘心的嚷道 这又什么 都是些江下东西 本夫子常年读圣前书 哪里会知道这几个事情 行 既然王夫子饱读诗书 那我们就来对点跟学问有关的 何小强这下倒也不乍毛了 往后面的凳子上一坐 语调轻松的结果化 听好了 这次的上连是 一乡二里 共三夫子 不识四书五经六义 竟敢教七八九子 十分大胆 黄媒婆是完全听不懂 王树生则是张大了嘴巴 当场就懵了 怎么样 王夫子 你的下脸呢 江峰浩满含性味地看着何小强 痛打落水稿 原本只是单纯地想报一犯之恩 现在才是真正地想起了 想要将他留在身边的心思 一个自小生活在山里的村公 却似乎懂得很多 连他都未曾听闻的事情 嗯 真是有趣 太有趣了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执事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十六集 娘子 你果然是喜欢 为夫的吧 虽然知道何小乔是在借着上林讽刺他 但王树生最终没能把下林对出来 只好灰溜溜的自个儿跑了 也没想过要反过来考验何小乔 至于皇媒婆 她见郑主都走 自己留下来也没意思 勉强做了话 将何小乔全身夸了个遍 有热情的把江峰号祖宗十八代盘问清楚 之后便喜滋滋的回到村里 宣扬今天见到的大事去了 送走了皇媒婆 何小乔更松了口气 正准备回厨房继续腌制腊肉 一转头却发现 江峰号就站在回廊下 一手抱胸 一手摸索着下巴兴致勃勃地看着他 娘子 刚才那个对子的下帘是什么 何小乔眯着眼看他 你怎么知道我有下帘 难道娘子没有 当然有 狠狠地吸露了王树生一顿 何小乔本就心情大好 江峰号这么一问 更是让他找到了嘚瑟的理由 下帘就是 十世九瓶 凑得八两七钱六分五毫四礼 尚且三心二意 一等下流 十世九瓶凑得八两七钱六分五毫四礼 尚且三心二意 一等下流 江峰号低声重复了遍 抹得大笑起来 绝 绝 感谢兄爷 让我很是风骚了一把 阿弥陀佛 善哉善哉 见何小乔走进厨房 江峰号立刻跟了进去 壮似无意地问道 娘子似乎很讨厌那个瘦皮猴啊 谁 何小乔打了水洗干净双手 抬头看了江峰号一眼 随即反应过来 哦 你是说那个姓王的土鳖是吧 江峰号挑了挑眉 何小乔却再没看他 只是自顾自地说了起来 拜托 那种人谁能喜欢起来 长得猥琐也就算了 那里更是彻头彻尾的人渣 没知识也就算了 他居然还以体罚学生为乐 我是看到他就来起 何小乔说着 拿起案板上的菜刀 咚的一下 剁到已经退毛洗干净的兔肉上 又不紧不慢地继续说道 我这个人比较直白 喜欢的人怎么看都是喜欢 除非那个人真的做出了天理难容的事 不然我还是会喜欢到底 同理可见 讨厌一个人的时候 我也会非常用力地讨厌 甚至会讨厌到 恨不能将其人道毁灭 让他永世不能出现在我面前 免得影响慎容 还污染空气 江峰浩沉默许久 仔细地回想了下 两人相处的情况 在一通精密地分析之后 胸有成竹地笑了 娘子 你果然是喜欢为夫的 我最近耳朵有点不好使 何小乔扭过头 朝他微微一笑 随即慢吞吞地举起了手里 寒芒四射的菜刀 晃了晃 你刚刚说了什么 江峰浩搜得一下窜了个眉眼 空气里只剩下一把声音在回答 娘子 天气不错 为夫去抓两条鱼下饭 等我回来 就这样 回见 吃过饭 天很快就黑了下来 江峰浩刚从湖边洗完澡回来 一眼就看到摆在屋檐下的梯子 还有烂眉形象盘着腿坐在屋顶上的何小乔 眼里上规模笑意 江峰浩悠闲地迈着长腿在院子里站定 眯着眼和屋顶上的何小乔对视 不玄境 不矜持 潇洒大方却又会羞涩脸红 容易乍毛 且不按常理出牌 明明是个地调的乡下女子 却偏偏懂得很多山里人根本不可能知道 甚至是连她都没听说过的东西 矛盾感十足的女人呢 真是太让人感兴趣了 初遇想显摆一下的心里 江峰浩看都不看那张梯子一眼 脚下一点 直接轻飘飘地飞升而上 恨不客气地坐到何小乔身边 年子 长夜漫漫无心睡眠 不如咱们来聊聊天 好啊 何小乔懒洋洋地看了她一眼 从旁边的袋子里捡了个酸果递给她 你想聊什么 月花如水 从她的方向可以很好地看清江峰浩的侧脸 这一眼 何小乔便发现 原来她的睫毛很长 就像蝴蝶翅膀一样 扑扑扑扑地 挠得人心里发痒 子讯一看 她面上的小疙瘩似乎消失了不少 连也没有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那么肿了 以前是掺杂无数黄豆的大块发面面团 现在成了刚出炉的大马烧饼 还带掉芝麻的那种 虽然还是非人类 但起码看起来正常多了 想来应该是这段时间被她喝下去的草药起了作用 小乔 江峰浩突然开口 声音里是少见的严肃 何小乔被她感染 忍不住也跟着收起老洋洋的模样挺着了腰板 怎么了 这还是她第一次正儿八经地喊她的名字 难道是有大事发生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直视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十七集 上门惹事 你真的想过 要离开这里吗 原来是问这个呀 当然啊 如果有足够的盘缠 我早就走遍天下去了 走遍天下 还真是一余常人的想法呢 江峰浩双眼发亮 嘴角微微勾起 笑得像只不怀好意的狐狸 既然这样 那要不要跟我一起走 你 何小乔装作疑惑地上下打量他一番 随即撇撇转 我对你并不是太了解 连你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都不清楚 就这样跟你一起走 别逗了 江峰浩挑了挑眉 忍着笑不死心地追问 那你觉得我是好人 还是坏人 坏人也不会在脑袋上刻字 好人难保也有想歪的时候 何小乔避重就轻把问题推了回去 随即想起什么似的抬眼看他 对了 认识你这么久 我还不知道你是哪人呢 我 江峰浩耸了耸肩 我算半个京城人吧 小时候跟着师父跑过很多地方 近几年才回到京城 何小乔眼里有着向往 想起古装电视剧里看过的繁华都长 忍不住开口追问 那京城远吗 不算远 江峰浩随性地将手撑在身后 伸直了两条长腿 如果有快马的话 半个月能到 啊 这还不算远啊 哦 若是在江峰发达的现代 半个月的时间 都够我旅游好几个国家了 但现在 是连自行车都没有的古代 就算皇帝出行 有快马拉着 半个月时间也够折腾的了 想到这里 何小乔又开始万分怀念起 原来那个方便快捷的世界来 就是不知道 这辈子 他还有没有机会再回去 半个月已经算是最快的了 如果一路走过去的话 两个月时间都未必能到啊 江峰浩见他嘟着嘴 一脸不高兴 不知怎的 竟然鬼使神差地伸出食指 戳了戳 他鼓起的白嫩脸颊 软软的 滑滑的 就像伤好的绸缎一样 很好玩 见何小乔扭过头瞪他 江峰浩这才反应过来 连忙收回陆山之爪 右手握拳 抵在唇边 甲壳两声 即掩饰自己的尴尬 其实京城有很多好玩的地方 好吃的也不在少数 等到了京城 娘子 你只管把喜欢的都买下 账啊 就全挂在为夫名下就成 又开始不正经了 何小乔白了他一眼 你就吹吧你 把账全挂他名下 这话说的可真够大的 娘子可是在担心 为夫家底不够 还不起银子 江峰浩促瞎的眨着眼 嘴角翘得老高 若真这样 那娘子 你大可将为夫卖了 江峰浩说着 好爽的用手拍了拍胸口 就为夫这体格模样 多的不敢说 上万两黄金 绝对不在话下 何小乔的反应 是盯着他那张大饼脸 看了老半天 随即皮像肉不下地站起来 慢吞吞地沿着梯子往下爬 早点睡吧 梦里估计你有这身价 江峰浩挑了挑眉 并不恼 只是居高临下地朝他喊了声 娘子 你还没回答为夫呢 回答什么 何小乔站在院子里 茫然地抬起头 仰望屋顶上的江峰浩 跟我走吧 江峰浩说着 又笑出一排整齐的白牙 因为背着光 他的脸有点模糊 唯独那双漂亮的桃花眼 让人无论如何都忽视不了 何小乔看了他许久 然后才默默地收回视线 甩着胳膊懒洋洋地回了局 我考虑考虑 话虽这么说 但何小乔压根就没把这件事往心里去 江峰浩心里有数 也不急着催他 就这么心安理得地继续赖在竹屋不走 两人都没有再提过去京城的话题 直到几天后的早上 何小乔 你个小乔你快滚出来 小乔 屋里何小乔正在削土豆 被这声突如其来的叫骂吼得抖了下 差点没把手指头给削下来 何小乔你滚出来 外面的人间屋里没动静 又拉高了嗓门 简声叫道 有笛声没娘养的小娼妇 有胆子勾搭男人 没胆出来削人是吧 我呸 有笛声没娘养 何小乔演一咪 漫腔怒火全都让他给勾了出来 骂他小贱人 小娼妇他都可以忍了 但千不该万不该 却扯到他的父母 就算骂的是这具身体原来的父母 也一样 脚手上的土豆往箩筐里一扔 何小乔说的站起身 手里捏着那把均均的刮豹 杀气腾腾的走出门去 门外王树生的老娘 王阳氏原本还在心里嘀咕着 要不要冲进去 毕竟今天他可是刻意带了一堆好姐妈 来给儿子王树生找回面子的 若是就这么回去 那岂不是太没面子了 一见何小乔走出来 他心里一高兴 便得意地朝旁边跟着来的几个 大娘小媳妇看了眼 随之撇了撇嘴 双手叉腰鼻孔朝天地哼了声 哟哟 小娼妇敢出来 我还以为你只敢躲在拼头背后发抖呢 何小乔原本看到门外 还有村里人在 所以怒气已经稍稍收敛了下 刚想勉强撑个笑出来 一听见这话 整张脸书的就冷了 背在身后拿着刮包的手紧了紧 我还以为大清早的 是哪只老母鸡让狗追得四处乱窜 要死要活的锅躁呢 原来是王大娘你呀 何小乔这话一出 跟着来看热闹的女人 立刻有人扑吃一声笑出来 王阳是狠狠地弯了何小乔一眼 朝地上脆了口 小声嘀咕道 哼 家间嘴里小蹄子 何小乔梳地转过身 双眼直勾勾地盯着她 嘴角勾起冷笑 哼 王大娘 你刚从凤颗粒出来吧 怎么说话好大的一股味 话音刚落 跟着来看热闹的好几个女人 都同时笑出了声 哥哥捂着嘴巴直乐呵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十一弹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直视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十八集 打的就是你 王阳是让何小乔这么奚落 原本得意洋洋的脸 当场就黑了 再让其他人一笑 简直很不能立刻冲上前 给他两巴掌 你这个小草蹄子 一个没人要的孤女 还真当自己是个 会下金带的母鸡了 瞧就这亚尊嘴利的模样 好在我家生儿 看清楚你真面目 才没要你 趁着大家伙都在 你们可以评评理 我家生儿 可是这村里 唯一的读书人 那是秀才老爷 看过的夸的 王阳是说着 把高举的大拇指 放了回去 又比一道 看了眼和小乔 他肯要这个小骚蹄子 那是他几辈子 修理了福分 没想到这个小成福 却是纳不住寂寞的 不仅变成发的 侮辱我家生儿 甚至一早就在屋里 藏了个男人 日透着欢 你们说说 这小金人 如此败坏 咱们彩虹村的名声 咱们还能容得下他吗 只要一想到 自己的宝贝儿子 被何小乔这个孤女 落了脸面的各种挖苦 他心里就一阵阵割肉 似的死疼 哼 早知道这个小贱人 是个刺头 当时就应该先让村长 给他施压才对 原本他们母子俩 就是想着 只要把何小乔取过门 就能顺理成章地 霸占他的屋子 两人都以为 何小乔无父无母 只要他们上门提亲 那他嫁入王家 是绝对水到渠成的事 王阳氏甚至已经 盘算好了一切 回娘家 跟亲戚借钱 拜喜事去了 没想到 自己的儿子那么着急 居然不等他回来 就自己托了媒婆 上门求亲 结果 事情没办成 倒让这小蹄子 好生奚落了一顿 这口气 他是无论如何 也忍不下 好在 黄媒婆嘴快 说出了 何小乔屋子里 有个男人的伤 让王阳氏 很是痛快了一把 因为想着报仇 从娘家赶回来后 他就在村里 找了几个平日里 比较说得上话的 相约到了 何小乔家捉奸 铁了心 要搞臭 何小乔的名声 让他从此不好过 婶子 这话可不好乱说啊 跟在王阳氏身后的 一名小媳妇 拉了拉她的一脚 又扇上看了眼 冷笑的何小乔 低声道 大家都知道 何姑娘平日是怎样的人 她怎么可能会做出 藏人 藏人 那种事呢 另一个平日里 没少在和小乔这里 得到好处的沈娘 也尴尬地朝她笑了笑 走上前 把王阳氏 往后拉了拉 想从中调和 是啊 王家嫂子 这事儿还指不定 是谁在造谣呢 咱还是先回去吧 这么贸贸然的上门 可别含了小乔的心呢 我可没说错 没人造谣 就是这么一回事 王阳氏用力一推 那小媳妇 越发兴致高昂起来 指着何小乔 面向其他人 大声说道 各位乡亲父老 你们可别看着 个姓和的小蹄子 平日里看着 洁身自好 其实就是个 不要脸的小偿妇 现在大家可是都知道 她屋子里住着个人的 孤男寡女 每天都在一起 她居然还有脸说 是自己的表哥 什么表哥呀 不就是个野男人吗 这种道德败坏的人 要让她继续留在彩虹村 说不定别村的人知道的 又怎么戳我们的鸡胆骨呢 笑话 我行得正做得直 怎么带来彩虹村的名声了 王阳氏隐约瞧见 屋里有人影晃动 心里一喜 连忙大声道 既然你说没有 那敢不敢让我们进去搜一搜 你敢 王阳氏让何小小暴力的眼神 瞧得心里咯噔一跳 不安的往后挪了两步 但是很快又仗着左右有人 把胸脯挺了挺 高昂的踹开篱笆门 勿自走到何小桥面前 一边装模作样的 学着人家小媳妇似的 抹了抹自己半白的头发 看什么看 小长佛 有点是没娘养的 我 王树生的老娘 显然被这突出其来的一巴掌打懵了 没等他反应过来 眼神冷立的何小桥 已经又是一巴掌打过去 接连两个巴掌 何小桥都是用尽全力挥过去的 然后是王树生老娘的脸皮再好 这时候也招架不住 整个脸肿了起来 在场的人全都惊呆了 个个呆若目击地站在门外 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反应 直到好长时间过后 王阳世才猛地瞪圆了眼 像捏住了脖子的老母亲一样 按着两边的脸 高声尖叫的 你打我 你个小前提的确实敢打我 打的就是你 何小桥当着他的面 甩了甩发红的手掌 冷声道 既然王大娘不懂得 怎么尊敬仙人 口口声声辱吉人妇人母 那今天我就替彩虹村的 长辈们教教你 什么叫做礼 什么叫做廉耻 王阳世左右看了一圈 想找人帮枪 结果被他看到的人 取得默默地往后退了一步 假装没注意 摆明了不想摊这趟浑水 去到他当场太阳穴突突直跳 两边脸颊都鼓了起来 有红又肿 活像热带雨林的彩色毒蛙 眼神愿毒地扫过四周 最后为了挽回面子 只好疯了一弯 朝何小乔扑过去 我打死你个小贱人 何小乔刚才为了打他 走得很近 现在王阳世突然发疯 他是想躲都来不及 眼见王阳世 放黄的尖利指甲朝自嘴脸上招呼过来 何小乔几乎可以想象 自嘴脸上动了好几条伤疤的模样 够了 耳边突得响起熟悉的低沉嗓音 想象中的疼痛并没有出现 感觉身边有道烟影笼罩而下 何小乔微微侧过头 并看到江峰浩高大的身影 半挡在他面前 单手轻松地倾注王阳世的手腕 微微一个用力 并将他整个人甩出了篱笆门外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直视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十九集 以小炫大 明日辞行 杀人了 杀人了 有出人命了呀 王阳世扑通一下 趴摔在地上 扶着腰 直嚷嚷个不停 外头看热闹的人 都被让这变故 给唬了一跳 但看清楚出手的是什么人 当下抽气声 各种死去彼伏 甚至有的小媳妇 还吓得脸色惨白 要靠人扶着 才能勉强站住 虽然早就听说过 何小乔有个长得 不太好看的远房表哥 但谁都没有想到 这表哥的长相 竟然都快赶得上 加西莫多了 当然 他的头发身材 都比加西莫多 帅气 就对了 江峰浩 却不管其他人 什么反应 兴致勃勃地 低头看王阳世 自导自演 一边不着痕迹地 往何小乔身边 靠了靠 京城里的 大姑娘小媳妇 都顾着脸面 她还真没见过 有人敢这样 当劫露面的 坐在地上 嚎啕大哭 指添骂地的 今儿个 正好看个新鲜 娘子 这是不是就是 传说中的 泼妇骂机 何小乔放下手臂 想了想 给了个重肯的回答 不 泼妇比她耐看多了 她这是在 装三岁小孩 要糖吃 两人的对话 不大不小 除了一开始的称呼 取大刀 落入篱包外 那些等着 看八卦的人儿里 大伙都是不着痕迹的 用手掩住了嘴 门上偷笑 原本正在 撒泼少赖的 王阳世 更是恨得 只用手挠地 你们看 你们看 我就说她 屋里藏了个野男人 你们还不信 虽然一开始 也让江湖昂的 长相给吓得够呛 但王阳世 满肚子都在 想着报复的事 很快又反应过来 自以为抓到了 何小乔的把柄 洋洋得意的 何小乔嘴角 抽了抽 扭头看了眼身边 表情倍儿无辜的野男人 后者挑了挑眉 手上还不忘 将没吃完的蛋饼 偷偷地往嘴里塞 要我帮忙吗 江峰昊瞄了眼 篱笆外一圈女人 重点关注了下 双手插腰 好像茶壶附体的 王阳世 把一群人都看得 战战兢兢 各自往后退了好几步 要 何小乔平静地回应 怎么办 把他 何小乔淡定的 一纸王阳世 面无表情道 有多远 给我丢多远 一大早的 把他的好心情 全都给弄砸了 没问题 江峰昊挑挑眉 三两口吃完鸡蛋饼 随意地拍了拍双手 就要上前 你想干什么 别过来 王阳世 刚才已经被江峰昊摔过一次 现在看他的眼神 就跟看恶鬼一样 你 你别过来 一众人都是住在彩虹村 整日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这个时候要是不出面 怕以后就不好相处了 刚才开口阻止王阳世 败坏何小乔名声的那个沈娘 不知道被谁推了下 只好不情不愿地站出来 尴尬地笑笑 哎呀 小乔你看看 这王家婶子 她也没啥恶意 不是 哎呀 何小乔不等她说完 同样抱以一笑 张婶 我也没恶意 就是想告诉王大娘一句话 饭可以乱吃 话不能乱说 不然以后若是说错话得罪别人 出了点什么事 那可就晚了 哎 这 张婶哑口无言 王阳世那张嘴 确实很得罪人 哎 但是 张婶还带再劝 江峰昊已经如鬼魅一般 从她身边急傻而过 像拎东西一样 拽着王阳世的手臂 在她的尖叫声中 轻轻松松地将她甩到湖里去了 杀人啊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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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婶 张婶呆呆了 其他人呆了 连何小乔也有点意外 江峰昊则是自我感觉良好的转过身 用手弹了弹衣服上不存在的灰尘 邀功似的吵到抛了个疑似眼睛抽筋的秋波 何小乔瞬间虎去一刃 赶紧扭过头去 我靠你大意的 眼睛要瞎了 一边示意江峰昊把人捞回来 何小乔劝意地朝几个女人笑了笑 这才清了清嗓子 各位婶婶 嫂子 小乔此举 实是为了王大年好 但以小薰大也确实余句 所以小乔已经决定 为了不让各位难做 明天我就会和表哥离开这里 这段时间多谢各位的照顾了 其他人还没有来得及反应 从湖里把半死不活的王阳氏 拖出来的江峰昊 却是顺手把人一扔 眼里带着惊喜 你决定了 何小乔瞄了眼 让几个小媳妇搀扶着 做起来的王阳氏 再看一眼 脸上或多或少带着恐惧的人群 无奈地点头 是啊 这下真是非走不可 反正他也不是原来的何小乔 在这里住下来 只是因为这是他打穿越过来后 唯一一个可以在一时安身立命的地方 现在他银子也存得差不多了 不如就借此机会出去瞧瞧也好 也省得以后天天一睁眼 就有人给他添赌 饿整了王阳氏 送走万般挽留的张婶一行 何小乔关好篱笆门 走了两步 却又突然转过身 抬头仰望跟在他身后的江峰浩 喂 江峰浩 如果我现在跟你一起走 你还帮我吃住吗 江峰浩几乎毫不犹豫地点头 包 当然包啊 何小乔盯着他惨不忍睹的大饼脸 看了一会儿也跟着笑了 那好 我们现在去收拾东西 明天就离开 没问题 江峰浩预调轻快 走前几步推开竹屋大门 回头朝他咧嘴一笑 一切都听娘子的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执事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二十集 我翻山越岭 跋山涉水 呀呼 已经决定要离开彩虹村 何小乔有点小兴奋 又有点舍不得 晚上的时候 何小乔做梦 梦到自己走在前世 车水马龙的大街上 手里正拿着个烧饼在砍 结果吃到一半 发现那烧饼 居然长出了五官 成了一张人脸 仔细一看 似乎还很眼熟 于是 何小乔犹豫了下 果断把那张烧饼 叠巴叠巴叠巴 叠小了 一把塞进垃圾桶里 没想到 那个垃圾桶 却突然 碰得一下炸开 然后 一个长相 惊艳绝伦 却顶着一脸 黑芝麻的 古装美男 从里面走了出来 神情款款的 朝他换了声 娘子 何小乔还来不及反应 天空突然乌云密布 接着是咔嚓一道 亮光闪过 下一秒 他整个人 就都让 铺天盖地的 黑芝麻烈儿 给活埋了 又见于此 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 何小乔看着 手里的烧饼 再瞧瞧江峰浩的脸 想了想 最后果断 换了香菇小米粥吃 吃过早饭 何小乔拿了二两银子 去找李正夫人 托他帮忙 照看一下竹屋 之后 并把昨晚收拾好的 简单包袱背上 拿眼兴奋地 和两手空空的江峰浩 踏上了外出闯荡的征途 两人走了一天的路 方过大山 跨过大河 顺便逗了恶龙 逗了不长眼的狼群 最后终于赶在天黑前 抵达最近的桃花阵 在镇东的小民摊上 吃了碗馄饨面 说到找客栈的时候 何小乔却是死活赖着 不肯走了 虽然他也常在山里走动 但像这样 一走就是一天 还不带休息的 他脚上早就 按捺不住 磨出好几个 亮闪闪的大水泡 平平学生还不好当街脱掉 一蹭倒就各种 钻心的他 这时候让他走路 简直就是要他的命 不行 我走不动了 你还让我死在这儿吧 那怎么可以啊 江峰浩见他乱眉形象的 整个人挂在桌面上装死 趁机坏下提出建议 既然娘子不想走 那不如为父背着你 顺便可以开开油 吃吃豆腐什么的 多美好啊 何小乔看了眼 被他甩在肩上 面目猙獰的野狼尸体 再瞧瞧 自己还松完好的两只脚 在心里全横了下 最后果断的大摇齐头 我还是自己走吧 因为两人都不是愿意 委屈自己的人 所以找到的客栈 都是较为干净宽敞的 江峰浩一手 搀扶着痛得呲牙咧嘴的 何小乔 一边将手里的银子 啪了一下 派到柜台上 推友大爷范的吩咐道 两间上房 要安静点的 另外再送一些热水上去 掌柜的原本还在担忧 将封号长相磕掺 会影响生意 但看在钱的份上 只好忍一下了 二话不说 招来一脸嫌弃的殿小二 为他们带路 何小乔也没空去计较 掌柜跟小二狗眼看人低 进了房里 把门一关 二话不说 先把鞋子甩开 一蹦一跳地坐到床上 碰着肿了 一倍有余的两只大脚鸭子 无声的哀嚎 他奶奶的 在古代就这点不好 交通不发达是硬伤啊 以前出门 到哪儿都有各种逮捕工具 方便不说速度还快 结果到这里 只能靠最原始的十一路 走那么远的路 脚都要废了好吧 如果可以选择 我宁愿吹动魔法事件 起码人家那边有个回声卷轴 可以用啊 何小乔正在哀怨 门口却等不定 传来敲门声 接着就听到江峰浩 在外面喊道 娘子 是我 来了 何小乔左右看了看 懒得把鞋子穿回去 索性直接光着脚 走过去开门 干什么 江峰浩勾了下嘴角 将一个圆滚滚的大肚瓷瓶 在他面前晃了晃 随后自顾自的 绕过他走到房里 大咧咧的在桌边坐下 药铺里买的商药 虽然不是什么极品 但用来涂抹一般伤口 还是可以的 说着话 他又看了眼何小乔 缩在裙子下 通红发肿的脚面 美心微微拧了下 恰好这时候 殿下二将热水送了过来 江峰浩便顺理成章的起身 挡在何小乔面前 替他遮住双脚的时候 快速地接过水桶 在砰底下 将还在探头探脑的殿下二 给关在门外 何小乔并不知道 这个时代女人的脚 是不能给外人看的 所以并没有觉得哪里不对 就是觉得 江峰浩有点莫名其妙 先把脚泡一下 等弄破水泡 再涂上这个药 打发走了殿小二 江峰浩用手 试了下水温 把水提到何小乔身边 是一塌在桌边坐下 然后自己跟着蹲下身 似乎是犹豫地想 然后探手去抓何小乔的双脚 诶 等等 何小乔迅速把脚一缩 让江峰浩扑了个空 见他看向自己 不无尴尬地解释 啊 那个 我自己来就好 不是他矫情 也不是在害羞 只是一向独立惯了 不喜欢与人太过亲近 再加上自己有手有脚 他也不想麻烦别人 江峰浩的举动 无意让他感到很便宜 那好吧 记得啊 先把水泡挑破再上药 你也累了 早点休息 既然他抗拒 江峰浩也就不坚持了 站起身 将药瓶塞到他手里 叮嘱道 何小乔忙不迭地点头 嗯 我会的 江峰浩想了想 从怀里拿出几个碎银子 摊在手上递给他 这是刚才卖了 狼皮和狼肉的银子 你收着吧 何小乔有点意外 却想都没想 就毫不犹豫地 把银子推了回去 还是你拿着吧 狼是你打的 卖的银子自然归你 他都没出半点力气 没资格分赃 江峰浩挑挑眉 别有深意地 看了何小乔一眼 随即干脆利落地 把银子收了回去 不忘笑咪咪地补充 既然娘子心疼 为夫生活不易 那么这私房 为夫就收起来了 天色不早 在这休息吧 何小乔正在发愁 要怎么弄破脚上 那几个大水泡 为言头都没抬 只是象征性地 会了会少 表示自己知道了 从何小乔的房里出来 江峰浩并没有回自己房里 而是趁着夜深人静 直接飞身上了屋顶 在桃花镇上空 绕了一圈 终于在最外头的一座牌坊上 找到了熟悉的简笔画图案 总算那群家伙还不笨 知道顺着我留下来的记号 往这边找 江峰浩哼了两声 忍不住洋洋得意 结果等他看完 上面要表达的意思 连马上就黑得跟锅底一样 个老子的 脑袋里都长草了 是不是啊 直线往东 往东个屁啊 就不知道拐个弯 我身里找一找吗 怪不得他之前 放出去的联络信号 都没人回应 感觉那帮二货 根本就没看到 直接走关道 朝东边去了 江峰浩痛心疾首地想着 简直就是 就是猪一样的队友啊 黑着脸掉头回客栈 江峰浩默默地 在心里做了个决定 等回去之后 一定要把那群脑袋 长草的饭桶手下 给赶回去重新体验一把 什么叫魔鬼训练 看他们还敢表现得这么猪 本集完 您给我点瓶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执事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二十一集 买个衣服 也要跑路 第二天天刚亮 何小乔就把死赖着不肯出门的江峰浩 翘起来了 两人将住宿的银子结了 准备重新上路 昨天两人到镇上的时候 天已经黑了 故而没什么人看到江峰浩的模样 这会儿才是早上 太阳明晃晃的 照得他一张脸更是史无前例的丑 几乎是江峰浩走到那儿 哪儿就能瞬间空出一大片地儿来 大伙看他的眼神就跟大白天见到鬼一样 江峰浩却是自我感觉良好 忒淡定的目光 漠不斜视 昂首挺胸 走自己的路 最后还是何小乔 实在受不了 别人拿 这姑娘是瞎子巴的表情看他 咬牙掏钱 买了顶戴沙漫的斗笠 硬逼着江峰浩戴上 这才感觉舒坦多了 中途两人路过一家成衣店 江峰浩坚决表示 自己想去买件衣服 何小乔想想 自己也只戴了那么一件衣服唤醒 到时候要遇上烟雨天气 铁定会悲剧 于是想了想 便跟着他一起进去了 两人进了成衣铺 视力眼的电小二 直接就把打扮朴素的何小乔忽略了 目光移到江峰浩身上 见他取下斗笠 原本尚带着几分期许笑容的脸 瞬间僵住 两眼一瞪 干脆掖住了 何小乔瞬间觉得大仇得报 各种畅快 你大爷呢 不是狗眼看人低吗 活该你呀 被吓死 江峰浩把抖离往柜台上一扔 抬头撇一眼店里的衣服 领上立刻明晃晃的挂满了嫌弃 财奖如此拙励 也敢号称江南第一 真是可笑 瞧一眼店外挂着的木头牌子 江峰浩眯起双眼 碰的一张拍在柜台上 再一开始 上面便多了个清晰的掌印 何小乔跟电小二看的眼都直了 你们掌柜呢 让他出来 客官稍等啊 小的马上去请掌柜的 马上 电小二本就欺软趴硬 被江峰浩满含威胁的意味一扁 当下大气都不敢喘 唯唯诺诺的去了一间请掌柜了 何小乔侧眼看着气场全开的江峰浩 差点都要给跪了 哇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 冠绝全天下 威武冷酷堪比城管一哥的 富二代恶霸吗 真是够嚣张 霸气侧漏啊 从成衣曝出来 两人身上都是焕然一新 江峰浩选了一身 宿命香白边的天青色长袍 要竖一条银色圆纹腰带 头发高高挽起 如果不看脸 当看背影的话 那倒三角的美好身材 倒是秀色可参 让人控制不住 想将其压倒各种猥琐 至于何小乔 因为江峰浩说店里的女装都不适合她 所以她最后干脆选了一身和江峰浩颜色相近的利落短打 头发也用布金玛丽的包起来 露出白心圆润的小脸 若不细看 站在身高腿长的江峰浩身边 她勉强也算得上是个眉清目秀的 小书童 何小乔仙桌 难道她就是个当书童的命吗 公子 您二位请慢走 慢走啊 成衣铺的掌柜不停地擦着汗 一路送祖宗似的把两人送到门口 锦江峰浩似乎还面带不爽 连忙又赶上来说了两句好话 何小乔一路远里雾里地看着这一切 明明一开始 那成衣铺的胖掌柜还很是仗势欺人 甚至威胁他们两个 若是再赖着不走 便要去告官 结果江峰浩冷笑着在他耳边说了两句话 那掌柜立刻变得面色如土 浑身颤抖 再没了原来的嚣张模样 坦白地说 对于江峰浩的真实身份 何小乔现在简直好奇得不得了 行了 不用再多说 江峰浩低头瞧瞧身上的心形套 随机不耐烦的 朝还跟在他身后的胖掌柜 赶苍蝇似的挥了挥手 只要有本本大爷在 你这铺子一时半会儿还关不了门 呵 瞧这高贵冷艳的发 不知情的还真以为这成衣铺子是他家开的 是是是 巨浪 这真特么太戏剧性了 有没有 别再跟上来了 是一和小乔跟在自己身边 江峰浩将几块碎银子丢给胖掌柜 顺口丢下去威胁 不然惹恼了本大爷 你这铺子 话没说完 胖掌柜立刻脸色苍白的 拉着还在看热闹的帝小二 躲回铺子里去 消失的果断而且彻底 等胖掌柜一消失 那个高贵冷艳霸气寸落的江峰浩 也跟着不见了 此刻的他眉开眼笑 那模样简直跟二哈转世一样 贼贼贼的 娘子 我们快走吧 不然一会那胖子反应过来就糟了 那你 你你你 你刚才干什么了 江峰浩伸手过去 抓住他的手腕 拉着他往前走 嘴角却是控制不住的往上翘 先别问 赶紧跟为夫跑路 不然咱们夫妻俩就得去牢里 等往命鸳鸳了 什么 是劳犯 何笑笑心里一惊 回头往往不忍出的成衣铺 生怕刚才的胖掌柜会突然冲出来喊抓贼 连忙抓紧包袱跟在江峰浩的身后 死命的往前跑 两人一路狂奔 等出了桃花阵 确定背后没有追兵了 何笑笑这才松了口气 不无恼怒的质问身边的罪魁祸上 你刚才 到底 跟掌柜都说了什么 为什么 他会那么怕你 甚至还要闹到 要坐牢那么严重 这个嘛 其实什么都没有 我就只是扣着他的脉门施压 然后告诉他 要是不好好招待我们 今晚就把他铺子给烧了而已 何笑笑傻眼 心想 就 就这样 就只是威胁要烧铺子而已 江峰浩像是没看到何笑乔严重扭曲的脸 还推自豪地拍了牌胸口 用求表扬求赞赏的眼神看着他 怎么样 一两银子就能买到两套衣服 微服是不是很厉害啊 厉害你个锤子 何笑笑一脸看神经病的表情看着他 你一下都这么威胁别人占便宜的吗 哪里哪里 只是偶尔 偶尔罢了 江峰浩喜滋滋的绣出两排白牙 嘚瑟的尾巴都要翘起来 偶尔你大眼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直视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二十二集 骑大马 驾 离开桃花镇 两人马不停蹄地继续往前走 何小桥脚上还有伤 自然是走两步歇一步 江峰浩没有半分抱怨 悠闲得背着手 也放慢了脚步 陪他一起走 夏天太阳本来就大 何小桥从未出过远门 又是靠着两只受伤的脚在走路 只成了一个上午 终于忍不住 亮枪了下 眼前各种星星小鸟的直冒 要不是江峰浩也明手快 掺住他的胳膊 这会儿 他早就扑在地上 啃泥巴去了 啊 劝劝你个叉叉 早知道 就别那么冲动出门了 死斩如我 还是回山里窝着吧 喝点水吧 好受点 将何小桥扶到树下坐着 江峰浩解下水袋 递给何小桥 又伸手探了探他的额头 还好 只是出了点虚汗 并没有发热 估计是中暑了 是我考虑不周 你没出过远门 不应该这么截着赶路的 顺势在他身边坐下 江峰浩从旁边拔了根麦草 丢进嘴里咬 嗯 早上如果不是截着跑路 应该买匹马代步才对啊 何小桥顿悟 继而泪奔 你大意的 这不是还有马跟马车可以用吗 哦 我们这是犯的哪门子魂 居然想靠双脚走平天下 果然我们两个脑袋 都让同一只驴给踢了 江峰浩见何小桥神情沮丧 连忙安慰他 娘子不用担心 没有马可以代步 还有围夫嘛 何小桥正纳闷他是什么意思 江峰浩已经笑嘻嘻地背对他蹲下 侧过头用手点了点自己的肩膀 来吧 到围夫背上来 让围夫背你走 这样脚就不会痛了 一片沉默 就在江峰浩以为何小桥会踹他一脚的时候 脖子上却梳得绕上了一双心虚的女人手臂 再接着后背一暖 何小桥很干脆地爬到他背上 感觉江峰浩身体似乎僵硬了下 何小桥咧了咧嘴 心里的别扭立刻去了不少 原来这小子看起来也并没表面上那么放得开嘛 想吓唬我 看谁笑到最后 干嘛 不是要背着我吗 还不赶快走 江峰浩愣了下 听出何小桥话里的调侃 两道剑梅挑了挑 随即反应过来 双手往后拖住他的双腿 站起身 眉眼弯弯 讨好的来了句 好嘞 客官您坐好 走喽 因为有了江峰浩这个免费的人肉交通工具 两人的路程快了不少 何小桥乐得由他背着 一边看风景 一边直起腰 举高手里足有雨伞那么大的树叶 替两人遮挡毒辣的阳光 快到傍晚的时候 两人停在一片小竹林旁 何小桥刚从江峰浩的背上滑下来 耳边便听到噗啦啦的声音 抬头一看 正好看到两只灰色的鸽子从头顶飞过 当场口水就下来了 啊 烤乳鸽 叫眼鸽子 起锅鸽子 香菇鸽子 云腿 鸽子汤 多美好的晚餐呢 江峰浩 快快 抓住那两只鸽子 江峰浩 闻声而动 一个汉地拔葱 抓着竹子借力用力往前追去 等他回来的时候 手里便多了两只睁着绿豆小眼 惶恐不安的信歌 何笑桥双眼放光 简直恨不得立刻将他们连皮带骨的给推下去 早上走得匆忙 原本满打满算要买的烧鸡酱牛肉都没买 两人包里都只剩下难以下咽的干粮 中午勉强吃了点果缝 结果喉咙跟胃难受了好长时间 正是肚子饿得咕咕叫的时候 看到主动送上门来的肉 哪有放手让他们离开的道理 当下两人合作愉快 分工 江峰浩负责给鸽子退毛 外加开膛破洞 何笑桥负责剪干柴堆篝火 摸一会儿功夫 两人便顺利地人手一只肥鸽子 用竖枝串了 闲着脸就要在火上烤了起来 太阳连进最后一丝光芒 地上的篝火发出橘色的光亮 将两人笼罩其中 何笑桥一边转动手里的树枝 一边拿着小刷子往鸽子身上刷麻油和盐巴 江峰浩单手摸了摸已经长出青色胡茶的下巴 盯着他认真烤鸽子的样子许久 之后又将目光转向地上的瓶瓶挂挂 娘子 你每次出门都会带这么多调料在身上吗 只是这一次而已 是以江峰浩帮忙接手他手上的鸽子 何笑桥头也没抬 在刚才摘回来的椰果里条条捡捡好一会儿 从里面拿了个味道最酸的 挤碎了榨出汁 和另外一个瓶子里的野蜂蜜混合到一起 调匀了涂在割肉上 本来只是以防万一 没想到居然能派上用场 不加调料的食物根本不能叫食物 我可不想委屈了自己的肚子 人生在世不就是回场痛快吗 何笑桥说得认真 手下也没闲着 连着给钩子刷了好几次麻油跟蜂蜜 很快一股奇特的肉香便弥漫在空气里 勾得人肚子里的蝉虫更是各种叫嚣 活一场痛快啊 江峰浩低声重复了一遍 原旧丑陋的脸在火光下更显猙獰 好在何小桥早就习惯了 所以并没有发生 诸如看一眼就心跳减缩 或是失声尖叫之类的事情发生 将在火里烤的金黄油亮的鸽子取回 江峰浩勾了勾嘴角 一口咬了下去 确实痛快 虽然没有酱油佐味 但克隆版的烤乳鸽 却是别有一番风味 两人都吃了个满嘴流油 可谓是既幸福又满足 其实在一开始想用鸽子的时候 何小桥也小小的内疚了下 毕竟吃了别人专门培训用来送信的工具 怎么说也有点不厚道 不过这念头也就一闪而过 很快他的所有思绪 都让喷玉香的鸽肉给吸引过去了 反正也没人知道是他们俩做了缺德的事 有的吃才是王的 至于其他的 不好意思 美食当前其他都是浮云 咱不管 可怜的信哥就这样呜呼哀哉的 进了两个吃货的五脏庙 本集完 您给我点瓶菜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直视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二十三集 烤鸽子烤地瓜 明镜乐趣 赛神仙 哪管他朝堂纷争 可怜的信哥就这样 五户哀哉 进了两个吃货的五脏庙 趁着何小桥 去找水塘洗手 江峰浩丝毫没有半点羞愧之心的 把鸽子脚上绑的信筒 都打开来瞧了瞧 发现只是无关紧要的酸汐一手 何向外是抱怨 家中妻子不够温柔 不够体贴的话 便顺手一把丢到火里烧了 附近前不招村后不招店 两人只能在竹林里将就过了一晚 第一次在野外过夜 因为担心会有蛇虫鼠蚁往身上爬 何小桥不敢离江峰浩太远 时刻警惕着 纠结了大半夜 最后天快亮的时候 才模模糊糊地睡了过去 醒来的时候 已经快到中午 就这附近的水塘 简单地洗漱了下 何小桥刚回到原地 就看到江峰浩正坐在石头上 手里拿着树枝正往篝火堆里 扒拉着什么 早啊娘子 笑嘻嘻地打了声招呼 江峰浩从地上捡了个黑乎乎的东西 丢给他 接着 何小桥七手八脚地接住了 仔细一看才发现是个烤熟的地瓜 这东西哪儿来的 江峰浩用手指了指身后 随后又从火堆灰烬里 勾出另一个地瓜 快手快脚地拨到一边放凉 后面不远处有片瓜田 我看没人在 就顺手接了几个 接 何小桥嘴角抽抽了下 这货顺手牵羊的本事 都快比得上人家贼祖宗柳下拓了 吃过地瓜 两人简单收拾了下 继续由江峰浩背着何小桥赶路 与此同时 远在千里之外的大燕国黄东 刚向了早朝的群臣 正愚贯从正殿离开 商官大人请留步 听到喊声 原本正举步往前走的寿霄人影 顿了下 随即优雅而缓慢地转过身 银白朝服随着尘风吹拂而动 阳光投在他身上 将他整个人笼罩在朦胧的光韵中 邪飞入宾的剑眉 微眯的凤眸 还有高挺的鼻梁 刚毅的下巴 无疑不再彰显着风流潇洒 只是那张少了点逊色的菱形薄唇 此刻却是半抿着 看起来略显淡漠 疏离 林大人 朝来人微微点下头 上官于脸上没有半非笑容 从后头赶过来的新晋礼部尚书 林毅顶着满头大汗 散步并坐两步赶到上官于身边 在他身后一步远的地方停下 一边喘着气 一边谄媚地笑道 恭喜上官大人 何喜上官大人呢 上官于不着痕迹地皱了皱眉 林大人 何喜之用 林毅抬手擦了擦汗 今儿上官大人上了走折 皇上可是全都劈下来了 就连一向不屑于我被威武的襄阳王 也生残上官大人您的提议 可见上官大人高才啊 林大人谬三 上官于抬头 瞧瞧不远处的日拐 有点不耐烦了 林毅像是没看出来上官于的不耐 物资左右瞧了瞧 压低了声音大 皇上对上官大人胜赞有加 再加上襄阳王和朝礼半数大臣的支持 想必上官大人这次出任宰相 那绝对是十那九稳的事 您大人还请慎言 皇上意向如何 并非我等的议论等 上官允目光凌厉的看了林毅一眼 随即冷声道 妄自揣测圣意 这后果可不是你我能承担的 刘虚拍马 也不会选择调说 这还是在宫里 真当周围那些示威大臣 都是死得不成 现在只要行差踏错半分 就有可能随时掉脑袋 或被吵架流放的朝廷 居然还能蠢到这种地步 他到底是怎么怕到 李不尚书这个位置的 下官糊涂 下官糊涂 林毅回顾神来 也是吓出一身冷汗 老黄去世 新皇才刚登基不久 朝中动荡分为三派 一派是以襄阳王为首的保守派 成员大多是与其交好的官员 立主沿袭老黄救治 另外一派 则是以上官允为首的革新派 成员大多是新建官员 和一些看好上官允的老臣 这一派立主革新变法 至于这最后一派 就是十七王爷为首 几个朝中的老油条 自发组成的中立为官派 不提也罢 他本属于上官允一派 若上官允升官 他也会跟着沾光 一时沉浸在升官发财的美梦里 居然忘了自己还身处耳目众多的宫中 还好周围空旷并无他人 不然这事若是让有心人火星 找个借口参他一本 他这辈子的仕途就算走到尽头了 想到这里 林毅又赶忙弯腰向上官允行了个大礼 多谢上官大人提点 林大尔不必多礼 你我既是同朝为官 互相照应也是应该的 那上官大人 林毅还想说什么 却猛地被一条挤走上前的身影打断 大人 来人一身摄位装扮 急步走到上官允身边 见了林毅似乎有些诧异 不过很快又恢复过来 凑近上官允 用手挡着侧脸在他耳边低语了几句 一旁的林毅 只见上官允眉头越皱越紧 心里也跟着忐忑不安起来 过了一会儿 上官允才从自己的思绪里悔过神 转过身看向林毅沉生挡 本官现在有点急事 需要处理 林大人 先告辞 是是是 您请 您请 能让上官允如此重视 肯定不是非同一般的小伤 林毅自然不敢多说挽留 告辞 上官允也懒得跟他多说 微微点了下头 便头也不回地跟着那室外走了出去 林毅在原地站了好一会儿 见大殿上的官员都散得差不多了 又抬头望望天 寻思着这个时候家里的脊房妻妾 大概也都醒了 回去大概还能赶上一起吃个早饭 便也跟着甩了甩两只大袖子 被其少抬脚往宫门外走去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执事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24集 抵达 经过将近一个月的长途跋涉 何小乔和江峰浩总算抵达了目的地玉城 也就是传说中的大燕黄都 当站在天子脚下 仰望那巍峨巨大城门的时候 何小乔松了口气 同时总算确定了两件事 第一是 江峰浩真的不是坏人 第二是 如果现在有张床在他面前 他保着一躺下去 就能睡上三天三夜 不起来 这一个月 绝对是他长这么大以来 最煎熬的旅程 自打离开彩虹村 他就没有一天 不再想念 自己那个悠闲舒适的小窝 一开始 只是两只脚受罪 后来就变成 屁股跟两条腿一起受罪了 第一次骑马是很兴奋 那没错 但是当接下来的日子 全都要在马上度过的时候 何小乔就怎么也笑不出来了 没骑过马的人 不会明白 一整天都坐在马背上的痛苦 第一次从马背上爬下来的时候 他几乎像学冷血动物 在地上如冻酸了 两条腿僵硬的 无法动弹不说 屁股更像被钉成千万片一样 拼都拼不回去 好在江峰浩总算有那么点眼色 见他捂着臀部 似乎不敢再上马 脸一红便明白过来 索性把马卖了 用卖马的银子 在车马市雇了辆马车 何小乔这才能完整地 踏上玉城的土地 哇 真热闹 马车穿过巨大的城门 何小乔推开车门往外看 正好看到一对手指长枪的 巡逻士兵整齐地从前面经过 不由小小地兴奋了一下 真正有血有肉的皇城守卫呢 这可比电视上看到的严肃威武多了 走吧 江峰浩将斗笠带上 又从马车上把两人的行李拿了下来 顺手挂在自己肩上 付清车费之后便推着他往城里走 经常比别的地方更热闹 反正现在还早 我们可以一路慢慢看过去 嗯嗯 站在可容五辆马车并排行驶过的轻石板路上 闻着空气里飘来的各种食物香腕 先前小直接睡死的念头 早就被踢到九霄云外 何小乔兴奋的左看看右瞧 早就欢喜得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街上的叫卖声此起彼伏 两人沿着城门口一路走过去 看到什么摊子都要管过去瞧 卖堂话捏面然的 卖腌制水粉和手绢投花的 卖各种吃食 诸如豆腐腦 混沌面和腌萝卜的 甚至还有卖各种鬼怪面具 以及表演胸口碎大石 拿大顶的街头卖艺者 总之那是相当的热闹 江峰浩将斗笠网下压了压 一步一趋地跟在何小乔身边 见有卖糖葫芦的经过 便自己掏钱给他买了一串 乐得何小乔眉开眼笑 差点控制不住给他来个熊抱 等何小乔好不容易逛够了 江峰浩这才带着他 七拐八弯的 来到一条比刚才的街市 略小一点的宽阔街道上 虽然还是一样的青石板路 不过这里似乎是 传说中的富人区 街上行人急少 偶尔几个路过的 也都是穿着统衣服装的 家丁或者丫鬟 放眼望过去 从街口到街尾 也不过几户人家 每个象征富贵的周期大门前 都摆着镇宅瑞盛 甚至还有两户人家 门口有重兵把手 想来应该是跟朝廷挂了钩的才对 趁着江峰浩 去敲一家精致小院大门的时候 何小乔趁机观察了下 隔壁那座 有重兵把手的房子 透过高高的围墙 隐约能看到后头的刁篮画洞 飞檐上的琉璃瓦 更是亮得闪瞎人眼 何小乔势力不错 稍稍往前走了两步 立马就瞄到门口挂着的匾额上 写着朝宁王府四个字 原来是王爷的宅邸 怪不得要重兵把守 这么一来 里头闪下人眼的奢华装备 也就说得过去了 皇帝的手足吗 那多牛啊 古往今来哪个王爷不是 坐拥豪宅好几座的 嗯 看来小说跟电视情节 也不算太骗人 何小乔摸着下巴 重肯地总结 江峰昊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跟内户人家沟通完毕 此刻正似笑非笑地 站在门口看着他 见他回过头 便用下巴挪了挪 隔壁沐王府 怎么样 喜欢那房子 漂亮的东西谁都喜欢 何小乔慢吞吞地朝他走了过去 两手一摊 无辜的 但房子不是大或者漂亮就好 最关键还要实用 房子是用来干嘛的 不就是遮风挡雨吗 当然够用就好 房子大了容易迷路不说 光打扫这一笑就够呛 难道娘子不想住的王府 那样豪华的宅地里头 江峰昊摸索着下巴 颇感兴趣地追问 双眼紧紧盯着何小乔的脸 似乎是不想错过他脸上的任何表情 何小乔认真地想了想 随即一撇嘴 我还是比较喜欢我的竹屋 至于沐王府 那比较适合一次性观光 拿来住人并不合适 何小乔说完正要时间而上 一抬头就瞥见江峰昊身后 有个十五六岁的轻易少年 正好奇地盯着他 猜他或许是这家房子的少主人 于是便朝他点了点头 露出个微笑来 哦 那少年愣了下 似乎没想到何小乔会跟自己打招呼 反射性地朝江峰昊的方向 看了一眼 见他似乎是在思考什么事情 这才放心大胆地学着他的模样 别扭地晃着右手 回忆灿烂一笑 露出一颗去了门牙的两排大白牙 何小乔只看了一眼 立马扑斥一声笑出来 江峰昊本来还在咀嚼何小乔的话 一回神就瞧见 他对着自己身后 笑得乐不可知的模样 略一思索就知道 肯定是背后那小子在搞鬼 当下侧转身 一个暴力就往他头上撒过去 只把那少年砸得嗷嗷叫 哎哟 少爷你又打我 打的就是你啊 敢翘少爷我的枪脚 呼腻了是不是 江峰昊没好气地又补了一拳头 这一次那少年也鸣手快 躲开了 往后一跳 扯着大嗓门就嚷开了 爹娘 少爷回来了 还带了个漂亮姑娘一起 何小乔目送他欢脱地蹦到屋里 在一场嘴角围攻 似乎心情很好的江峰昊 在心里默默地决定 以后一定要积极争取 把刚才那小子抓来 当自己的小跟班 这么昏陀的娃 寻山开道 效果肯定一级棒 走吧 娘子 欢迎入住 随意园 江峰昊摘下斗令 朝和小乔眨眨眼 比了个倾的姿势 目光越过江峰昊 落到大敞开的门内 何小乔梳得双眼一亮 不等屋里的人开口 很是自来熟地 抬脚走了进去 江峰昊笑了笑 事已不知何时冒出来 默默守在门边的两个小丝 把门关上 自己也背着手 信不走进屋里 本集完 您给我点瓶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 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直视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二十五集 回家 酿酒 一天两斤半 刚绕过影壁 便发现 何小乔 正眼巴巴地站在 一间院子的东北角处 一脸缠样地 盯着绿荫架下 穿穿黑色果实 流口水 怪不得他刚才那么兴奋 感觉是奔着 这一架子的果实来的 江峰浩细细地 瞟了眼旁边 看热闹的梁老一上 照存在感似的 咳了两声 慢吞吞地 躲到何小乔身边 利用身高有时 探手在上面 选了一串 最为厚实 饱满的果实 拽下来之后 顺手递给他 谢谢 何小乔 闲着脸揭过去 迫不及待地 摘下一颗 在身上擦了擦 便往嘴里丢 嗯 熟悉的酸味 刺激着胃来 简直让人欲罢不能 啊 葡萄 真的是葡萄呀 想到之后 能加工出来的 葡萄汁 葡萄酒 葡萄干 何笑笑真心觉得 自己可以圆满了 娘子认识 这草龙珠 江峰浩 祈荡 顺手又是两串 葡萄肉少 看他那副怀念的模样 绝不像第一次 吃这种东西的人 但这草龙珠 大燕国 也就仅只有 他这里和宫中才有 自小生长在市井的 何小乔 又怎会认识 这从海外传来的 还有贡品呢 原来你们这里 叫这东西草龙珠啊 在我们那里 我是说 我家乡那边 大家都喊这个 叫葡萄 自来熟的何小乔 正忙着招呼其他人 过来一起分享 江峰浩的劳动果实 一边不忘 把洗干净的葡萄 分给他挣住一份 见他两手都在忙碌 便也顾不了那么多 点起脚尖 举高手 送到他嘴边 这可是好东西 好吃还养颜 最重要的是 能预防某些疾病 比如癌症 原来如此 江峰浩若有所思的 把送到嘴边的葡萄 咬了过去 邪腻了 正在偷笑的 轻衣少年一眼 傅又转了回去 盯着何小乔道 我倒是不知道草龙珠 葡萄 葡萄还有这都妙用 不知娘子 可否告知为父 这葡萄 能预防什么样的疾病 娘子两个字一出 周围立刻响起 三道剧烈的抽气声 不仅轻衣少年 下巴掉到地上 连后头跟着的 中年夫妇 也控制不住的 被呛了下 少爷 这 江峰浩 警告为十足的一眼 扫过去 原本还带开口 追问的三个人 立刻默默地 把所有的疑问 都通回肚子里 只是三人六双眼睛 却是同时对何小乔 表示了莫大的兴趣 一直粘在他身上 不肯离开 好在何小乔 正忙着往嘴里塞吃的 并不介意 被当成猴子围观 一方什么疾病啊 一时间 我也想不太起来 何小乔吐了吐舌头 葡萄能看癌 他知道 但古代 怎么称呼癌症 他可不懂 嗯 大概也就能输筋活血 甘味健脾之类的吧 许是见 江峰号表情有点失望 何小乔将葡萄瓶 葡萄籽吐了出来 又连忙补充了一句 哦 对了 除了能预防疾病 葡萄还能酿酒 和做成果干 这才是重点 酿酒 果然 江峰号对这个感兴趣 一听酿酒二字 立刻双眼一亮 随即又想到什么似的 一脸贼笑 期盼地盯着他看 嘿嘿 娘子 你该不会正好 也懂得酿造之道吧 啊 酿造之道 何小乔呛了下 脑子里自动联想起 天朝早期 无科技化 人工酿酒的场面 当场脸就绿了 他他他他 他也就只会酿个葡萄酒而已 其他什么白酒黄酒米酒什么酒的 他根本就不懂啊 但想虽然是这么想 为了彰显自己的优越感 何小乔最后还是硬着头皮 单手握拳 抵着下巴 或深沉 或装逼的来了句 嗯 那啥 略懂 略懂 嘿嘿嘿 略懂的意思嘛 就是该懂的都懂 不该懂的也全都不懂 但起码懂了一点 他可没说谎啊 那可真是太好了 江峰昊猛地一击掌 小的大冰脸 整个缩成沟壑分明的一团 就跟长歪了的像日葵似的 格外刺激人的眼球 既然娘子有这手艺 那为服以后 可就不愁没有酒喝了 依照何小乔做饭的手艺来看 他居然说了会酿酒 那做出来的东西 肯定也差不到哪去 嗯 这下有口福了 江峰昊美滋滋地想着 像是被扯烂了 又偏回去的破步一样 纠结的笑脸 让人看了越发提神醒脑 嗯 何小乔嘟嘟嘟地低下头 不敢再看 但是很快又醒悟过来 不对啊 我什么时候答应给他酿酒喝了 我根本就没开口的好吗 这话题到底是怎么伸展出的 我 何小乔正要开口拒绝 江峰昊却比他快一步 很是好心的安慰他 娘子你放心 只要是娘子你酿的酒 不管好坏 为服全都要 呃 可是 我不会 你不会喝酒是吧 那没关系 为服可以全包啊 江峰昊再一次抢断何小乔的话头 一边自豪地拍了拍胸口 说到为服的酒量 那可绝对不是盖的 喝怕一群人不在话下 不过娘子若是不喜欢为服喝酒 为服也不会贪杯 一天就喝个两三斤嘛 也就够了 啊 两三斤 你妈 你当中是在喝白开水不用钱的呀 何小乔眼睛都直了 大概是被何小乔瞪得有点心虚 兴奋过头的江峰昊 这才稍稍冷静下来 好吧 其实 为服也舍不得娘子你太过操劳 这样吧 娘子 你先酿上个十几二十坛的 应该 应该 就够半年用了 话说完 某人又习惯性地 绣出两排大白牙 然后和蔼可亲地 盼了排何小乔的肩膀 与众心肠道 嘿嘿 娘子 为父看好你哦 何小乔瞬间炸毛先捉 看好你妹 正义在一边全城围观江峰昊 自导自演的轻衣少年和他的父母 对自家少爷卖蒙坑娘子的行为 只有一句三个字的评语 不要脸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直视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二十六集 吃完葡萄认家人 吃完葡萄 何小乔才算正式地和这一家子认识起来 江峰昊确实是叫江峰昊 而他现在所处的这所房子 也确实是属于他的 那个为他们开门的跳突少年 名字叫木子南 是江家的家生子 至于为什么不跟着江峰昊姓江 何小乔并没有细问 身材圆润 两边脸颊上 常年顶着健康红韵的行书 是木子南的父亲 总是一副笑呵呵 弥勒佛模样的他 准思负责园中一切对外事物 而他的妻子 同样长得很有福气的木三色 则负责园中各处的持穿用度 江峰昊外出的时候 这所房子就由他们一家在看管照亮 显见江峰昊对他们的器重 园里除了行书一家之外 还有其他的丫鬟小厮 共八个人 不知道为什么 何小乔看着那几个 总是神出鬼没的出现 然后用妙无表情消失的小丝 总会不自觉的 在脑中冒出三个大字来 有杀气 至于丫鬟们就还好 大家都是十几岁的姑娘 何小乔三言两语 就可能混熟了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随一园虽然是三进三出的院子 虽然不算太大 但因为空间利用得当 院子里又是各种绿树红花环绕 除了精致之外 看起来便有一番亲近自然的古朴大气 何小乔几乎是立刻就喜欢上了这里 当然这种喜欢的程度 必须在他自己的狗窝小竹窝之下 等用过晚上 江峰昊便让穆三婶 把何小乔安排到二进院子的一间客房里 自己则是和行书去了别的地方 穆三婶还是热情的 把府里的所有人都拉到何小乔面前见上了遍 又吩咐丫鬟们提了热水过来 让他写书 这才带着暧昧的笑容离开了 何小乔松了口气 并将留下来要帮他刷背的丫鬟们赶到门外 自己脱了衣服跳进浴桶里 痛快地清洗了一番 等丫鬟们抬走浴桶 拿软布替他擦干了头发 何小乔立刻往后 呈大字形躺倒在松软的床榻上 舒服地连打了好几个棍儿 虽然不知道江峰昊肯资助他当多久的米虫 但现在这种大雨确实不是一般人所有 吃得好不说 住的地方更是各种高贵舒适上档次 啊 果断地笑资情调啊 在床上来回地翻滚了几遍 何小乔这才怀着激动的心情沉沉睡去 大概是江峰昊吩咐过别去打扰他 所以何小乔心满意足地一觉睡到尽黄昏才醒来 结果吃晚饭的时候却发现 他的一些盟友江峰昊姜同学不见了 娘子 维夫还有点事情需要处理 大概十天后才能回来 这段时间你有什么需要都可以找行书一家帮忙 特别是子楠那小子 尽量拿去使唤千万不用客气 另外记得天天想念维夫等我回来哦 看着行书送来的信 何小乔想拆了江峰昊 丢海里喂鲨鱼的心都有了 他奶那个熊 昨天才想着这货是个讲义气的 结果今天这货就果决迅速把我给丢下了 实在是卑鄙无耻下流外带不靠谱啊 不过目光扫向面前囊括了海陆空三地 真羞佳肴的桌面 何小乔的怒气顿时去了一半 算了 既来之自安之吧 反正江峰昊也没说把他丢出府 看在他还交代了行书一家 要好吃好住地招待他的面子上 他就大方点原谅他好了 等他回来再想法子恶整他出气也不迟 这么一想 何小乔立刻就淡定了 将脸上的怒气一烧 重新拿起筷子 开开心心地继续吃自己的晚餐 最后甚至还胃口大开的多要了两碗饭 此举果断让一旁 等着看他心猪的下人全都掉了下巴 继而唏嘘膜拜不已 从此奠定了他随意缘女主人 不可推翻的高贵地位 情绪如此收放自如 有泰山崩于前而能继续吃饭者 人才啊 少夫人 吃饭了 木子男同学 再乱喊 小心我K你哦 从木子男手中 结果装了热腾腾饭菜的托盘 何小乔瞪了他一眼 随即迫不及待地 夹了一块酸梅酿肉丢到嘴里 毫无形象地举着筷子 边吃饭 边对他称呼再教育 哦 告诉你多少次了 我跟江富浩那伙 扒这么一瓶呢 你喊我小乔就行 还什么少夫人 搞得跟高宅大院里 是个准备战斗的女人一样 听着就让人起鸡皮疙瘩 要说何小乔这两天 在随意园可是混得风生水起 铁绳自来熟的他跟谁都聊得来 人缘好的那叫一个豹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 这园子里所有人都跟着江峰号发疯 哥哥拿他当已婚的黄脸婆看待 怎么洗脑都改不过来 怎么样 少夫人 木子南笑嘻嘻地应了句 全当没看到何小乔不爽的表情 转头指挥跟在他身后的一名叫彩莲的婢女 把熬了好几个时辰的 鹅椒红枣无鸡汤端上来 甚至体贴地掀了盖子 让彩莲给他盛了一碗 放到面前 少夫人 这是我娘特地让大厨熬的鸡汤 据说有养颜不邪的功效 您试试 好啊 何小乔放下碗筷 瞄了眼面前的小碗 随即双手抱胸 邪腻木子南 只要你们都不喊我 那个什么老绳子少夫人 我就喝 木子南顿时窘了 和彩莲蜜蜜香去办上 之后才弱弱开口 可 这是少爷说的 你就是我们少夫人来着 何小乔淡定的举快 犀利否决 他在跟你们开玩笑 开玩笑 就我们家那个从不曾带女人回家的少爷 别逗了 木子南眼珠子滴溜转了两圈 正想要开口 却不妨被一旁的彩莲抢了话头 不对 才不是开玩笑呢 何小乔跟木子南同时转头看他 彩莲被盯得脸色通红 却还是硬着头皮小小声地撅下去 少爷说了 要像尊敬他一样尊敬少夫人 若有谁敢让少夫人不高兴的 就把谁赶出府去 少爷还从没这么严肃地跟我们说过话呢 所以我想 我想少爷他肯定是真心喜欢少夫人的 静默 死一般的沉默 洗酒之后 传言中被喜欢的某少夫人 这才眨巴眨巴眼 挥霍神赖似的 将已经空掉的汤碗 举高递给彩莲看 这个问题 等有空了再做研究 咱们现在先吃饭可以吗 麻烦再给我来碗汤 那个不错 木子南率先反应过来 扑斥一下笑出声 就连彩莲也是一副 哭笑不得的模样 娇嗔地喊了一句 少夫人 卢比是跟您说真的 简直就是牛头不对马嘴 谁在跟他说吃的呀 我也是跟你说认真的呀 何小乔很认真的盯着汤锅里炖的酥烂的肉块流口水 文言无辜的摊了摊手 你再不让我吃饭 我就要饿死了 是是是 奴婢这就给您盛汤去 彩莲知道 这个时候跟他说什么都没用 只好扎命的接过汤碗 继续伺候这位不按常理出牌的女主人 完成她的吃饭大业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直视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27集 吃饱了 溜溜 在院子里关久了 就算再懒散的人 也会想忍不住出去放放风 于是下午的时候 何小乔在随意园里灌了一圈 果断一抬手 勾住彩莲的脖子 很是霸气侧漏地 把她夹在自己胳膊下 小鸟依人 走 彩莲小娘子 咱们上街去 大爷我带你去吃好吃的 这 彩莲不敢擅自做决定 只好求救地看向穆三婶 穆三婶习惯性地看向行书 卑维以重责大任的行书略微思考了下 便拼过头 对附近的穆子男点了点头 少夫人想出去 我们也不好拦着呀 但少夫人 你毕竟才出道京城 这彩莲这丫头也是个不认得路的 那不如就让男儿陪你们出去可好啊 穆子男虽然跳脱 但却是立刻就明了了自家父亲的意思 当下笑嘻嘻地蹦到和小桥面前 强烈自我推荐的 是啊 少夫人 你刚到这儿 肯定不清楚外面什么情况 正好我知道这场里所有好吃好玩的地方 不如我带你们去吧 好啊 何小桥不置可否 他正烦恼没人带路当免费劳力呢 没想到话都没出口 立马就有人送上门了 甚好 甚好呀 于是这么一合计 大伙立刻都觉得不错 彩莲本就属于内院范畴 平时不太能出门 现在有机会光明正大的去放风 自然是显得相当兴奋 等穆子男到账房拿了银子出来 一行三人当即犹如脱江野马 轰轰烈烈涌上了大街 行叔和穆三婶对看一眼 彼此摇了摇头 眼里却都带着满满的笑意 年轻真好 出了门 三人大摇大摆 从沐王府前头走了过去 出于好奇心 何笑乔下意识地伸长脖子 往门里瞧 本来还以为 会被那些面无表情的守卫瞪上几眼 没想到一路看过去 人就连眼珠子都没邪意下 嗯 这种情况只有两种可能 一是王府积虑太过严密 他们奉公守法 大公无私 二是 五等批民太渺小 入不了其法眼 嗯 何笑乔自我对比分心理下属性 顿时觉得 他应该是属于第二种可能才对 不过算了 对于这群守卫大哥来说 他也就纯粹一路人家 戏分什么的 咱不能要求太多 这么一想着 何笑乔便推大爷的一甩头 揽着比思绪稍微矮上那么一点点的彩莲 风骚的走远了 因为走得太快 以至于他没有发现 几乎是在他转过头的一瞬间 穆王府门口的那几名侍外 立刻将严肃的表情一收 目光直盯着何笑乔的背影不说 甚至还笑得忒暧昧的 各种焦头尖耳嘀嘀咕咕 完全把神圣不可侵犯的里然气质 都给抛到毛坑里去了 这是刚才那个走路带风的姑娘吗 守卫家用望眼欲穿的姿势 目送何小乔三人消失在街口 一边好奇地用手掌捅了捅隔壁的哥们 应该错不了 你没发现三人里就她是生面孔吗 咱这里相来真少 那就是她错不了了 长得不怎么样吧 刚才一黄眼 我还以为是个穿裙子的大老爷们呢 有你这么缺德说人家的吗 我倒觉得那姑娘长得不错 清清秀秀的 还有种潇洒分 看起来比那些刁蛮任性 又做作的关家小姐 好太多了 说得也是 这么爷们的姑娘应该不难相处 刚才有那么一瞬间 我以为是看到我家妖地呢 得了吧 就你家妖地那瘦小的身板 也好意思跟人家姑娘别 风大点没刮跑都算好的了 我看那姑娘眼神犀利 走路更是虎虎生风 下盘够稳 根基够深 肯定是个恋人家子 你又看出来了 昨天从这路过一算命瞎子 你都说是世外高人 结果还不是让叫野狗追的哭爹喊娘呢 守卫已不客气地吐槽 守卫钉又是哼哼两声 正想开口反驳 自家守着的周期大门 却突然吱压一声 开了一条门缝 一名长相讨喜的小丝 从里头探出半个脑袋了 左右瞧了瞧 然后才一本正经地开口的 刘管家让小的转告各位爷 值班的时候 请做好自己的分内工作 保持安静 坚守大门 要是再八卦 露馅给主子扯后腿 就把你们通通都赶到绣房里去 让你们跟娘们一样 拿针线做绣活了 话说完 似乎是怕被揍 那小丝砰的一下 又把门给关上了 门外几个人面面相去 竟是摸着鼻子黑黑一笑 随后又赶忙扳起脸 恢复了不苟言一笑的模样 继续百无聊赖地 坚守岗位去了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直视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二十八集 街市闹剧 撇开沐王府那群三八守卫不谈 何小乔一行 兴高惨烈地 冲向热闹繁华的街市 无论看到什么摊子 都会冲上去选购一番 惨莲正是爱美的年纪 一看到街上琳琅瓦瓦目的胭脂水粉 头是手筋 就一不开眼 挪不动步 而何小乔 杏手吃货 自然是各种 从街头到街尾 狂扫美食 摒着宁可吃错 也不放过的人生格言 一路吃了个肚儿园 除了差点跑端腿 又累出满身大汗的穆子男 大家都很满足 看过了烧鸡铺 何小乔和彩莲 一人手里一只糖葫芦 边走边吃 何小乔另外空着的那只手 手腕上还挂着成串的油纸包 里头装了绿豆糕 山楂糕 还有卤肉片 木子男手里提着大包小包 就连脖子上 也被迫挂了个 造型奇特的水袋 像柯会移动的圣诞树一样 跟在两个女人后头跑 虽然买的都不是贵重东西 可是看着两人疯狂的模样 他们只是打算横扫整条街啊 少夫人 我们出来的够 够久了 差不多可以回去了吧 哼 再这么下去 他非得英年早逝不可 何小乔正在一个小摊饭前头 挑选大白菜 文言望了望天 差一当 啊 我们出来很久了吗 为什么他一点都不觉得呢 木子男嘴角抽了抽 很是好心的替他回了一下时间 夫人 我们早上出来的 中午没回府 在鸭口老王那边吃了馄饨面 现在都已经快到晚饭时间了 哦 是吗 何小乔认真想了下 好像真是这样 原来我们已经出来这么久了 是啊 少夫人 要不 我们先回去 对啊 采连也有点不好意思 正是十五六岁的年纪 何小乔一带头 他就跟着玩疯了 差点忘记 自己只是个小丫鬟 这样啊 何小乔看着三人身上都是大包小包的 想想也是 嗯 那好吧 我们现在就回去 说着他又蹲下身 在菜摊子上 麻利地挑了几样卖相不错的新鲜蔬菜 爽快地付了钱 笑嘻嘻地看了眼随意缘的方向 走 今天本姑娘心情好 回去做饭给你们吃 也让你们尝尝我的手艺 少夫人挥下厨 虽然这么问很失礼 但木子男确实不觉得 像何小乔这种神情大条 又表现得跟爷们似的女人 会做菜 废话 何小乔瞥他一眼 很是神气的 将刚买的菜都丢给他扛着 可别小看了吃货对厨艺的执着 我会不会下厨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那小的就期待少夫人的手艺了 木子男不至可否 想着终于能解脱了 立马换了一副轻松的表情 走在前头带路 咸阳收敛于晖 暑气渐渐散去 夏日傍晚 路上的行人渐渐多了起来 三人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穿行 正要拐回随意缘所在的街道 等不防 前面突然传来一声极其高亢的女人尖叫 贱人 你给我站住 有戏一看 任何时候女人都是八卦的 中心拥护着 何小乔双眼一亮 拉起彩帘 就往前方已经聚集了不少人的绸缎庄造去 身后跟着木子男低头看看手上捧着的一大堆东西 再吵吵已就奋力挤到人群前方去的两个女人 无语放天 我真的会应年早逝的 一定 就在何小乔跟彩莲两人仗着身材交响 一路突破重重人墙 在收获无数的白眼之后 终于顺利递达最前方 也是刚才那家详继绸缎庄的门口 只见两名打扮同样贵气时尚的女子 互相对峙着 仿佛战斗中的母亲一般瞪着眼 手下拽着同块颜色鲜艳的绸缎两边 谁都不肯先让一步 这段子是我先看到的 你凭什么跟我抢 其中年纪较大的 头上梳了富人发际的贵妇 狠狠瞪了对面的人一眼 用力地将绸缎往自己的方向扯过来 他对面的女人自然也是不服输的 拼命维护自己的权益 一边鄙夷的仰起下巴说道 哼 笑话 就算是你先看到的又能怎样 谁让你光看不给钱 让我先买了 现在居然还恶人先告状来了 原来这就是大户人家的主母啊 当真是半点教养都没有 围观的人一听这话立刻都笑了起来 何小乔仔细瞧了瞧说话的女人 只见她大约二十来岁 却并未说富人发迹 脸上抹了胭脂 盲眼一看确实很是美严 那双抓着布料的鲜鲜细手 十个手指甲都涂满了红艳艳的扣 身穿一袭粉色低胸沙衣 眼角眉梢都是一副风骚入骨的模样 这样的打扮 再加上方才一番鄙夷的话 想来这女子要么是大户人家 嫁不出去的刁蛮小姐 要么就是小有名趣的青楼鸣铃 不过一般大户人家的小姐 都很顾及自己的面子 压根不会跟人在大街上对骂 这么一来就剩下第二种可能了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直视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29集 看热闹 看热闹 还有还有 看热闹 呀呼 贱人 就在何小乔 对那美艳女子产生各种好奇的时候 对面年轻稍大点的妇人已经脸色发黑 安娜不住的再次破口大骂 没有男人就活不下去的狐狸精 仗只有几分紫色就到处勾三打四 你也有脸配跟本夫人谈教养 老女人 你说谁呢 美艳女子变了脸色 不甘示弱的呛了回去 年老色衰 留不住自己的男人还好意思怪到我头上 你男人就是让我勾引了又怎么着 他乐意让我勾引 乐意把这绸缎让给我 你管得着吗你 你 夫人气得满头朱差乱斗 将袖子一挽脚冲上去给那美艳女子一巴掌 贱人 好了 都少说两句 就在围观大伙都等着看好戏的时候 从绸缎庄里又走出一名身着富贵的中年男人 手一扬将夫人挥出去的巴掌拦了下来 大概是没想到店外有那么多人看着 那中年男人抬头时明显愣了下 下意识举高手 用宽敞的袖子绊挡着脸 探手取了年纪稍大的那富人低声喝道 别闹了 不过是批普通的绸缎 下次再给你买就是了 赶紧回家去 还嫌不够丢人吗 丢人 到底是谁丢人了 那富人本就火蛋 一看男人周周掩掩的模样 更是气得蹊跷伤烟 当场甩开男人的手 不过一切的指着对面的女人尖叫 平日里你去找他鬼魂也就算了 为了这个家 我可以忍气吞声 当做什么都不知道 但是现在 你居然为了他 连自己的女儿都不顾了 下个月女儿急急 我好不容易找到这段子给他做衣裳 结果你非要我把这东西让给这个贱人 我今天倒要看看 你还想维护这小蹄子到什么时候 此言一出 周围巨师划生一片 有那眼尖的看客 更是立刻认出了三人的身份 压低了声音 开始兴致勃勃地 跟周边的人滴滴鼓鼓起来 我告诉你们啊 那可是礼部尚书林大人 旁边那位就是他原配夫人错不了 那至于另外那姑娘 看模样 好像就是前年才搬到七街的杨洁小姐 之前就听说他是林大人养在外头的新欢 我还当时听笑话呢 没想到居然是真的 哟 这么说 林夫人是忍不住 解决赵茬来了 旁边立刻有人笑嘻嘻地接了句 不无八卦的猜测说道 你们说啊 待会儿林大人会帮哪边 我看这事玄乎 这种事显然是全民最爱 饭圈来点八卦 那开开胃口也是好的 有鉴于此 大伙都开始踊跃地参与去了 林大人到底是会宠妻灭妾 还是宠妾灭妻的 单向选择投票 气氛一下 涨到空前绝后的热烈 至于当事人之一 林大人 听着围观众人 你一言我一句 明目张胆地讨论他的家务时 一张皱巴巴的老脸 早就仗成了紫红色 偏偏都跟自己有关系的 那两个女人还一无所知 或者说是故意为之 在众人面前斗得越发不可开交 此情此景 简直让他恨不能当场挖个地洞 一路顿回府里躲起来 然后假装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要早知道初来会遇上这种事 他就不甘一时心软 同意儿子的建议 老天爷 只不过是陪着自家黄脸婆 出来买点东西 居然也能撞上 刚收不久的外事 更意想不到的是 两个女人还看上了 同一批布料 并为此大打出手 平日里极为隐忍的黄脸婆 还突然借此机会发飙 将窗户着捅破 让他下不来台 这下可真是丢脸丢到姥姥家去了 估计从明天开始 他将沦为全军城的笑柄 一想到明天早上上朝时 同梁们会如何嘲笑他 林大人就控制不住的一阵大喘气 再让这俩娘们闹下去 他肯定会成为大燕开国以来 最失礼的礼部上手 眼见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林大人越发地觉得待不下去了 想要维护男人的尊严 可是一个是用娘家背景 助他爬到今天这种地位的原配 另外一个又是他 腾在心坎里的新欢 两边他都打不下手 最后只好是一丫鬟上前 将牛打成一团的两个女人分开 然后又凑到林夫人身边 低声下气地求道 夫人啊 算我求你了 今天事是我不好 回去我让你打让你骂都行 外面人这么多 你就别跟丽娘计较了 咱先回去吧 回去再说 回去 你还要对着这个老女人到什么时候 被打了好几巴掌的杨丽娘捂着脸 在丫鬟的搀扶下站起来 顺手压了压并脚 看着林大人冷声道 之前不是才说过 要找个好日子抬我入门 怎么现在突然就没胆了 到底你还是怕这头母老虎的 是吧 什么 你还要抬这贱人入门 林大人还没来得及 眼住杨丽娘的嘴巴 头发被扯得乱撑一团的林夫人 已经再次爆发 好你个灵异 你眼里还有没有我的存在了 当初你要我娘家帮扶你的时候 说过什么 你敢不敢现在就说出来 今儿个不把话说清楚 谁都别想离开这儿 用力甩开林大人的手 林夫人用手扶着头上摇摇欲坠的金布钗 怒声道 林大人文言脑袋嗡的一下 瞬间就炸开 心道 这 这真是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就在林大人一个头两个大 正发愁 不知该怎么把两个女人哄回家的时候 一个士兵打扮模样的人 突然从人群外挤了进来 那士兵完全无视周围各种好奇的目光 走进林大人后 弯腰在他耳边叮雨了几句 众人就只见林大人突然变得面如死灰 宣誓一脸惶恐的朝人群外看了眼 随即像换了个人似的 战斗力全开的冲上前去 养手重重的给了林夫人和杨烈娘一人一个巴掌 大声喝道 吵吵吵 就只会吵 你们不嫌丢人我还要连面呢 都不准再闹了 大概是没想到 一只唯唯诺诺的林大人会突然动手 两个女人皆是一愣 进而不约而同地哭出声 杨烈娘顾及自己年轻 哭得还算含蓄 林夫人可就不管了 杀猪一样嚎啕大哭 林大人 你个杀千刀的 你居然敢打我 我跟你拼了 来人 把他们两个都给我拖回去 林大人这次是铁了心的不管了 直接命令手下抬起林夫人 又让人把杨烈娘也带上 连看一眼围观群众的勇气都没有 低着头 匆匆离开 算是结束了这场闹剧 林大人一早 那侍卫也就没有待下去的理由 人群散去后 他便从容地走向停在街角的一顶蓝色轿子去 双手抱拳 朝轿子里的人低声回了几句话 随后又点了点头 指挥教夫抬起轿子继续前行 由于距离隔得有点远 何小乔并不知道他们到底说了什么 倒是在那轿子经过身边的时候 刻意留意了下 发现轿子里头坐着的 似乎是个个子挺高的男人 而且看样子身份不定 不然也不会让林大人如此惧怕了 看着那顶低调的蓝色轿子逐渐走远 何小乔眼里开始燃起熊熊的八卦火焰 哇 只用一句话 就能让林大人吓得屁股尿流 进而下定决心 雄起反扑的人 到底会是谁呢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直视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三十集 是时候展现一下厨艺了 木子男因为手上拿着太多东西 没来得及赶过去看现场 但毕竟年纪尚小 好奇先重 所以等人群散了之后 并凑过去低声问何小乔 少夫人 刚才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怎么我好像听到有女人哭得跟杀猪一样 没什么 何小乔摊了摊手 简短总结了一番 就是你们这儿 有位大人后院起火 倒了葡萄架的原派 跟侍宠而交的小三掐架 结果两人都让那位禽兽大人给揍了 林大人刚才还放言说 如果林夫人再闹 就要给他修书呢 跟随众人去看后续发展回来的彩莲 小跑着过来补充了句 让太阳晒得红扑扑的脸 还带着意犹未尽 小婢刚才看戏 也是看得相当过瘾 木子能果断地让这句话勾起了兴趣 这么说来 林大人是真的要跟林夫人翻脸了 彩莲歪着脑袋想了想 不大肯定地回答 可能吧 大家都这么说的 不管可不可呢 哪都不关我们的事 张开双手 一边一个拉住彩莲和木子能的胳膊 和小乔咧咧嘴 走 回家吃饭 太阳收敛起最后一丝光亮的时候 接上各家的灯火也陆续亮了起来 随意园里更是早早挂起了灯笼 行书跟木三婶在离厨房不远的地方站着 不安地看着里面甩现的火光 犹豫着要不要去找多几个人来帮忙 木子能则是红着脸坐在葡萄架下 时不时地傻笑两声 然后少女怀春一样捧着脸猛晃脑袋 她长这么大 除了自家娘亲还从没跟女人那么近地接触过 别说还是手牵手 嗯 虽然和小乔只是扯了她的胳膊拖着走了段路 但还是 好害羞啊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厨房里并没有传来任何除了缺菜炒菜之外的不和谐声音 更没有发生惊悚的失火事件 或者断手断脚的惨案 一切似乎都显得很正常 再有一个汤就差不多了 大家准备吃饭吧 何笑乔从厨房里探出头来 边拿干布擦干净双手 边吩咐采莲和其他两个丫鬟把菜端出去 顺便向一直等在外头的行叔夫妇报了个平安 免得他们时刻以为自己手艺太烂会火烧厨房 行叔依旧是笑呵呵的模样 就是穆三婶似乎是觉得被何小乔抓了个现行 有点尴尬 连忙挥手失忆 好奇地围在外头的其他人散开 一边不太自然地笑着说道 大家都听见了 少夫人说开饭了 还不快去准备 等最后一锅汤炖好 行叔一家按照何小乔的强烈要求 也跟着上了桌 面对一大桌子看起来似乎塑香味俊全的饭菜 一家三口都是秘密相去 都是一副不知道该怎么下手的模样 看起来很是好吃 但吃了不会出什么问题吧 这既然是少夫人做的 那肯定不错 大家都试试 试试 许久之后 行叔才出来打圆场 率先誓死如归地 加了一筷子鲜索滑鸡片入口 其他两人在他的带动下 也不好意思继续招眉看见 纷纷举块 捡了自己觉得安全的菜 试吃 然后跟在旁边的彩莲几人 就亲眼目睹了 母家三口 在不约而同地 炖了一顿后 摸得抛开所有的筋驰 化身万年老饕 生怕慢了 就没得吃一样 动作迅速敏捷地 瓜分起所有的菜肴 木子男甚至将离自己 最近的周末茄子 整盘都倒到碗里 牢牢巴掌 以便还不服输地 给行叔抢起 摆在更前方的 红烧狮子头 木三婶为自家男人 和儿子感到丢脸的同时 也不由深深地 佩服起何小桥来 明明看起来 就一副 不会做饭的聪怒模样 没想到 却能将最平凡的家常小菜 做出如此 让人难以抗拒的味道 着实让人打跌眼镜 现在他多少有点明白 自家少爷的心思了 这样一个宝贝 不留着 那绝对是损失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 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直视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三十一集 去读 我江峰号要回来了 有别于随意园里的快活歉意 另一边 几天前才刘叔出走的江峰号 过得就不太美好了 臭老头 到底还要争多久啊 雾气争筒中 脸上涂满了青绿色草样 只剩下双眼 还能勉强睁开的江峰号 呛咳了两声 努力控制着 像从玉筒中跳出来的冲动 嘶牙连嘴喊道 再这样下去 我整个人都要熟了 好不容易赶到金元谷 连好好休息一下的机会 都没有 就被塞到 无气抹黑的药草汤里泡着 在里头做了几个食材 他感觉自己全身的肉都快化了 结果 这小气巴拉的臭老头 居然还存心整死他一样 往木头底下 连着的炉灶里塞柴火 这不是在逗他玩吗 臭老头 你该不会是嫉妒我长得 比你年轻英俊 所以想借此 公报私仇 把 咳咳咳咳 把我给杀了吧 闭嘴 谁用那个闲工夫要你小命了 本来一直隐忍 假装什么都没听见的干瘪老头 终于忍不住破功 脸色铁青的 从小头模样的弟子手上 接过磨成米的草药 运足十长功力 猛都扣在江峰号脑袋上 同时声如红中的怒骂 臭小子 让你带解毒单就装洒脱不带 每次把自己搞成这样 就巴巴的来反老头子我 有你这么个能闯祸的徒弟 我真替你师父丢脸 老头说着 重重的从鼻子里喷出一口气 脸上的白胡须 更是像飘起来一样 没出息 是是是 我最没出息 您老最出息行了吧 江峰号抬手 抹掉从头上掉下来的 大块药渣 倒也没生气 只是笑嘻嘻地 换了副表情 那么请问河海可亲 最有出息的医生老前辈 臭小子身上的毒 几时能清完啊 他赶着回去 见他家亲戚小娘子 不知道 当他看到恢复本来面目的自己时 会是什么样的反应 真是让人期待啊 干扁老头 鬼手一声 瞥了他一眼 没好气地回答 急什么 如果还想要你那张 专门骗小女娃的脸 就给我继续在药套里乖乖待着 不然到时候出了点什么差错 可别哭着来求我 将最后几位药草 丢进浴桶里 鬼手一声 伸手探了探 药郁的温度 转到身一旁 后置的童子 把剩下的东西都端出去 自己拿过干净的白布 擦了擦手 瞅着脸警告 在我回来前不要乱动啊 待会杜仲辉帮你把药断过来 喝完了 再泡上一天时间 就差不多了 遵命 臭老头 江峰浩笑嘻嘻地 裂出两排白牙 和青绿色的大冰脸 互相硬颤 简直比恶鬼还吓人 鬼手一声 看不下去的 将手上用来 包扎伤口的棉布丢过去 将他那张 瞅得不堪入目的脸盖住 骂了一句臭小子 背着手 从屋里走了出去 屋子里一时安静下来 只剩下水蒸气凝结后 水珠掉落的声音 江峰浩抬手 将棉布取下丢开 又懒洋洋地张开双臂 往后选了个舒适的位置 靠坐在桶壁上 未被药汤遮挡住的肩膀 以及手臂 瞬间显露出 充满爆发力的优美线条来 而就在此刻 房门又被推开 一条拄着拐杖的身影 走了进来 江峰浩侧头看了眼那人 随即点儿郎当地 用手拍拍浓墨式的水面 笑道 果然什么消息都瞒不住你啊 柳叔 想瞒着我 就不要做得那么明显 被冲坐柳叔的中年男人 淡定地回答 右腿绊单了着 似乎使不上力 只能拄着拐杖 一拳一拐地走进来 既然都把人家姑娘带到家门口了 就不要再遮遮掩掩的 玩金屋藏窍那套 难得这小子终于开了窍 肯带姑娘回家了 就算长得不够漂亮大方 他们也认了 总比老张人家背后一轮 他们家主子是断绣龙羊来的好 柳叔 你想太多了 我把人带到随意园 可不是在玩金屋藏窍 江峰浩像个无赖痞子一样 耸耸肩 随即又笑开了 像你说的 我都把人带到家门口了 那自然是由我自己的打算 柳叔沉默了下来 拄着拐杖 在屋子里围一张椅子上落座 好吧 既然你有自己的打算 那我就不多说了 方才鬼手医生说 你起码还要再待上五六天 才能将余毒清除 这段时间呢 你就安心的养着 其他的事情由我照看 不用担心 有柳叔你帮忙 我自然放一百二十个斤 江峰浩眯起眼睛 用手将湿漉漉的长发 卷都拨在身后 壮若随意的吻了紧 最近是否有什么变动 府里一切安好 没什么大的变动 柳叔似乎是受不了 屋子里那股浓重的药草味 眉心一直凑得死紧 不像江峰浩那般自在 至于朝中的大消息 倒是有一件 抬头看了江峰浩一眼 柳叔低声道 上官云在半月前 成功官拜宰相 不到两天的时间 便又成功收拢了一批 官望派的大臣 现在的上官云 就是大烟当之无愧的 当红炸子鸡 不仅受皇帝气荣 更得万民敬仰 可谓是平步青云 风生水起 他的实力发展太快了 就连隶属襄阳王一派的 张大学士和尹尚书 都已经开始动摇了 无碍 他想发展就让他发展 江峰浩从始至终 都是一副吊儿郎当的模样 只是眼里却有着 若隐若现的灵力 上官云此人 确实颇有才气跟远见 先皇在世的时候 就对他多有提点 再加上皇上爱财 这次败相的结果 早就在意料之中 暂时不用理会 柳叔想想也是 便没有再多言 停顿了下 又把话题给扯回到 江峰浩的终身大事上 你打算什么时候 把人带回府里 或许我可以先吩咐下人 准备好所有成亲事宜 成亲 江峰浩诈文这两个字 差点没当场 被自己的口水给呛死 虽然他对何小乔相当感兴趣 而且也就常占便宜的 喊他娘子没错 但这不代表他会那么快 就把人娶过门 好歹让他们彼此 再熟悉一些吧 再者 就算他想娶何小乔 但依照他爱恨分明 又不喜欢受约束的个性 若只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还有他向他隐瞒的事 会不会痛揍他一段 都还是个悬念 更别说打赢嫁给他了 柳叔 现在说这事还太早 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 未来的事情谁也说不准 但现在绝对不是适合提成亲这个话题的时候 你年节不小了 柳叔因为深长的看了江峰浩一眼 提醒道 别忘了你答应你娘的话 若是过了二十六岁还不成亲 那到时候 柳叔说到这里 刻意停顿的下 满意的看到江峰浩瞬间变脸 之后才慢悠悠的补充道 其实我看过那姑娘 除了鸭帽不是太初衷 其他都还不错 特别是个性 无拘无束 就像是 柳叔说到这里突然停下 像是想起什么似的 摸得转身背对着江峰浩 沉默了好一会儿才继续的 如果真喜欢人家 就好好把握把握吧 别到失去的时候才好悔啊 说完话 人也跟着一拳一拐的走了出去 江峰浩摸着下巴 看着柳叔突然沧桑了许多的背影好一会儿 没心醋得老高 别到失去的时候才 后悔吗 那他是不是应该改变一下 原来的计划 认真地考虑跟何小乔在一起的可能性 想到他那条肠子通道底有热心无比的个性 还有总是被他三爷两语就记得乍毛跳脚的有趣模样 江峰浩不由勾勒勾唇 嗯 把他娶回家 日子肯定会很热闹吧 成亲 似乎是个不错的主意呢 本集完 您给我点屏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直视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三十二集 鲁大肠 自从何小乔在厨房里小乐了一手之后 再经过木子楠的大肆宣传 随意园里所有人对他更好奇了 听说今天早上他们的未来少妇人又进了厨房 而且扬言要给大家做天下独一份的创新早餐 大伙更是兴致高昂 连事情都不做了 全都围在厨房外套 偷看着桥 彩莲 鲁直先不用看着 帮我把昨天做好的米皮拿过来 收拾得干净整集的宽敞厨房里 何小乔站在炉灶前 利落地将两只袖子挽起来 见彩莲踩着凳子 当屋檐下取晒好的米皮 便过去扶了一把 取了米皮过来 刚好锅里的水也开始沸腾了 何悄悄估算了下 将切成三角形的微卷米片 装了好几大把下锅 随后又麻利地取了一勺糯米粉浆 拿勺子在米片里边搅拌 便把粉浆加进去 直到锅里的汤汁变得像米糊一样粘稠 米皮也全都缩成一个小小的卷筒状 浓浓的倒米香开始弥漫整个厨房 和着另外一个炉子上 咕嘟咕嘟往外冒着泡的咸香卤水味 一道往外飘 咕嘟往外一根人等 肚子里的蝉虫都开始揭竿起意 各种闹腾 就连那几个平日里不过言笑的面摊家丁 都忍不住频频朝厨房望过去 显得比以往心不在焉许多 少夫人 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闻着可真香啊 彩莲抽抽鼻子 两眼冒红星的 看着何小乔手脚麻利的把柜里粘稠的米汤 咬进他早新摆好的大海碗里 很不能立刻动一碗来尝一尝 这个叫果汁 是我们那儿还有名的一种明筋小吃 我小时候可喜欢吃了 何小乔说着 拿出特制的长筷子 将炖了两天 已经熬得酥烂肉味的整条大肠和卤肉 卤豆干一起从烫手的卤料罐子里捞出来 麻利的把卤肉卤豆干切片 大肠则是切成小块 再加上切开两半 已经彻底变成酱色的卤蛋 一桶摆到已经装完的米汤里 最后淋上浅棕色的配香卤汁 撒上用油煎成金黄的蒜头粒和菜脯粒 也就是切丁的咸萝卜干 以及香菜 一碗不淡不腻 爽口抬牙的果汁就出炉了 之前住在彩虹村 没有条件让他发挥 但现在 随意园里有各种县城的工具 跟食物让他利用 想念家乡小吃 想念得紧的何小乔 于是就开始一发不可收拾了 奴婢就知道 有些吃不起肉的人家 会买大肠回去将就着吃 听他们说 有很大一股臭味啊 难吃的不得了 彩莲忙着帮何小乔 把好几大碗的果汁 端到托盘上 不忘眼巴巴的 望着砧板上 还冒着热气的卤大肠 一边咽个口水说道 但是 邵夫人熬出来的这个东西 怎么就那么香呢 害我都好想 全部都藏起来慢慢吃 大肠确实有很重的味道 不过只要处理得当 就没问题了 没有一个厨师看到别人 对自己做出来的食物流口水 还能吝啬 何小乔自然也不会 将切好的鲁大肠 夹了两块塞到彩莲嘴里 当奖励 见他瞬间开心的 想跳起来的样子 何小乔不由失笑 好了 先把东西端出去吧 大家都在等着呢 等你回来 我给你留个最多肉的 谢谢少夫人 彩莲为言立刻眉开眼笑 赶忙招呼了另外一个丫鬟一起 屁颠屁颠地蹲起托盘送饭去了 何小乔在他身后吩咐的 记得先跟他们说明里面有什么东西 他可不想到时候有人不吃猪大肠 当场给吐出来 这可绝对不是让人喜欢乐眷的事 放心吧 少夫人 这么好吃的东西 大家一定都会喜欢的 彩莲手里 拖着装了好几个海碗的托盘 走路都有点颠了 居然还有空 回头朝小乔一笑 何小乔领了咧嘴 朝他挥挥手 等把其他人的份都煮完 何小乔早就惹出一身大汗 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 一懒得回房去换衣服了 直接端了碗果汁 在厨房门口坐下 边吹凉风 边享受自己亲手做出来的美食 心情好的 那叫个没话说 就是 吃着吃着 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何小乔捧着碗 思考了老半天 后来才想起 原来是少了个江峰号 他已经习惯了 一做好吃的东西 他就会循着香味跑过来 现在他不在 没人锅造的 说要吃这个吃那个 他居然还有点不习惯了 真是不可思议啊 换了换脑袋 将心里的失落全数甩掉 何小乔回到厨房中 将炉灶里的火弄小了 继续美美地享用自己的早饭 本集完 您给我点瓶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直视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如彩莲所说 何小乔做的特色果汁 果然再一次获得众人好评 就连原来一直充当绸娘的穆三婶 都对何小乔刮目相看 甘摆下风 并表示 何小乔什么时候想用厨房都可以 不过前提是 旁边一定要有人帮忙 免得他忙起来 一不小心就各种出错受伤 这是江峰浩临走前特别吩咐的 穆三婶牢牢记着呢 得了允许 何小乔自然是各种感激 随意园虽然不大 但厨房却很宽敞整洁 而且里头的食材 都是每天固定更新的 他可是喜欢的不得了 有了好厨艺帮身 他在随意园的日子更是过得如鱼得水 嗯 虽然身份有点小尴尬 但这不妨碍何小乔 幸福感及日增 有房住 有饭吃 不用上班 不用担心失业 每天睡到自然醒 无聊了 就出门逛逛街 看看风景 即使没有工资呢 这样的米虫生活 也够让人向往了 就在何小乔的小日子 过得既幸福又满足的时候 失踪将近半个月的江峰号 终于回来了 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 彩莲让穆三婶喊去帮忙了 穆子男为了避嫌 也让行书勒令 去出门采买 何小乔一个人嫌得无聊 只好到后花园里 赏赏花 散散步 全当消失 当时正值牡丹花开得最灿烂的时候 何小乔有意弄几朵回房 摆着装有情调 结果 就在他刚把最大最漂亮的 那朵牡丹摘下来的时候 一抬头 就看到不远处的花丛中 立着个看起来有些眼熟的 奇长身影 垂赶极下的月白长袍 领口却是极眨眼的赤金色 绣着刘游文的滚边 腰间束一条铜色细的 腾云祥文宽腰带 其上悬了一块 银白温润的玉佩 暮色长发 只为一根碧绿簪子 松松挽起 手中直了把 制定上成的玉骨扇 两刀剑眉鞋肥肉病 像是会勾然一样的 凤眼威眉 鼻子又高又挺 就连嘴唇都是完美的菱形 还是让人羡慕极度恨的 桃花一样 用人的浅反色 何小桥上下打量了他一番 然后默默地在心里做了个总结 哦 真痛不得奢华呀 这身一看就很高贵上档次的打扮 绝对不是普通人能驾驭得了的 能驾驭得了的都是身价好几个零的高级活 也就是说传说中每个女人都恨不得抓一只来玩的金乌龟 就是不知道这只乌龟到底是什么来头 来随一员到底想干什么 何小桥不开口 那个突然冒出来的男人也不说话 两人就这么默默地相看着 许久之后 就在何小桥严重怀疑对面那货其实是个神经病 并遗憾考虑要不要高声大叫 让行书跟木塞杖拿把扫帚来赶人的时候 那位打扮时髦的拼拼加工子却突然露指一笑 脸颊上凹出两个深深的酒窝 深邃好看的毛子直盯着他 随后不无深情地唤了几 娘子 何小桥瞬间风中凌乱 啊 这声音 这声音 怎么那么像江峰号那个家伙 一定是我还没睡醒 一定是 就在何小桥发呆的当口 那只声音很像江峰号的陌生高级货 已经快步地来到他面前 以绝对的身高有势 举高临下地俯视他的头顶 然后很是欢喜地又重复了一遍 娘子 我回来了 鼻端闻着从对方身上传来的淡淡熏香 何小桥压了一样口水 许久之后才艰难地毁了局 这位公子 你认错人了 不可能 江峰号那货是个大饼脸 而且脸上还有八国联军一样种类繁多的豆豆 这么短的时间里 他怎么可能变成如此细皮的绕 又英俊潇洒的模样 猪头瞬间便超级美男 这他妈的不科学 何小桥压是拒绝承认 该事情发生的可能性 除非隔壁棒子国家里 也有人跟着穿越了 并同时将其伟大的整容技术 净准无误地传播到了这里 我自己的娘子怎么可能认错 来来给你看看 某翩翩公子说着 很是骚包地在何小桥面前转了个圈 又伸手拨了拨锤在肩上的黑亮长发 眼中带笑 四甲还针地朝他送了个秋波 怎么样 看到为夫的本来面目 是不是很惊喜 何小桥拭换了半天 然后僵硬地抬头 目光指使他线条优美的下巴 神仙 已经恢复本来模样的江峰浩 纳闷地低头与他对视 嗯 娘子 你在说什么 莫不是他不在的这段时间 有人欺负他 又给他洗脑了 何小桥没有回答他 按照接听程序 又问了一句 妖怪 江峰浩嘴角抽了抽 直接探手 贴到他额头上 不无担忧地问道 娘子 你没事吧 看起来没发烧啊 怎么竟说胡话啊 谢谢 何小桥面无表情地推开他的手 转过身 机械地往前走 沐松和小桥一阵风似的消失在越洞门之后 江峰浩下巴差点掉了 虽然早就料到何小桥看到他的真面目后 反应会很大 嗯 可这反应 就完全不在他意料之中 说好的脸红心跳小鹿乱撞呢 说好的惊声尖叫跟热情拥抱呢 嗯 这剧本不太对呀 而且刚刚才只是开始 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没说呢 女主角现在就走了 是要闹哪样啊 从地上捡起那朵惨遭抛弃的牡丹花 江峰浩低头想了想 随即誓死如归地举步朝何小桥离开的方向跟了过去 娘子 娘子等等我 娘子 你听我解释啊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直视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三十四集 男主掉马甲了 坐在椅子上 面对着一桌之隔的江峰浩那张完美的去脸 何小桥依旧觉得跟做梦似的 若不是江峰浩再三的保证 他原来就长这模样 绝对没有动过刀 何小桥还真想也跟着去种个毒 然后顺理成章的变成大美人 娘子 你还在生气吗 江峰浩眨着眼 使劲朝何小桥放电 企图用美男计收服他 何小桥面无表情的邪腻了他一眼 这一句话就让他垮下脸 你眼睛出君了 娘子 为夫这是在请求你别生气啊 真是奇了怪了 我的长相 从来都只有女人讨好我的份 怎么今儿个就抱怨似的 让我心甘情愿的来讨好这女人了呢 而且更坑低的是 这女人居然还不买我的账 江峰浩酸溜溜的想着 难道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风水轮流转 今年正好到我家 我没生气啊 何小桥看着他挫败的模样 就忍不住了 刚才只是逗你玩的 谁让你不声不响 就把女人丢在陌生的地方自生自灭 我不高兴 所以必须得整他一会儿 求个心理平衡 不然他会睡不着觉 江峰浩嘴角抽了下 感情刚才他解释的口都干了 结果他当时看耍猴戏呢 不过算了 既然他没生气 那接下来的事情就好办了 江峰浩松了口气 仔细琢磨了下 正想开口说正啥 冷不防何小桥却突然站了起来 动作迅速地把凳子挪到他身边 靠着他坐下 然后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看 干嘛这么看着我啊 难道他头上长脚 脸上开花了 何小桥没开口 歪着脑袋仔细打量了他一番 接着在江峰浩来不及反应的时候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伸出两只狼爪 看游似的在他脸上摸了一把 然后瞪着眼睛各种惊叹 老天 你这皮肤也太好了 简直比你人还细腻光滑 零毛孔啊 这货绝必是开了挂 不带这么刺激着呢 江峰浩如老宗入定 窥然不动 淡定地任他蹂躏自己的俊脸 我长得像我娘 原来如此 这么说来伯母肯定是个大美人 哇 极幽凉啊 江峰浩撇撇嘴 似乎很是不信 那是必须的 不然就我娘那臭脾气 我父皇怎么会看上她呀 原来伯母还是个臭脾气 哈哈哈哈 何小乔刚想拍拍他的肩膀 来句同是天涯罗洛人 但是手才刚抬起来 却是瞬间醒悟 啊 你刚说什么来着 父皇 啊 谁来跟他解释一下 父皇这两个字应该要怎么理解 对 父皇 你没听错 眼见何小乔张大了嘴巴 一脸呆滞 江峰浩所有失去的自豪感 瞬间全都回来 当下笑咪咪地接了下去 这正是我刚才要跟你说的第二件事 毕姓江 江峰浩 没错 除了我们现在坐着的地方 那边 说着话 江峰浩修长漂亮的手指往旁边一指 修出两拍白牙给他看 隔壁那座王府也是我的 也是我的 是我的 我的 的 有那么一瞬间 何小乔感觉自己内心就跟让一万头草 你们胡笑着践踏而过 血槽都空了好吗 眼前这个云轩长了一张猪头脸 现在变成小白脸的 国造吃货 居然还是个皇亲国戚 我靠 王爷 居然是王爷 传说中左拥万千豪宅 气气成群 而且灰金如土 霸气侧漏 万一家最爱经收各种穿越妹子的 古装小颜男主职业排行能不乱啊 怪不得他说 经常跟皇帝吃喝吃御膳 这居然是真的 真的 何小乔深吸口气 将在他脑子里 咪咪叫的曹尼玛 一劈劈的撸了一遍 努力让自己淡定下来 啊 他居然狗屎运捡了个王爷 穿越大神 这是要转成宅斗文 甚至level up 成宫斗文的前兆吗 no 他拒绝 强烈拒绝 像他这种 没有附加 诸如 哀推无敌 武功高强 外貌出众 心肠歹毒的一系列生存技能 且防护罩都没一个的小村公 一进宅斗文 那就只能叫一个尸骨无存好吗 穿越大神 地球太危险 他神情回火星 许久之后 何小乔才冷静下来 跟被双打了的茄子一样 皮笑绕不笑的回了局 你家房子还真不是普通的奢侈啊 阿弥陀佛上帝保佑 善哉善哉 希望里头 没有各式各样的女人 分分钟等着 用皮霜鹤顶红 欺负绝命伞来招呼她 不然她还是赶紧 跟江青豪换星界线的好 免得被人误会了 到时候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江峰浩 没有看出何小乔的忧虑 只是颇为无奈的一摊手 自我调侃的 没办法 全京城都知道 我一向失吃惯了 改不回去 反正她有的是钱 想怎么奢侈都可以 要是有谁觉得不爽 欢迎来咬她 改不回去你妹 何小乔实际拿眼睛瞪的 简直恨不能在此等万恶的资本主义家身上 烧出几个窟窿来 就算是王爷好了 你呀要不要一副 我就那么狂帅霸酷屌 我高兴的模样 说出来这种拉仇恨的话 这让钱是努力好几年 却依旧只能明强养活自己的屌丝 情何以堪呢 也许是让何小乔瞪得别扭 也许是周围气压太低 江峰浩在这不太美好的气氛下 终于坐不住了 干脆起身把何小乔从椅子上拉起来 转移注意力似的将她往外带 跟我来 带你去看点东西 看什么 何小乔一头雾水的跟着她走 完全不知道现在到底是怎样一种状况 奇怪 她之前的表现算是很放肆了吧 而且身为被屋里的尊贵王爷 怎么江峰浩好像一点都不计较的样子 难道是川玉大神给她开了金手指 已经奏效 这一货已经喜欢上她了 怎么突然有种背脊一凉的感觉 阿弥陀佛我的上帝肯定是他想多了 王爷这种生物绝对都不能轻易勾搭 爱情长可贵 生命价格高啊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直视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三十五集 王爷 王府 好眼熟的景 跟我来就对了 江峰浩头也没回 牵着他的手 一起回到之前的花园 何小乔看着他在花园一角 走有两米多高的蒋山前停下 手按着一块凸起的石块 转了一圈 他们所站的地方微微震动了下 沉闷的摩擦声响过后 面前的假山 就这么毫无保留的 露出一条硬人高的 黑幽幽的通道来 何小乔探头往里瞧了瞧 抬手试了下 似乎能感觉到 有风从指缝间漏过 想来里面应该不是密闭的空间 这是什么地方 感觉有点像传说中 专所知道内情太多 有暂时不能死的人的 神秘地牢 他该不会是想把他关起来吧 何小乔打了寒战 正想找个借口溜走 江峰号却不容他反抗 强硬地拉着他往地道里走下去 在他们背后 地道的门慢慢地合上 周围远发漆黑 神手不见五指 感觉到何小乔在微微发倒 江峰号坏心地笑了 有意让他依赖自己 手下一收 便将原本这样拿出来的夜明珠 又塞回了袖子里 自己在前面带路 小心翼翼地带着他往下走 小心脚下 你走慢点 我看不见 何小乔战战兢兢地跟在他身后 脚下似乎是一直往下盘旋的阶梯 眼睛看不见 他全意识地害怕会踩空 江峰号使劲地憋着笑 牢牢牵住他的手 放心 有我在 就算摔下去 还有我垫底 他手上的热度传到掌心 何小乔有点不太习惯地想挣回手 后来一看四周着乌漆摸黑的样子 想了想 还是红着脸继续让他牵着 开玩笑 要是真的放开他的手 没有他的带领 估计他就找不着路回去了 还要多久到 快了 江峰号似乎很习惯在黑暗里行走 脚下完全没有停滞 走了一段路之后 两人开始往上走 之后再次停下 何小乔只听到耳边 有出来熟悉的石头摩擦声 然后就和刚才那假山一样 他们面前也开了一道同样大小的门 灿烂的阳光从外头露进来 照亮了两人站着的地方 江峰号率先走了出去 又回过头拉了何小乔一把 结果一出去 何小乔就傻眼了 他们现在站着的地方 左右两个足球场那么大 原来用来当假山的石头 都被推到了角落 中间的空地上 中规中矩的用笼钩隔开 成十来片 上面种了各色各样的蔬菜 离他们最近的竹架上 爬满了清脆的藤蔓 藤蔓底下挂着一串 好几个只有手指那么大小的小葫芦 风一吹就跟着叶子一起晃晃悠悠 头顶黄花 伸长小尖刺的青瓜 已经长到半个手臂长短 隔壁架子上挂着的姜豆 也已经羞羞瑟瑟的 从叶子里探出了头 掘了好些个青色果子的番茄树 和已经快要成熟的 两色辣椒 种在一块 猛一看 差点认不出来 再远一点的地方 还有白菜 菠菜 以及卷心菜的幼苗 剩下的那一大片地面 全都爬满了藤蔓 何小乔仔细辨认了老半天 才发现 原来是地瓜和土豆 角落里甚至还并排中了 三棵栗子树 何小乔眼尖地发现 地上的泥土似乎被翻过 树上的叶子也是蔫蔫的 没有半点精神 显然这些树 都是才从别处 移植过来不久的 抬头瞧了瞧周围的屋子 全都是青一色 亮相人眼的眼熟琉璃瓦 在估算了一下 刚才他们在地底下 走的距离 何小乔感觉 刚才好不容易赶走的 那一万头草尼马 又开始在他心中 呼啸奔腾了 嗯 都结果了 再过不久 应该能拿来吃了才对 江峰浩没有注意到 何小乔的古怪脸色 率先走到 种着辣椒的笼沟里 拿扇子前端 勾了勾青中带红的辣椒 又回头朝何小乔眨眼 一脸妖宫的模样 怎么样 有没有感觉很怀念 哦 岂止是怀念 简直就是震惊了 要不是他现在心中存有疑惑 还算清醒 几乎都要怀疑 自己是不是在做梦了 这简直 简直就像是回到了竹屋里一样 比如说旁边还有一个 很应景的人哭湖 他这是闹哪样啊 走吧 这里太阳大 我们到凉亭里去 走回去 重新拉过和小乔的手 江峰浩劝着他 走过曲折的白石小桥 在碧水环绕的湖心亭 坐下 石桌上放着精致的茶壶跟茶杯 江峰浩拿起杯子 悠闲地给和小乔倒了杯茶 和小乔接过后才发现 这茶居然还是热的 端起杯子将茶水一眼而尽 和小乔深吸口气 目光直勾勾地看着江峰浩 这里是朝年王府 答对了 江峰浩露齿一笑 不忘送上一句夸奖 娘子果然聪明过人啊 和小乔嘴角抽了抽 雀言万语最后只画成两个字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直视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36集 王府花园改菜园 在凉亭里坐了会儿 和小乔边陪着江峰浩喝茶 边把四周都看了个遍 这才发现 原来院子里 除了地面上 遍布各色蔬菜 就连湖里的空间 也没被放过 在他们现在所坐的凉亭四周 笔波荡硬的湖面上 颜色油浅道深 青色荷叶一片接一片 中间点缀着半开半放的粉色荷花 夏日的午后 凉风袭人 河湘震震 很是优雅宜人 如果湖边空着的地方 没有大片土雾冒出来的 凉饺菜就更完美了 你中荷花也就算了 干嘛还中领饺 和小乔真想拿把锤子 把江峰浩的脑袋敲开看看 里面到底都装了什么 比他还不靠谱 娘子 你不是说过领饺很好吃吗 江峰浩拿起折扇 刷来一下抖开 慢悠悠地扇着风 正好符里有个壶可以用 看荷花看腻了 换个能吃的试一试也不错 真是败家子 不过为啥我总觉得换了我也会这么做呢 何小乔单手撑着下巴 开始慎重反省自己是不是被江峰浩传染了 按照你这么说 这里原来应该也不是菜地对吧 百无良赖地点着四周几块突兀的山石 何小乔拖着下巴问道 之前是什么地方来着 以前嘛 以前应该是个花园吧 反正我记得以前路过这儿到处都是花 江峰浩摸索着光华的下巴 微眯着眼睛努力地回一下 花园 何小乔愣了下 目光看向前方层层绿椅 顿时一阵血气上涌 然后你让人把花拔了 改成菜地了 江峰浩倒是一点不觉得惭愧 慢悠悠地给自己倒了杯茶 端在手里转着圈看 没错 很久之前我就看着花园不顺眼了 花花绿绿的老周忍蜜蜂有什么好看 还不如菜地来得实在有趣啊 有趣你妹啊 何小乔噎了下 努力咽下涌上喉咙的一口老血 默默在心里为那些个辛苦经营这么大的花园 结果被某个败家王爷 结果被某个败家王爷因为看不顺眼 也毁掉所有鲜血的园丁们 画了个十字 表示同情 阿弥陀佛 善哉善哉 佛祖保佑 好吧 就算你有理 败家汉子的世界 是不能以常人的头脑去认知的 他甘拜下风 何小乔默默地想着 随即积极地提出另外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 对了 这么多菜到时候吃不完要怎么办 他可不认为自己能一天吃十顿 就算他能吃这么多好了 大热天的 不比冬天天冷 成熟的蔬菜不收起来是会烂掉的 那多可惜 对于这个问题 江峰浩显然早就想好了 府里有两百多下人 这一大片菜地的出产 恐怕还不够五天的份 娘子不用担心 即便自家吃不完 那还可以顺道 打上王府的出产标志 高价卖到各大酒楼 王爷家里出产的东西 多少人争着买 绝对不亏 何小乔对江峰浩 打得噼里啪啦的如意算盘 竖起大拇指 这以十二万分的敬佩 外加一个总结 金商 江峰浩哈哈一笑 手拢扇子 将扇子尾端 搁在另一只手掌心里轻敲 好说 好说 不够奸 怎么能混到现在这种地位 不够奸 又怎么能以一举之力 养活这一大家子人 哪不开玩笑呢 我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估摸着江峰浩 心情应该不错 而且不会因为 他知道的太多 而杀他灭口 所以何小乔又趁机提问 为什么我们刚到京城那天 隋医员所有人 好像都对你的长相 我是说中毒之后的模样 没有半点反应 像当初他第一次 看到江峰浩那张脸的时候 可是吓得不轻来 之后虽然慢慢接受了 他的长相 但也需要时间的缓冲 可为什么明明同样是第一次见面 隋医员里所有人 却都表现淡定 面对江峰浩的时候 甚至能不带半点惊恐的 笑得真诚 难道他们全瞎了不成 很简单 听完何小乔的疑问 江峰浩挑了挑眉 两手一摊笑道 其实我们早在抵达京城之前 我就已经跟行叔他们见过面了 啊 你们什么时候见过面了 什么时候的事 何小乔努力地歪着脑袋回想 他们这一路到底遇到了些什么人 结果想了半天 好像也没发现江峰浩 跟什么人有特别接触 最后只好挫败地放弃 哦 好吧 估计你们都是晚上接头的 我不问了 识时务者为俊杰 知道的越多 死的越早 他对江峰浩并不是完全理解 在不确定自己的人身安全之前 最好还是安静点 乖乖当条无知的米虫就好 江峰浩好笑地看着他垂头丧气的模样 终于还是忍不住伸出自己的陆山之爪在他脑袋上拍了拍 有些事情现在不方便告诉你 以后你会知道的 走吧 我先带你回随意园 让行说明天带你去客栈 江峰浩站起身 重新带他回到假山前 去客栈干什么 何笑笑反射性开口 后来像想到什么似的 沮丧得更彻底了 好吧 我幸福的米虫生活呀 难道就要这么结束了吗 别想太多 只是先去那边借住一晚 见他一副誓死如归的模样 江峰浩简直哭笑不得 曲起手指在他额头上轻敲了两下 至于去客栈干什么 明天你就知道了 你不是要赶我走不把我吃住了吗 没有啊 江峰浩满头满脸的黑线 他什么时候说过这话了 何笑笑瞬间眼睛一亮 这么说 我以后还有免费的房子可以住 免费的饭菜可以吃了 江峰浩噎了下 看着他期盼的双眼 最后无奈长叹 是 这傻姑娘 她就不能想点除了吃猴柱以外的东西吗 真是让人挫败啊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直视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三十七集 女儿装 好马配好安 美女得上装 晚点的时候 江峰浩果然让行书趁着天黑 用一顶小轿 将叙里糊涂的何小乔 送到城里最大的福来客栈 因为不清楚江峰浩葫芦里卖的什么样 何小乔在客栈里胡思乱想了一夜 好不容易才刚睡下 结果天还没亮 就让陪着他一起留宿的木三婶给喊了起来 三婶 你就让我再睡一下吗 我都要困死了 何小乔声音满是困意 边揉着眼睛边打喝起 搭了着脑袋 拧头拧脑袋 让木三婶给领到梳妆台前坐下 坐好坐好 木三婶知道他赖床的毛病 不等他往桌面上趴过去 就先把拧干的湿布巾递给他 假装板着脸教训 等一下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做 赶紧洗把脸 何小乔无奈 只好接过布巾到内室去洗漱 一边不忘嘀嘀咕咕地发着牢骚 什么重要的事情 一个个都神神秘秘的 都不知道在搞什么鬼 被人蒙在鼓里的感觉真是不爽 他讨厌被掉胃口 等何小乔磨磨蹭蹭洗完脸 一走出内室就愣住了 屋里除了木三婶之外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冒出来四个穿着粉色衣裳的丫鬟 四个人一字排开站站 都是垂着头目不斜视的公顺模样 三婶 这是干什么 难道要学皇帝翻牌子决定恩宠哪一个吗 别担心 这几个丫头只是来帮你打扮的 等你换好衣服 我们就要出门了 木三婶答非所问 面带神秘地笑了笑 重新把一头雾水的何小乔 按坐在梳妆台前 那几个丫鬟健壮立刻围上来 各自将手里捧着的盒子放到桌面上打开 开始动手 帮何小乔整理乱成一团的头发 出门 要去哪 等会儿你就知道了 木三婶依旧积极地打着太极 死活不肯谈判 搞什么鬼啊 何小乔不爽地撅着嘴儿又嘟囔两句 随后安静下来 看向面前一溜排开的珠帮手势和腌制水粉 在评估了一方古代宝石造假的可能性后 好奇地伸手抓起一条珍珠项链颠了颠 随后又拿起一只红宝石耳环 对准了窗口的方向 阳光从宝石里穿过 水滴状的宝石就像凝聚成块的石榴布丁一样诱人 想到布丁 何小乔又开始各种控制不住口水了 真是让人忧伤的穿越啊 来到这里就注定在无缘与各种现代美食相见 就算想来点克隆版的纺织品 也还得看老天爷给不给这个机会 哦 话说做布丁最绕的材料是什么来着 就在何小乔忙着回忆各种现代美食的时候 那几个丫鬟已经手脚麻利地 替她挽了个华丽复杂的发迹 其中两个将她的脑袋当成了针线包 漠不吭声地挑了各式各样的簪子珠花憋在她头上 另外两个则是拿了胭脂 小心翼翼地在她脸上涂抹 虽然心里还存着疑惑 不过看穆三婶笑颜颜的模样 也不像是来卖她进火坑的 何小乔稍稍放下心来 也就不发抗了 乖乖地坐在椅子上 让那四个粉衣丫鬟跟摆弄木偶一样 将她从头到尾打理了一遍 弄好了头发再上妆 上妆之后还要换衣服 在化妆的时候 其中一个丫鬟还特意将打磨光滑的铜镜 放到何小乔的面前 女威乐举者容 是个女人都逃不过爱美的情节 何小乔自然也是 虽说早就知道化妆的神奇 但对着镜子里完全不一样的自己 何小乔还是忍不住臭美了反 瞧咱这皮肤 这脸道 这眉毛 这眼睛 多赏心 幽默一美人 一通暗爽之后 何小乔总在恋恋不舍地放下镜子 听从穆三婶的指挥准备去换衣服 结果刚从椅子上站起来 脑袋往前已清 差点整个人扑到地上去 好在几个丫鬟反应迅速及时把她给扶住了 姑娘小心 啊 哎呀 谢谢啊 何小乔磕磕绊绊地扶着桌面重新站直 抬手往脏型华丽的发型上摸了摸 哼 现在她脑袋上 可全是货真价实的珠宝黄金 那重量绝不是盖的 虽然发型效果让人很满意 但现在 她真是连抬头看人都有点困难了 这对于从来不喜欢装小娇羞的何小乔来说 显然不是件好事 我说几位漂亮的姑娘 何小乔话还没说完 那几名丫鬟就已经捂着嘴同时笑出声了 怎么了 何小乔纳闷地看一眼同样眼带笑意的木三婶 不明所以地问了句 我是不是说错话了 姑娘没错 是奴婢们放肆了 其中看起来年纪较大的黄衣姑娘 见何小乔一脸懵懂 脸盲解释道 奴婢们从未让姑娘这样好看的人夸过 一时没忍住才笑出声 还望姑娘见谅 啊 何小乔调调眉 她刚才只是顺口而已 并不带着夸奖的意味 不过说真的 面前这四名丫鬟也确实长得不错 对得清美丽这个形容词 更何况人家刚才还说了她好看 嗯 被人这么夸奖 她就是想不见谅都不行了 黄衣丫鬟看了下何小乔的脸色 均她只是若有所思 并没有生气的模样 于是便往后退了一步 继续说道 说姑娘以后有事 大概喊奴婢们的名字就好 奴婢是碧心 奴婢婢 奴婢回乡 奴婢紧摇 一连四声娇滴滴的自我介绍 听得何小乔骨头都酥了 好吧 那么 碧心 婢儿 回乡 紧摇 呲牙咧嘴的坐回椅子里 何小乔无奈的揉着额头 能不能帮我把头上的东西拿掉一下 我脖子都快被压断了 真是压力善大呀 如果可以 请把这些手势都给她换成实用的银票 她会更加感激的 是 姑娘 四人对顺一眼 又见穆三婢儿撞死无奈地点点头 便各自收了笑走上前去 认真地听何小乔的吩咐 把那些颇有重量的头饰都陷了下来 最后只留下左右两边的蝴蝶珠 和一只掌心大小 做成层层叠叠叶叶片熊肉的花垫 以及一对小巧精致的珊瑚耳环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直视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三十八集 入府 化了妆 抬回府 何小乔站起来走了两圈 扭扭脖子 晃晃脑袋 总算是满意了 嗯 这才对嘛 轻松多了 好了好了 都别磨蹭了 赶紧收拾一下 饺子就快到了 木三婶走了进来 拍手示意几个丫鬟给何小乔换衣服 何小乔乐得有人帮忙 古代衣服的复杂程度超乎他的想象 在分不清楚哪儿跟哪儿的情况下 没人帮忙 就算忙到晚上 他都不一定能把整套的衣服完整穿上 姑娘真好看 年纪最小的回乡 边替何小乔拉着衣摆 边笑着说道 王爷说得果然没错 姑娘最适合穿糊绿的衣裳 看着就让人想亲近 但凡是个人 都有虚荣心 特别是当对象是女人时 一句夸奖 能起的作用就更大了 回乡这么一说 何小乔立刻整张脸都亮起来 是吗 拽着裙脚转了两圈 何小乔喜滋滋的拿起镜子 又是各种翻来覆去的看 越看越满意 越看越觉得 嗯 江峰号的眼光不错 哎哟 好了 我的好姑娘 赶紧把面纱戴上吧 穆三婶从窗边转回来 好气又好笑地 抢过何小乔手里的镜子 把旁边桌面上摆着的面纱 递给她 饺子已经在外头等着了 我们还赶着去复习呢 遵命 亲爱的三婶 何小乔吐了吐舌头 乖乖地拿过面纱挂上 虽然极度好奇 穆三婶口中的复习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过根据之前的经验来看 这个嘴巴 被涂了强力胶水 还牢固的初级欧巴嫂 是绝对不会告诉她的 她还是省着点力气 自己去看个究竟吧 穿戴整齐妥当 一群六人鱼外下了楼 穆三婶走在最前面 回乡四人 把何小乔围在中间 虽然已经过了早饭时间 但客栈里仍有不少人在 大伙见何小乔戴着面纱 不明绝对的情况下 更觉得稀奇 何小乔还从没被 这么多人同时围观过 即便脸上戴着面纱 都让她觉得 整个人好像被扒光了一样 尴尬 现在她终于明白 动物园里的猴子被人围观 并指指点点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心情了 匆匆忙忙出了客栈 众人只见外头摆着一台 坠着金色流速的豪华轿子 除去抬轿的轿夫 轿子后头 居然还跟了一对身穿铠甲 神情很是严肃的守卫 命纱下的嘴角不自洁地抽抽了下 何小乔简直想抓狂 蒋风浩到底在搞什么拐 看了一眼 越聚越多的人群 实在不习惯被人围观的何小乔 又紧张又别扭 走着走着 一不小心就变成同手同脚 好在巧儿细心 走快两步上前扶了她一把 总算让她稍稍冷静了下来 感激地朝她向了想 由闭心领着 一头往轿子里扎进去 脚帘刚放下 何小乔立刻松了口气 二话不说 将脸上的面纱扯了下来 该死的江峰浩 故意让老娘要出丑是吧 等一下回去 看我怎么收拾你 纷纷不平地 把面纱丢到一旁 何小乔双眼冒火地 卢高两只袖子 握紧拳头往前挥了回 随后又痛苦地啊了声 脸盲收回手 嘴牙咧嘴地 揉着因为紧张 而变得僵硬发疼的肩膀 随着外套一身 红亮地起轿 何小乔连忙抓紧 旁边的帘子 稳住身形 一路摇摇晃晃 也不知走了多远 直到轿子停下 耳边似乎听到 有关门的声音 笔心在外头 小声地提醒了句 姑娘 我们到了 何小乔刚想伸出手去 没想到 有人比他更快地 掀起了轿帘 随后一只钢琴家才拥有的修长男性手掌 便伸到他的面前 一抬头 便对上江峰浩那张 让人如沐春风的英俊笑脸 何小乔 犹豫半傻 撇了撇嘴 终究不想落了他的面子 将手递到他掌心里 让他把自己带出轿子 何银光连寒舍 江峰浩嘴角还笑 一手扶着何小乔 滑稽地朝他 比划了个请的姿势 何小乔 瞧瞧四周 这才发现 他们已经在院子里了 近四周 正有几个扫地的小厮 在偷偷往这边看 何小乔友好的 朝他们点了点头 回过神来 立刻用只有两人 才能听到的声音 问江峰浩 从昨天到现在 你都跟我搭哑谜 现在可以告诉我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了吧 天机不可泄露 再等等 小小的打了个太极 江峰浩习惯性地 笑出一口白牙 待会儿你就知道了 何小乔咧咧嘴 皮笑绕不笑地 抽回自己的手 天这么热 牵手纯粹是长不自在 没发现手袖都冒汗了吗 江峰浩回头看他一眼 却也没有生气 目光盯着他 因不自在而战红的脸 笑得越发灿烂 走吧 先带你认识个人 走就走 何小乔哼了两声 目光嗓了一圈 才发现 木三婶和碧心四个人 都不知道去哪了 现在他们正站在一颗 看起来颇有些年龄 大约要两个人 才能环抱到大寿底下 有不知名的鸟儿 在茂密的树冠里 扑拉拉的飞来飞去 不时停下来 欢快地啾啾叫上两声 而就在他们不远的地方 一名头发半白 看起来很是威严的中年男子 正拄着拐杖 立在大厅门口 君明的双眼 沈氏一般 上上下下打亮他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直视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39集 未来王妃 何小乔本来瞧着那中年男子 一副大人物做派 还有点紧张 怕得罪了他 会小名不保 不过后来转念一想 他现在也就只有烂名一条 早死早超生 说不定还能回到现代 所以立刻整理了一下 面部表情 以极其犀利的眼神 不服输地瞪回去 那中年男子大概是没想到 何小乔会突然变脸 明显愣了下 但很快 却是出人意料地笑了 这位啊 是从小看着我长大的柳叔 江峰号把何小乔拉过去 一派正经地给他介绍 柳叔以前是我娘的亲信 现在是王府的总管 总管 何小乔盯着面前突然变得相当和蔼的中年男人 努力控制自己的眼光 不往他的下半身飘 王府总管跟大内总管 应该是不一样的吧 原来是柳总管 在脑子里搜索了半天 一句你好差点脱口而出 何小乔尴尬地笑了笑 临到嘴边赶紧改口 幸会 幸会 身属下人行列 却让江峰号这个王爷率先为他做介绍 看来这个柳总管 在江峰号的心中 地位可想而知 柳叔柳叔 江峰号应该是将他当成了真正的长辈来尊敬才对 你就是何姑娘吧 不用太过生疏了 虽然之前已经暗地里观察过何小乔 但现在正式见面 柳一刀显然对这个未来王妃更加满意 撇了旁边看好戏的江峰号一眼 柳一刀笑咪咪地说道 既然峰号这小子把你正式接回府里 那就证明他是 你跟他一样 叫我柳叔就好 反正以后都会是一家人的 用不着太客气 虽然总觉得好像有哪里怪怪的 不过眼眷两个男人都是一副 完全不把他当外人看的模样 何小乔想了想 最终决定从善如流 柳叔 好 好 很好 柳一刀伸手 捋了捋山羊虎 笑得双眼差点眯成条缝 就在这时候 不大不小的一声 却让现场整个气氛都僵住 何笑乔脸一红 脸毛捂住 整咕咕叫个不停的肚子 尴尬地抓着后脑勺解释 那个啥 我没吃早饭 江峰浩当场傻眼 柳一刀则是控制不住的 哈哈大笑 随后大约是见何小乔被笑得有点恼怒了 才连忙出来救场 都是封号这小子考虑不周 让何姑娘受累了 就是啊 何笑乔咧咧嘴 心有戒戒烟地点着头告状 这家伙 从昨天开始就一直神神秘秘的 也不知道搞什么鬼 问他又不肯说 今天一大早就把我寒醒 猪头还不给饭吃 怪不得从刚刚到现在 他总有种手脚发软的感觉 一开始 他还以为自己是紧张 没想到原来根本就是错过了早饭 饿饿的 想到这儿 何小乔窗息迹地看向柳一刀 柳叔 现在厨房还有吃的吗 没有也行 把厨房借我一下 我自己能煮 哪有让贵客自己下厨的道理 柳一刀笑呵呵地 看了满脸懊恼的江峰浩一眼 竟他似乎还没有从挫败中回过神 于是便轻了轻嗓子 朗声朝身后跟着的小厮吩咐 现在也差不多上午了 让厨房准备午饭吧 告诉大厨手脚快点 可别饿到了贵客 小厮点了点头 正要离开的时候 柳一刀又联盟补充了句 对了 让厨房先送一些高点过来 让何姑娘点点肚子 谢谢柳叔 何小乔感动得 竟直要给柳一刀跪下了 好人呐 相比于何小乔的激动 江峰浩则是满面愁容 他直接挂着 要把何小乔风风光光的 接回王府 却忘了 要让人先给他准备早饭 无怪乎 他刚刚 差点用眼神 把他给杀了 不过 好在这只是个小失误 以后 他有的是 大把时间来弥补 娘子 你先跟我来一下 伸手把 正要从压魂手中 接过高点的何小乔 一把拉了出去 江峰浩猝着眉头 默不吭声地 带着他往前院走 啊 我的千层高 何小乔被他拉着走 只好徒劳地伸长了胳膊 泪流满面地 看着那盘香喷喷的高点 离他越来越远 想叫你个拔了 不给饭吃也就算了 点个千层高都不给 江峰浩 你个活 嗯 何小乔原本憋了一肚子火 想找江峰浩算账 结果一回头 却是先吓了一大跳 差点没把舌头给咬了 只见两人正对面的台阶下 整个院子里 都密密麻麻 站满了人 猛眼看过去 黑压压的人头 就跟撒成堆 还会冻的黑芝麻一样 让人看了 就起鸡皮疙瘩 咽下好大一口口水 何小乔下意识的 就想往江峰浩的后面躲 喂 江峰浩 硕士干什么 站在高处 被这么多人同时盯着看 这种感觉就跟学生时代 被迫到讲台上演讲一样 都让人有种 菊花易锦的感觉 简而言之 就是四个字 压力山大 看着 江峰浩不让何小乔退缩 用力扯一把 把他又拉回去 强迫他跟自己站在同一位置 何小乔不清楚 他葫芦里卖的什么样 只好尴尬地站在原地 暗地里咬牙切齿 扯着他袖子低声威胁 江峰浩 你真是够了 别闹了 所有人 都给我竖起你们的耳朵 好好听着 江峰浩却不管他 反手将他的御手 牵在手里 气场全开 目光如炬地 将在场的人 全扫了一遍 随后 陈生宣布 从今天起 我身边这位何姑娘 就是你们未来的王妃 我的未婚妻 以后她说的话 就是我的命令 都听清楚了吗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直视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四十集 挂名王妃 此话一出 底下一杆 原本不明就里的下人 瞬间石化成雕像 一阵风吹过 落地的 除了树叶 还有鸡毛胆子 抹布 水桶 刮瓢 网块 扫把 剪刀 这简包 连佩刀都掉了 所有人都不幼儿童地张大了嘴巴 呆呆地看着何小乔 好像他就是从M71兴续来的烹火怪兽 当下吃惊地布置府里的下人 就连何小乔都是一脸呆滞的模样 呃 他什么时候答应嫁给这家伙了 未婚妻什么的 一定是他耳鸣听错了吧 我都没有答应 江峰昊也明手快捂住他的嘴 让他后面要说的话 只能被迫 囤回肚子里 何小乔愤愤不平地 去掰他的手 努力地想用眼神 在他胳膊上 蹬出两个窟窿来 江峰昊低头看他一眼 嘴角微微勾了下 一抬头 又是不怒而微的模样 以后记得好好伺候王妃 若是让本王知道 谁让王妃不高兴了 那么 江峰昊说着 梳得眯起双眼 阴森森地警告 记得趁早把脖子洗干净 本王可以免费赏赏他一刀 话说完 森冷目光往下一扫 一干人等全都晋升不语 连大气都不敢多喘一个 懂了吗 顶头上司都这样明晃晃地 撂下狠话威胁了 不要命的才敢说不懂 江峰昊话音刚落 底下竟有百十来人 立刻不约而同地 将目光锁定呆立的何小乔 不无崇拜地纷纷跪下 参见王妃 能让他们家从来不带女人回府 更不让女人太过沾边的王爷 这么高调地承认其身份 这位未来的王妃 必定是个手腕高超的能人 不得不服 何小乔下巴掉到地上 脑子一抽 差点反射性地来上一句 重心平身 多亏了江峰昊用手捂住他的嘴 让他暂时没办法开口 不然估计要掉脑袋的人 就得换成他了 很好啊 看来你们都很识时误 江峰昊昊然很满意这个效果 大手一挥又下了指示 那就这样 都散了吧 话说完 搂着一脸呆滞 不知该怎么反应的何小乔 甚为潇洒的一转身 慢悠悠地夺回大厅里去了 等远离了众人的视线 见周围再没半个下人 江峰昊立刻恢复二货本性 松开搂着何小乔肩膀的手 顶着两个深深的酒窝 讨好地看着他 男子 微妇刚才是不是表现得很威猛 有没有像上次你说的一样霸气 霸气侧楼了 几乎能看到他身后冒出一条欢快摆动的小尾巴 何小乔皮笑肉不笑的回应 当然有了 真的 假的 何小乔笑咪咪的脸书的一遍 咬牙切齿抓住他的脸子 往自己面前引拉 毫不留情地一记红牌甩过去 将他直接踢出场 想教你个拔了 你到底在玩什么把戏 王妃 王妃个屁呀 我什么时候答应过嫁给你 平民村姑 摇身一变成王妃 你逗我玩呢 现在还没有麻雀病凤凰这部电影好吗 或者 其中另有隐情 从刚才大飞周章让他打完化妆 再到高调巡游接回王府 这家伙如此刻意 莫非是想用他来当杀桃花 杀狂风浪蝶 外加组阁长辈赐婚的挡箭牌 哦 这个解释果然合理多了 娘子 冷静冷静 来 先深呼吸 江峰号依旧一副无赖痞子样 完全无适合小小暴怒的模样 和他以下犯上的行为 笑嘻嘻地伸手拍了拍他的脑袋 微夫之前不就已经说过要与神相许了吗 现在我们就只缺个婚礼而已 等微夫明天跟皇帝那小子说一声 然后我们再想个好日子成亲 慢着 慢着 已经开始觉得 恶然 为什么 因为你是王爷 因为你有钱有权又有事 已经完全冷静下来的何小乔 朝他咧嘴一笑 调戏似的 用右手拖着他下巴 把他的脸转来转去地看 莫了不忘补充一句 哦 差点忘了 还有这招让女人一看 就把持不住的俊脸 看着就不安全 这整个一个祸水啊 夏明 长得帅爷有错了 江峰号双手还胸 俯视直到他胸口的小女人 简直是剃笑皆非 娘子 你不觉得这些 全都是为父的优点吗 何小乔文言 倒是很认真地 拖着下巴思考了一会儿 然后才一本正经地回答 如果是当情人的话 确实很用 但是当丈夫嘛 完全不划算啊 不 不 不划算 江峰号当场 像是被雷劈了一样 整个人都呆滞了 嗯 娘子 什么叫做 不划算啊 她哪里不好了 明明就是 人人抢着要的高级货 这女人就人嫌弃的 因为你有钱 男人有钱就花心 一花心就喜欢 到外头鬼混不回家 因为你有权有貌 就算你不去花天酒店 也有各种各样的女人 送上来倒贴 何小乔学着她的模样 用手抱着胸口 头头是道地分析给她听 你看看 你这么受欢迎 若我真嫁给了你 那岂不是时时刻刻 到达醒十二分的精神 准备打苍蝇 赶蜜蜂 斩桃花 天天这样 我还不得累死啊 好像还挺有几分道理啊 被她这么一说 连江峰浩都觉得 自己有权有势 又长得帅 是种超级罪过了 那娘子 你到底要怎么样 才肯答应嫁给我 她不至于 连半点优点都没有吧 何小乔深深地 看了她一眼 再两手一摊 等你觉得 自己能够从一而终 和我白头偕老 不离不弃的时候再说吧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 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直视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四十一集 先来盖个章 摸摸哒 江峰浩 若有所思地看着何小乔 半天没在发意 原本和谐美好的气氛 突然变得有些僵硬 何小乔让她看得格外别扭 勉强扯了扯嘴角 一副 一副 我狠 无辜的模样 耸了耸肩 看嘛 我都说了 我的要求太高 这世上 很少有男人能够做到 说着 又点起脚尖 豪爽地拍拍她的胳膊 开解呢 忘了我刚才说的 咱俩还是好哥们 你继续跟我吃住 而我呢 就负责在你找到真爱之前 好好地跟你当等劲牌 你觉得怎么样 江峰浩不至可否地挑挑眉 没有开口 好吧 果然是我想太多了 得不到回应的何小乔 只好错外地垂下肩来 沮丧地转过身 慢吞吞地往外挪 那就这样吧 我知道你现在肯定想掐死我 也不用你赶我了 我现在就自己离开 可惜了王府厨房里的 那些美味佳肴 想来他是无缘与其相见了 还是先想想 等下该拿什么填饱肚子吧 何小乔摸了摸别别的肚子 一边努力在脑子里回想 江城里有什么好吃的 嗯 娘娘庙附近卖的粽子 倒是很好吃 可惜太贵 结合的素包子倒是便宜 个儿又大 可惜没有拌点肉味 太不给力 啊 有了 东大街那个王嫂子的馄饨面 好吃又大碗 再加上鲜甜的汤水 嗯 应该够他支撑一段时间 哦 说不定他还能在那儿找份工作 别的不好说 但厨艺这点 他还是很自傲的 眼见何小乔居然就这么毫不留恋的越走越远 才刚整理完思绪的江峰号简直哭笑不得 脸盲上前两步将他拉了回去 哎 娘子 你这是干什么 谁说要赶你走了 何小乔慢吞吞地回转身看他 想了想 问道 那你的意思 还让我当挡箭牌 不赶我走了 江峰号备敢无奈 哎 我不需要你来当挡箭牌 哦 何小乔扭头就走 江峰号连忙再次把他拉回去 哎 等等 你先听我说完啊 你说吧 我听着 大概是第一次向异性说这种话 江峰号略有点小紧张 清了好一会儿嗓子才开口 那个 未来的事情 本王不敢保证 毕竟本王从没 飞快地丑了何小乔一眼 江峰号似乎有点尴尬 想说什么又连忙改口 我是说 你能给我一个机会 让我试一试吗 试一试 这是在邀请他来场婚前恋爱吗 何小乔盯着江峰号看 惊奇地发现 他虽然在故作镇顶 但脸已经不受控制的红起来 当一个长相英俊 身材又一级棒的男人 对着你脸红的时候 身为一个准字号色女 这时候要是不出手 那就太丢人了 初遇想调戏一下他的心态 何小乔使劲憋着笑 很是霸气地朝他勾勾手指 过来 江峰号不明就里 不过还是屁颠屁颠地低下头 朝他的方向靠了过去 小心翼翼地唤了声 娘子 趁着江峰号还没反应过来 何小乔已经伸出两只狼爪子 点起脚尖一把将他的脸捧住 然后大大方方地凑上去 蜻蜓点水似的 在他性感的菱形薄唇上 清了一下 软软暖暖的像果冻一样 还带着淡淡的酒香 嗯 感觉不错 何小乔偷偷地在心里暗爽了吧 然后淡定地放开 才被他吃了豆腐 一股实话僵硬的男人 一副大老爷们做派的 拍拍他的肩膀安慰他 不用害羞 正是先给你盖个章 以后就允许你跟着爷混了 既然娘子都这么做了 那为夫也得先给娘子盖个章才对啊 总算反应过来的江峰浩脸上写满笑意 姐妹一条 秉着不服输的念头 将手搭在何小乔的腰上 迫使他不得不贴近自己怀里 性感的薄唇微微高起 江峰浩低下头 满意地看着紧迫不安的何小乔 墨色毛子里充满了诱惑的意外 声音更是低沉雌性的 让人从脚底一路酥麻到头顶 娘子 突如其来的咳嗽声 让暧昧中的一对男女瞬间清醒过来 江峰浩还好 何小乔却像是偷情被抓包一样 紧张地就要把江峰浩推开 结果往后退的时候 一个不小心踩到裙脚 整个人立刻失去平衡 往后倒下去 小心 江峰浩也明手快把他捞了回去 趁机将右臂牢牢地圈在他的小蛮腰上 偷偷吃点小豆腐 我什么都没看到 你们继续 继续啊 巴结自己似乎打扰了别人的好事 罪魁祸手柳一刀 主着拐杖站在月洞门外 却两人朝他看过来 脸毛用手挡着半张脸 假装自己是瞎子 柳叔 后背贴着江峰浩的胸口 鼻端都是他独特的气息 正偷不开他怀抱的何小乔 各种面红耳赤 卷着恨不得挖个地洞 把自己埋起来 虽然他有胆子调戏江峰浩 但那也只是在两人独处的时候 现在突然冒出来个长辈 这种感觉 怎么看怎么别扭好吗 江峰浩倒是相当的气定神弦 每人再抱 他现在心情好得很 虽然刚刚准备 一清方泽的时候被打断 柳叔 你可真会挑时候出现 是我的错 柳一刀笑眯眯的捋了下胡子 顺着江峰浩的话说下去 转头一见何小乔脸红得能低血 怕是很尴尬了 连忙改考把话题拉开 厨房那边已经准备好饭菜了 何姑娘 我是说王妃肯定饿坏了 先过去用膳吧 江峰浩这才醒悟过来 他家亲戚娘子还饿着呢 依依不舍地松开拦着何小乔腰支的手臂 江峰浩笑得格外灿烂 走 娘子 咱们吃饭去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直视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四十二集 童子鸡 何小乔一直觉得 有钱人家的宴席 都是很高端很精致的 事实上 王府里的大厨 也的确没让他失望 就是江峰浩的表现 有点不大对劲 在他猛吞口水 忙着把菜 往自己玩里加的时候 江峰浩却是微微皱着眉 只举了几下筷子 就不动了 嗯 这不科学 在彩虹村住的那半个多月 就算是粗茶淡饭 他都能胃口大开 差点一餐 吞下一头牛 怎么现在回了府里 对着人家大厨精心制作 卖一项好看 又色香味俱全的美食 却反而吃不下了 难道是他吃相太恐怖 让他没了食欲 何小乔收回筷子 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脸 怀疑自己是不是 真的吃相有问题 因为饭是摆在大厅里 空间够大 丫鬟小丝们都站得比较远 何小乔四下看了看 压低了声音 问对面的江峰号 这菜不合你胃口吗 明明都很好吃啊 特别是那道甜樱桃酿肉 嗯 口感爽滑又甜而不腻 好吃的让人恨不得 连舌头都一块吞了 江峰号摇了摇头 把不远处的白酌虾 端到自己面前 云淡风轻地解释 不是不合胃口 只是没胃口罢了 听了他的话 何小乔的心情 立刻由纳闷 升级到郁闷 难道真的是因为他的问题 挥手示意正要上来帮忙的丫鬟 江峰号看了眼正在纠结的 用手使劲抹着脸颊 嘴角的何小乔 拿起一尾熟虾顺手包了起来 抽空问了句 在想什么 他的手指修长漂亮 包起虾壳也是赏心悦目 不过三两下 一只虾肉就被完整地 剃到何小乔的碗里 周围一根奴魄眼睛 都快瞪突了 他们家对别人的事物 从不太关心 好成废材 能懒就懒的王爷 自打出了一趟大远门 回来就开始不正常了 大手笔的命人 把种满名贵花草的花园 盖成乡下农田 这也就算了 威学让未来王妃不高兴的 就要砍人脑袋 也算了 现在 居然还亲自动手 给王妃包虾壳 阿弥陀佛 一定是他们看错了 一定是眼睛瞎了 不然就是未来王妃魅力太大 直接秒杀了王爷 束手一挥 直接把浪子改造成了 居家好男人 看不出来你还挺会包虾壳的 何小乔真诚地赞了一句 随即夹起虾肉 在旁边的酱汁里沾了下 毫不犹豫地送进嘴里 于是江峰号包虾壳 何小乔负责吃虾肉 两人合作无间 搭配得宜 很快就将一整盘 据说来之不易的白轴虾 给消灭光了 在转战其他家妖的时候 何小乔趁机向江峰号请教了一个在他看来非常严重 关乎他以后生命安全的问题 虽说我们现在才刚开始恋爱试用期 但有个问题 我觉得有必要事先问清楚 何小乔放下筷子 很严肃地看着一脸雾沙沙的江峰号 我想问一下 这府里跟你有一对 嗯 我是说这府里跟你有关系的女人到底有多少 小妾跟陪方丫鬟 或者其他的比如 炮友 床扮什么的 麻烦都先跟我说一下 女人的嫉妒心可是很可怕的 她可不想莫名其妙地就横尸街头 或者横尸王府的某个角落 有些人还是得先防止为妙 当洗净双手 正拿着手绢擦干的江峰号 维言顿了下 壮丝认真地想了想 但说出口的话 却让何小乔差点吐血 嗯 娘子 何为恋爱试用期啊 什么是友谊的 还有 小妾跟陪方丫鬟 为父也懂 但炮友是什么 就是你说的床扮吗 面对江峰号的不齿瞎问 何小乔深吸口气 开始面无表情地进行扫网科普 恋爱试用期就是我们现在这种关系 具体什么表现不要稀问 大概就是合作剧不合则分 有一腿是指有个感情 或者肉体纠结关系 炮友也属于这种 不过炮友大多指有肉体关系 而没有感情就个 嗯 差不多就这样 话说完 何小乔策领邪力旁边的江峰号 目光极其挑剔地将他上下打亮一遍 不带私人感情地补了一句猜测 就你这长相错拍啊 估计早就泡友满天下了吧 刚入口的好酒 毫无保留的全数贡献给满桌的精美佳肴 江峰号呛咳了声 差点整个人撞到桌面上去 何小乔遗憾地看着被雨露惊沾的饭菜 默默地摸了摸已经有点突起的胃 哦 幸好他刚才已经吃饱了 娘子 为父是无辜的 结果押换递过来的手帕 江峰号胡乱擦了擦手上衣服上的水渍 坚决捍卫自己的清白 虽然年少轻狂的时候 他还真有过红粉知己变天下的梦想 不过哪都一过去 过去了 没有就没有 干嘛那么激动 何小乔慢调思理地把刚才明强抢救到手的碗块放回桌面 忽然又想到什么似的看向江峰号 眯着眼睛凑瞎问了一句 难不成你还是传书中的童子鸡 童子鸡嘛 顾名思义 除了是道名菜之外 当然还有别的热门含义 嗯 彼此都是成年人 你懂的 江峰号瞬间噎着 一张军脸更是尴尬的不知往哪摆 何小乔这问题问的也太犀利了 以至于她必须表示压力山大 暂时回答不能 第一次遇到如此特殊的姑娘 拥有不同于其他女人的思想 抱负也就算了 颜色做派居然还如此豪放 连她这个地道的纯爷们都差点赶不上 真不知道她到底从哪儿学来的这些东西 童子鸡 娘子 有衣腿和炮友都是以前的事 咱就不提了 威夫现在可是绝对的居家好男人 全部红粉知己 也就只有你这么一个未过门的媳妇 思考良解 江峰号决定迅速转移话题 从尴尬中学会自救 顺便向何小乔来个坦白从宽 另外府里除了三婶和其他几个婆子 丫鬟也就十来个 其他都是男的 也就是说不存在争宠的问题 完全不用担心 何小乔眼神复杂凝视她好久 你的意思是说 女人不是问题 以后可以随便搞鸡 娘子 何为搞鸡 江峰号跟鸭子听雷一样 完全不懂 何小乔这一串串往外冒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意思 啊 没什么 你听错了 作为未来老公重点培养对象 何小乔觉得搞鸡这种深层面的知识 还是暂时先别跟江峰号普及的好 免得哪天他一个想不开 就 好吧 从他的表情就能看出 这绝对不是一个什么好词 江峰号摸着下巴思考了下 最后决定改问别的 那么请问娘子 为什么炮友要叫做炮友啊 炮又是什么东西啊 哈 请去问十万个为什么吧 我谢谢你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哼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直视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四十三集 黄书不及 黄上级 解决完了生理需求 江峰号闲着没事便提议 带何小乔去熟悉下整个王府 何小乔扶着小都男虚然点头 嗯 吃成了最好去消消食 饭后散步是个不错的选择 撇开王府里这对不像情侣的情侣 带着一大堆糕点零食自去闲逛园子不爽 在同一时间 英国当朝皇帝 也在他自己的御书房里喝着下午茶 便批奏折 便听八卦 这么说 十七叔确实已经回来了 而且还高调地从外边 接了个姑娘回去 回皇上 确实如此啊 听说今儿早上整条街的人都看见了 王爷从客栈里接回去了 确实是个姑娘 不过蒙着脸 相貌看不清楚 有这一张淘气圆脸的鱼公公 小心翼翼地给放在桌面上的九龙文茶盏添上茶水 一边将自己听来的消息和顶头上司分享 转案后她的明黄身影放下朱砂笔 端起茶盏 解开盖子 慢吞吞地吹了吹 轻吹了一口之后 才问道 查到那姑娘什么身份了吗 奴才已经问过冷户位了 这事儿少不得还得再等等 于公公把吊在岸上的朱砂笔摆好 想了想又挡 目前只知道那姑娘是王爷特地从别处带回来的 昨儿晚上才刻意安排住到客栈里 就是为了今天能把人风风光光地接回王府去 这么说来 十七叔应该是真心想定下来了 转案后头的人声音里满是欣慰 似乎对这件事很是看好 于公公想了想 原脸上献出几分犹豫 呃 你奴才看 这事儿还真说不准 好 明黄身影语调微微上扬 不无好奇地问道 说说看 怎么个不准法 难道 你认为十七叔是在故弄玄虚 具体情况奴才也不好说 不过听说前阵子太后又把王爷喊到宫中 和几位大臣的千金笑叙了一番 于公公说到这里就停下 至于后面的话 相信跟太后有着同样心思的顶头上司 不会不懂 你是说 明黄身影单手捧着茶中 似是沉印了好一会儿 十七叔如此高调把那位姑娘接回府里 很有可能只是为了应付母后的死婚 而刻意做出来的 皇上圣明 于公公趁机拍了个马屁 一句话就把自己从陷害某王爷这件事里 赶紧利落地摘了出来 上面的话可全是皇帝自己猜测的 跟他这个小小的大内总管可没半分关系哦 不行 这乃到十七叔那里去看个明白 明黄身影说着 浮风火火地站起身就要往外走 镜中职守的于公公看了眼桌案上 对得跟小山一般高的奏折 在巡礼替主子颠横了一下 到底是国事还是八卦比较重要号 联盟提醒了句 皇上 您还有很多折子没披呢 这一时候过去不好吧 一阵见血 明黄身影闻言 整个人就好像蔫了一样 颓然挡回椅子上 无奈地抱头叹息 嗨 奏折奏折又是奏折 这群大产就是屁事多 现在风调雨涮 哪来那么多问题要处理 奏折里写的都是几篓筐的废话 频频他跟昏卷二字粘不上边 还不能不看了 有这么多奏折压着 他只能天天泡在运输房里头疼 想出去看看美丽姑娘 洋洋眼都不行 甚至连个十七处的大八卦 都给错过了 真是 真是岂有此理 见主子心情低落 于公公连忙用眼神 是一旁边的小太监 上前替他捏捏肩膀 按摩减压 自己则是硬甩浮沉 禁止地劝慰的 皇上 奴才说句大不敬的话 其实您就是现在过去 王爷他 也未必就肯让您见到那姑娘 那不如等上两天 让冷户未查清楚了 到时候再 你说的对 挥手打断于公公的话 明皇身影长长地虚了口气 错白当 依照十七处那古怪别扭的性子 朕就算亲自过去又能怎样 还不是照样执别 如果他真要喜欢人家姑娘 早就来找我赐婚了 反之 若是他有意要隐瞒这件事 隐瞒那个姑娘的身份 就算他堂堂一国之君过去 都未必能得偿所愿 见到人 就算见到了人 也未必不是糊弄人的稀背货 还不如不去的好 丢脸不说还给自己找郁闷 皇上 奴才倒是有个主意 或许能提前知晓 那姑娘什么来历 您不妨先听听看 于公公不忍看主子 愁眉苦脸的模样 稍稍想了下便道 说 装案后的人捏捏鼻梁 显得很疲惫 对于公公的提议 似乎不太感兴趣 回退左右 于公公显得信心满满 弯腰低声 将自己的计划 向诸案后的一国之君 缓缓到来 皇上 不放心 如此这般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直视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四十四集 以后住这 虽说早就知道 王毅住的地方肯定不会太小 但实际亲生体会了一把后 和小乔就两个字 腿酸 一开始是觉得天气真好 鸟语花香 雕兰画洞 风景宜人 接着是感觉 天气有点热 腿有点酸 不知道路在何方 再然后 就变成了深深的绝望 啊 邓奶奶个熊的 走了半天都没个头 四周都是一尘不变的高墙假山 郁郁葱葱的花草树木 更是看得人眼花 若不是有江峰号带着 他这会儿一准直觉找块草地 躺下装死了 怪不得大部分古代刺客 到高门大院里行刺 都会第一时间被发现 然后各种出生未竭 身心死 原来 全都是因为房子结构太复杂 没带GPS找不到路 所以说 有钱人住的地方 真心只能当旅游景点 闲着没事看看 真要住进去 光认怒就够让你吐血的 从之前种满蔬菜的花园经过的时候 江峰号见何小乔脸上挂着疲倦 很是体贴地提议到胡心亭休息一下 何小乔自然没有任何意义 如果可以 他甚至想在凉亭里打个地铺 直接躺平 当时正是新阳西下的时候 家家户户屋顶上都已经开始冒起了吹烟 江峰号干脆就让人把晚饭摆在了凉亭里 丫护们将饭菜送上来的时候 何小乔才知道 原来厨房就在他们所在的地方不远处 怪不得江峰号要选择这里种菜 完全符合方便快捷的理念 大概是考虑到晚上吃多了不好消化 晚饭都是些颇为清淡的菜肴 何小乔最爱其中的腌肉炖笋汤 味道很是鲜美 江峰号看起来依旧是没什么胃口的样子 只是悠闲的喝着酒却不动快 寒笑看着何小乔比手画脚的跟他讲解 那道菜比较好吃 那道菜又应该加些什么佐料才更合口味 一顿饭吃吧 天已经黑透 何小乔打着宝格正想起来走动走动 江峰号却突然把他拉住 脸上是少有的严肃 娘子 我送你回房吧 回房 何小乔抬头看着满天的星子 没有多加思考的便点头同意了 好啊 这天气 就算光坐着不动也能热出一身大汗 更何况他们刚才走了那么长时间的路 回房正好能洗个澡凉快下 不等江峰号开口 何小乔已经自动自发的走到上次见过的那座假山前 转过身 眼巴巴的看着江峰号 等着他过去开启密道 好方便回随意园 不是这里 江峰号对何小乔的好气性真是哭笑不得 事业府里的家人在前头掌灯 自己把何小乔拉了回去 沿着另外一条路往前走 跟我来 何小乔一头雾水的跟在他身后 不回随意园了 他的东西还放在那边呢 不回 江峰号回头瞧他一眼 将他的手更握紧了些 以后啊 我们都住在这里 哦 看来以后得天天迷路了 他是不是该考虑先找江峰号要份房子的地图随身携带 不过若是你想也可以回到那边小住几天 小住几天 说的跟要出远门一样 事实上随意园也就在隔壁 翻个墙的功夫就到了 说话之后两人都没再开口 两名小书在前面带路 走了大约十来分钟 绕过一处玉洞门后 便来到一个精致的院落 因为是晚上 院子里早就挂上了灯笼 屋子里也有隐隐的灯光透出来 何小乔能看到院子中间一整套的石桌石屹 角落里几层翠竹正随风摇曳 只夜间碰撞发出熟悉的沙沙声 院子虽然不是很大 但盛在清幽雅致 何小乔几乎是一眼就喜欢上了这里 回退左右 江峰号朝何小乔比了个请的姿势 示意他到屋里再仔细瞧一瞧 何小乔早就越遇越势 等江峰号一点头 确认了这里就是自己以后落脚的地方 立刻欢呼一声 提起裙脚就朝屋里冲了进去 结果大概是因为走得急 来不及注意前方 等何小乔看到前方有人影的时候 已经杀不住车了 一声短促的尖叫号 两人猛地撞成一团 索性江峰号也明手快 仅是扯住何小乔的衣服 这才让他免了炼朝地铺盖的冲冲 只不过从屋里出来的人就没那么幸运了 天降横祸 他现在还躺在地上爬不起来呢 彩莲 忙不停上前将人扶去了 何小乔不无惊讶地问了句 你怎么会在这儿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直视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四十五集 鸡丝面 彩莲从地上爬去了 顾得被摔疼的屁股 高兴地抓着何小乔的手 说道 少夫人 你终于来了 少爷说 让我继续过来伺候你 奴婢之前还以为是做梦呢 哦 何小乔扭过头 询问地看向 嫌疑在门边的江峰号 后者耸耸间 吵他惨了一笑 算是默认了 于是何小乔 也默默地吵他竖起一根大拇指 咕噪 彩莲犹在兴奋 少夫人 现在是不是就要准备热水了 是王妃 江峰号纠正 何小乔刚想说无所谓 彩莲却已经反应过来 很是机灵地改了口 哦 是 王妃 现在要准备热水泡澡吗 何小乔张了张嘴 最后只能默默点头 就某方面来说 彩莲确实是个尽职好用的丫鬟 起码 他从来没有忘记 他这个不算主子的主子 有睡前泡澡的习惯 面子 彩莲刚一离开 尖左右没人 江峰号立马换了副表情 可是可怜兮兮的看着何小乔 微夫饿了 何小乔嘴角抽了抽 你不是没胃口吗 现在有了 江峰号咧着嘴 装作无辜耍赖 趁机要求点餐 缘子 微夫想吃鸡丝面 何小乔用眼不白的地方 给他瞄了好几眼 我不认识洛 而且厨房不一定有材料 厨房里什么东西都有 见他答应 江峰号整张脸立刻亮了起来 凤眼里满是兴奋 走 我带你去瞧瞧 所谓的厨房 其实就在何小乔住的院落里 不过几步路远的地方 江峰号走在前面 一把江门推开 再掏出火折子 点亮了里面的油灯 整间屋子立刻亮了起来 宽敞整洁 这是何小乔的第一印象 抛刃器具齐全 东西也摆放得有条不紊 除去占地较大的水缸 墙角还有个箱子大小的方形容器 江峰号将盖在上面的 干净稻草掀掉 盖子刚打开 立刻有一阵凉意扑灭而来 何小乔低头一看 果然在容器里发现了好些的碎冰块 冰块里似乎还买有东西 这是冰箱 似乎没有发现何小乔诧异的神情 江峰号把油灯放下 屋子从冰块堆里扒拉出来 一只已经退毛 去了内脏的光机 线宝一样在他面前晃了晃 我说了 什么东西都有 是是是 你最厉害 何小乔翻了个白眼 一把江还未完全动硬的整机抢过来 利落的洗了砧板跟菜刀 选了必要的鸡蛋 胡萝卜 细葱 还有素油等材料 又找了桃盘开始豁面 江峰号一边在旁边看他忙活 偶尔过去帮忙打下手 这样的情形 就跟当初他们在主屋里生活一样 简单又轻松 似乎还带有那么点 让人难以名状的愉悦感 彩莲本来已经让王府里的小厮 帮忙准备好了热水 正要过来通知何小乔的时候 眼尖的江峰号 却先把他拦一下 挥退了 而这一切 正在忙着切切炒炒的何小乔 并没有发现 忙碌了好一会儿 将炒熟肉味的鸡丝 铺在面条上 加上高汤和葱花 一碗热腾腾的鸡丝面 便出炉了 趁江峰号大快朵頤的时候 何小乔就在旁边看着他吃 一边将自己的疑问说了出来 我不是太懂 你到底是喜欢吃我做的饭菜呢 还是原来就对府里的大厨有意见 当然是喜欢娘子你做的饭菜了 江峰号抽空回了局 将最后一口糖喝掉 这才心满意足地放下碗筷 我对大厨并没有意见 只是纯粹不喜欢 那些做的精致花俏 没有感觉的东西罢了 你不喜欢 可是有好多人去都巴望不来呢 何小乔习惯良好的 把碗筷收拾好 拿到一边用热水冲洗 一边扭头好奇地问道 对了 你说饭菜没有感觉 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啊 考到我了 江峰号两手一摊为难道 其实也就那么一种感觉 要我说还真是形容不出来 大概就是喜欢 或者高兴一类的吧 说了等于没说嘛 其实我母妃的厨艺也很好 不过她不喜欢到厨房里去 总是嫌弃那地方太油腻 大概是想到了以往的日子 江峰号眼里满是缅怀 偶尔心情好的时候 母妃也会下厨 那时候我最高兴 因为母妃做的东西 比宫里任何御厨做的都好吃 特别是那道翡翠鲜汤 连我父皇都念念不忘 翡翠鲜汤啊 何小小让她说得无比向往 眼里跟着暴闪出星星 哇 真想试试看是什么味道 对从没吃过的美食 她从来保持高度好奇心 娘子要是想吃啊 材料和大概做法 我倒是可以告诉你 但若是想试一试 我母妃亲手做的这道菜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江峰号哈哈笑着 很是自然地走上前 结果她洗好的碗筷放好 为什么 难道她家母妃请客吃饭还挑人 江峰号耸耸肩 两手一摊 不无遗憾地做了个简短的注解 简单来说 就是你的婆婆 我的母妃 早好几年前 就跟着我父皇 一起转世轮回去了 所以 当然不可能 除非她有上天入地的本事 能在阎王爷那儿 找到她家已故的亲娘 何小乔沉默 两久后 抬手拍拍她的胳膊 语调沉重地安慰了句 节哀顺变 都是几年前的事 早过去了 江峰号哈哈一笑 伸手去揉何小乔的脑袋 时候不早了 再点休息吧 何小乔白他一眼 如果不是他说肚子饿药吃面 他至于现在还待在厨房里吗 将记在腰上的围裙解下 何小乔突然想起一件事了 对了 彩莲呢 跑哪儿去了 怎么那么长时间没看到人 王妃 我在这儿呢 一只手在门外的彩莲 听到自己被点名 连忙蹦了出来 以为江峰号还想与何小乔暧昧独处 为了表示自己知道非礼物事 他还很有礼貌地用手把两只眼睛都挡住了 何小乔简直哭笑不得 哼 这丫头 就算想歪 也不用表现得如此明显吧 上前两步把他的手拉下来 何小乔问他 你刚才跑哪儿去了 热水呢 彩莲看了看何小乔 在乔乔站在他旁边 一脸高深莫测的江峰号 很认真地问了句 王爷 现在我可以告诉王妃 热水已经变凉很久了吗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直视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四十六集 救灾还是军事啊 红日出生 宏伟的燕国皇城 沐浴在橘色阳光下 喝着早朝红亮幽远的钟声 显得庄严而肃木 金鸾大殿中 摸黑起草的文武百官 刚行完柜里 手持扶纯的殿前官 已经拉长了嗓子 开始宣读皇帝的旨意 有本起奏 无本退朝 殿前官的花音刚落 位于左边队列最前方 一身耀眼朝服的上官允 便往前站了一步 臣 有事禀奏 头戴双龙金关的年轻皇帝 似乎顿了下 被掩在株连后的模样 看不真切 声音倒是颇为清晰明朗 海青请讲 启禀皇上 上官允高举手中御护 臣声道 冀州辉州两地 常年有水匪为患 沿海百姓 多饱受流离失所之苦 故臣恳请皇上立刻下令 不款就万民于水火 并允许加强当地海防 以其尽快剿灭水匪 还百姓一个安居乐业 好 龙椅上的年轻君王 沉引了下 目光在下方的文物百官里 来回巡视一圈 立刻又有好几个人 不用而捅地站了出来 取习下跪并齐声高呼 臣等恳请皇上下令 不款救灾 剿灭水匪 既然如此 那就如海青所言 先拨款 王长 皇帝的话还没说完 鞋地里吐得插进来一把 中气十足的声音 臣也有本参奏 襄阳皇叔请讲 年轻君主似乎早就料到 会有此种情况的发生 脸上非但没有被冒然打断的不悦 本刀隐隐带了些笑意 皇上 臣以为上官大人小题大做了 一直站在右排最前方位置 和上官允同样并列第一的襄阳王 方面大耳赤红脸堂 所以年过六十 却依旧生如红中 神采奕奕 未见半点老弱模样 转头看一眼脸眉不语的上官允 向阳王上前两步 刻意对着他说道 上官大人 所谓的江南水匪 只是小打小闹的市井小民 回城气候并不足为惧 相信再过一段时间 当地驻兵就能将其完美解决 拨款这等大事 自然是好钢要用在刀刃上 王爷说得对 好钢自然是要用到刀刃上 上官允微微抬了抬眼皮 冷静地反驳回去 但下官想请教王爷 我以民为重 不知王爷觉得这句话如何 上官大人只是了解本王啊 向阳王挑了挑长眉 并没有被上官允击挡 只是碾须笑了笑 若非国以民为重 本王爷不会说 上官大人你小题大做了 好 年轻君王似乎让两人的对话 引起了兴趣 不等上官允回应 便抢过话题 不知襄阳皇叔何出此言 回禀皇上 襄阳王脸了笑容 恭敬地朝当今天子 行了个礼 才道 臣以为 获款援助沿海剿匪的事 可暂时缓一缓 如今正当国库空虚 若将银钱都用于 未成气候的海防 那镇守边关的将士 又当如何 今相已有两计为发放 再拖延下去啊 臣恐中将士 话说到这里便停住了 向阳王聪明地留了个话位 未将事情说绝 但话里话外 却都是同一个意思 总结起来就是 亲爱的侄子 敬爱的老板 工资是不能拖的 别的都是小事 暂时放一边 工资该发的 赶紧给人家发回去 免得官兵民反 人家一怒起来 把你龙椅给掀了 到时候你哭都没地儿哭去 而且 若是有人造反 战时一起 遭殃的还是黎民百姓 这也是为什么 他会觉得上官与小题 大做的原因 两个州的百姓遭殃 跟全国的百姓一起遭殃 数情数重 总分得轻吧 这 被襄阳王这么一提醒 龙羽上的那位 才想起 确实有这么一回事 稍一琢磨 脸色立刻就变得 有点不大好看了 现在他这个皇帝手下 将士少说也有百十来万 两个季度的响应叠加起来 特么都能绕皇城一圈了 若是国库充足也就算了 他还能不当回事 偏偏先皇家位的时候 两河流域水患平板 天天救难震灾 早就掏空了国库 好不容易水患稍稍平定了吧 先皇又因为过度劳赖 驾鹤归西了 而他这个先上任的皇帝 为了博格好名声 赚个体秀万民的形象 自然也得跟随祖宗的脚步 大笔一挥 给百姓来了个 免税恩年的好福利 故而到现在 国库里的银子 都没能收回来不说 连带能兴国安邦的军饷 也发不出了 真是让人忧伤的窘迫呀 皇上 臣以为军饷要发 不还赈灾也不能还 身为朝中人 极少有人会不知道 想量对军事安防的重要性 上官宇自然也清楚 其中的规则和门当 但即使看出了皇帝的为难 他就不想为这件事让步 稍想了下 便提出个折中的法子 如今臣有一计 不知皇上是否才能 危机时刻 有人帮你出主意脱困 不听那才真叫一个傻子 有鉴于此 年轻的皇帝几乎反射性地脱口而出 海星有何高招 速速到来 回皇上 上官宇脸上 依旧是那副大漠神情 冷静地分析道 先前两河流域决地多次 致灾民无数 百姓流利失所 实乃多事之旧 户部紧急调派阴亮 筹集粮食振起灾民 这才导致国库空虚 但军想派发 亦迫在眉睫 依臣之间 皇上或可降旨 将军想暂且换成粮食 等国库充盈之后 再行百姻派发之策 说到这里 上官宇顿了下 又补充了句 军中不乏两河人士 想必一定能够了解先皇 及皇上的爱民之心 湘燕王对此嗤之以鼻 哼 既是如此 那同理可见 原住沿海灾民 自然也能先用粮食顶上 不见的就一定要用白银吧 上官大人 你说呢 微臣只是提出过建议而已 至于结果如何 还得皇上定夺 上官允轻巧地打了个太极 不仅不慢 将问题推给庙堂上的最高决策者 脸上却是隐隐待了笑意 让原本就完美的五官更加出彩 硬称得整个人越发温文尔雅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直视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四十七集 搜主意 襄阳皇叔与爱情所言 都不无道理 被点雷鸣的年轻皇帝略微沉吟了下 想了想 随即将目光投向襄阳王身后 看着那壮死百无聊赖 打着喝去的人 眼角抽了抽 却还是屈带地问了句 常宁皇叔 你觉得呢 没有回应 打完后期的某王爷 继续百无聊赖地 把玩起自己的袖子 似乎里头装了什么有趣的东西一样 分来覆去 看得不亦乐乎 四周的文武百官 都不与儿童地屏住了气息 捏冷汗 动着看好戏 都在想着 不知道什么时候 上头那位会突然大发雷霆 然后一道圣旨 将常年王爷 打成庶民 流落街头 可惜出乎众人意料之外 他们的顶头上司 那位新上任的皇帝 似乎对常宁王分外容忍 即使见他仪表不整 行为不公 却也没有半点怒意 只是稍稍拉高嗓门 又喊了句 常宁皇叔 嗯 一直都在神游太虚的江峰号 冷不丁被点了名 刚抬起头 就见坐在龙椅上的自家侄子 以及左右两边的兄弟同僚 都在用一副 你这是在找死的 怜悯表情看着他 不由挑了挑眉头 懒洋洋地回了句 皇上 你刚才问臣什么来着 大逆不道 藐视天威 作死啊 这是一众大臣内心里 最直白的反应 就连龙椅上的九五至尊 都让这个不按常理出牌的皇叔 给神神打败了 不得不剪短地 将上官云 以及襄阳王的提议 都给他重新说了一遍 说来说去不都是一件事吗 江峰号伸手 张了着下巴 依旧一副无精打采的模样 半眯着眼 看起来似乎相当无聊 君饷要发 缴匪的银子要出 百姓的性命自然也要顾 国库空虚并不是问题 我大言富商巨股多的是 皇上你一道圣旨下去 还怕有钱的不肯出钱 能凑得了发君饷和缴匪的银子 自然最好 凑不到的话 就按上官大人的方法 先将军饷折算成粮食 再许诺 等国库充盈之后 再以高价回收 剩下的银子 便可以先拨出一半 救治灾民 剿灭水匪 这样不就行了 嗨 真不知道有什么好挣的 全都是吃饱了撑的 没事干 香阳王沉默 上官员也沉默 群臣都跟着沉默了 倒是龙椅上的皇帝双眼一亮 硬生生忍住机长的冲动 咳嗽了两声才控制住情绪 朗声道 熟死甚好 熟死甚好 来人 笔墨伺好 瞒着 襄阳王终于看不下去了 皇上 你确定 真的要下圣旨 皇帝顿了下 有何不可 上官员默默地上前 借过襄阳王的棒子 给菜鸟皇帝科普 皇上 您登基那天 财奔令大赦天下米水三年 现在若是下旨 要求扶上去股捐钱 恐怕不妥 而且 很是不妥 那些有钱人 又不是脑子有问题 能让你三言两语 就心甘情愿地掏出大把银子做膳事 别说还是给皇帝撑面子用的 他们自己说不定 连个脸都没得拢 这样吃力不讨好的事 谁愿意干 爱卿所言极是 皇帝一正 竟然开始各种擦汗 阿弥陀佛 谢谢坏了自个儿 勤政爱民的好形象 诸位爱卿 有何见解 现在圣旨是绝对不能发出去了 那筹钱的事要怎么办呢 这还不容易 找个人代表朝廷 去跟那些人周选 就说是做善事 募坚留名 不就成了 江峰浩战美战相 双手还凶 继续出着搜主意 香烟王哼了声 不无比的道 说得轻巧 朝中这么多人 到底派谁去募捐 还是个大问题呢 按照以往的经验 就算再有钱的府上 也没理由会为了不相干的事 出钱出力 即使有圣旨压证 也不妨碍人家找各种理由 推举了 或者只抽 预期中五分之一不到的银子 同样是吃力不讨好的事 干得好了 确实能加官进决 若是做得不好 那名声可就臭了 任谁都不愿去冒这个险 一针尽血 这事确实没那么容易办 想到这里 新上任的菜鸟皇帝 又开始各种发愁了 常宁皇叔 皇上 臣最近身体有点不舒服 御医说臣不能出远门 不能多言 更不能见生人面 臣正想向皇上告假几天回家休养 还望皇上恩准 不等皇帝开考 江峰号就抢先 脸不红气不喘地扯了一大段 决定装死到底 听到这话 就连一向沉稳的上官云 都忍不住呛咳了两声 襄阳王总是脑门抱青筋 恨不得当场掐死这个 都可以当他孙子的同父异母的弟弟 明明就是一副活不乱跳 健康到不能再健康的模样 装病也不再往脸上弄点菜色的 你这不是明摆着 故意扯谎吗 真当其他人都是瞎子呀 既然常宁皇叔抱恙在身 那这件事就算了 真在找别的人选吧 皇帝此话一出 底下众大臣立刻开始不淡定了 襄阳王总是脸都绿了 还真是有人瞎呀 众位爱卿 皇帝的眼神晃到那 被他瞄到的大臣都反射性地垂下头 打了着肩膀 一副 我很虚弱 经不起摧残的模样 简直恨不能立刻往地上一倒 再白着脸喘上几句 假装命不久矣 最后晃了一圈 始终找不到一中人的皇帝 只能无奈地叹口气 再无奈地看向不能多言的常宁王 常宁皇叔 你又没有什么好的人选 江峰昊将两手一摊霸起侧陋 谁去都可以 反正臣是不能去的 不去你出个屁主意啊 众大臣在心里疯狂地吐槽 生怕皇帝会派他们去执行这项不可能的任务 一个个都开始在心里捏着绣花针 便诅咒便狂扎江峰后这个小人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执事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四十八集 我会努力的 商量的过程自然是万分激烈 诸位大臣都秉持着功劳我领 送死你去的精神 将自己的死对头给捧上了天 恨不能把他们夸成一朵花 好让当今天子一笔点中 免了自己被抓壮丁的狱况 原本肃穆冷清的金鸾殿 顿时热闹滚滚 一时之间只能听到各种夸奖 赞扬满天飞 众人都是笑容满面的 你推我让 有爱千功 好的好不和谐 最后 还是新上任的菜鸟皇帝 等来等去等不到结果 等得不耐烦了 干脆大饼一挥 派不出银子和打不了好仗的 户部和兵部 便荣誉中奖 各获得爱的小红花一朵 负责带着去找人 要钱筹款 两部尚书收到旨意的时候 蛋都碎了 眼前烫手山芸成功砸到别人头上 幸免于难的众臣 终于纷纷松口气 案子擦掉额上冷汗不爽 等皇帝一离开 早朝结束的终身一响 更是个个脚底抹油似的 以最快的速度 冲出金鸾殿 就怕走慢了 顶头上司会改变主意 找他们聊天喝茶 再来个天将将大任 让他们好好体验一把 什么叫做苦其先制 恶其底夫和劳其筋骨 所有人中 唯一没有受此事影响的 只剩下三个人 一是在群臣及民间都威望颇高 且手握重兵的老狐狸 襄阳王 而是目前皇帝最为气重 百姓眼里最为年轻有为的 新任宰相上官员 最后还有一个 吊耳郎当 有手好闲 据说吃喝嫖赌 无一不精通的 闲散王爷江峰浩 朝廷里敬畏分明的 三大势力巨头都齐聚了 襄阳王比江峰浩 大了将近四十岁 虽说是兄弟 却没半顶共同话题 跟上官员 又是明面上台底下 都对着干的关系 自然也没什么好聊的 见人都走光了 襄阳王老爷子 撇了下猛打喝起 一副没睡醒模样的 江峰浩一眼 在桥桥不远处 温文尔雅 从容不破 比他还要老成的上官员 老脸上的褶子 抖了两下 急不可闻的哼了声 转身背着手 大不留心走了出去 江峰浩刚好在伸懒腰 一见他这模样 立刻笑的 见了吧唧的来了去 六哥 早上才刚下的雨 陆华 你啊 还是走慢着点 当心跟上次一样 又闪到了腰 上了年纪的人嘛 还是要多注意点为好 被人捅破老底 向阳王当场 亮枪了下 忍不住回头狠狠瞪他一眼 闭嘴 你不说话 没人当你是哑巴 呦 老羞成怒了 腰可是男人最重要的资本之一 六哥 我这可是在关心你的幸福生活 话到这里 突然打中 在襄阳王杀人一样的眼光下 江峰浩无辜的摊摊手 再抬头的时候 又笑的分外惹人弦 当我什么都没说 目送吹胡子瞪眼 就得老一辈离开 江峰浩颇感无聊的摸摸下巴 再抬头 望望顶声的蓝天白云 随即学着襄阳王的模样 故作深沉地背着手 不紧不慢地晃出了大殿 准备穿着天气不错 回家去调戏调戏 爱炸毛的亲亲小娘子 顺带看看 能不能拐他多做几道美食 听说王爷上个月到护国寺游玩 收获破风 就在江峰浩走到一半的时候 原本一直都做闭上官的上官员 却突然不甘寂寞地起了话头 江峰浩脚步一顿 随后懒洋洋地扭过头去 四笑非笑地勾着嘴角 是啊 护国寺确实是个好地方 人节地零不熟 就连附近的姑娘 都长得比咱京城里的要水量 上官大人应该也去瞧瞧才是 想必以你的才貌 不难遇到那么十几二十个红粉之几啊 锦儿碍翘 这话可不是说假的 下官员一顿 逼不得王爷雅致 游山玩水尚可 就是这红颜之几 怕是未能遇上 倒先惹人笑话了 上官员依旧是那副斯文有理的模样 嘴角含笑 顺步夺到江峰浩不远处 和他并列在一条直线上 听说前些日子 王爷从外头接回来一位神秘姑娘 下官员以为是误传 不过今日听王爷你这么一说 想必这位姑娘 应该就是那位传说中的红粉之几吧 原来上官大人 除了负责替皇上排有解难之外 还如此关心本王 还真是让本王受宠若惊啊 江峰浩微微眯起好看的凤毛 嘴角弯起的弧度越发明显 声音不冷不淡 让人听不出情绪 上官员淡定应对江峰浩的嘲讽 大方坦然承认 他就是热衷八卦的事实 王爷将福利的护卫 悉数派出护送那位姑娘回府 陷入京城中传闻颇多 下官实难装作未曾尔闻 江峰浩习惯性的双手还胸 邪腻了上官员一眼 本王倒想听听上官大人口中的传闻 到底是什么样的 王爷说笑了 上官员站的笔直 只是微微侧过脸与江峰浩对视 现在全京城的人 都在传那位神秘的姑娘 就是未来的常宁王妃 王爷你不可能不知道吧 王妃 有意思 江峰浩右手摸着光环的下巴 懒洋洋的等 原来大家都在等着本王成千 那本王还真得加把气了 年纪轻轻就能爬到宰相的位置上 上官员的智商自然非常人能比 让江峰浩这么一说 他立刻就明了了其中的意思 那下官就先祝王爷 早日报得美人归了 多谢上官大人美言 本王会继续努力的 江峰浩没什么诚意的道了声谢 存情坏人食欲的双手插腰 娘炮的扭了两下 再皮笑肉不笑的回过头 愁一脸见怪不怪的上官员的 本王还要回去继续努力 争取早日把王妃抱回家 想失陪了 上官大人 王爷慢走 上官员表情未变 目送着江峰浩 一路到人为口的兄弟人 踩着小嘴布 扭到轿子旁 再风骚的被抬着离开 之后才微微眯起双眼 收敛了笑容 走向在旁边等待已久的蓝色软酱 恢复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十一旦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直视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四十九集 鸡蛋饼 江峰浩回到府里的时候 正巧碰上何小乔 在江府里的厨娘摊鸡蛋饼 鼻子比某家养宠物还厉害的某男 只舅舅寻着香味过去了 娘子 我回来了 回来了 何小乔一边吩咐彩莲 控好火候 一边麻利的拿铲子 把锅里的鸡蛋饼翻了个面 听到江峰浩的声音 头都没抬 很顺手的 就把刚烙好 还买了得及切片的鸡蛋饼 放到瓷盘里 递了过去 动作迅速熟练 就像贤惠的妻子一样 美食当前 江峰浩也顾不掉旁边 还有一大堆的电灯泡 没开眼 吓得接过去后 便迫不及待地抓起筷子 夹着咬了一口 结果 因为没注意到温度的问题 差点没让舌头烫掉了 哇 哇 好烫啊 何小乔见他扭曲着脸 一副对盘中餐无可奈何的模样 宣誓一愣 竟然猛地扑斥一下笑出声来 连忙拿水给他竖烤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你就不能等放凉一遍再吃吗 江峰浩无限委屈地为自己申诉 我以为你拿给我就是能吃了 谁知道 大概是碰到伤口了 江峰浩脸上又是一阵扭曲 何小乔简直哭笑不得 示意彩莲帮忙 熄灭了灶堂里的火 自己则是解下围裙 洗干净双手 再走到江峰浩的面前 套伤很严重吗 头低下来 我帮你看看 江峰浩目光朝后扫了一眼 一帮本来正准备看好戏的厨娘 见状都心领神会地 各自找借口散去 就连彩莲也偷偷端着做好的成品溜出去 找她的好姐妹共享了 不大一会儿功夫 厨房里就只剩下江峰浩跟何小乔两人 等人都走光了 江峰浩才屁颠屁颠地恢复原形 弯下腰侧着脸 让何小乔替她检查商口 好像没事啊 你到底哪边烫的了 何小乔双手捧着她的脸向着门口 翻来覆去看了半晌 都没发现有什么不对 不由皱了皱眉倒 开始适中考虑 要不要去翻个能代替手电筒的东西 替她好好瞧瞧 这边 江峰浩用手点了点自己右边脸颊 靠近嘴角的地方 眼里满是不怀好意的贼像 娘子 你再好好看看 何小乔不宜有她 点高了脚尖靠过去 正想瞧个仔细 冷不妨头顶上一片阴影笼罩下来 在她还来不及反应的时候 江峰浩柔软微凉的薄唇 已经贴到了她的唇上 四目相接 江峰浩眼里带着愉悦的笑 何小乔则是瞪大了双眼 脑子里好一阵噼里啪啦电流乱窜 断路了 我这是被非礼了 只是单纯的唇贴唇 相当清纯的一个吻 两人却都觉得像是浑身都通电了一样 有种奇怪的麻羊感从背脊一路窜升到头顶 点到绝止之后 扳回一城的江峰浩便依依不舍地放开已经完全愣住的何小乔 心情大好的欣赏起她当机的呆萌模样来 好伴赏之后何小乔才回过神来 养头和一脸幻笑的江峰浩对视一眼 随即却张红了脸控诉 你骗我 根本就没有被烫伤这回事 这家伙是故意的 来而不往非礼也 娘子 微夫这可是在回礼啊 江峰浩冠冕堂皇地咧嘴一笑 丝毫不否认自己从一开始就是存了心 要吃她嫩豆腐的事实 何小乔眼角抽抽 一瞬间 居然不知道该是一巴掌挥过去 给她来个大锅贴 当奖赏 还是要小鸟依人的 靠下的胸口无比娇羞地来一句 哎呀讨厌死相了 不过 回礼 还真是好借口啊 你给我等着 何小乔鼓着两颊 用力一撸袖子 磨牙祸祸 准备将她压倒 狠狠揉了一番 找回场子的同时 也算回个礼 这样才公平 虽然很期待她的表现 不过显然 现在不是做这种事的时候 促侠的身手 在她小乔的鼻子上刮了下 江峰浩目光 越过何小乔气鼓鼓的脸 望向她身后 已经开始冒黑烟的光 憋着笑 很是好心地提醒了句 娘子 饼焦了 啊 何小乔先是一阵茫然 等她也闻到那股焦臭 立刻哀嚎一声 整个人都蹦了起来 手忙脚乱地 冲向灶台 哎呀 我的鸡蛋饼 她大爷的 浪费食物 是要遭天打雷劈的呀 看着何小乔七手八脚的 把烧焦的鸡蛋饼铲出来 丢进旁边的干水桶 在一副万分懊悔心疼的模样 使劲拿菜瓜布 刷着变黑的锅铲 终于忍不住哈哈大笑出声 哈哈哈哈 娘子 威夫真是太喜欢你了 哈哈 喜欢你大爷 给我华丽的滚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 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执事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五十集 上官员 与江峰号的喜马一族不同 同样下了早朝 回到府里的上官员 看起来就是一副相当疲惫的模样 大人 这是大夫开的安神茶 大丫护宁毙 从托盘里取下一杯热茶 小心翼翼的放到上官员面前的书桌上 不无担忧的劝道 您还是喝点吧 会好受些 上官员闭着眼 一领眷色的拿手捏着眉心 维言头也没抬 只是微微点了下头 知道了 你先下去吧 宁毙抚了抚身 乖巧地转身退下 临走时不忘把门悄悄眼上 门也关上 飘散着浓浓墨香的书房 随即安静下来 好一会后 墙边摆着各式瓷平的古董架 突然发出一阵轻微的摩擦声 随即从中一分为二 献出只能用一人通过的隧道来 一名身着褐色长袍的中年男人 从里头走了出来 看模样像是上了年纪的儒生 两臂略有些发白 保养得宜的脸 看起来很是儒雅温和 五官和上官员有些相像 但仔细看 却不难发现 他眉眼间隐隐包藏着绿色 比起上官员来 显得冷厉了许多 上官员似乎对来人的出现 一点都不惊讶 只是略微抬起头 不带感情地喊了一声 叔父 逃房要犯了 见捉案后的上官员 撑着额头 一副憔悴的模样 被上官员成为叔父的中年男子 不张痕迹地皱了皱眉 声音是那种被沙粒碾过一样的粗雅深缠 怎么不吃药啊 说着话 目光便落到桌面上的茶盏 三两步走上前 接了盖子 单手端着递到上官员面前 另一只手则是从他身后的书架上 隐秘处 分出一个细景青花瓷瓶来 大夫都说不能痊愈了 这样又有什么用 上官员略带自嘲地笑了想 话虽如此 却还是默默地接过药丸 喝着茶水一起吞进肚子里 不能痊愈 那只是用意的说法 中年男子在一旁的椅子上落座 脸上带着不屑的神色 能找到鬼手医生 你就不用再受这种折磨了 鬼手医生已经隐居多年 根本没人知道他现在是死是活 上官员放下茶盏 抬手阿拉眉心 开始翻看今天才送过来的卷宗 何况就算他活着 也未必就见得治得了头风 中年男子皱紧双眉 不悦地看着他 终究是一份希望 也总是如此自暴自弃 上官允淡淡一笑 开始执笔在卷宗上做批注 叔父你误会了 侄儿并非自暴自弃 只是看透罢了 能不能好起来 就当随缘吧 随什么缘 叔父一定会找到鬼手医生 治好你的病 别忘了 你母亲临终前跟你说过的话 你可是要 叔父 中年男子话还没说完 上官允就已经不愿地抬起头 沉声打断他的话 我说过我不想再讨论这个问题了 你 中年男子冷不定被噎了下 鹅角隐隐抱出青筋 举高的手只在望空 便又颓然垂下 换成一声长叹 你这小子 到底什么时候 还能改改这个酱皮去 叔父 我娘的仇我自然会报 至于其他事情 将笔尖在珠沙漠里点了点 沉默了下 才继续说道 其他事情 就暂时先别说了 也罢 既然你不想听 那我也不为难你 只要你明白 无论何时你回心转意 叔父都一定会全力支持你就行 这人明白 似乎是让中年男子的一席话 引出了愧疚 上官允的声音里 没了一开始的疏离 娘亲过世之后 若不是叔父你的习心教导 侄儿也走不到现在 你能明白就好 中年男子因他这一番话 似乎宽慰了些 随即站起身 重新走向古董驾后 进门之前 却又回转身来 叮嘱了句 若是实在难挨 吃了药就去休息一下吧 别逞强 身体要紧 这小德 上官允从中案后站起身 微微弯下腰 做了个一 叔父慢走 密室的门关上 一分为二的古董驾 重新合拢起来 上官允却没再坐回暗上 只是慢慢地躲到窗边 双手推开窗子 背着手 欣赏窗外的景色 赏了几分血色的脖唇 微微抿着 半上却是一声 无奈的低叹 娘 孩儿 真的要那样做吗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 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直视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五十一集 美男秀 所以你今天一大早 就跑得不见人影 是去上早朝了 何小小将煎好的鸡蛋饼 切成差不多大小的三角形 放到盘子里 何江峰号两人 找了个烟凉的地方坐下 边吃边聊天 我以前看过 我是说 我以前听别人说过 好像当官其实也挺辛苦的 每天都是天不亮 就要赶到宫里 跟皇上商量事情 是吧 三四更的时候就要起床 然后打着灯笼 赶到宫外 等皇帝召见 而且等的时候 还不能有礼仪上的错误 譬如打喝去放屁 吐台徐帝儿坐等等 不然会被当成污点 记录在案 这样的生活 一次两次也就算了 天天都这样 谁受得了啊 早朝的时候 确实是天不亮 就要到宫中集会 但并不是天天都要去啊 江峰号懒洋洋 都支着下巴 一边往嘴里送吃的 一边心情大好的 给何小乔 这个土包子 进行扫芒酱 吵回大概也就一个月四五次吧 其他时候 如果大臣们有急事 都是直接进宫 找皇帝那小子的 皇帝 呃 那小子 何小乔的注意力 完全让这三个 有着大逆不到悬疑的字眼 给心眼过去了 上下打亮了一番 面前那只打扮的格外光学亮丽 还外带着 皇室贵胄光环的功苦雀 何小乔眼珠子转了转 然后一脸八卦的凑过去 用手肘撞了撞他的胳膊 喂 江峰号 话说你既然是王爷 那你到底是当今皇帝的哥哥 还是弟弟啊 娘子 你这都是什么逻辑啊 谁说王爷 就一定得是皇上的兄弟 哦 难道不是吗 何小乔傻眼 小左张成标准的O型 王爷只是个爵位而已 不单是皇上的兄弟 对朝廷和国家 有重大贡献的平民 也有机会可以获得 哎 这么说来 难道你之前是 当今皇上的爹 才是我兄长 江峰号打断何小乔的猜测 轻力的捏了捏他的鼻子 这才笑咪咪的给他解释 为父是皇上的亲叔叔 家装排行第十七 这么说的话 就算是当今皇上 也要喊你生叔叔了 范英从来慢慢拍的何小强 掐着手指算了半天 总算里冲出了这里头的复杂关系 当下对江峰号崇拜的五体投地 我靠 真酷啊 江峰号微扬眉 娘子 何谓酷啊 哎呦 三八啦 嘿嘿嘿 何小乔黑黑笑 很是爷们的用力一排江峰号的肩膀 混那么多干嘛 反正就是夸你很厉害嘛 哦 这话江峰号爱听 虽然依然觉得酷这个词值得深思 不过难得作家娘子开口 夸他这个为人夫的很厉害 那他就暂时不追究好了 或许还可以借机要求来点福利 既然娘子你觉得为夫很厉害了 那么 今天我没兴趣下厨了 要吃饭请找别人 何小乔淡定地将他凑过来的大头推开 完全无视他一脸的失望 不过呢 慢悠悠地站起来 何小乔在江峰号的注视下 物资回了屋里 再出来的时候 手上便多了一样东西 拿 给你这个 江峰号挑了挑眉 将掌心里的东西翻来覆去地看 香囊 听说你们这边 有送香囊当信物的习惯 所以前几天 我就让彩莲叫我做了 何小乔耸了耸肩 顺手摸了块鸡蛋饼 放在嘴里嚼着 虽然难看了点 不过彩莲说第一次做女工 能照着样子做出来 已经很不错了 这是 你做的 江峰号诧异地用手指摸索着 香囊上绣得歪歪扭扭 好像毛毛虫一样的脆弱 脸上虽然没什么特别的表情 眼里的笑意却是越聚越多 那是当然 何小乔哼了声 用力咬下一口鸡蛋饼 丝毫不觉得自己的手艺 又哪里眷不得人 你要是觉得 用起来丢脸 就还给我或者丢掉 不用勉强 娘子的一片心意 为父怎舍得丢掉 江峰号抬头 朝何小乔猜然一笑 再若无其事地 将那个生平见过最丑 却也是最珍贵的香囊 放到怀里 小心收好 何小乔学腻他一眼 见状似乎松了口气 边咬着鸡蛋饼 便嘀嘀嘟囔了两句 算你实想 虽然嘴里说着不喜欢 可以丢掉 但毕竟是自己用十个手指头 变得千疮百孔的代价 弄出来的 若江峰号真的敢随手丢掉 那他保证 绝对会让他尝到 难忘于此生的一顿 竹笋炒肉 绝对 娘子的一片深情厚意 足以感动天地 为父甚敢此生无以为报 为了表达为父的感激之情 为父决定 肉肠以还治 江峰号说着 突然站起身 开始对着目瞪口呆的何小乔 宽衣解带 喂喂 戳于大神 现在到底是什么样的神展开啊 眼见江峰号 漫条丝里地解开腰带 丢到一边 再拉开外山丢开 接着又开始扒中医 何小乔 收回掉到地上的下巴 再抬头 望望头顶上明晃晃的大太阳 犹豫着 要不要提醒这话 就算是挂名行为一说 裸奔也是要被控 影响世荣的 不过话说回来 这家伙身材还真是不错 瘦骁却不孱弱 肤色是相当阳刚的古铜色 宽肩窄腰翘臀 而且还有线条优美的六块腹筋 光天化日之下 还真是 太刺激了 何小乔的脸上一片淡点 像是丝毫不为面前的美男脱衣袖所动 实际上 心里早就像 让一万头曹尼玛疯狂践踏鬼样 藏凉鸡蛋 右手 更是一肩稳稳当当的 捏住自己的鼻子 努力控制着 不让鼻血当场飙出来 买个等 虽然她是个正正经经的黄花大闺女没错 可是 对上江峰浩此刻神来一笔的表演 她还真是 一千个一万个 不想喊咖呀 福利有没有 扬言有没有 拖衣物神马的 麻烦来得更猛烈些吧 向毛主席保证 她的小身把绝对经受得住 江峰浩 虽然对何小乔淡定的表现不太满意 剑梅挑了挑 右手开始顺着刹腰肌 慢慢地往下滑 再诱惑地挂在裤头上 声音更是瞬间变得低沉暗哑了许多 含此量大的能让人从脚底板一路松麻的头发烧 娘子 就在何小乔 以为他真的会把自己包个金光 正眼巴巴地吞着口水 等着鉴定真人跟小电影里头的魔供到底有什么区别的时候 门外 突然响起一把严肃又刻板的声音 听着就像现代英国街头戴着黑色绒帽帽子 任游客路人各种调戏都不为所动地面谈卫兵一样 王爷 属下有事禀报 被他这么一打断 院子里一个愿拖一个愿看的顿时都失了兴致 哇 真可惜 还差一点 就差那么一点 目光撇向没有上锁的院门 江峰浩跟何小乔眼里都赤裸裸地表现出相同的不悦 该死的电灯泡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十一旦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直视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五十二集 闲逛 准备进去做报告的人从院子里出来 外头等着一杆看热闹的人立刻围了上来 怎么样 秘密什么情况 报信的人面无表情 环绕周围 众兄弟姐妹一圈 很是冷静开口 王爷 脱了 脱 脱了 什么脱了 脱了什么 衣服 脱了 报信的人 很有责任感的 又补充了一句 此话一出 现场一片寂静 接着 一干人 喷饭的喷饭 呛道的呛道 一室之间 各种 兵荒马乱 光天化日之下 于院中宽衣解淡 甚至有可能还想带上未来王妃上演少儿不移的戏码 不知道他们家王爷的节操是不是也跟着掉了满地 好幻灭呀 丝毫不知道自己的形象在府里众人眼中又下跌一个层次 院子里的江峰号已经慢条丝里的把衣服穿回去 此刻手里正拿着刚才送过来的拜帖物子皱眉 御史忠诚 京城前松明权敬拜 剑江峰号不必会地将拜帖摊开 何小乔便好奇地凑过去瞧了两眼 御史忠诚 感觉光位挺大的样子 你认识 算有那么点交情 江峰号扯了扯嘴角 眼里闪过不屑的神情 慢吞吞地合上拜帖站起身 娘子 微夫先离开一下 如果你要出门 记得带上彩莲 知道了 你放心去吧 何小乔之前就经常带彩莲出去鬼混 对江峰号的叮嘱自然不以为然 只是懒洋洋地朝他白白爽 下意识地提醒了句 早点回来 原本阴郁烦门的心情 因何小乔那句早点回来而一洒而光 江峰号笑出一排白牙 吵他 吵他灿了一笑 都挺娘子的 话说完 伸手拍了拍何小乔的脑袋 临走前还不忘将未吃完的鸡蛋饼也一并顺早 何小乔朝天翻了个白牙 眼看着江峰号端着盘子越走越远 只好用手摸了摸还在咕咕叫的肚子 无奈地朝外头喊了声 彩莲 彩莲从外头一路小跑进来 来了来了 王妃有什么吩咐吗 何小乔好爽地一拍出面 右脚踩在石凳上 目光坚定地看向围墙外 走 跟本姑娘觅食去 每次跟何小乔出门都有福利 不是有的吃就是有的玩 福利不知道多少人对他各种羡慕嫉妒恨 所以对于他的提议 彩莲立马兴高采烈地做出回应 是王妃 虽说王府并不是常人说来就来 说走就走 但何小乔不同 人家未来王妃的身份摆在那 再加上有江峰号撂下狠话威胁在先 所以主婆两人外出的行动 并没有受到多大阻碍 都知他们要去逛街 柳一刀柳总管还乐呵呵地派人给他们送了一包银子 并亲切祝福何小乔 看到什么东西不用客气 如果银子不够用的话 就报上常年王府的名号 让他们把东西送过来 再结账或者直接告知他们来王府收钱 全部大丈夫的哟 何小乔没有拿陌生人银子的习惯 一开始还略微地不好意思了下 正要推辞 彩莲已经极有眼色的 在柳总管的事宜下飞快地抢过钱的 王妃 我们赶快出门吧 再不走 早事就要散了 可是 何小乔刚要继续说点什么 柳一刀已经抢先一步截断她的话头 王妃不用担心 这银子本来就是封号那小子 交代要给你用的 给我用的 何小乔用食指点着自己的鼻胶 几乎是反制性的想起之前江峰浩曾说过 要供她吃住 还让她免费刷狗十条街 并把账都挂在她名下的话 当时她只当是玩笑话 没想到她居然是说真的 吃住有人包 不用工作还有银子呢 为啥她突然有种兔子掉进胡萝卜堆的 不真实幸福感呢 拧了捏脸颊 会痛 果然不是在做梦 柳一刀将何小乔稚气的动作都看在眼里 心里对她是越发的欣赏 王妃你没听错 这确实是疯 王爷敲待的 所以你大可放心收下 柳叔 你还是喊我小乔吧 这王妃什么的听着真的很别扭 好好 一切都由王妃 小乔你说了算了 柳一刀眉眼都是欣慰的像 对这明显拉近距离的城湖很是享用 对吗 这样才够爽快 何小乔黑黑一笑 大大咧咧的用手在鼻子下抹了抹 那就这样 柳叔 我们先走了 告诉江峰 等我回来 给他带栗子糕 话说完 转身 一阵风似的拉着彩莲跑了出去 很快就跑得不见人影了 柳一刀目送两人离去 脸上的笑慢慢收拢起来 脸上换上了一脸惆怅和怀念 如果我那个无缘的女儿还活着的话 大概也有小桥这么大了吧 本集完 您给我点瓶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直视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五十三集 闲逛 王妃 我们现在是不是要先去吃 停 刚从王府里跑出来的和小桥 猛地停住脚步 转身对茫然的彩莲 竖起右手食指 晃了晃 第一 我还没嫁给江峰浩 第二 我们现在是在大街上 要低调 所以 所以呢 蔡莲愣愣地跟着她的话走 不明白何小桥到底要表达什么 所以不要叫我王妃 叫我小桥就行 何小桥语重心长地拍拍她的肩膀 蔡莲似懂非懂地嗡了声 随后眨了眨眼 为难地说道 可是尊卑有别 王 我是说 要不 我还是喊你小姐吧 虽然跟了何小桥一段时间 两人之间已经不算陌生 但采莲也不至于就自大道觉得自己够格跟主子互称性命 所以还是喊小姐保险一点 这样 那好吧 何小桥没有考虑多久就同意了 反正喊什么不是喊 只要不是顶着高调的王妃头衔 那就行了 满大街的小姐夫人的也不缺她这一个 走 先吃饭去 小姐我饿了 来到京城这么长时间 大大小小的街道也逛了不下数遍 然而是何小桥如此粗之大业的人 该记住的地方也差不多都记住了 特别是各种十四跟卖特色小吃的摊饭 当然偶尔也会顺带记得在十四附近的店铺 比如在香陵炒面店 右边再过去三家就是邻居绸缎庄和中级米铺 在东吃烧饼摊 斜对面 和宋家酒庄只个一条巷子距离的 就是城里最大最有名的御食铺云里居 天饱了肚子 主铺二人还不想回府 便在城里闲逛 路过云里居的时候 监掌柜的正在招呼伙计 往柜子上摆新建的御食制品 何小桥一时兴起便抬脚走了进去 云里居铺面很大 看起来相当的宽敞 在靠墙和中对着店门的地方 摆着两个古董架 上面摆放的大都是五寸以上的大件御制品 如御观烟和御白菜御如意 正中央一个凹进去的地方摆得则是一层半人多高的醒目雪山湖 在柜台斜对面 稍微往里靠一点的地方 还有一张做工精致的黄花梨八仙桌 看起来像是供客人休息的地方 你好 姑娘是否想买玉器啊 身材微胖的掌柜一转身就看到四处张望的何小桥 犀利的目光将他上下打亮一番 随即扬起职业性的微笑 走上前打招呼 正好小店刚进了一批玉器 姑娘不妨看看 好啊 何小桥正是闲得无聊的时候 听掌柜的这么一说 立刻来了兴趣 反正现在都里有钱 正好可以买点东西送给江峰浩 就当是他慷慨解囊的回礼了 二位请稍等啊 掌柜的道个一声 招呼何小桥到八仙桌前坐下 使了个眼色 是一伙计送上茶水 自己坐时走到柜台前 捧起了精致的红色扁平锦盒 放到桌面上 这些都是早上才送来的 姑娘您瞧瞧 可有中意的 何小桥低头瞧了瞧 发现里头大都是常见的玉琢 耳珠 鹅饰等东西 另外还有一对一模一样的 双鱼系连玉配 用手摸了摸 入手微凉 预知更是清脆通透 镂空雕刻的两条活泼小圆 用阴线勾勒出眼 腮 腹齐 以及尾部等细节 看起来魂灵活线 精致非常 王 小姐 这个好看 彩莲剑和小桥别的不看 只把玩这一对玉佩 当下立刻明白她的心思 笑嘻嘻地打去的 买下来送给少爷 刚好就和小姐是一对呢 掌柜的在旁 大概也听出点门路 当下笑着附和 哎 这位姑娘说的对啊 这双鱼玉佩 本就是一对 若姑娘您是 拿来送给新上人呢 那就再好不过了 好事啊 不过这价格嘛 何小桥瞄了掌柜的一眼 将玉佩在她面前甩了甩 挑眉问道 掌柜的 多少银子 玉佩是一对 不过单卖也可以 姑娘您是想买一个呢 还是一对啊 掌柜的也不啰嗦 见何小桥似乎脾气不错 当下直接开价 一个是六十两银子 一对呢 就算您便宜点 一共是一百一十两 一百一十两啊 好像也不算太怪 因为兜里有钱 胆子够大 再加上 自己也确实挺喜欢 这对玉佩 于是何小桥 在思考了半秒钟后 当即爽快拍吧 就要一段 麻烦掌柜的 给我包去了 好的 姑娘稍等啊 掌柜说着 联盟指挥伙计 将两枚玉佩 用软薄包好 再分别放入 单独的锦盒中 彩莲付好了银子 借过锦盒 走回正在喝茶的 何小桥身边 小姐 东西拿回来了 嗯 那回去吧 何小桥懒洋洋地站起来 借过锦盒 放到随身携带的 自制胯包里 正准备和彩莲离开的时候 却差点和一名 身着浅色衣裳 浑身珠光宝气的 年轻女子 撞个正着 双方同时愣了下 何小桥 刚在彩莲的 搀扶下站稳 一句对不起 只说了前两个字 对面那个 画着精致妆容的 年轻女子 已经拧着细细的柳叶眉 仿佛看到什么 致命细菌一样 皱着鼻子 用力挥着丝巾 马掌柜 你这云里居 可真是越来越没品位了 以前让那些小家 小户进来也就算了 现在居然连这种 这种 目光在和小桥周身 绕了一圈 再看到 他沾了一个屋的 上好丝纸衣裳 和让泥水染黑的 大重款厚底绣鞋的时候 更是满脸的 比一根厌务 哼 连这种 箱下来的爆发户 也放进来了 难道你不知道 跟他们 共用一家店的东西 会拉低我们 这些贵客的身份吗 啊 箱下来的爆发户 该不会 指的就是他吧 何小桥挑了挑眉 目光扫眼 自己脏兮兮的裙脚 跟鞋子 面无表情的抬手 来一下正要 慢回去的彩莲 一边将本来 已经跨出门口的右脚 又慢吞吞地收了回去 双手抱胸 后张雨霞地 挡在年轻女子 和他随时的丫鬟面前 彩莲 是不是我听错了 滑稽地用小手指头 勾了勾耳朵 何小桥一本正经地 问彩莲 怎么刚才好像有狗在吠 吵得也太厉害了 真不知道是从哪 一野地里跑出来的 回头记得 找人拉回去好声地拴着 免得扰民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 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执事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五十四集 其实也挺无辜的 何小桥 分外细心地 又顶住了一句 关起来就好 千万别伤害她们 知道吗 奴婢小的 小姐你放心 主播放下来 主播放下来 就这么你一句 我一句 损人不带半个脏字的 把双簧唱了起来 只把门外那个年轻姑娘 给气得小两个种扭曲 两家通红 也不知道是胭脂图的太后 还是气过了头 血气上涌 你们说谁是狗 哦 没有 我们正在讨论 总是个街上那条乱飞乱叫的母狗 怎么 这位小姐 你有兴趣一起讨论 你 那年轻姑娘 气得柳眉倒数 指着何小桥 半天啃不出半句话 最后 正好狠狠地用一句 自以为很犀利的鄙夷 做了终结 贱民 哎哟哟 这么大祸气啊 感情姑娘 你是让那条风狗咬过 或者追过 何小桥眨眼 用手把纹着发尾 一脸无辜的不耻下问 你才是被狗咬过呢 那年轻姑娘 二话不说 立刻反驳回来 被狗咬 倒是没有 何小桥不怀好意的 条条眉梢 云淡风轻地 把话接下来 不过是今天出门 没看黄历 运气不好 一不小心 就遇到挡路的坏狗了 那年轻姑娘 还没来得及 做出反应 跟在她身后的小丫鬟 已经抢先一步 互加互为的大叫道 大胆 竟然敢骂我们家小姐 是狗 告诉你们 我们家老爷 肯定不会放过 那丫鬟话还没说完 年轻姑娘 已经大怒转身 一个巴掌 就这么凶狠地 甩了过去 闭嘴 眼尽那没脑子的丫鬟 被打个裂去 左臂领夹上 更是瞬间浮现 缝外明显的 红手印一个 何小乔跟彩莲 对视一眼 都不自觉地 替她觉得肉疼 你 还有你 教训完 自家不成器的丫鬟 年轻姑娘 恨恨地咬着牙 闲闲御手 指着何小乔两个人 你们两个好大的胆子 敢对本小姐无礼 你们难道不知道 我父亲是谁吗 这位小姐 何小乔慢悠悠地 换回八仙桌边坐下 一边为自己倒了杯茶喝 一边很是好心地 开口建议 工人认为 关于令尊是谁 这种私人问题呢 你最好还是悄悄地 回家闻令堂吧 公开场合 似乎不大方便讨论 你什么意思 那年轻姑娘 一时没反应过来 只是瞪着两只眼睛 死死看着何小乔 掌柜的和伙计比他精明 一下子就听出了 其中的门道 那伙计没忍住 扑吃一下笑出声来 被掌柜的往后脑勺上 招呼了一巴掌 连忙捂着嘴 偷偷地溜到后堂去了 没有什么意思 何小乔咧嘴一笑 一副我什么都没说的 无赖模样 我是说天色也不咋了 我还得赶快买了东西 好回家吃饭 说着话便招呼了采莲过去 主婆二人再次拿起锦盒里 明明已经挑剪过的手势 装模作样地欣赏起来 你 此举果然激得年轻的姑娘 更加的怒火中烧 高耸的胸脯一颤一颤的 原本挺漂亮的小脸 再次给扭成奇怪的形状 我要让我爹爹 把你们偷偷弄 许小姐 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争端 一直都坐毕上官的马掌柜 连忙上前 委婉地将他的注意力 拉了过去 店里今天新到一批上好的玉坠 按您的意思 都给您留着 还没卖出去半个呢 要不您先坐下歇歇 我拿给您瞧瞧 马掌柜这话听起来 有那么点奉承的味道 许小姐大概是薛荣薰得到满足 怒气冲冲的脸 似乎放松了一些 本小姐 掌柜呢 这三只镯子怎么卖 何小乔刻意选在这时候 插了进去 装出一脸欣喜地举高了三只玉琢 对努力想稀释宁人的马掌柜说道 只要价格合理 我就全都要了 这镯子 马掌柜还没来得及开口给价钱 那许小姐就已经趾高气昂地喊了起来 马掌柜 这三只镯子我要了 这三只镯子我要了 多少钱都给 大概为了 大概为了体现自己的优越感 许小姐 许小姐看都不看桌上的锦合眼 上前一把 抢过何小乔手里的玉琢 再全都丢给身后的丫鬟接着 我许梦银药的东西 从来都是独一无二的 就算是拿回去赏给下人 也好过让给你们这些 一脸穷酸像的爆发户 爆发户 又是爆发户 他哪一点看起来像爆发户了 这种拦住战友提他抱不平的彩莲 何小乔摇了摇头 示意他冷静下来 继续看好戏 一边却是情不自尽的 摸摸自己的脸 笑声的嘀咕了两句 爆发户 还真有眼光 不得不说 如果江峰浩肯自咒他的话 那他绝对是当朝第一爆发户 真希望有那么一天呢 本集完 您给我点瓶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执事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五十五集 爆发户 这位姑娘 您看许小姐都已经买下这手桌了 既然东西已经都被抢走了 再加之 许孟莹不好得罪 马掌柜也只好 欠然地看着比较好说话的何小强 以便善意地建议他 要不 你再看看别的吧 算了 他要就给他吧 何小强各种惋惜不舍 看了那三只镯子一眼 随即别过头去 彩莲 我们挑别的吧 哎 小姐 这耳转好看 跟了何小强一段时间 彩莲也知道他喜欢恶作剧的个性 当下各种配合默契 随手拿了个坠子就开始胡扯 少爷说了 杨之玉最是能衬托一个人的美貌 小姐长得这么好看 这个耳转 你戴着肯定很出彩 瞧你这嘴巴跟涂了蜜似的 真会哄这 从彩莲手里接过耳转 何小强转手就递给马掌柜 掌柜的 这耳转我 这耳转我要了 不出意料 自我感觉很是良好的许家小姐 又再次跳了出来 见何小强跟马掌柜的眼光聚集到他身上 徐梦莹当下很是得意的抢过耳转 垂头看了一眼 再傲慢的指挥丫鬟将何小强他们之前看的那个锦盒给端过去 巴掌柜 你今天新进的货都有哪些啊 都给我包起来 本小姐全都要了 诶 这小姐 你把东西全都拿走了 我们买什么呀 你这分明就是故意的 采灵试试跳出来 吵着现场气氛 大声指责的 哼 对 本小姐就是故意的 也许是主仆两人无奈的神色 让她觉得占了上风 徐梦莹语调很是轻快 我就是要把全部东西都拿走 让你们一样也买不到 幼稚 谁想跟你抢啊 虽然早就料到会有这样的结果 达到目的的何小乔 还是忍不住 因她得意洋洋的口气 翻了个大白眼 这嚣张跋扈的富二代模样 还真是讨人厌 现在到底谁比较像爆发户 掌柜的 你们这里给赦账吗 这 马掌柜沉引了下 随即略带歉意的笑了笑 诶 事不想吧 小店从不接受赦账呢 既然这样 那就是说我还有机会买到那三只镯子跟耳转了 东西都已经让本小姐包下了 马掌柜不会贩卖给你的 徐梦莹一副弱不禁风的模样 摇着小腰又押魂扶着在周边坐下 想买东西 回你的乡下去吧 哼 钱都没付就说这些东西都是你的 说话也不看着得听起 徐小姐 当心风大 赏了舌头就不好了 你的意思是 本小姐是在说大话 没钱买这些破烂 认为自己搬回一程 本来已经淡定下来的徐梦莹 再次让何小乔一句话给点燃了怒火 涂着艳丽扣单的长指甲 用力地掐进掌心 仿佛隔在两者中间的丝菌 就是何小乔的脖子一般 何小乔并没有将她的怒气当回事 只是悠闲地坐着 让彩莹给她珍茶倒水 伺候锤被捏肩 伺候周大 以便以无懈可接的浅笑回应 对 她就是这个意思 没错 徐梦莹让何小乔脸上的笑 急出满墙怒火 二话不说 用力一拍桌面 瞪着她狠狠地高声尖叫 小翠 付钱 之前被扇了一巴掌的丫鬟 小心翼翼地看了眼 显然脑子都已经让怒火 烧成浆糊的主子 为难地解释道 可是小姐 之前是夫人吩咐 要给老爷买受礼用的 闭嘴 三番两次 被自己的人拆墙脚 徐梦莹气得差点扬倒 我说让你付钱就付钱 你是耳朵聋啊 还是吃了雄心暴死胆 想让本小姐再赏你一巴掌是吗 挪 挪并不敢 挪并这就去 这就去 小翠不敢再犹豫 联盟从怀里拿出 收拾整齐的一碟银票 往柜台去了 徐小姐 都算好了 成会三千六百八十二两 一下子 就把未来好几天的货 都给卖了出去 虽然看得出来 这一切都是何小乔 为了恶整许梦莹 才做出来的 不过 这并不能阻止 马掌柜笑得合不拢嘴 只要有生意做 谁管他是要杀人放火 还是当街掐架 斗欧护骂 反正 这都不关他的事 欲蚌相争 渔翁得令 他非常乐意 当这个好命的渔翁 这么多 徐梦莹猛的听到这个价格 心里也是咯噔一下 但一转头 撞进何小乔看好戏的模样 立刻咬了咬牙 硬着头皮吩咐的 真是价格公道啊 小翠 赶紧给钱 是 小姐 从袖子里抽出来几张 大额银票 小翠肉疼地 瞧了一遍又一遍 最后才依不舍地 递到马掌柜手里 现在钱已经付了 东西都是本小姐的了 见马掌柜捐了钱 开始包装那些 他看都没看过的预制品 徐梦莹忍不住 昂高了头 像直骄傲的孔雀一样 看了何小乔一眼 目光里 竟是嘚瑟的意外 是是是 都是你的 你爱买多少就买多少 反正美脑子 爱当冤大头的又不是他 从桌旁懒洋洋地站起来 恶作剧得逞的何小乔 咧嘴一笑 采连 早 回府了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执事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五十六集 梅子千层高 坏心眼的 逼着许莫莹大出血 又是肉疼 又是装镇定的 买了一堆他根本看都没看过的东西 觉得出了口气的何小乔 立刻爽了 拉着采连各种心情畅快的飘着回了王府 路上不忘拐去东大街买了两盒新鲜出炉的梅子千层高 刚进府就听传话的小厮说 江峰昊正在书房里等他 何小乔看了看 大概估算了下时间 高高兴兴的就拧着千层高直奔书房去了 挥手送走带他过来的漂亮丫鬟 进书房的门开着 本着要笑一下江峰昊的幼稚念头 何小乔捏手捏脚的贴着墙面走到窗边 再鬼鬼祟祟地探出半个脑袋 偷偷往里瞧了瞧 采光极好的宽敞屋子里 简单地摆着几座古朴的书架 墙上挂着幅苍尽狂野的大字 字迹潦草看不出到底是什么内容 靠近窗口的地方有个高脚架 上面拖着一株苍松迎客的盆栽 进门往右拐的地方 总是一张红木雕花大书桌 上面笔墨指标俱全 唯独不见了本应该坐在桌后的主人 奇怪 人哪去了 不是说在书房等我吗 就在何小乔纳闷的 又把头往屋里伸进去一些 准备更好的搜索目标的时候 眼前突然凭空冒出一张放大恩贝的笑脸 两人之间隔着一个窗户 眼对眼鼻对鼻 只差一根手指的距离就要撞上了 娘子 中气十足的声音震耳欲聋 何小乔双眼圆睁 反射性的倒抽口凉气 在下意识的举起扫那么一挥 手下留情 不知道从哪个角落里冒出来的江峰号 简状连毛往后一缩 同时也明手快地挡住何小乔的胳膊 娘子 冷静 冷静 是我啊 没想到刚一打招面 他叫亲情小娘子就已经准备好一记大锅贴 准备请他尝尝味道 果然是热情如火 你 江峰号 胸腔里那颗脆弱的小心肝 还在扑通扑通猛跳个不停 回顾身来的何小乔一甩手 盖儿抓住他前筋 用力将他扯到自己面前 猙獰着脸 勿足了劲 以雷弓声咆哮 我看 我擦你个大爷的 沈下人会吓死人的你知不知道 不带这么玩的 要是他心里承受能力弱一点 或者心脏有个什么小毛病 说不定这会儿 连三魂七魄都给吓回现代了 娘子冷静 听说生气会老得快 而且对身体也不好 来 赶紧笑一笑 江峰号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模样 相当配合的隔着个窗户 让何小乔扯着他的衣军泄愤 一边滑稽地眨着眼 朝他狂送秋天的菠菜 不如这样吧 就让为夫 献上给娘子称个小曲 让娘子你乐一下可好 话说完 当真有模有样地 清了清嗓子 准备就这么个别扭的姿势 来个记性的个人演唱会 挨打住 赶在江峰号张嘴之前松开他的衣服 何小乔举高双手 变了个暂停的姿势 满腔怒气早就跑得不见踪扬 剩下的只有深深的恐惧 你还是饶了我吧 就你那破落嗓子 再来一次 我还用活吗 想起之前再来京城的路上 因为他染了风寒睡不着觉 江峰号也是自高奋勇地 说要给他唱催眠曲 结果 他是唱得忘情 唱得投入 唱了个心满意足 而他 顶着两个黑眼圈 整整失眠了一天一夜 然后 有轻度风寒 直接转成重度感冒 差点把小命都给唱没了 那是他第一次清楚地认知的 原来这世上 真的有人 只凭唱歌就能要人命的 娘子 你嫌弃我 江峰号顶着一张 受虑小媳妇面孔 哀怨地指控 那模样 说有多委屈 就有多委屈 我说的可都是实话 深受此间荼毒的何小乔 美好气地翻个白眼 弯腰将吊在地上的 梅子千层高捡了起来 顺手拍了拍 随后大摇大摆地 从正门走了进去 屋子走到书桌后坐下 再将油纸包在桌面上摊开 这是 哥德老远就能闻到 那股子特有的酸甜气味 同样酷爱美食的江峰号 双眼一亮 几乎是下意识地喊出声 东大街流史家的梅子糕 冰咕 何小乔打了个响指 连你都能知道是什么东西 看来彩灵说的没错 这一家梅子糕 确实很好吃 何止是好吃 简直就是京城一绝 江峰号也不计较和小乔 抢了他宝座的伤 自动自发地搬了张椅子过去 动作优雅地 拿手 拧着做成梅花形状的糕点 往嘴里送 一边很是自然地 换来吓人 吩咐他们七壶新茶过来 吃梅子糕的时候 最好再配一壶雨前龙井 味道更加完美 对 人间享受 何小乔朝他举了几茶杯 不甘落后地发表自己的感慨 一口茶水 一口糕点的 吃得竟是幸福又满足 一共两包二十来块的梅子糕 就这样在两人悠闲的 下午茶时光里 被慢慢地消灭 殆尽了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直视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五十七集 上个厕所 也能撞到新密室 解决完了梅子糕 趁着江峰浩批改功文的时候 已经吃饱喝足的何小乔 也没闲着 先是他命一般 把他的书房翻了个底朝天 最后实在 最后实在没事做了 就搬张椅子 坐在他对面 随手翻着 从架子里抽出来的书 有一搭没一搭的 和他聊天 套情报似的 已满足自己的好奇心 听柳叔说 明天副理要来访客 是不是就是早上那个 送败帖过来的御史大人 不是 江峰浩手下不停地 拿毛笔在书本上写写画画 抽空抬头 看了百无聊赖的何小乔一眼 千松老头每次来 都是找本王提些乱七八糟的建议 本王根本没兴趣理他 这种人自有柳叔去应付 说到这儿 他突然顿了一下 然后才少见地皱了皱眉 一副万分苦恼的模样 但明天要来的人不一样了 他们是 他们是 江峰浩真着了下 最后才皱着眉开口 总之 就是不能不见的那种 就算是再烦 也不能 虽然知道 这也算是隐私的一种 但何小乔就是控制不住 自己的嘴巴 求八卦的心思 就这么脱口而出 为什么 难道是你的恩人或者 亲戚之类吗 亲戚还好处理 就算是皇帝来了 为父也照样不见 关键是 江峰浩深深叹了口气 聚脸蒙上了一层阴霾 关键是 关键是那两个人中 其中一个不仅是我母妃的救命恩人 还是她 只赴为婚的未婚夫啊 阿莱 这越来越狗血的剧情发展 是怎么回事 贵妃娘娘居然还有个未婚夫 难道江峰浩他老爹 也曾是传闻中霸气十足横刀夺爱 并在最后顺利斩了恶龙抱得美人归的第三者 江峰浩屈指弹了下何小乔的额头 没好气的给一脸暧昧的他解释 当年我母妃本要嫁给那个人的 不过后来又与外祖父那边出了点事 外祖母没办法 只好将当时并不情愿的母亲 送进宫里当秀女 以借寻求朝廷的帮助 然后呢 何小乔只当这是古代爱情八点档 吐着下巴听得津津有味 不停地催促江峰浩继续 你母妃自此跟那个人断了往来吗 还有你外祖父 他和那个人的父母 我是说你们两家是不是因为此时访墨成仇了 事情确实是这样 不过并没有那么夸张 毕竟他外祖父当今国账的身份摆着呢 对方就算有再多的不满 也不敢当面说出来 所以这么多年 两家都一直维持着看似牢固和谐 实则一击击碎的朋友关系 虽然是被迫解除婚约 但这件事始终是我母妃心里的一道坎 为了表达对那个人的歉意 我母妃才会定下这条该死的规矩 要求她的后代也就是我 要在她先去的五年里必须无条件接近那个人 并在我能力范围内为其提供帮助 何小强歪着头想了想随即倒抽口气 这也太不公平了 要是她提出的任务和需求都必须满足 那你岂不是亏死了 那都不至于 江峰浩摇了摇头 随即眯着眼睛脚下一笑 这话我母妃又没有当着人家的面说 到底要不要提供帮助 还是我说了算 至于忍着不爽和他们见面 完全是为了让母妃走得安心罢了 何小强挑了挑眉 朝江峰浩竖起右手大拇指 很重肯地下了个总结 奸诈 江峰浩深邃的眸子半眯着 笑离了嘴 很是大方地接受了这一评价 过奖 过奖 离开书房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和江峰浩一起吃过晚饭 何小强便回了自个房里 结果也不知道 是他今天吃的东西太杂乱出了问题 还是晚饭后贪嘴 多吃了两碗绿豆冰着了凉 睡到半夜的时候 肚子突然绞痛难忍 不得已正好爬起来去蹲茅厕 虽然彩莲就睡在隔壁 但何小强并没有吵醒他陪自己的打算 因为自家院子里的茅厕出了点问题 拿到门死活关不上 何小强努力了半天没有成果 只好忍着腹痛跑到隔壁院子借地方去了 在茅厕上头顿了半天 也不知道具体过了多久 总之等到他的肚子总算不那么痛的时候 王府外路过的羹夫已经连打了三下帮子 从茅厕里出来 何小强脸色苍白 脚步虚浮 披散着头发跟个女鬼似的 扶着墙一步一步往自己的院子方向挪过去 月亮无精打采地挂在天上 深蓝色的天幕里就连星星也没冒出几个来 周围一片黑灯瞎火 记性的夜里只有瓷取彼伏到挖鸣 怎么过了这么久才来 你是不是不想混了 就在何小强刚走到花园外头的时候 耳边突然冒出来个陌生男人的声音 然后没等他做出任何反应 那个男人已经快手快脚地扯着他藏到一旁的树营里 二话不说 往他手里塞了一样带着凉意的东西 花园周围没有任何照明工具 出去走廊底下其他地方都是一片漆黑 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下 何小乔只能凭手感 判断那东西大概是掌心大小的瓷瓶 隐约带着微微凉意 这可是好东西啊 只要一小点就能起大作用 那人探头往跃动门外瞎了瞎 又压低了声音叮嘱道 东西你拿着 明天一起按照计划进行 千万记得 要在吃饭之前 把这东西混到王爷的茶水里 到时候主子会告诉你怎么做的 可记住了 听出其中似乎大有眼情 何小乔手里攥着瓶子 也不说话 只是很配合的顶点头 黑暗里看不清对方的表情 但何小乔明显可以感觉到 那人松了口气 也不知道他晚饭到底吃了多少大蒜 味道重的简直能熏死一头大象 很好 那就这样 不离守卫森也 我好不容易才避开护原来到这里的 先走了 话说完 人也跟着快速跑了出去 不一会儿 便连人影都见不到了 至于被留下来 唯一重任的何小乔 则是兴奋地捏紧了手里的瓷瓶 心里直呼 surprise 没想到出来上个厕所 也能遇到这种好玩的事 话说 刚才那个人到底把他错认成谁了 那个所谓的主子 又是什么来头呢 该不会 就是江峰浩口中说的 那个惨遭他母亲抛弃的前任未婚夫吧 若真是这样 那明天可就有好戏看了 江手里的瓷瓶更捏紧了些 何小乔兴高惨烈地 哼着严重跑掉的英文歌曲 不乏轻快地回房去了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执事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五十八集 这词评里是什么 第二天一早 听说何小乔破天荒地亲自在花园里等他 下了早朝的江峰号 二娃不说 连长福都没来得及话 就赶了过去 娘子 正在努力摆弄桌面上一大捧鲜花 培养文艺范儿的何小乔 文言一抬头 目光立刻就让拱门外 正走进来的江峰号吸引住了 有别于平时里的随意散吗 今天的江峰号看起来相当威严 浑身上下无处不再散发着 禁欲系美男的风骚气质 一些华贵而又隆重的紫金巢服 完全勾勒出他高挑完美的身材 绣着盘龙踏云纹路的宽大金色腰带 更加凸显出尽瘦的风腰 满头青丝只挑起一缕 一精致大气的游龙金冠竖起 其他则是尽数披伞在肩上后背 走动间宽袍大袖青丝飞扬 趁得他整个人更显风神俊朗 玉树离风 套居小言里常用的比喻 这货简直堪比天上的某某兴军下凡 沈为盖世锐不可挡 就他现在这模样 往大街上的迷战 估计立马就能演绎 智国营车不知名时空吧 不是让各种私娟以及水果杂物压死 就是让众多色狼扑倒蹂躏之死 他个人表示 比较想参加第二种 回来了 将被玩坏的几朵牡丹花 扫不扫吧 扫到一旁的竹篓里 在桌面上腾出空间 何笑桥对江峰浩满意的点点头 夸了一句 今儿这行得不错 以后继续保持 难得被夸奖 极其自恋的江峰浩 几乎是反射性的 就在他面前转了个圈 细滋滋的问了句 果然娘子 你也觉得维夫是京城第一美男子吗 何笑桥嘴角抽了抽 黑了个线 我夸的是衣服 早就被何笑桥吐槽习惯 已经了解他 恐是心非个性的江峰浩 倒是丝毫不以为意 只当他是在害羞玩别扭 不肯说真话 认定他就是在夸自己长得帅 继续保持大好心情 换来下人送早餐 解决武脏妙问题 对了 就在等早餐送上来的空档 何笑桥总算想起 自己约江峰浩到这来的目的 连忙从不离身的布包里 翻出个掌心大小的瓷瓶 再手心里颠了点 再顺手朝他丢过去 什么东西 不知道 何笑桥很干脆的怂怂间 昨晚上我起来接手 路过花园的时候 有人突然把这东西塞给我 那人还吩咐我 务必要见机行事 往你茶水里加点料 好让你中招 然后再等主子的命令 配合行动 话说完 不忘玄宁眼今天 务必要被中招的人眼 不同情地感叹了句 唉 看来王爷这位子 也不好坐 江峰浩文言 倒是没啥特别地表示 仅是挑了挑眉 打开瓶子 闻了闻 见他微微皱了皱眉 表情似乎显得相当厌恶 何小桥立刻好奇地 往他那边靠了靠 怎么样怎么样 闻出来是什么东西了吗 是不是毒药 是屁双 喝点红 还是断肠草 都不是 江峰浩摇了摇头 手下不停地 将瓶盖重新封好 再妥善地收到袖子里 那到底是什么 江峰浩越是不肯说 何小桥就越是好奇 把这猪面死盯着他 大有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模样 江峰浩漂亮的毛子里闪过一丝脚侠 突然勾了勾嘴角 几起风马牛不相及地问了句 娘子 如果哪天为夫突然遭遇不测 你会不会为我伤心难过 啊 何小桥显然让这问题给烤倒了 下意识地躲开江峰浩的目光 揽眉歪嘴地想了半天 然后才对着手指指指呜地回答着 嗯 那个呀 应该 应该 应该什么 应该 应该 何小桥 占红了脸 努力了好久 才让紫棋冷静下来 我是说你应该好好地回答我的问题 你还没告诉我 那是什么东西呢 哦 谢天谢地 总算让他找到了个借口 认识江峰浩 也不过两三个月的时间 他可不敢让自己 现在就陷进去 这种暧昧性的问题 还是能堂塞就堂塞过去为好 只是些不入流的小玩意儿 没什么危险 不用担心 虽然听不到想要的回答 略有失望 不过考虑到兔子绝了也会咬人 江峰浩还是决定 采取迂回战术 继续拿温水 把何小桥这只懵懂的青蛙 慢慢煮熟就好 毕竟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对了娘子 你还记得 昨晚给你这东西 那个人的模样吗 不记得 何小桥摇摇头 想了想又道 当时天很黑 我虽然看不见她的样子 但大概能感觉出 她比我高一个头左右 穿褐色衣服 声音有点沙哑 像是染了风寒 还没好的样子 风寒 江峰浩沉吟了下 这倒是个线索 只是打个比喻而已 说不定人家的声音本来就那个样子呢 你可别乱抓人啊 到时候冤枉了无辜就不好了 江峰浩哈哈一笑 抬手在一脸紧张的何小桥脑袋上拍了牌 全当顺毛 娘子放心 维护自由主张 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想到今天要来王府的客人 何小桥就不由自主地提江封号感到一阵担忧 万一她又是被算计上 那下一个game over的指不定就是她 当然 除去怕死的原因外 不想见她受到任何伤害 也是不能忽视的莫名原因 连她自己都搞不清楚到底是为什么 很简单 借过丫鬟递过来的碗框 江峰浩闲适地加起一块烟萝卜 兵来将挡水来投眼 想算计本王 也得看看他们有没有那个本事 从现在起开始祈祷吧 一个多时辰后 确切地说 应该是在王府里大仇们开始准备午膳的前一段时间 两点看起来颇为奢华的软叫 总算姗姗来迟 停在了王府门外 贵客终于出现了 本集完 您给我点瓶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直视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五十九集 贵客临门 出于想给对方一个下马威的心思 提前想用完何小乔的爱心午餐之后 江峰浩便懒洋洋地靠在凉亭里乘凉 一边吃着切好的水果 一边百无聊赖地跟何小乔一起拿蚯蚓掉那些脆弱的锦里玩 直到太阳即将落山之前 柳宗馆口中公务繁忙的某王爷这才打着喝去 在何小乔同情的目光注视下 不情不愿地到前厅去见那两个死皮赖脸的在王府耗了一整天的牛皮糖 何小乔原本没什么兴趣去凑热闹 不过当探密归来的彩莲 附在他耳边说了两句悄悄话好 闲得极情无聊的他 当即双眼一亮 打发善心地将水桶里奄奄一息的锦里都丢回湖里 随即大摇大摆地往前厅走去 躲在柳总馆特别提供的热心小包厢里 主婆二人从事先凿出来的小洞里往外瞧 正好能将整个前厅的情况紧收眼底 除去坐在主位上一脸不耐烦的江峰浩 厅里还有穿着相当得体富贵的一男一女 男的大概五十来岁 数着中规中矩的老实发迹 两鬓都已经泛白了 皮肤倒是保养得很好 五温线条明朗 依稀能看出来年轻时候的帅气模样 想来这个人大概就是江峰浩口中 被他母亲赴了的那个前任未婚夫了 至于坐在男子下手 脸上画着精致妆容的年轻女人 却是一身不搭的珠光宝气 头上发三步摇一堆不说 连珍珠项链也层层叠叠挂了好几条 两边手腕上明晤晃晃的巨拙 更是不灵不灵的反射着灯光 像是恨不能向全世界宣告自己有多富要似的 彩莲 你过来瞧瞧 腾出一只手往后张了张 和小桥压低声音 我立在她身后的彩莲 你有没有觉得 那个女的长得很眼熟 彩莲文言立刻凑过去 瞧了两眼 随即压了声 呀 那不是上次很嚣张的跟我们抢东西的许小姐吗 哦 经彩莲这么一提醒 何小桥立刻全都想起来了 原来是她呀 怪不得刚才手一直在痒 感觉因为看到仇家忍不住冲动了 不过话说回来 能跟着江峰号母亲的前任一起出现 甚至打扮得如此招摇 这许梦莲到底是什么身份 该不会 她就是隔壁那位前任的女儿吧 拖日不见 世之真是越发意气风发了 等凤茶的吓人退了出去 中年男子立刻笑呵呵地改了称呼 使劲地跟江峰号套起近乎 装熟络 不知世之是否 马大人 本王和你还没熟到那种地步 不如 江峰号颇为无聊地 转动着手里的茶杯 皮笑绕不笑地说道 咱们还是按照朝廷里的规矩来吧 马一文 也就是中年男子的笑容僵了下 眼里闪过一丝怒意 随即又强撑着笑说道 是下官僭越了 还望是 王爷海涵 马大人知错能改 实乃众人楷模 江峰号悠闲地靠在宽贝椅上 等着两人的面 把玩起装面上的古董花瓶 眯起眼似笑非笑地道 念你今日乃是初犯 本王就大方点 不与你计较 不过马大人你可计好了 书的扭过头 盯着黑了脸的马一文 江峰号一字一句地补充 以下犯上可是大罪 本王今日心情好 可以饶了你 至于以后 若是再有这种情况 本王可就不能保证 马大人你的安全了 威胁 这绝对是赤裸裸的威胁 那杯香 马一文气得头顶冒烟 这杯香 何小乔却忍不住 为江峰号的乖张跋扈 鼓掌喝彩 瞧瞧 这威胁人的小样 真是高端大气上档次 本有恶霸法啊 王爷 就在众人都沉默的一瞬 一把娇滴滴的声音 却突兀的响起 打扮到贵气十足的许孟颜 红着脸 一边偷偷拿眼瞟向 主位上俊美无仇的男人 一边用能让人起鸡皮疙瘩的声音 嗲声嗲气的说道 奴家相信 舅舅他不是故意的 王爷您就大人有大量 别跟他计较吧 俗 搓掉了一身鸡皮疙瘩 将问号不愿的醋眉 撇向他的位置 正好撞见许孟颖 羞答答的偷窥视线 心里反感 嘴也跟着毒了起来 你又是哪根葱啊 此话一出 黑脸包公行列 又再添一味心愿 躲在墙壁后围观的何小桥 总是当场喷饭 差点没被自己口水呛死 看不出啊 江炮号居然有这么 腹黑刻薄的一面 真是大开眼界 许孟领别激 本王刚刚只是开个玩笑 目光不张痕迹地 写了不远处的墙壁一眼 似乎能想见 里面兵荒马乱的情况 江峰号嘴角微勾 徒得挂上满脸笑意 分为亲切地 推翻自己之前的言论 热情地对黑脸二人组 邀约导 天色已晚 不如二位就先留下来 用完晚膳再走不迟 说着话 也不给人拒绝的机会 当场就喊了下人 吩咐上菜 柳总管办事效率奇高 前脚江峰号命令刚下 后脚一盘盘冒着热气的 美食佳肴 并有条不紊的 统统被端上了桌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直视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六十集 将计就计 面对一道桌子突然出现的精致美食 完全壮口外的许孟颜二人对看一眼 虽然心里有些小嘀咕 不过还当即 立马顺水退舟的硬撑下来 石青王爷亲自请客吃饭 这殊荣可不是人人都能有的 不好好把握机会 那就是白痴 来来来 两位不要客气 江波浩脸上挂着诡异的笑 热情无比的邀约道 就像自己家里一样 来人 给马大人和许小姐倒酒 说着话 自己则是率先端起酒杯 不着痕迹地朝何小乔所在的方向 微微举了下 只见一有所指地点了点杯子 似乎是在暗示着什么 小姐 你说少爷到底在想什么 干嘛突然请那个讨人厌的许小姐吃饭呢 彩莲百思不得其解 对她而言 许孟颜就是个大花痴跋扈女 完全没有任何交往的意义存在 向来不许与陌生人共餐的江峰浩突然来这么一冲 着实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 彩莲 你要记住 有时候突然被人请吃饭 可不是件什么好事 早就看懂江峰浩意欲何为的何小强 眯着眼 搓着手 笑得分外猥琐 既然你家王爷已经铺好了路 接下来的 就看我们的表演了 表演 彩莲一脸的茫然 不明白何小强怎么突然来了这么一句 耳朵靠过来 朝彩莲勾了勾手指 示意她靠近摇耳朵 何小强如此这般的给她飞吸了一番 于是半刻钟后 笑得万分邪恶的主播二人 便先后从房间里离开 分头做准败去了 大约两刻钟后 换装完毕的何小强 手里捧着托盘 低头跟在其他几名上菜丫鬟身后 溜进了前厅 甚至还一白夜眼 颇有几分架势地 往所有人面前的酒杯里倒着酒 虽然早就发现她混了进来 但借她一身丫鬟装扮 穿梭在饭桌边玩得不亦乐乎 江峰浩也就没想着去揭穿她 只是单手执着酒杯 勇懒地靠在椅背上 在她朝自己走过来的时候 细细地扬了扬眉 给了一个雄问的眼光 怕她会当场揭穿自己老点 何小强联盟走快两步 借着替江峰浩针久的空挡 死命地朝她眨眼睛 又偷偷地竖起食指 挡着唇边 比了个近身的手势 之前才在御食店见过许孟阳 这时候要是被认出来 可就不好玩了 江峰浩很是理所当然地 享受何小强的服务 不忘朝她眨两下左眼 示意她可以放心大胆地去玩 直到玩到高兴为止 她绝不插手 瞥了眼对面有不知死活的两人 江峰浩勾起嘴角 啼啼一笑 双手还胸 一副等着看好戏的模样 两人相处的这几个月 她可没少被捉弄 何小强的整人功夫 绝对是一等一的高 只要被她盯上的人 甚少有不被整得哭啼喊娘的 翻桌另一头的许孟阳 本来就一直在偷偷注意着江峰浩 见她突然朝自己的方向 暧昧一笑 以为她也对自己有意思 当下心里各种小路乱撞 藏在桌子底下的两只手 把随身携带的丝绢 使劲地扭成麻花 半垂着头 欲聚还迎似的 回了个羞答答的魅眼 嗯 江峰浩寒了个 顾不得搓掉胳膊上 下手来的鸡皮疙瘩 连忙把视线往别的地方挪 马一文健壮 还以为两人正在上演 狼情劝意的戏吗 顿时大喜功望 认定此求目的已经达成过万 连忙用手推了推 还在装娇羞的许孟阳 用眼神示意她 赶快把握机会 大折随棍上 最好能一口把江峰浩给吞了 生米煮成熟饭之后 才好办事 两人在来之前 就已经秘密计划了整个吃人计划 自家舅舅是什么意思 徐孟阴自然不会不明白 当下便用两只鲜鲜素手 托起酒杯 举高了对着江峰浩 眉眼间是静眼不住的娇羞与欢喜 声音更像拖了几件蜜糖一样 甜得让人发抖 孟阴敬王爷一杯 愿王爷心想事成 万事如意 最好是能尽快 把她取进门当王妃 长相孙少 得偿所乱 当然 这句话 徐孟阴没有傻得不要脸的说出来 只是甜滋滋的 在心里自我歪歪 做补充罢了 江峰浩抖了两斗 刚向张嘴回应 旁边已经有人动作更快的 替她解决了这个 喝与不喝的问题 何小乔本就瞧着 徐孟阴不顺眼 这会见她 居然还挺不知耻的 当着自己的面 朝江峰浩猛抛媚 心里那把无名火 几乎是瞬间 就呼啦啦的烧到了天际 趁大伙都不注意的时候 迅速全开 酒壶的盖子 就在徐孟阴 话音刚落的一刹那 何小乔猛地转过身 非常有技巧地崴了下 顺势往前一扑 手中高掘的酒壶 便直冲冲地 朝着徐孟阴飞了过去 砰的一声 把一次酒壶 重重夹到徐孟阴面前 随后连同边上的 密质胶筋 一起飞上网空 接着再欢快地 手牵着手 一起投奔她 大场的怀抱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执事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六十一集 将计就计 客厅里瞬间安静了下来 徐孟阴手里捧着酒杯 僵硬的低下头 看了看落在浅肩裙摆上 大片的污迹 再瞅瞅正对面 一脸玩味 英俊潇洒的梦中良人 浑身金光闪闪的金龟絮 脸上的笑 抹在洞中 随后仿佛被烫到一般 从椅子上弹了起来 嘴里刻着不住的 发出一声长长的尖叫 抱歉 抱歉 刚才脚扭了 一时没注意到 你还坐在这儿呢 真是不好意思啊 始作俑者睁着两只大眼睛 乱眉成意的道歉 一边假装好心地掏出手帕 忽乱地替许梦盈 擦着裙上的污渍 来 我给你擦擦 不要拿一个伤手碰我 走开 说着话 一股气得失去理智的许梦盈 双手往前 叫去推和脚强 后者皆令地躲开她的袭击 伸出右脚 不客气地踩住她的裙脚 手上再猛地一扯 只听呲啦一声 置地上乘的长裙 就这么硬生生地 给拽下了老大一片 藏匿旗下的小巧绣花鞋 和半截白花花的小腿 就这么大啦啦地 暴露在众人的视线中 就在许梦盈 差点先放了屋顶尖叫声中 存心来捣乱的何小乔 洗满意足的 在江峰号和一肝下人的 友谊包庇下 攻场身退 临走还不忘发挥 独乐乐不如重乐乐的伟大精神 顺手将摆在马一文 不远处的几盘菜 也给掀了个底朝天 让她和王府的特色菜汤 也来个亲密接触 对 没错 何小乔承认 他也不爽这家伙很久了 你说你上了年纪的老男人 带个正直发情期的姑娘 到人家黄金单山汉家里做客 还各种玩气氛搞暧昧的 怂恿双方 来一段超友谊关系 这上赶着倒贴别人的模样 简直就跟拉皮条 没什么两样 身为人家黄金单山汉的母亲的 前任未婚夫 你说您这丢不丢人呢你 要不是顺带把你拖下水整一整 哪能对得起 以维护时空障礼 象征爱和和平的穿越你团队精神 认命吧 今天你呀就倒霉 目送和小乔潇洒离开 江峰浩瞥了眼脸色难看 还在闹腾个不停的一男一女 没啥诚意的慰问了两句 随机招手 换来门口探头探脑的彩莲 吩咐他带着马一文和许梦莹 这救生二人去客房换衣服 早就得了和小乔指引的彩莲 连忙兴奋的蹦出来应了声 高高兴兴的和另外一名叫做 英童的精灵小孙一起 领着两人往不同的方向走 趁着向人收拾桌子重新摆上网块的时候 才刚大闹过一场的和小乔 顺准了时间 无比潇洒的卖着八字布 手里甩着小碎花手绢 从外头晃了回来 早料到他还有后招 所以江峰浩并没有急着彻架酒席 依旧坐在主位上悠闲的喝着小酒 哼 娘子方才玩得可爱尽兴啊 马马虎虎 还算过得去 随一般张椅子在八仙桌前坐下 何小乔伸长手去拿摆放在许孟营 以及他舅舅面前的酒杯 不无兴奋地回答 刚才那个只是开胃菜 真正的好戏现在才要开始呢 晃了晃手里的酒杯 何小乔从怀里掏出个小纸包 打开后将里面的粉末状物体倒入杯中 倒入一点酒 再拿筷子随意搅拌了几下 江峰浩不感兴趣地凑过去瞧了瞧 目光在杯底的粉末上扫了眼 灵敏的鼻子很快分辨出其中的特殊味道 八豆粉 你怎么会有吃东西啊 笨 当然是买回来的 都说有钱能吃鬼推磨 何况区区一点八豆粉 何小乔撇撇嘴 懒洋洋地瞪他一眼 动作迅速地将杯子里浑煮的八豆粉汤 倒扣在粘涉的手绢上 再大摇大摆 当着众人的面 用浇过料的手绢在许孟营两人的酒杯上 来回擦了几遍 确保所有地方都有原始限要八豆粉的存在才敢把烧 何小乔赶紧站起身 朝江峰号挥了挥手 我先挥隔壁屋子去 接下来的就看你的表演了 娘子放心 微服小的该怎么做 还笑目送何小乔脚步轻快地离开 将温号抽出肾少离身的折上 刷得一下打开 慢悠悠地扇着风 随后又微微眯起眼 错过脸低声朝旁边后置的小丝吩咐了几句 那小丝拱着腰听了半嗓点了点头 之后便安静地从侧门退了出去 脚步匆匆不知道干什么去了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回家吃饭 作者十一弹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直视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六十二集 屁滚尿流 马一文和许梦盈两人换了衣服回到前厅 在门口碰掉的时候 不免又是眉来眼去一番无声交流 之后才各怀鬼胎地分别进了门 身负勾引重任的许梦盈更是一落座 就急不可耐地对江峰号眨着眼各种猛方电 捏着手绝十六姐上身 一副快来让我勾搭的猴急模样 江峰号眼角直抽抽 胃中迅速翻涌出翻天大浪 差点一个没忍住 一拳都挥过去 就连站在他身后的一杆下人 也全都不忍足视 扭过头 放任全身鸡皮疙瘩的群起革命 再投身大地堆积成山 忘记带矜持也就算了 可你突然这样掉节操的抽风是怎么回事 这酒是西山教藏十年的莲花白 如不嫌弃 两位就多喝点吧 强忍着将对面两人胖揍一顿 再丢出去的冲动 江峰号努力地将许孟莹的脸 给自动屏蔽 脸上习惯性地挂着万年不变的 吊耳郎当笑容 来人 倒酒 随时的丫鬟立刻上前 替生酒二人将酒满上 酒香浓烈 味美甘醇 果然是好酒 好酒啊 见江峰号如此热情 马一文自是不已有他 还当自己已经和黄氏贵兽搭上了线 即将飞黄腾达 蒙不迪地催促着同样自我感觉良好的许孟莹 出手表现一番 莹儿 还不快敬王爷一杯 是 舅舅 旭孟莹娇娇声一笑 脸盲用手托起酒杯 孟莹 敬 不必了 本王不习惯这一趟 江峰号皮笑肉不笑地打断他 要是觉得这酒能入口就多喝点 别糟蹋了本王的一番心意就好 郑主都这么开口了 两人也就不好再多说什么 只好任凭身边的丫鬟一次又一次给他们买上酒杯 虽然心里疑惑 为何江峰号半句不提刚才发生的事 似乎对那个冒失的丫鬟多有包庇 未对其施以惩罚 但毕竟现在是在人家的底盘上 管局地位又比人家低了好几个级别 就算有再多的不甘 也只能和着酒默默地往肚子里吞了 就在生酒两人都被灌了满肚子酒水 感觉似乎有那么点不对劲的时候 门口突然传来一把清冷低缠的男生 王爷 那酒不能喝 屋子里的人间是一顿 马一文跟徐梦莹先是冥冥相亲了一会儿 随即不约而同低头瞪着手里的酒杯 强忍着将他们当场丢出去的冲动 装着表面功夫维持良好的礼仪 原来是冷护卫 比起马一文两人的恐慌 江峰浩似乎未觉得有任何不妥 动作潇洒地将杯中好酒一眼而尽 随即懒洋洋地撇一眼正抬脚进门的手高伸扬 你倒是给本王说说看 这酒怎么就喝不得了 这 一身利落地护院装扮 无关平淡无奇的冷千山 目光从厅里一众人身上扫过 重点落在坐立难安的马一文和许梦莹身上 嘴巴张了张又慢慢合了回去 看样子似有难言之眼 江峰浩也跟着撇了对面的两人一眼 挑了挑眉 但说无妨 得了上级指示 身为人家下属的冷千山也就只好实话实说 属下方才在厨房外抓到一行计可疑之人 盘问之后才知道 那人在给王爷的酒水里下了药 说着话 又走前两步 从怀里拿出一个细井瓷瓶放到江峰浩的面前 这是从那人身上搜出来的 属下大胆推测 下在酒里的应该就是这东西 库厅里再次安静下来 许梦莹在看到那小瓷瓶的时候 脸色默得变得一片青绿 脸带身体也微微抖了起来 不安的在桌下 拉了拉舅舅马一文的袖子 后者咽了口唾沫 后街滑动了下 脸上也是一副惊恐的模样 似乎那小瓶子里装着的 就是传说中的洪水猛兽 眼角余光描了两人的有趣反应 江峰浩在心里冷笑一声 表面上却是不拦不惊 老妖妖的靠坐在椅子上 装作颇感兴趣的拿起那瓶子 转来转去看了一周 除了下药 那人还有没有说什么 那人嘴硬得很 什么都不肯说 属下担心王爷 故人才先行过来通报一声 说到这里 冷却山疏得转过头 对了王爷 刚才那酒 江峰浩很是干脆的举起酒壶 壶口朝下点了点 再无奈的一摊手 喝了 全喝了 看一眼江峰浩手中的酒壶 冷却山蜜色诡异 沉思良久 外上 拖得换上一副 云淡风轻的模样 语调轻松的补了句 那也没关系 此话一出 全部人立刻将目光 集中在他的身上 冷却山淡定已对 以便被公事一样解释道 据刚才那人交代 因为时间匆忙 所以他只来得及 向其中一壶酒下药 而壶身上 有他做的十字记号 话到这里 便停顿住了 不用冷却山多说 听里众人的目光 已经迅速地 急决在江峰浩身上 至于后者 就是了然的勾勾唇小 很是大方地 把酒壶举高了些 又左右换了晃 好让大伙都能 满足好奇心 看个清楚 光滑的酒壶 表面亮得 简直能当镜子看 别说十字记号了 连个芝麻大的划痕都没有 结果自然是不言而喻的 好命的王爷大人 果然没有雀屏重选 被当小白鼠 但酒竟然已经从厨房 送到饭桌上来了 那就说明 肯定会有其他人 不幸中招 到底是谁呢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 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直视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六十三集 屁滚尿流 众人的目光飘啊飘 从江峰号那边 慢慢地飘过 桌面上的各色菜盘 汤碗 最后纷纷落到桌上 另外一只酒壶上 盯着面前那只 在壶盖下一点的地方 刻着明晃晃十字的酒壶 马一文 许梦颖脸上 就像挂了着霓虹灯一样 滑滑绿绿的 从发黑 变成苍白 再变成将子 最后定格在青绿上 原来那酒是被二位喝了 真是抱歉 府里出了这等事 都是本王治理不大 心情大好的江峰号 看着对面两人大汗淋漓 双眼失神 不知如何自丑的模样 强忍着想狂笑的冲动 努力装出一脸同情和惋惜 来人 快去见大夫 王爷 属下认为大夫可以不用来了 一直都在冷眼旁观的冷千山 吐得再次开口 双手还胸 将从不离身的长刀抱在怀里 因为刚才那人说了 下在酒里的是 冷千山的话还没说完 抱着肚子一脸扭曲的马一文 你就猛地站了起来 拱着腰撅起屁股 放了个震天响的臭屁 舅舅 身处满是异味的气体中 头腰腹头揉脚的许孟莹 脸色难看 似是警告地喊了声 自喜则是捧着肚子 如坐针毡 死命忍着想要放屁的冲动 一边努力地朝江峰号 立开个激进扭曲的笑容 王爷 孟莹突然想起 还有点事 没错 请容我和舅舅先 啊 有蟑螂 人群里也不知道是谁突然大喊了声 随即只听得尖叫声四起 人影乱晃 许孟莹冷汗惨惨的捧着肚子 正犹豫着要不要趁机先往茅房跑几趟 解决生理星球的时候 一只手折头大小的黑褐色昆虫 突然由远而近 怕惊一下牢牢地连在他的双眼中间 紧随其后的 还有一只臭哄哄脏兮兮的超大马的鞋子 受此惊吓 肚子里同样也翻天覆地的许孟莹一个愣神 正想拉开喉咙放声尖叫的时候 比这更快的响屁已经如炸雷一般 接二零三地在客厅里响起 客厅里顿时死一般的寂静 是解药 一脸酷相摆了个威武pose 却为冷落许久的冷切衫 总算把握机会 拴了个存在感 慢悠悠地将真相 到处给众人科普了一番 面对面前所有人或惊恶 或同情或怯笑的眼神 面如死灰的许孟莹 终于再也熬不住 两眼一翻 带着同样半死不活的小强军一起 成功地晕了过去 本想让许孟莹 攀上江峰号这株大树 好祝自己飞黄腾达 没料到却乐得现在这种狼狈境地 肩不忠气的外甥女儿 吓晕过去 自己浑身上下 更是像突然间被千万只 蚂蚁啃咬一样 又痒又痛 腹痛肉脚的马一纹 也顾不得什么礼貌形象 脸色秋绿地捂着肚子 躲门而出 一路朝毛侧 狂奔而去 目送他一路屁股尿流地离开 厅里众人都绷着脸 脸颊肌肉抽抽 一副想笑又不敢笑的模样 江峰号没开口 他们也没动 一群人或坐或站 乱媒同情心的 一把围成一圈 围观脸上带着个明显鞋印 已经完全不省人事的许孟莹 很不等人手一只手机 将这精彩的一幕拍下来 何小乔从隔壁房间里出来的时候 大型垃圾许孟莹 已经让人抬早送到医馆去了 几名丫头忙碌着 收拾着狼藉的餐装 作为主人的江峰号 就是一只大马金刀 坐在旁边屋子喝着小酒 捡他走过去 不忘拿酒杯朝他示意举了举 瞄了眼立在旁边 跟条木头没啥区别的冷千山 何小乔拉了张凳子 在江峰号的旁边坐下 不多啰嗦地直入主题 那瓶子里到底什么东西啊 从刚才 救生两人惊恐的表情来看 那个无意中被他拿到的瓶子 到底属于谁 答案已经呼之欲出 现在他好奇的是 里面装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以及那对不请自来的生就 当然如此不自量力 来碾胡须的真正原因 当然 如果不是昨天晚上 那个人阴差阳错地 把东西送到他的手里 说不定今儿 没有任何防备的江峰号 还真就让他们成功推倒 所以说 挑选队友的时候 一定要慎重 碰上个猪队友的话 还是别挣扎了 赶紧做好全军覆没的准备吧 不过是些青楼里常用的和欢伞 最不入流的助性药 吃不死人的 面对何小乔的疑问 江峰号这次没有拐弯木匠 而是选择直觉了当地 给出答案 原来如此 江峰号这么一说 何小乔立刻就全都明白了 傅家亲军头脑发热 盼望飞上之头变凤凰 于一心 以进军朝廷为目标的娘舅 一派集合 妄图里应外合 拿清白当筹码 上演仙人跳 好成功上尉 入主王府 真是狗血的戏码 亏得能生就二人 居然还沾沾自诩 以为天衣无缝 演得高兴 如此鲜血淋漓的 too young too simple 简直是让人无法直视 不知道啊 等许蒙影醒过来之后 想起自己在众目睽睽之下 又是尖叫又是尖叫又是放屁的 形象尽失 会不会一时冲动就往墙面柱子上撞 哦 很有可能 阿弥陀佛 真是罪过罪过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直视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六十四集 不速之客 送走许蒙影过后两天 偌大的王府 一直处于安静和平的状态 江峰号虽然废材之名在外 常年吊儿郎当不务正眼 但迫于自家死归老爹 临终前一定要有爱千功的嘱咐 还是很勤快的 每天天不亮就去上早朝 辅佐刚上任不久的 皇帝侄子 至于何小乔 因为没有人管着 又不用担心没饭吃 现在已经成了彻头彻尾的米虫 每天翻翻地 种种菜 吊吊鱼 逗逗小狗 然后该吃吃 该喝喝 没事就跑街上溜达溜达 混个脸熟 除去要进厨房 给江峰号开小灶 做饭之外 小日子倒是过得 各种舒坦自在 这天江峰号去上早朝还没回来 何小乔刚起床不久 见天气不错 便想着去花园里跑一圈 断了一下身体 当减肥 结果 才换了衣服 刚走出院门没多久 就被喊住了 喂 那边那个村姑 啊 村 姑 正要看出阅动门的何小乔 脚步一顿 随即下意识地低头 审视自己的衣服 再拉起裙脚 看看鞋子 静儿在心里默默感叹了一声 哇 好眼力 居然一眼就看透了 他包裹在 微小自外口下的 淳朴乡土气息 嗯 真乃高人眼 喂 喊你呢 不准装死 快给我过来 中气十足的年轻女生里 多了一丝不难 似乎很不高兴 何小乔胆敢如此不失抬举 扭头左右瞧了瞧 确定没有别的村姑 跟自己站在同一地平线上 何小乔 这才揪着为方便活动 而绑出来的搓辫子 用手点着自己的鼻尖 犹豫地问了句 你喊我 废话 这附近除了我跟你 还有别人吗 站在前方屋檐下 一身帅气 紧身红衣 勾勒出 曼妙身材的年轻女子 皱了皱鼻子 至高气昂地 用手中的马鞭 指着何小乔 叫上命令的 赶快给本公主过来 呦呵 居然还是个公主 考虑到两人身份上的悬收 再加上没有江峰号这个小靠山在 身为外来弱小屁民 又兼具帕子特质的何小乔 第一时间决定 先乖乖听话 保住小蜜 免得一不小心 把面前那位高傲的公主给惹脑了 人家金口一开 就能让她脑袋落地 随时回老家 哦 是时务者 为俊杰呀 大小小出去的念头 何小乔举步往回走 请问这位姑 公主 有何吩咐 本公主渴了 丢下这么句话 红衣女子便转身回了屋里 将马鞭往桌面上一放 人也跟着在旁边坐下 何小乔眨了眨眼 很顺口地应了声 哦 哦 什么 没听到本公主说口渴了吗 还不会过来倒茶 红衣女子似乎很是烦躁 见何小乔半天没有动作 当下用力拍桌面 原来是想喝茶 直接说一声不就得了 这里又没有别人 用得着装得那么冷艳高贵吗 垂着头 暗地里翻了个白眼 何小乔略思考了下 还是乖乖地上前 非常顺手地摆好茶杯 拿起茶壶 开始磕串 静止地压坏一枚 大概是见何小乔表现良好 红衣女子身上的焦躁不耐 似乎退了点 没有再说别的话 只是一杯接一杯 屋子不停地喝着茶 大概是真的渴得很了 何小乔见状 忍不住又在心里默默吐槽了一番 哼 你牙快渴死了 还装什么面子 茶水就在旁边 自己倒一下会死啊 还废得摆着架子 等人伺候才输她 活该没人理你 不过话又说回来 面前这姑娘气质长相都不错 那股天生的高贵优雅 看起来确实像是皇室中人 但若她真的是公主 没理由王府里的人 会将她单独撇在这里不管呢 甚至连个招呼的丫鬟都没有 难道其中有什么猫腻而不成 心里这么想着 何小乔又忍不住抬头去看她 满头青丝只简单地挽了个发际 头上没有多余的珠花发簪 额头光洁皮肤细腻 细细的柳叶眉 胆而亮得兴眼 鼻子精致小巧 唇色较红 确实是个美人拍子 衣袭红衣潇洒利落 英气勃发 子军一看 在她的左眼下方 却有一颗小小的泪质 将她本来的气质柔化不少 喂 你叫什么名字 怎么会在这里 本集完 您给我点瓶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直视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六十五集 不速之客 红衣姑娘似乎没有注意到和小乔的打量 手上不停地喝着水的同时 还不忘昂首挺胸 收腹摆着架子 继续自己的冷样高棍 何小乔嘴角抽手 心想 我在这里 还不是被您喊过来的吗 我 算了算了 不用你说 本公主也知道 不得何小乔说完一句完整的话 红衣女子已经赶苍蝇似的挥着手 颇为不耐地打断的 瞧你这寒酸样 府里最下等的丫鬟 穿得都比你精致 想来你应该是这儿送菜的吧 阿雷 送菜的 何小乔愣了下 随即哭笑不得的准备开口解释 我不 我知道我知道 红衣女子再次抢过话筒 你不用说了 本公主都知道 又来了 什么叫做她都知道 她都知道个鸟啊 难道当公主的都这么喜欢打断别人说话吗 真没礼貌 看在你刚才伺候本公主喝茶表现还不错的份上 本公主就不跟你计较乱闯王府的罪名了 等石七书回来 本公主还帮你求个情 让她不要太为难你 让江峰浩不要为难我 哦 少事 何小乔继续无声地翻着白眼 表达自己的无奈 还真是多谢了 石七书最宠本公主了 只要本公主开口 她一定不会治你的罪 说不定还会多给你一些菜钱 这样你以后就不用担心没有钱花了 红衣女子继续拍着胸口 义父 万事都有本公主替你搞定 不用太感谢我的模样 自我感觉良好的 巴拉巴拉的说个不停 所以说 今天你能遇到本公主 绝对是行了大运了 只要有本公主出马 何小乔见她说的高兴 在无从打断她的情况下 只好强忍着小微子最哀叹的冲动 默默地取过杯子 帮她把茶水给絮上 倒豆子似的说那么多话 难道她都不觉得口渴吗 红衣女子肩状也不客气 捞过茶杯仰头就喝 喝完了喘口气 又抽空问了句 对了 我石七叔人呢 去哪了 已经完全淡定下来的何小乔 眼观鼻鼻关心地站着 维言立刻冷静迅速地回答 回公主殿下的话 你家石七叔去上朝了 还没回来 等她回来 她绝对会给她一个 此生难违的见面里的 对哦 差点忘了 石七叔也要上早朝 红衣姑娘放下茶杯 想了想 突然探头 朝外面看了看 然后又一领神秘地 朝何小乔招了招手 你过来 虽然不明白 她这葫芦里 到底卖的什么样 但好奇心 高度发达的何小乔 还是相当配合地 靠了过去 就见那红衣姑娘 又小心翼地 左右看了看 确认周围 没有半个人后 才用手掩着嘴 压低了声音吻 听说这府里 来了个陌生姑娘 十有八九啊 会是我未来的 十七皇神 你见过她没有 何小乔墨 隔了许久 才下意识地 摸了摸自己的脸 犹豫着点了下头 大概 也许可能 我 应该见过吧 什么叫做应该见过 见过就是见过 没见过就是没见过 你到底是见没见过 静公主闻言不高兴了 何小乔想了想 顺口回答 嗯 这府里新来的姑娘 倒是有一个 不过 到底是不是你说的 十七皇神 小的就不知道了 新来的姑娘 那肯定就是她没错了 打听到自己感兴趣的消息 虹一姑娘兴奋起来 漂亮的小脸上 挂着热切的表情 哎 你快告诉我 她长得什么样 好看吗 何小乔无语泽个 随后继继 摸着自己的下巴 真酿良久 才吐出一句 她呀 长得很普通 长得很普通 红衣姑娘呆了下 似乎有点接受不能 随即皱着眉 嘟囔开了 难道不是同一个人 不对啊 皇兄明明说了是个 皇兄 难道是当今的皇上 就在何小乔感兴趣地 竖着了耳朵 准备接收 当朝天子的八卦讯息时 表情丰富的红衣姑娘 却默地停住自言自语 随后又追问道 喂 你说她长得很普通 那你知道我诗句说 为什么会带她回府吗 回公主 不知道 这问题 何小乔是回答得 想恩又干脆 就是知道也不告诉你 什么都不知道 你到底是干什么吃饭的 何小乔立刻抬头挺胸 一脸争取里然地回答 禀公主 小的是靠卖菜吃饭的 红衣姑娘瞬间捏肿 老半天坑不出一句话 反驳她 你 是谁那么大胆 敢在本王府里挑担子卖菜 就在两人面对面 大眼瞪小眼的时候 门外突然传来 江峰号独有的雌性嗓音 懒洋洋的 就像刚睡醒一般 而随着她的出现 之前 绝技于这个院子的丫鬟 仆妇也立刻像 见了食物的蚂一样 迅速整齐地涌了出来 珍茶倒水 擦桌子送点心 各自丰功 忙得不亦乐乎 人来人往 完全没有半点违和感 就好像刚才 他们只是全都隐形了 现在才想起 要献身于人前一样 至于被点了名的何小乔 她偏一眼从外头 晃进来的奇长身影 见她朝自己看过来 当下举高右手 面无表情地回应 我 娘子 江峰号眉骨头一样 倚靠在门上 一见何小乔 立刻双眼一亮 当下挺着了腰背 满脸堆下 准备上去来个 美好的餐前 Morning Kiss 结果 脚刚抬起来 没来得及卖出去 鞋地里却突然冲出来一条 眼熟的红色身影 二话不说 第一时间抱着她的胳膊 将她牢牢扯住的同时 各式热情无比地 喊了一声 石器说 靖河 你怎么会在这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执事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六十六集 靖河公主 两个月不见 靖河想念时机说 所以就来看你了吗 被冲作靖河的红衣女子 努力地抱着江峰浩的手臂 撒娇似的晃了晃 神情相当兴奋 无事献殷勤 非奸极盗 江峰浩哼了哼 用眼角余光撇了他一眼 说吧 是不是又惹黄嫂不高兴了 要我帮忙收痕 哪有啊 靖河文言 立刻撅起小嘴 不高兴地抗议 实际说 你太看不清我了 本宫才不会让母后不高兴 江峰浩挑挑眉 美好气地应了句 既然没事 那你来我府里干什么 当然是来看十七书你啊 红衣姑娘抬头 讨好的朝江峰浩笑了笑 说话间更加用力地 抱紧了她的胳膊 完全将双眼 已经快喷出火来的何小乔 给当成空气般 视若无睹 死孩子 胸还没长出来呢 就想跟老娘抢男人 嗯 既然他们两个 还是黏黏乎乎地抱索一团 何小乔终于看不下去了 重重地咳嗽了一声 臭着脸 并磨牙 并给自己刷了个存在感 哼 你还抱 你还抱 抱你大爷呀 还不赶快奉赏 男女瘦瘦父亲没听说过吗 你怎么还在这里呀 被重点警告了的江峰浩 还没来得及表态 红衣女子就已经抢先一步 一个不愈的眼神横了过来 快出去 别在这儿挡着我跟实习叔叙旧 叙旧 危险地眯起双眼 何小乔抬头 看了看似乎还在状况外的江峰浩 再瞅瞅红衣女子 紧抱着他胳膊的两只手 二话不说 放下茶壶 抬一脚就走 经过江峰浩身边的时候 不忘在他脚背上 重重踩了一下 以示报复 等等 江峰浩一个没防备 让他踩了个正着 脸颊因为吃痛 而微微抽出了下 但是很快 又反应过来 露出一个恍然耽误的表情 顾不得脚疼 快手快脚的 将扒在自己身边的红衣女子扯开 长臂一伸 就把即将迈出门口的何小乔 扯了回去 干嘛 莫得被扯中 一只脚刚迈出门口的何小乔 差点一个力气 完美扑该 好不容易稳住身形 回过头来后 立刻狠狠瞪了始作俑者一眼 放手 江峰浩丝毫没有将他的怒气当回事 笑嘻嘻地将他拉得更近一些 有低下头 凑近他耳边 也只有两个人才能听到的声音说道 娘子身上好大一股酸味 莫不是今个早上做糖醋鱼的时候 不小心打翻了醋坛子 哦 何小乔试了几下 都没办法挣脱他的前置 只好皮笑绕不笑地毁了局 这都能闻出来 看来王爷的嗅觉 已经直追街口老黄 真是可喜可贺呀 老黄者 隔壁街 常驻流浪狗誓言 被拿去跟一条 齿木之年的黄狗相比 江峰浩辉但没有发怒 反而笑得越发开怀 闲着脸讨好的凑上去 娘子 何小乔淡定得张开五指 把他凑过来的大脸推开 在无比高贵的冷艳昂起下巴 哼了声 哼 这位公子 男女瘦瘦不轻 本姑娘跟你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麻烦自重点 别靠那么近 天热人烦躁 玩火有危险 要是一不小心弄出个什么 人命官司的 他该不负责 因为声音较高 所以即使隔了段距离 红衣女子依旧能够轻易地将她无理犯上的话 听了一清二楚 本来还想一分填膺的提自家的十七书抱不平 结果一抬头 就看到那个被无理对待了的人非但没有半点不悦 反而一副见了吧唧的享受模样 使劲地往人家身边更贴过去 我擦你大眼 前头那只看起来像是掉了杰草的宠物狗 真的是他们家那个想来桀骜不驯 英明神武潇洒自若的十七书吗 如此巨大的反差 是会闪下人眼的好吗 是一些口气 心里才刚让一万匹草泥马狂奔践踏过的红衣姑娘捂着心口 目光混合着极度崇拜疑惑等各种情绪直射何小乔 一脸受伤的控诉 你不是来送菜的 何小乔嘴角抽抽了下 额上垂下满满一碗黑米面线 从一开始我就没说过我是来送菜的 所以说想象力太过丰富 老是进行自我脑补什么的 最讨厌了 难道是活 不对 不可能 先前的潇洒利落全都不翼而飞 面对表现暧昧的两人 红衣姑娘下意识地咬着自己的手指头 想了半天 最后还是甩了甩头 将脑袋里刚冒出来 关于何小乔身份问题的可能性统统丢掉 很是虚心地不吃下味 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 何小乔本来正站在门边享受穿堂风 为言果断将头一扭 伸手就去戳江峰浩的肩膀 喂 这位公子 听到没有 准备问我是什么身份呢 我要怎么回答 抓住他作乐的那只爪子按回去 将封号挑了挑眉 不打反问 本王这里能给的身份多的是 不知姑娘喜欢哪个呀 插开手指 用活口摩梭着下巴 何小乔偏着头 很是认真地想了想 你觉得 金夫这头衔怎么样 江峰浩呛咳了下 随即一本正经地将这驳回 实在抱歉 本店没有肩膚这等头衔出手 翻请姑娘另选一个 另选 何小乔偏头想了下 随即扁了扁嘴 那多麻烦 严尾瞄到红衣姑娘静和 还在眼巴巴的等着答案 何小乔脑子里 突然闪过两人之前的对话 莫得记上心头 露出一个邪恶至极的笑容来 推开江峰浩走到桌边来 何小乔笑得贼眉手眼 转身朝他勾了勾手指 江峰浩不明所以 但还是相当配合地走了回去 静和原本还是一头雾水 静和小乔一咕噜爬到椅子上站着 当下眉心一皱 就想开口来对训斥 却莫得扫到自家十七书 一脸期待的表情 恋家扭曲了下 张开的嘴巴又默默地合了回去 默不吭声地静观其变 本集完 您给我点平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直视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六十七集 适合身份 就见何小乔在椅子上站定 居高临下地看着江峰号 后者 则是五半分不悦 非常自然地 样高头 与他对视 江峰号 身高起码有180 然而是站在椅子上 身材娇小的何小乔 一直比他高出 一个半头左右 两人默默对看了几秒 江峰号默地挑了挑眉 毛子里充满蛊惑的意味 声音里更是低得像是呢喃 娘子 闭嘴 不准说话 背脊像是被电了一下似的 麻成一团 何小乔抖了两下 才勉强拉回心神 连忙伸手 托起他线条优美的下巴 目光不怀好意的 从漂亮的菱形伯唇扫过 随即毫不客气地低下头 堵起嘴 重重地亲了下去 立在一旁的江峰公主 顿时整个人都碎裂了 苍天啊 大帝啊 谁能告诉他 现在到底是什么样一种情况 他家那个 向来不准陌生人进身的石器书 居然 居然被一个不欠的村姑 给抢稳了 更可怕的是 他还俨然一副任君宰割的享受模样 又无比销魂地给他亲了回去 这他妈的是要教坏小孩的节奏啊 拜托请考虑下 做一个连看到陌生男人都会脸红害羞的青春姑娘 纯洁无下的内心好吗 竟和公主战红了脸 成目结舌地看着眼前儿童不移的画面 两只手僵在傍空 无比纠结地考虑 到底要不要把眼睛遮住 以防长针眼 看到没 我们就这特殊关系 你说我是什么身份 好不容易结束摇嘴巴运动 何小乔微微喘了口气 随机顺手勾住江峰浩的肩膀 将大半身体重量都靠在他身上 后者则是挑了挑眉 无比顺手地就搂住他的腰 任他胡作非为 在竟和公主看过去的时候 甚至相当配合地 喊手给予大力承认 就是这么回事 竟公主再次碎脸 手指颤抖地点着何小乔 结结巴巴了半天 才勉强挤出一句话了 你 你你 狐狸精 第一次被冠以此等象征 风华绝代的美称 何小乔当下眉开眼笑地 应了回去 谢谢花奖 一口气活生生耿在喉咙 竟和公主觉得自己想吐血 何小乔的脸皮厚的 子弹都打不穿 办一下阵来 又不甘心就这么认输 竟和公主在一番咬牙切齿之后 当即毫不犹豫地转向自家人 硬是挤出了两只朦朦胧胧胧的泪眼 实际说 他欺负我 慧哭的孩子有糖吃 慧告状的公主一定能得到胜利女神眷顾 竟和公主非常笃定地朝何小乔抛了个必胜的眼神 小样 根本公主倒 不自量力 江峰浩 你侄女欺负我 不等江峰浩有所回应 何小乔已经笑眯眯地顺着竟和公主的话位 轻松悠闲地给她摆了道 到底是要疼老婆 还是要疼侄女的选择体 后者争取幸福又满足的大吃她腰上的嫩豆腐 维言头都没抬 顺口就啪来一句 静和 不得无礼 十七叔 静和公主大受打击 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重色轻咬 胳膊肘往外拐 各种欢事的自家疏疏 终于忍不住 哇的一声 丢下一句我讨厌你们 一阵风势地跑了出去 屋子里一时安静了下来 何小乔淡定地把挂在她腰上的闲珠手拿开 轻松地屈膝从椅子上跳下来 在苗里还满脸惋惜不舍的江峰浩 用下巴挪了挪门口 你家侄女跑了 原以为江峰浩多半会去把人交哄回来 没想到 她倒是见怪不怪 屋子在桌边坐下 顺手把何小乔也一并拉过去了 不用管她 那丫头惯会拿这招糊弄人 当看不见就好 这货真是人家七叔叔吗 刚才那姑娘真的是公主 替红衣姑娘默挨了两秒 伸手替两人都倒了杯茶 何小乔顺口问道 皇帝的妹妹 能喊江峰浩一声十七叔的 估计不会是新帝的掌上明珠 那就只剩下先皇女儿这一个可能了 娘子果然尊慧啊 狭长的双眼微微眯起 江峰浩笑出两个酒窝 不遗余力地拍着马屁 收获一颗大白眼之后 才面不改色地 借过何小乔递过去的茶杯 慢条丝里地喝了口 净和是我燕国的长公主 从小在宫里长大 人是刁门跋扈了点 但新帝还不坏 不然他躲着都来不及 又怎会允许他自由抽入王府 哦 原来如此 何小乔随即释然地点了点头 公主嘛 都是自小及三千宠爱于一身 这种环境下来养大的孩子 能有几个不嚣张跋扈的 他了解 真的能了解 别管这些了 先用早饭吧 天黑未亮就进了金鸾店 现在才得以回来 江峰昊早就饿了 这个时候 他可没什么心思去讨论 自家侄女的事 当下可怜巴巴地看着何小乔 娘子 为父的早饭呢 这家伙 还真拿我当专用厨娘了 何小乔嘴角抽出了下 敌不过江峰昊拿轻轻亮的眸子看着他 最后还是拌下阵来 不甘心的张护彩莲一起到小厨房里 将还热在蒸笼里的早点都端了出来 面对摆了满满一桌的烧麦虾角 萝卜糕 莲藕酥和莲子瘦肉中 江峰昊立刻双眼发亮 二话不说 举快开动 在周遭一干吓人 猛吞口水的热切注视下 吃了个盆顶朝天 随后采集幸福 又满足地拉着何小乔 上花园散步去了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直视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六十八集 静鹅公主又杀回来了 何小乔觉得 自己低估了静鹅公主的难缠度 原本以为她不会那么快回来 齐马瑶挥赖狂奔回宫 找皇帝告上一撞 她甚至都已经做好了 被喊的老李喝茶 陪张老老鼠聊天说心事的准备 结果 没想到 那个传说中刁脉难缠的长公主 居然只是到外头随意的绕了一圈 把街上搞得兵荒马乱 一团糟糕之后 比心平气和的 带着四个眼睛长到头顶上的侍女 和两个一脸褶子的老嬷嬷 卷土重来 以照顾自家皇叔为友 死去白来的住进了王府 哎呀 堂堂大燕国的长公主 脸皮居然比她还厚 小姐 你瞧你瞧 这灯笼真好看 彩琳兴致勃勃地 从旁边摊子上 挑了个愉悦清晰的灯笼 献宝似的 递到有点心不在焉的 何小乔面前 嗯 不错 何小乔正百无聊赖地 晃着手里还没吃完的 半船糖葫芦 文言扭头看了一眼 随口应道 你要是喜欢就买下吧 一个灯笼而已 这一点钱她还是付得起的 谢谢小姐 得了应允 彩琳当局高高兴兴地 掏钱付账去了 何小乔就站在原地 嘴里咬着弹葫芦 眼珠子四处乱瓢 不过几天没出来 这城里突然就大变样了 街道上空悬挂了 无数象征喜庆的大红灯笼 层层叠叠 犹如一片红云 绵延至皇城脚下 周遭的各大酒楼 更是收拾得焕然一新 扎愁挂彩 毫不显眼 各家歌户都在门口摆上了 种类繁多的鲜花作为装饰 其中不乏名贵的牡丹 和金灿客人的波斯局 街上人来人往 熙熙攘攘 很是热闹 那些平日里 未曾看到的小摊贩 都跟约好了似的 一起热情洋溢的 推着小车挑着扁单 进了城 进凤插针的摆上货品 就地开张 食物的味道 混合着花香 弥漫了整条街道 叫美声讨价还价声 混成一片 小孩们手上拿着玩具 嘻嘻哈哈地 在人群里来回穿梭 到处都充满了 节日的喜庆气息 新鲜到货的簪子 金的银的桃骨的都有 快来看一看 瞧一瞧啊 波波高 波波高 松软香甜 老少咸一的波波高 吃了一次还想吃的 波波高 买酱油 酱油 不嫌不要钱 腌萝卜嘞 又香又脆 又开胃的腌萝卜 一文钱一碗 一碗只卖一文钱 来晚了可就没了 姑娘 再过几天就是八月节了 买条彩绳回去 阴于劲吧 隔壁妹首饰的小哥 见何小小看过去 脸毛热情地举高了手里 一串彩色节绳 招呼道 哎 您瞧这彩绳 又漂亮 又结实 趁着八月节 咱也不敢要价太高了 一条 只要两文铜钱就好 八月节 何小乔愣了下 随即恍然大悟 哦 你说的是中秋节吧 算算时间 也差不多是到八月十五了 怪不得这街上 怎么突然就挂起 红灯笼来了 啊 对对 姑娘说的对啊 可不就是中秋节吗 见何小乔搭话 小哥显得相当兴奋 将手里的彩绳 更提高了些 又压低了声音 神神秘秘地补充道 不瞒姑娘说啊 我这彩绳 可都是请护法寺的 圆通大师开过光的 那叫一个灵宴 八月节 拜月娘的时候 只要挂上我这彩绳 保管姑娘你 来年必定能找到个好郎君啊 哦 何小乔挑了挑眉 结果一条彩绳看了看 顺手往自己手腕上套过去 真有这么灵业 那是当然 正提着东龙赶过来的彩练 为言扑斥一向 对自心满满的小哥说的 这就不劳你费心了 我们家小姐 早就有如意郎君了 放眼前京城 有财有貌 又有权有势 外加有钱的 还有哪个 能比得过他们家王爷 啊 原来姑娘已经许配人家了 那小哥似乎愣得响 不过很快就反应过来 嘴巴咧得开开的换了个说法 那更好 只要带上我这彩绳 绝对抱您夫妻恩爱 百头偕老 子孙满堂 这下连何小乔也忍不住笑了 看不出来老板心思如此活泛 小逼将来前途无量啊 姑娘过奖了 都是混口饭吃而已 让何小乔这么一夸 那小哥立刻笑眯了眼 似乎又有点不好意思的 探手抓了抓后脑勺 这彩绳我要了 用手摸了摸手腕上精致的五彩细绳 何小乔笑着吩咐 采莲 给钱 在街上灌了一圈 主仆两人满载而归 结果刚一进门 就和正要出气的静和公主一行 撞了个正着 站住 气势汹汹地挡在何小乔面前 静和公主挥少 是以身后的四个宫女 将两人团团围住 一旁打扫的小丝 见状不对 连忙丢下扫把 非意识地冲进屋里 搬救兵去了 抬手将正准备挡在自己面前的彩莲 拉回去 何小乔面不改色 只是微微抬了抬眼 不带任何感情地问了句 公主地下有何贵感 大胆 何小乔话音刚落 站在左边 身量高跳的宫女立刻尖声叫了起来 哪里来的贱壁 见了公主居然敢不下跪 何小乔品了说话的宫女一眼 嘴角微弯勾出一个嘲讽的笑 下棍 你凭什么 那宫女噎了下 随即涨红了脸 贱壁 你居然 别老是一开口就喊别人贱壁 别人是贱壁 那你是什么 贱人吗 还是贱骨头 灰烧打断她的肺酱 何小乔不客气地吃下了声 说话也不用脑子 喊别人贱壁的时候 好歹想想自己是什么身份 又有什么资格 宫女收穿了 也不过就是宫里的丫鬟而已 卖了身入了剑籍的 跟她这个自由之身相比 到底谁才更贱呢 你 你 头一次这么被人指着鼻头骂 踢了铁板的高跳宫女 气得直哆嗦 目光恶狠狠地盯着何小乔看 卷着恨不能当场 就把她给生吞了 你这个 够了 始终在旁边等着看好戏的 剑禾宫主 见状狠狠地弯了的宫女也 丢人现眼 给我滚开 奴婢遵命 那宫女咬了咬牙 不甘心地退开了两步 低着头不知在想什么 脸上一片怨毒之色 镜河公主这才转向何小乔 一眼看到她云淡风轻的模样 火球立刻就蹭蹭蹭地上来了 你这讨人厌的土村姑 不要以为我黄叔看上你 你就得一望行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直视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69集 算你狠 高傲得昂起下巴 竟和公主一副比喻的神情说道 我告诉你 黄叔只是跟你玩玩而已 像你这种 想要飞上枝头变凤凰的女人 本公主见得多了 没一个有好下场的 本公主敢打赌 不出半个月 黄叔一定会把你赶出府去 说完话 又气哼哼地补充了几 不要脸的狐狸精 哟 都给狐狸精加小容词了 看来有长进呢 那就多谢公主提醒了 何小桥半点不高兴的模样都没有 反而一本正经地点着头 不过公主 您大可以放心 本村姑一定会努力抓狼 你家黄叔的身心 力把在这王府里 长长久久地住下去 直到老死为止 明女还有点事 就不打扰公主殿下您了 皮笑热不笑地 微微弯腰 其身算是行了个礼 何小桥淡定地 拉起完全不知道 该做什么反应的彩莲 静直绕过呆愣的几名宫女 抬脚走人 静和公主愕然 等她反应过来的时候 何小桥主播二人 已经走出很远了 当下气得跳脚 你给我站住 妾 谁理你啊 都傻站在这干什么 还不快把她给我抓回来 身上附加的皇室贵族光环 再次遭人无事 静和公主简直要咆哮了 那四个宫女被这么一吼 终于回过神来 站站轻轻地抓起裙摆 就准备要去执行主子的命令 慢着 一把略显苍老的威严嗓音 莫得响起 静和公主浑身一颤 抬头看时 就见王府总管柳一刀 正拄着拐杖 从廊下走出来 身后跟着好几个 恐无有力的佩刀侍外 四个宫女 遇见那几个表情不善的侍外 全都色松了下 纷纷将求求的目光 投向一脸恼怒的静和公主 柳一刀 你敢拦本公主 反了反了 全都不将我这个长公主 看在眼里是不是 老夫不敢 话虽这么说 但柳一刀脸上 可没半点不敢的神色 王爷出门前 曾特别交代过公主 好好学习心习书画 修胜养性 千万莫在府里惹事生非 柳一刀头也没抬 慢吞吞地说完这番话 又略抱拳做了隐 还望公主体谅老夫年纪大了 别让老夫难做 你 在一国公主面前自称老刑 这柳一刀胆子未免太大了 难道是仗着 有十七书撑腰吗 静和公主咬牙切齿地 看着这个半路里 杀出来的成咬军 差点像不顾一切地 拿石头砸到她脸上去 看她还敢如此嚣张 这该死的老屁肤 公主若没事 就请先回房吧 柳一刀脸上带着清和的笑 看在静和公主眼里却是刺眼得很 如果我说不回呢 不服说的仰起下巴 静和公主冷哼了声 你又能拿本公主如何 老夫身份敌微 自然不敢对公主如何 柳一刀面上带象 话就是说的一点都不客气 但王爷有令 若公主不肯听劝 那就只好将宫里的教习 秦嬷嬷嬷请过来 给公主讲讲 何为女界 何为负德 秦嬷嬷嬷 什么 几乎是在听到这名字的同时 竟和公主整个人 仿佛被踩了尾巴的猫儿一样 跳了起来 实际书居然要你把那个老姑婆请过来 想起那个变态老女人 不够言笑的模样 和各种折磨人的手段 静和公主就浑身发了 正是 无视眼前人的恐惧 柳一刀非常亲切和蔼的一点头 顺手再一半挥过去 添油家伙 而且不止秦嬷嬷 到时候连太后身边的苏嬷嬷 也会一起请过来 双冠齐下 双重监督 多完美啊 母后身边的苏嬷嬷 静和公主喘了一口大气 差点没当场晕死过去 实际书这事变着法子 想逼我回宫啊 可恶 她越是叫你回宫 我就偏不回 公主考虑的如何 老夫相信 以公主的聪明才智 应该知道该怎么做吧 你敢威胁本公主 老夫 留一刀一缕胡子 微微一笑 不敢 你不敢 你不敢全天下人就没人敢了 怒发冲官 都不足以形容静和此刻的心情 想一锤子弄死这个敢跟自己叫板的虚伪老头吧 又怕将他作为长辈的自家皇叔 一怒之下将他列为拒绝来往客户 老死不相往来 不敲打敲打他的话 自己又咽不下这口气 着实让人气囊 殿下 抬头恶狠狠地瞪一眼 已经做事要离开往宫里报信的侍卫甲 静恶公主犹豫再三 最后只能不甘心地咬了咬牙 算你狠 我们走 话说完 心急顶着一张铁青的小脸 怒气冲冲地回屋去了 公主殿下慢走 从容地目送他离开 直到静恶公主的身影 消失在与何小桥互不搭尬的心院门后 柳一刀这才收起笑 低声朝身边的几名侍卫吩咐了几句 一瘸一拐地照着原路回去了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执事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七十集 被人惦记上了 宫女衣箱刚让人把地上的碎瓷片打扫干净 一转头就看到自家主子坐在窗台边 左手脱腮看着窗外一副艳艳的模样 眼里不由染上一层担忧 公主 眼看着就要到黄昏了 是不是先让厨房把晚膳送过来 右手无意识地取揪窗台边盆栽的叶子 脚边露了一地残业的镜河公主 为言头也不抬 只是没好气地嘟囔了声 气都气饱了 哪里吃得下 可恶的土寸锅 可恶的柳一刀 居然敢挑战我堂堂大燕国长公主的威严 等我回宫见了皇帝哥哥 我一定要让他们两个吃不了兜着走 您都一天没吃东西 这样下去 甚至会受不住的 脸上的担忧越发明显 一箱朝其他三名姐妹使了个眼色 随即轻声信誉的建议 要不奴婢去厨房 拿些冰烫磷子羹来 公主您好胆用些吧 不吃不吃 本公主都说了不吃了 你们都出去 不要总在本公主眼前晃 看了就心烦 是 一箱剑确说无效 怕再继续下去 会惹得主子更加不高兴 只好低眉顺眼 硬了 奴婢告退 微微俯了下身子 一兄四人鱼贯出了房间 走在最后的宫女 小桃不忘小心翼地将房门带上 仔细关好 都是那个错错无礼的剑壁 都是他 门也关上 之前才被和小桥嘲讽过的 那名高跳宫女 便恨恨地搅着手里的帕子 目光一扫热门外 随即低下头 润愤地说道 要不是他 公主也不会气成这样 还连带我也被当众打脸下不了台 就算在宫里 都没有几个人敢对我如此无礼 都是那个贱人 就是 另一个下巴尖尖尖的宫女 附和点头 话里同样充满了愤愤不平 咱们公主 可是自小就让皇上太后 捧在手心里腾着的金枝玉叶 何时吃过这种亏啊 那女人 简直成了雄心豹子胆了 敢这样欺负人 好了 你们两个都给我少说两句 一箱促着两刀细眉 暗喊警告的目光 从两人身上扫过 淡淡地说道 没听说过隔枪有耳吗 这里可不是公主府 说话都给我小心着点 别给公主惹来什么麻烦 虽然心里也怨恨 何小桥目中无人 惹恼了主子 害得他们几个不好过 但毕竟已经进宫好些年头了 资历老 看得人多事多 自然也更懂得 慎言的重要性 要知道长年王爷 可是出了名的嚣张乖令 又护短 别说是公主了 就连皇上都曾因为不小心 捞过戒 想替他管管王府的事 而被痛揍过 堂堂真龙天子尚且如此 哪里轮得到他们这几个 入不得贵人眼的宫女 在这儿 匕首画脚 指指点点 若是惹恼了他 说不定 等待他们的 就真的是 死无葬身之地 这一条路了 一个贱婢而已 咱们公主 可是金枝玉燕 难道还判了他不成 四人之中 身材最为娇小 看模样不顾 十三四岁模样的宫女 为言立刻哼了声 略有些自傲地 接过话来 只要公主发令 我海棠 立刻就能把她给挂 如果她只是个普通百姓 那自然是不用担心 想怎么整着她都行 扭头瞧了那名叫海棠的宫女一眼 一向一领深思 缓缓说道 我担心的是 她的身份 没想象中那么简单 柳总管可是王府里 自立最老 也最得 常宁王信任的家谱 能让他亲自出面 维护 又得以在府里自由出入 想来那个表现粗俗 穿着打扮更是 俗不可耐的女人 绝对有过人之处 说不定还是王爷的 总之想要动她 怕是没那么容易 一乡姐姐多虑了 就那个贱婢 尖酸刻薄 又粗俗无礼的模样 她的身份能高贵到哪儿去 高挑宫女夏兵 眼里闪着暴富的光芒 将手怕脚得死死的 等回了宫里 我一定要找机会将这件事 禀告太后 让太后皇上 治那个贱婢欺君之罪 闭嘴 欺君之罪也是你能说的 不要命了吗 一箱不满地扫了眼 笑得有些猙獰的夏兵 簇着眉 低声喝道 还不快点给我消停点 夏兵让他这么一货 当即清醒过来 心里虽然有些后怕 但到底还是气愤难当 心有不甘 也不肯低头认错 就这么拱着脖子和一箱对着 怎么 眼睛灯那么大 事先我说话不正听 一箱健壮 脸子立刻不好看了 声音自然也跟着冷了下来 都长能耐了啊 说你一声也不行了 是不是 一箱姐姐你别生气 夏兵她不是这个意思 今下目宫女小桃 本就与夏兵姐妹情深 此刻见情况不对 连忙上前扯了扯她的袖子 是以她先低头 之后又扯出一抹讨好的相 临时发挥 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的 十佳同伴精神 却那样把话挑了好听的讲 力求让一箱消气 我想她应该只是一时气不过 太过心机像为主子报仇而已 总不能就这么让公主 给别人欺负了吧 这要传出去 还不是白白让那些人 看了笑话吗 公主的仇自然要报 不过这件事还需从长计议 大概是觉得小桃说的也在理 一向的口气缓和了不少 这里可是常年王府 王爷最讨厌的就是别人阅祖带袍 不自量力地去动他府里的人 管他府里的事 所以你们都给我记住了 如果不想被当场打死 或者发霉到边疆苦寒之地 最好倒把嘴巴给我闭紧点 别到时候出了事 让我没提醒你们 话说完 一向激情严厉地 扫了面前三人一眼 少少拉高了音调 都听清楚了吗 毕竟资历辈分摆在呢 而且一向话里话外 也是为他们好 所以即使心里再怎么不高兴 三人还是乖乖地垂下头 应了声势 清楚了 很好 一向满意地点点头 随机抬头 望了望已经逐渐暗下来的天色 低声道 公主现在在房里学习 小兵海棠 你们两个好好地在门口守着 千万别让人过来打扰 至于小棠 你跟我到厨房去一趟 是 破语一厢的警告在先 三人都不敢再多说半句 只是低眉顺眼地 应了声 便站到一旁 小桃则是自动自发地 跟在一厢的身边 两人一拳一后地离开了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直视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七十一集 顺心红包 见两人走远 海棠扭头 瞧了瞧身后紧闭的房门 又探头往外边瞧了瞧 对着一厢远 去做身影 撇撇嘴 小声嘀咕的 平时总是一副 拽到天上去的表情 没想到原来胆子这么小 不过是个来历不明的女人 一直都这样沾前顾后 什么从长记忆 说到底 还不是因为心里害怕 不想得罪了王爷 又讨好不了公主罢了 喂 下兵 滴溜溜的眼珠子转了两圈 既然身旁的下兵不开口 海棠便用手轻推了他一把 你说 咱们又怎么办 公主的仇还报吗 当然要报 不仅公主的仇要报 我的仇 我被奚落的仇 也要一并报复回去 放心吧 这一天很快就会到的 眯去眼里射出两道暗算的光芒 下兵冷哼了声 双手紧握成拳 长长的指甲深深戳进掌心 脸上的表情显得越发猙獰 只要他还在这府里一天 我下兵就一定会叫他 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 贱人 我们走着瞧 浑然不知自己背后已经多了个人在虎视眈眈 想置他于死定 此刻的和小乔正悠闲地翘高了二郎腿 躺在每人踏上乘凉夺揽 此刻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 周围挖声 重鸣响成一片 石桌周围立着好几个灯台 烛光将整个院子照得一片光亮 胡小乔一手捧着本 大烟制意 看得直乐呵 一手则是拿着刚买回来的 步步高就茶喝 彩莲总是安静地坐在他身后 非常是劳日愿地拿着扇子替他扇风 顺便挡蚊子 彩莲 你们王爷呢 将手里的书翻过一页 何小乔顺口问道 江峰浩这家伙 还说要来教他对异呢 结果这都一整天过去了 连个人影都没见着 也不知道跑哪鬼混去了 听柳总管说 皇上刘王爷在宫里用膳 说是有钥匙商议 估计要晚些才能回来 原来是这样 何小乔嘟嘞了两声 慢慢地又沉默了 继续悠哉悠哉地翻着书 小姐 过了好一会儿 彩莲突然又开考 话里竟是满满的担忧 静和公主 可是城里出了名的刁蛮难缠 今天你惹恼了她 怕是以后会有许多麻烦 麻烦 那有什么麻烦 何小乔文言头也没抬 只是懒洋洋地回了去 我可没去招招她 是她现在招惹我的 人家都快欺负到我头上了 难道还要让我站着 乖乖挨打不成 虽然怕死 但她也不至于就会窝弄到下跪求饶 这可是关乎人格与节操的重大问题 可是她毕竟是公主啊 而且身份尊贵 权力卓天 公主又怎么样 处理可不是她的地盘 还轮不到她撒野 何小小淡定地耸了耸肩 用眼角描了彩莲一眼 又很快回到书上 顺手翻过一页 再说了 就算天塌下来 不是还有你家王爷顶着吗 让她去解决不就行了 这就叫物尽其用 不对 是能整多劳才的 对呀 我都给忘了 还有王爷呢 想到这里 才连立刻渗然了 只要有王爷在 小姐就不用担心了 绝对没有人敢来找麻烦 要知道 他们家王爷 当初可是人送绰号 故意见仇的 京城第一恶霸 就连当今圣上 都没办法让她乖乖听话 更不用说圣上的妹妹了 想起江峰号 超级护短的个性 才连不忧满意地点点头 哼 这下看谁还敢欺负 我家小姐 谁担心了 她从来就没担心过 好不好 贺小乔翻了个白眼 表示无奈 不过 却没将这话说出来 只是伸手 拍了拍彩琳的胳膊 与众心肠地说道 没错 就是这样 所以你放心吧 毕竟想些有的没的 白白给自己训理添堵 她还当时累了不想说话 没想到这姑娘一整天 都心不在焉的 原来是死心眼 在纠结这件破事 这么漂亮的姑娘 愁眉苦脸都掉颜色了 那手里的书 抬起彩琳的下巴 和小乔朝她眨眨眼 嘴角挂着皮皮的笑 足足十二分流氓模样 来 笑一个给爷瞧瞧 虽然早就习惯了 和小乔时不时会 抽上两下风的性子 但突然被她这么一条性 她连还是当场羞红了脸 脸蒙低下头 撑道 你呀 小姐就爱欺负在脸 这哪里是欺负了 本姑娘明明是在夸你 和小乔黑黑笑着说道 又抬头看了眼 繁星闪烁的夜空 顺手合上书本 坐起来 好了 不跟你开玩笑了 现在你家小姐无聊得很 来陪陪我说说话吧 彩灵歪着脑袋想了想 手里的扇子一刻没停地扇着风 小姐想聊什么 你们这儿的中秋节 我是说你们这儿八月节是怎么过的 除了拜月娘之外 还没有别的节目 当然有了 小姐你不知道 八月节原来也叫女儿节 除了要拜月娘祈求平安 还可以去逛花市看花灯 晚上还有烟火呢 彩灵兴致勃勃地要数着手指头说道 另外 八月节当天 只要是年满十三岁 还未出嫁的姑娘家 都可以到衙门里 领上一两银子的顺心红包 当嫁妆钱呢 一两银子的嫁妆 这可不是个少数目 看不出来这里的官府还挺人性化 中秋节发嫁妆 还这创意刚刚的 怪不得京城周边小镇的人家 都想削尖了脑袋往里边挤 感情是天资脚下福利多 谁都不想错过 那除了拜月娘 领红包 往花市看花灯看烟火之外 当天你们都吃些什么 聊得起信 和小乔索性把手丢到一边 缩起两条腿 将下巴抵在膝盖上 有月饼吗 月饼 小姐 月饼是什么东西啊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直视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七十二集 三人子 月饼就是 何小乔偏头想了想 举起手开始比划 就是用火烤出来的圆饼 大概有这么厚吧 张开大拇指跟食指 比划了个差不多两厘米左右的距离 何小乔接着说道 一般我会在里面加咸蛋黄 莲蓉 还有五仁 也有加各种水果馅的 咸的甜的都有 一口咬下去 松脆酥软 油耳不腻 彩莲停下山扇子的动作 不自觉地跟着咽了口口水 双眼闪闪发亮 那肯定好好吃啊 当然啊 何小乔得意洋洋的应当 就只差没翘起尾锥 原地扯着裙子转上两圈 等过两天 唐把烤箱送过来 小九烤几个让你试试 之前一时兴起想吃饼干 顺手画了个简牢的克隆板烤箱 让铁江铺照着做 没想到现在倒是派上了大用场 连月饼都能及时烤出来应景了 虽说到了现代 月饼早已翻了成大众食品 并不值钱也没多少人爱吃 但在这里却还是实打实的真品 物以稀为贵嘛 可惜这里没有气数啊 不然就更完美了 咬一口月饼 再来一口充满气泡的雪碧可乐 橙汁什么的 那才真叫人间享受 说到饮料 何小乔这才想起 自己刚都经常那会儿 在隋饮员做了几坛子葡萄酒 这都两个冬月过去了 也不知道到底发酵得怎么样 心里有了记忆 第二天早上又过早饭之后 何小乔便忙不迭地顶着彩莲 上隔壁挖宝去了 主播俩刚在门口站定 彩莲正要叫门 冷不防那扇珠奇大门突然打开 彩莲高举的手就这么僵在半空 咋啊小奶奶 还是何小乔反应快 笑眯眯地抢先打了个招呼 木子男原本正打算出门采满 结果一开门就看到之前 才上南怀春过的对象 站在外头笑颜颜地朝自己挥着手 当下一阵错愕 差点以为自己眼花 还有那声可怕的小男呢 又是怎么回事 少 少夫人 人一紧张 话也跟着说不利索了 你怎么来了 来看你啊 何小乔脸上笑一不紧 口头上调戏了木子男不爽 甚至恶劣的伸手 在他白嫩的包子脸上掐了一把 嘿哟 看起来最近火势不错啊 瞧这细皮嫩肉的 一见面 就是这么挑战节操的亲密接触 木子男捂着胸口 简直想吐血 他当初到底是让猪油蒙热心了 还是牛屎胡了眼 才会拿着姑娘当情窦抽开的对象 哼 鸭简直就是以身藏不露的女流氓啊 少夫人 请 请自重吗 何小乔笑咪咪的打断他 自重个毛啊 说了你就真能自重吗 木子男做了个深呼吸 努力将噎在喉咙口的一口老血拖回去 哭丧着脸解释的 我是说请进 哼哼哼 少爷 你老婆好可怕呀 哼哼 这才乖嘛 打扶走一领便秘模样的木子男 主婆俩当局熟门熟路的 往河小桥之前住的以风阁走去 刚拐了个弯 一脚正要踏进花园 莫得一种被审视的感觉 从背景之上往上窜 何小桥愣了下 粉丝性地抬头朝左边看去 这才发现 原来自己常年霸占的梁亭 已经依了主 现在呢 正被三个长肖身材 更异的陌生男人围坐着 正对着何小桥的 是一名头上数字抓紧 唇边还留着两撇滑稽胡子的 瘦小中年男人 花园里风大 他身上的灰色衣裳 让风吹得鼓了起来 远远望去 好似整个人 都被套在大麻袋里一样 估计拿根绳子 往他腰上一拴 就能当风筝放上天去了 坐在中年男人左手边的 是一条完全两个极端的 魁梧汉子 目测身高大约有一米九以上 浑身肌肉纠结 冲得那身粗不麻衣 都好像要裂开一般 头发随意地用一根筷子 粗细的主管固定住 打扮张脸都让乱糟糟的 胡子给挡住了 倒是一双眼睛格外明亮 鼻子也是西方人一般 又高又挺 让人印象深刻 至于坐在桌子右边的年轻男人 则是身着一些黑色浸妆 身材高挑 静瘦 不如江峰浩 俊逸的脸上冷冷的没有任何表情 刘海上一座仿佛刻意调染的白毛 非常悬眼 是个让人无法忽视的酷哥 剑河小乔就这么大啦啦的盯着几人看 那三人明显也有些意外 随后还是中年男人率先反应过来 停下手中摇动的雨扇 含笑朝他们主播所在的方向点了点头 算是打过招呼 出于礼貌 和小乔自然也跟着回了个礼 脸上虽然带着笑 心里就是嘀嘀咕咕 疑惑得很 奇怪啊 不过才一个月没来 隋一元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热闹了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直视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七十三集 三人组 少夫人 你来了 不得和小乔举步过去 搭个善儿问个明白 听到消息的木三婶 已经一脸热情地迎了上来 二话不说 拉了她就往屋里走 刚听子楠那小子说你来了 我还不信 没想到居然是真的 今天你可要在这儿多待些时候 让婶子我好好给你做顿饭吃 试试我最近才学来的几道好菜 一群话说得和小乔心里的惭愧 又冒了出来 自大班去王府之后 她进随意园的次数 变少之又少 连之前答应好了木三婶 要过来吃饭的事 也一拖再拖 要不是昨天临时起义 想来瞧瞧那几坛子 被遗忘老长时间的葡萄酒 估计她今天也不会过来 婶子你放心 将装着红豆糯米团子的石盒 递给跟在木三婶身后的小丫鬟 和小乔黑黑一笑 顺手挽住她的胳膊 我呀 今儿就不走了 转门赖你这 到时候你可别怨我 把府里的东西都给吃光了才好 木三婶强忍着笑悔的 这整座随意园 本就是夫人留给少爷和少夫人的 少夫人就是把府里的粮食都吃光了 那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婶子你就求我吧 我哪里能吃得到那么多 被木三婶这么一打断 何小乔也忘了要去问 为何随意园里会突然多出三个陌生人的声 就这么和她有一句没一句的聊着 越走越远了 与此同时 梁婷那边的气氛却突然变得热烈起来 花园不大 巨人又是练过舞的 尔力自然比常人更为敏锐 刚才木三婶跟何小乔的对话 他们可是全都没露听 既然他们离开了 满脸落塞湖的魁梧大汉 这才依不舍地收回目光 右手抓着酒壶往嘴里灌了口烈酒 不无欺虚地感慨了句 怪怪 原来刚才那姑娘就是咱老大的女人 怪不得笑起来那么好看 这样天天摆家里看着 那心情肯定很好 听说夫人厨艺不错 白毛虎哥相当冷静地发表了自己对何小乔这一存在的认知 首先也没停着 拧起一块甜得逆人的桂花糕 三连口吃完后 又迅速拿起另外一块 面上表情虽是一尘不变 眼里却早已泛起了满足的笑 似乎相当享受天使带来的绝妙口感 得了吧你 想让夫人给你做吃的 整一副神过模样的中年男人哼了声 小胡子翘了翘 慢悠悠地摇着扇子继续挡 也不看看老大是什么样的货子 就算夫人把饭菜端到你面前 你敢当上他面吃下去 以江峰浩对美食的执着跟维护 跟他讲饭吃 那纯粹就是找死的节奏 似乎也想到了这一场 白毛虎哥拿东西的手腕顿了顿 偏过头去似乎很认真地思考了下 随时顶着上面他脸不许不许地回答 我可以买 但凡美食特别是甜品 只要够好吃他都不吝出高价 你觉得你的银子比老大多 中年男人丢过去鄙视的一眼 白毛虎哥瞬间沉默了 这果然是个问题 上午刚过 才从宫里回来的江峰浩 得知何小乔在随意园 二话不说就巴巴地翻上围墙 赶过来找人了 娘子 酷连兮兮兮地唤了声 顶着张寿女小媳妇脸的江峰浩 从近两米高的围墙上轻巧地跃了下来 将手里的玉武扇随意往旁边草坪上一丢 不无哀怨地瞅着正悠闲地躲在大树底下 和穆三婶聊得起床的何小乔 娘子 为父可算找到你了 死言一出 在场的穆三婶跟彩莲 就忍不住喷笑出声 被江峰浩不高兴地双眼一扫 连忙各自找借口退了出去 将空间留给两人独处 找我做什么 待会儿就回去了 见江峰浩在旁边坐下 何小乔扭头看他一眼 伸手倒了杯茶递给他 什么时候回来的 刚到 江峰浩接过茶杯一眼而尽 随后又戳着手 用一副和他外表极为不搭的围索样 可临细细地瞅着何小乔 娘子 你看这都晌午了 咱回家吃饭吧 何小乔想都没想就回了一句 我已经吃过了 江峰浩文言似乎被噎了下 不过很快又反应过来 垂着头挨声叹气地装出一脸的忧郁 原来娘子已经吃过了 可怜为夫还巴巴地想着与娘子团聚一堂 共享午膳 也罢 就让为夫再饿上那么一顿吧 反正两天没吃饭也死不了 两天没吃饭 你竟我玩呢 宫里玉山坊的大厨们都是摆着看的吗 努力控制着想朝眼前那货翻白眼的冲动 何小乔无奈地劈劈嘴 说吧 想吃什么 不就是想哄得他同情心泛滥 亲自下轴做饭吗 他去就是了 江峰浩双眼闪闪发光 脸上的忧郁瞬间一扫而光 只要是娘子做的 为夫都想吃 包括你自己在内 包括你自己 默默地在心里将制造者未来岳父岳母感谢了一番 江峰浩很识实误地将这句话留在自个儿肚子里没说出来 爱开玩笑 这话说出来大概就两个下场 一是何小乔小嚼嚣地赏他一巴掌 外加抓龙爪伺候 二是何小乔暴怒难平赏他一巴掌 外牙段子绝孙腿卸上 江峰浩拒绝想象自己遭受刺二种攻击后的模样 为了以后的幸福生活着想 他个人表示 嗯 还是矜持点比较好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十一旦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直视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七十四集羊肉炒饭 其实王府跟隋一员也就隔着那么一堵墙的距离 为了节省时间 江峰浩干脆连正门都不走了 直接把何小乔大横抱起飞上墙头 再往屋顶上那么几个跳跃 轻轻松松就将人送回了风竹雅院 好在何小乔早就习惯了 他见一些性的不走寻常路的特殊癖好 所以就算刚玩完了一场惊险刺激的空中飞人游戏 下了地照样生龙火虎 淡定飞肠 分副彩莲将已经卤得入味的凤爪拿出来 先给江峰浩解馋打发时间 何小乔喝了口茶水 润过喉咙之后 并任命的起身 系上围裙前往小厨房 找材料给江峰浩做饭 进灶上还有小半锅的米饭 何小乔心念一动 也懒得在一起想别的吃的 干脆从简易的冰箱里 扒拉出早上大厨房那边 才送过来的新鲜羊肉 手起刀落 多多几下将其切成细丁 再加上黄酒酱油 以及少许香油一起腌制 准备直接做成羊肉炒饭 烧火将铁锅加热 往里头倒入适量的素油 将胡萝卜丁和羊肉丁一起下锅 大火翻炒至变色 加些许黄酒爆香 然后再加上孜然调味 这个时代已经有孜然从海外传了过来 不过由于孜然数量稀少 且味道刺饼 身上有人拿它来做菜 大多是药房拿来入药的 当初在街上发现这东西的时候 何小乔惊喜的差点登场跳起舞来 有了孜然还怕各种肉食料理不够滋味吗 大半城的石鹿鹰有平洋 西瓜大有甜啊 大半城的姑娘鞭子长呀 两个眼睛真漂亮 你若是嫁人 不要嫁给别人 一定要嫁给我 带着你的嫁妆 牵着你的妹妹 跟着那马车来 闻着鼻端自然的香料特有的浓烈气味 何小乔心情愉悦地晃着脑袋 并哼着荒腔走板的大半城的姑娘 并拿出用滚水微微烫过的玉米粒豌豆 和已经打散的米饭一起快速翻炒 最后加盐调味 再在锅里撒上一把葱花 嗯 一盘香喷喷金窜窜的羊肉炒饭便出锅了 趁着采莲将炒饭端给江峰浩的空档 何小乔又快手快脚的 将从隋饮员带回来的葡萄洗上干净 放到克隆版的榨汁机里准备榨汁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挤出大约两碗的分量 拿勺子蘸一些尝了尝 酸得要命 索性加了两勺蜂蜜 搅匀后再一试 嗯 味道果然正常多了 将灶台稍微收拾了下 往已经沉淀下来的葡萄汁里 添下一些碎冰块增加口感 何小乔信心满满的哼了哼 柳梅一挑 兴高惨烈的 端了碗虎虎生风的 往自个儿屋里走去 没想到这边他前脚刚一早 后脚一条魁梧的人影 便以语气身材相当不符合的灵巧 从窗外 悄无声息的翻了进来 点着脚尖小心翼的 在厨房里来回转悠着 鼻翼一张一心 使劲的吸着里头残存的香味 咬命 到底是什么东西 怎么那么香 害得他口水都控制不住地往下流 只听得使劲吞咽口水的声音 高大身影迅速地逼近上有余热的铁锅 鼻子抽动了下 迅速将上面的木头盖子掀了开来 一股浓郁的炒饭香味瞬间弥漫了鼻端 一见里头所剩不多的黄金炒饭 高大身影当场兴奋地咧了咧嘴 嘴里低声慢了两声 吓一声的抬手去擦自己的嘴角 顾不得会被发现 高大身影快手快脚地取过木勺 缠起满满一勺子炒饭就往嘴里送 这一口 那双明亮的毛子立刻不可思议地等到最大 香 真是吞奶奶的香 这味道简直绝了 袁老大每天都吃得这么好 怪不得他不想回来了 换的是我 我都不想回这里吃出事 三两口将锅底的炒饭全扫进自个儿肚子里 又拿勺子在干净正亮的锅底关了关 高大身影意犹未尽地咋吧咋吧嘴 差点忍不住想连舌头都一块儿推下去 目光在周围巡视一圈 正想瞧瞧还有什么好吃的可以顺路待造 耳边突然传细碎的脚步声 高大身影神情一领 莫得提气 脚尖在地上轻轻一点 借了用力从大厂的窗口跃了出去 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正好推门而入的彩莲 并未觉得有任何不妥 在门口外腰将裙子上的灰尘拍掉 这才走到灶台边上取了个小碗 满寒期待地揭开了锅盖 黑色的半人锅底里面 连半颗米粒都没有 唯有一胸半点的油光和残存的饭香 勉强能看出来之前应该被使用过 剑里面空空如也 才连灯下疑了一声 诶 奇怪 怎么会没有呢 小姐明明说了 锅里还有饭留着的 但眼前这一干二净的锅子 难道是遭贼了不成 偷东西都偷到王府来了 而且还别的不偷 专偷他家小姐刚做好的饭食 这才也推胆大包天了 在厨房里转了两圈 见其他东西都完好无损 唯独锅里原本属于自己的炒饭 人间蒸发 菜莲别提多郁闷了 本集完 您给我点瓶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十一旦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执事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75集 羊肉炒饭 这边彩莲还在千方百计的想要找出 是谁偷的 那边屋子里 江峰号已经速度奇快的 将一整盘羊肉炒饭都解决完了 此刻正半条丝里的喝着冰镇葡萄汁 羊肉炒饭和葡萄汁的搭配虽然奇怪 不过并不能阻止江峰号心中的愉悦感 不断level up 以前只知羊肉味道 腥骚难闻 没想到拿来炒饭却是如此美味 事实上羊肉确实很骚 何小乔给他解释 不过呢 加了自然之后 却能转换成有别于其他肉菜独特的风望 装逼一点来说 就是有种传说中的一语风情 可惜这里没有洋葱 要是有洋葱就好了 羊肉刷上自然和洋葱搭配在一起 无论是爆炒还是烧烤 那都是无上的美味啊 又是从没听过的东西 洋葱 那是什么玩意儿 见江峰号一脸好奇 何小乔便略微将洋葱的模样跟味道 跟他解说了一番 末了不忘叮嘱江峰号 以后要是看到这东西 一定要毫不犹豫地买回来 让他看看 自然都出现了 说不定在这个时空的某个地方 洋葱正在烂大街呢 娘子放心 为父一定会竭尽全力 将那个什么洋葱找回来 江峰号拍了拍胸口 非常阿沙利的将这一重大责任 揽了过去 很好 那我就等着听点好消息了 有人踢自己跑腿 和小乔自然乐得清闲 当下杨少一把派到江峰号的肩上 与众心肠地叮嘱他 小伙子好好干 到时候少不了有你好吃的 比如正准备新鲜出炉的月饼和葡萄酒 当然和小乔并不打算 现在就把葡萄酒的事告诉江峰号 好东西自然是要放到特殊场合压轴 才选的特殊惊喜嘛 吃的 耳朵里自动将前面的话 全都过了过去 只留下自己爱听的字眼 江峰号漂亮的眸子瞬间亮了起来 嘴角一脸 甲鞭立刻献出两个标志性的酒窝 喜滋滋地问道 娘子是不是有什么新的吃事要做啊 何小乔瞄他一眼 慢条丝里地喝着葡萄汁 有 当然有 而且是大大的有 想到何小乔全是别的不坏 吃的最在行 除了会大多天朝传统菜式外 他连西餐印度菜日本菜都仔细研究过 现在做不出来 只是缺少必要的工具跟食材而已 江峰号听到他这么肯定的回答 想到日后的口服 自然是乐得合不拢嘴 连忙缠着何小乔问 到底是什么东西 何小乔让他问的烦了 最后终于忍不住炸毛 飞起一脚就往江峰号的屁股上踢 都说了 现在还不能让你知道 给我滚一边凉快去 已经开启了隐藏斗M属性的江峰号 这次自然也没有因被骂而恼怒 嘻嘻哈哈的躲过何小乔的佛山无影角 单手撑在桌面上 一个三百六十度旋转 在落地时已经到了他身边 圆壁一身直接将人拦腰抱起 个子娇小的何小乔立刻脚尖离地 凭空长高了好几寸 啊 江峰号 你个混蛋 女人的尖叫响彻整个风铃哑乱 随后有个低沉悠扬的男生 慢悠悠地回了局 娘子 出口成脏是不对的 不对你大爷 给我滚 刚从小厨房里出来的彩莲 文言不由抬手扶额 啊 放眼全天下 敢如此嚣张霸气地命令 常年王给他滚的人 大概也就只有他家小姐一个了 要是过世的太上皇和太皇太后 看到这家最嚣张怪灵的小儿子 此刻心甘情愿被人呼来喝去 还一脸兴高采烈的模样 不知道会不会吓得掉了下巴 当场从黄陵地宫里蹦出来 抓狂尖叫 哦 说不定真的会啊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直视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76集 做月饼 日子不知不觉 就这么换了过去 中秋节前两天 何小桥 何小桥 要铁匠铺打造的炊具 终于送了过来 婢师正值黄昏 听出自家王妃 订了好几样稀奇古怪的东西回来 一堆好奇心十足的奴仆 干脆连饭也不吃了 全都偷偷地躲在门口 墙角挤着光望 娘子 这就是你说的烤箱 看着眼前 四四方方 做成左侧开门 圈里面光滑 可一栋铁皮 各出三层的普通铁皮盒子 同样文秀而来的江峰浩 也是好奇得不得了 下意识地变身手 屈指敲了敲 看起来还挺特别 别乱动 点去 将他作乱的爪子拍开 再哄小孩似的 塞个苹果过去 何小乔头都没抬 话刚说完 又忙着指挥几米小丝 将烤箱推进 刚才砌好的灶堂中 再拿铁片仔细固定好 彩琳喜滋滋地用手 在烤箱光滑的表面摸了摸 一边小心翼翼地 将可以自由活动的铁门拉开 仿佛得了什么好宝贝似的 双眼发亮 小姐 咱们是不是今天就要开始做月饼 江峰浩正咬着手里的苹果 维言连忙晃了过去 大头只往何小乔跟前凑 月饼 什么月饼 何小乔淡定地将他的脸推开 低下头去检查烤箱和灶堂四壁 是否贴得牢康 反正是能吃的 明天你就知道了 三言两语将心不甘情不愿的江峰浩赶走 何小乔带着彩莲在厨房里巡视了一圈 将能拿来做馅儿的东西都借了下来 主鲁里亚嘀咕了几句 最终敲定了芋头苹果凤梨 以及百合绿豆花生等东西 因上次帮忙整只许梦莹生旧 有功而被提到何小乔身边的小丝 鹰童 更是兴致勃勃地举高手毛髓自荐 将去找咸鸭蛋买蛋黄的活给包了下来 何小乔自然不会拦着 笑眯眯地看他一阵风湿地跑了出去 有招呼彩莲一起帮忙 将刚送过来的绿豆红豆 并晒干的曲曲帘子一起泡到水中 做完这一切天色也不早了 简桌案上还有半袋子白面 何小乔训练一动 顺手取了些白糖 淋头米酒一起将二斤白面揉成面团 最后放到木盘里盖上湿布进行发酵 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 那面团已经发上了之前两倍的 闻着略微有点酸味 反正江峰好友的是钱 何小乔也不担心做油炸食品会被说败家 干脆洗干净砧板 支起油锅 玩起了即兴创作准备炸油条 将发好的面团捏成拳头大小的长条 再拿某锅油的菜刀切成指头大小的剂子 两个剂子叠在一起 拿筷子在中间压出凹槽 采连已经习惯了在厨房里给何小乔打下手 由于操作不熟练 何小乔只让她负责切片鸭条 自己则是拿着临时用竹子削出来的大筷子 把面条下锅油炸 然后捞出放到一旁沥油 主仆两个配合默契 很快一篮子撒了芝麻的油条 便新鲜出炉 油炸食品特有的香味 只往人鼻子里窜 勾的人口水都要下来 捡了几条卖像好的 装在石盒里 换来后再外头的小丫鬟 送去给柳一刀 何小乔洗干净手 这才坐下来 开始慢条丝里的享受起自己的早餐 金黄酥脆的油条 配上熬的软弱的白粥 外加一叠开胃爽口的酸辣萝卜干 好吃又不腻 正好笑了早朝赶过来蹭饭的江峰浩 吃得眼睛都眯起来 嘴里更是直呼过眼 要不是和小乔拦着 估计他真能将篮子里的油条 都扫进肚子里去 吃过早饭就到了开工时间 何小乔从大厨房里 要了几个厨娘过来帮忙 分出两人负责活面揉面 剩下的三个 总是按照何小乔的安排 一个给芋头削皮 上笼 蒸熟和削凤梨 一个将洗好的水果切片 放到盐水里腌制 最后一个负责烧火和炒花生 挑选百合 以及替咸蛋黄等细碎的活 总是交给了彩莲 和另外一个叫做红袖的小丫鬟 何小乔自己也是忙得团团转 除了要准备猪油 跟熬糖浆做饼皮之外 还要挑选月饼模子 和看着大锅里 正在咕嘟咕嘟冒泡的苹果果酱 免得火太大给烧糊了 见何小乔把糖油浆 连同鸡蛋一起加到糯米粉里头 负责揉面的两个厨娘 都显得非常意外 不过想到这也许是独家秘方 也就很有颜色的紧闭嘴巴 没有问出声 是一两人按照她的方法 边揉面边加面粉 回到灶台边上的时候 见糖浆里的苹果片 已经变成了半透明的模样 连忙又撒了些白糖下去 同时拿勺子用力地 将成块的苹果压成泥 现在天气已经有点凉 担心面团发酵太慢费时间 何小乔想了想 连忙吩咐采莲 到大厨房里拿点米酒过来 门外的采莲脆生生地硬了声 擦干净双手就往外走 跟她一起的小丫鬟 大概是做久了 有些不耐烦 当场双眼发亮 表示要去帮忙 何小乔同意了 见两人说说笑笑地出了院子 才转身回去 开始着手调制各种馅料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直视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七十七集 暴怒 今天早上 大厨房那边已经将泡发的红豆和莲子 按照何小乔的要求 煮熟碾碎成泥 现在只需要在烧烧加糖 下锅翻炒下 放凉以后就能拿来用了 这边一群人正热火朝天地坐着准备 那边彩莲和小丫鬟也怕耽误了功夫 嘻嘻哈哈地进了大厨房 想大师傅讨了些最好的米酒 便匆匆忙忙地往回赶 谁曾想 刚出了厨房大门 便喝来人撞成了一团 双方都被撞得各自往后退了好几步 彩莲怕酒洒了 反射性地将酒坛子紧紧抱在怀里 之后才开口 哎呀 对不起 话还没说完 脸上就先挨了火烂烂的一巴掌 不说彩莲被这一巴掌打懵了 就连跟在他身后的小丫鬟都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况给吓了一跳 瘦一松 抱在怀里的酒坛子更是啪哒一声 摔烂在地 混着黑泥的酒水飞溅到来人的桃红色裙脚上 陷得非常扎眼 本姑娘裁造的新衣裳 比彩莲还要高出大半个头的夏兵紧声叫的 怨毒的眼落在小丫鬟身上 二话不说就举高了手 剑壁 我打死你 小丫鬟根本来不及逃 只是反射性的将头一缩 夏兵挥出去的巴掌就被彩莲伸出去的手臂挡住了 快去 去找王妃过来 低声吵小丫鬟说道 已经反应过来的彩莲甩开夏兵的手 将还完好的酒坛子往他手里一塞 再用力将它往反方向推了出去 好在小丫鬟也是个机灵的 知道面前的情况不是自己一个下人能够解决的 连忙抱起了酒坛子 飞一般的往前冲 连身后传来夏兵的叫骂和彩莲的痛呼 都不敢回头看一眼 王妃 王妃 救命 救命 何小乔正在试吃做好的果酱 冷不防门外突然传来小丫鬟的哭喊 当下心里吓了一跳 脸盲扔下勺子跑了出去 正好将跌跌撞撞跑到他面前的小丫鬟伸手扶住 王妃 不好了不好了 别急 慢慢说 是一小丫鬟坐下 顺手拿走他抱着的酒坛子 递给身后探头探脑的厨娘 何小乔尽量放低了声音问道 发生什么事了 小丫鬟哭的眼睛都肿了 并抽一并用手指着门外 顿顿须须须地说道 财 财林姐姐 公主 公主她们 她们拿财林姐姐 什么 又是那个老婶子莫名其妙的公主 想起以前看电视剧时 宫里那些折磨人的手段 何小乔只觉得脑门一热 眼里疏得腾气两次怒火 用力将身上的围权扯下 二话不说 拿去赶面杖就往大厨房那边冲 王妃 小丫鬟又是一惊 不过见何小乔肯出头 也顾不得什么了 抬手抹掉眼泪 也跟着跑了出去 厨房里的人 都让这突如其来的情况 给弄懵了 许久之后 才有人反应过来 大叫一声 天哪 这是要打起来了 快快 赶快去通知王爷 一时间鸡飞狗跳 院子里所有人 都丢下手上的工作 跟随何小乔而去 根本没人注意到 院子里茂密的书冠 突然晃了下 有条黑色的人影 从里面跳了出来 回头看了一眼 人群远去的方向 随即脚不沾地的 往江峰号所在的地方 飞去 何小乔根本就没空去理 自己造成的混乱状况 早就气得头顶冒烟的他 一路横冲直撞的 杀了过去 远远的 果然看到身穿浅脆衣裳的彩帘 正被一个高个子女人 按在墙上 抓着头发 撞头 另外一个身材较矮的女人 坐视神穷愉悦地站在旁边 手里抓条帕子 掩着嘴 像是在看什么 咬翘的事一般 目光落到 彩莲红肿的双颊 和已经破裂出血的嘴角 何小乔瞬间 红了双眼 残存的理智 当场让他生疼的怒火烧了一干二净 你给我住手 正在拿彩莲撒气的下兵跟海棠 让这一声大吼吓了一跳 手里的动作不由停下来 少了支撑的彩莲顿时尾顿在地 按着肚子起不了身 好半场才闯过气来 微微抬起头 哽咽着喊了净 小姐 那凄惨的模样 看得何小乔心里又是一筹 随后更是怒得无以复加 居然对个手无腹肌之力的小姑娘 下这样的狠手 果然是宫里出来的病态 很好 很好 夏兵跟海棠 本来是打算拿彩莲撒气 没想到居然会被何小乔看到 两人起初都有些心虚 不过一想到何小乔 只是个没身份没地位的平民 而自己背后又有靖和公主当靠山 背景立刻又硬了起来 夏兵甚至当着他的面 又朝彩莲的身上贴了一脚 随后和海棠相视一笑 洋洋得意地扬起下巴 哟 我当是谁呢 原来是赖在咱王爷府里不走的贱 怒火中烧的何小乔 早就忘了要明则保身 低调做人的原则 那边下边话音未落 他人已经像柯定着的炮弹一样冲了过去 二话不说 抬手就是一个凶残之极的大巴掌 借人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十一旦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执事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七十八集 王妃彪悍 别看何小乔人掌的交响 百常年自力更生做各种农活所赐 他的力气可是大得很 这一巴掌直接就把高他大半个头的下兵 刮得往旁边倒去 听得他哀哑一声惨叫 何小乔依旧绝对不解恨 想起刚才他将彩练按在墙上打的模样 再瞧瞧已经站不起身的彩练 双眼越发红的吓人 当场抬脚就一葫芦画瓢 往下兵的肚子上踢了过去 该死的你 捂着脸哀嚎的下兵 根本没有反抗逃脱的机会 被何小乔这么一踹 只觉得五脏六腑都移了位一样 叫都叫不出来 只能活生生腾得在地上直打滚 一众浩浩荡荡赶过来 准备保护何小乔的下人 全都让他这副凶残的模样给震住了 一时之间居然没人敢开口说话 松在一旁假装自己不存在的海棠 见状不断正想逃跑 何小乔却比他更早反应过来 微眯的性眼在他身上扫过 用冷得入骨的声音吩咐道 给我拦住他 身后跟着的小丝匍匐中 立刻有人跳了出来 三两步围上前去 将海棠的去路全都堵死 你 你 你敢打我 我 我们可是公主的 人字还没说出口 对面已经一个大耳瓜子扇了过来 啪的一声脆响 海棠娇好的脸立刻肿得老高 何小乔却又不解恨 抬手又是重重的一巴掌 让他的另外一半边脸 已肿出平衡来 嗯 别在老娘面前 挺得狗屁身份狐假虎威 老娘出来混的时候 你还不知道 在哪个角落干辣吃奶呢 连江峰浩他都敢追着他 难道还会怕个小小的宫女 我的人你也敢动 活得不耐烦 我可以成全你 何小乔双眼布满了血丝 周身围绕着阴郁森冷的气息 明明是一张讨喜秋秀的小两 此刻看在众人眼里 却跟长脚的恶魔没什么两样 周遭围观的下人 全都忍不住打了个寒颤 啊 未来王妃这也太彪悍了 来人 给我打 将手上的赶面状往地上一扔 何小乔环视周围一圈 看热闹的人冷冷说道 除了脸 别的地方都别碰 都说打人不打脸 今儿他就偏要反其道而行 这 那几个围着海棠的仆妇都面面相去 有心讨好何小乔 又怕得罪了镜河公主 一时居然没人敢动 何小乔见状不紧不慢地补了俊 尽管放手去打 若是你们王爷怪罪下来 一切由我担着 有了这句话作保 大家立刻就把心放稳了 几个之前才被下边两个欺负过的婆子 更是宁笑着撸起了袖子 上前提了人 就是好一阵耳瓜子伺候 何小乔冷眼旁观了好一会儿 这才吩咐暴秀的小丫鬟 索儿一起扶了彩莲 朝屋子里走去 鹰童则是得了信 脚步贼溜地跑去请大夫了 彼时江峰浩正在书房里看卷宗 听了暗卫的实况转播 脸上倒是波澜不惊 闻到一副本该如此的模样 想当初在彩虹村 他也是为了维护 还是陌生人的自己 而拿扫把狂打王树生 江峰浩忍不住 拿书挡着脸 闷笑出声 那女人厚短爱扎毛的脾气 还是半点没变 不过我喜欢 王爷 正当江峰浩窃喜未来媳妇 跟她属性相差无几的时候 王府护卫首领冷千山 顶着那张千年不变的面瘫脸 从外套徐步走进来 见了自家主子 只是微微抬了抬眼 也没有多余的废话 直接开门见山 切入主题 公主带人往封出雅院去了 哦 倒是来得挺快 正在有节奏 敲击周面的修长手指 默得一顿 随即慢慢升了回去 告诉高管师 来报信的赏十辆银子 在大厨房边上 看热闹知情不报的 扣一半月银 以警校友 没头没脑地丢下这句话 江峰昊抓过摆在周面上的玉谷扇 站起身 抬脚就往门外走 冷千山自然是一步一驱地跟了过去 围观看热闹的事 怎能赏了他呢 图村姑 敬恶公主怒气冲冲地一脚踹开 风阻仰院的大门 礼仪全身地冲屋子里尖叫 图村姑 你给本公主滚出来 都说打狗要看主人 他堂堂大烟国的长公主 这都让人踩到头上去了 自己的人在他眼皮子里下 打得不成人形 不讨个说法 他无论如何都咽不下这口气 图村姑 出来 屋子里的何小乔皱了皱眉 示意大夫继续替昏迷的彩莲转至 自己总是冷笑一声 慢吞吞地走到门口 目光落在漆红了脸的 金河公主身上 原来是公主 大驾光临 真是蓬变生辉啊 你少给我刷嘴皮子 金河公主三两步冲到她面前 怒瞪着何小乔的同时 企及败坏地拿手往后用力一指 是不是你 是不是你把本公主的人打成这样的 何小乔顺着她的手看过去 目光落在被人搀扶着的海棠身上 后者立刻色缩了下 忙不得拿帕子挡住跟猪头一样的脸 一副才刚被人凌辱过的模样 愁愁艳艳地往金河公主身后躲 再一看 已经直接躺平 同样鼻青脸肿的下兵 嘴角不由抽了抽 没错 完全不将金河公主怒气冲冲的模样放在眼里 何小乔收回目光 淡定地点了点头 就是我打的 那又怎么样 理所当然的模样 真是嚣张地让人想一口老血喷过去 你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执事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七十九集 王妃彪悍 镜河公主没想到 她居然这么痛快就承认了 一时之间 居然语色 只能用手指着她的鼻子干瞪眼 好半生 说不出话来 哦 对了 忘了告诉公主一声 皮笑肉不笑地看了镜河公主一眼 何小乔云淡风轻地补充道 我呢 最恨的 就是别人没事拿手指头指着我 所以我劝公主你最好小心一点 免得等下我一个不高兴 把你手指头给剁了 呼着咬断 说着话 目光也跟着比有深意的落到眼前的纤细手指上 镜河公主倒抽口气 扭头瞄了眼被打得不成人形的两个宫女 心下一惊 忙不迭地把手伤了回去 紧紧地藏在背后 哼 果然还是个小孩子 何小乔让他这孩子气的举动给逗笑了 气倒是香了些 你笑什么 以为何小乔是在嘲笑自己没用 镜河公主 气得小脸 油红转黑 泡云烟的土村姑 谁准你打我的人的 既然公主身边的人不知道什么叫做李仪廉耻 那我只好委屈下自己 帮公主教教他们了 免得他们打着公主你的名号 在外面胡作非为 丢人一线一眼 何小乔缓缓收起笑 目光平静地盯着镜河公主倒 公主 你说呢 凭你也敢教训我 你以为你是什么身份 镜河公主气节 镜儿控制不住地开始跳脚 来人 张嘴 给我张嘴 你敢 镜河公主一顿 目光对上何小乔瞬间变得冷酷森然的毛子 居然不由自主地背景一阵发凉 不过是个乡下来的土村姑 她怎么会有那么可怕的眼睛 但是怕归怕 镜河公主也是从小在山宫里长大 什么样的人没见过 当即哼了声 笑话 本公主有什么不敢的 来人 镜河 冷冷淡淡毫无情绪波动的低沉男生 舒得插了进来 镜河公主只觉得 周身好像被泼了一盆冷水一样 瞬间从头凉到脚 僵硬地转过头 果然看到一身银白长袍 竖着刘坚要带的江峰号 似笑非笑地站在院子里 手中折扇 有一下没一下地摇动着 石七 石七说 江峰号一步三晃地走上前去 慢吞吞地在和小桥身边站定 先是将他上下打量一番 确定没有任何损伤 才转向镜河公主 脸上没有半丝怒意 可声音却淡得让人害怕 镜河 我之前说过的话 你都当耳边疯了吗 镜河公主吱了下 下意识地缩了缩脖子 我 我没有 江峰号又瞥了他一眼 目光转而看向他身后 人不人鬼不鬼的两名宫女 平静无波的脸上 显出一抹厌恶来 来人 把他们给我拉下去 即刻找牙婆卖了 不懂得怎么伺候主子的人 留着也没用 石七叔 镜河公主简直难以置信 虽然知道江峰号做事从来不讲道理 但好歹也顾及一下他的面子 他们 狼下去 江峰号眉都不带皱一下 云淡风轻的模样 仿佛在谈论今天早上是吃豆浆还是油条 这话一出 原本还期待着能看何小乔被赶出府的海棠 立刻吓得整个人都瘫倒在地 抓着镜河公主的裙摆 死命不肯松手 公主 公主 救我 救救奴婢 奴婢不要离开公主 公主 你救救我 石七叔 海棠他们是我的人 石七叔你不能 拉下去 江峰号话音刚落 等候在旁的几名小司已经悄无声息的上前 动作奇快的将还在哭哭啼啼的海棠和完全不省人设的下兵抬起来带了下去 镜河公主完全傻了 我的人 我的随身丫鬟 居然就 就这么随随便便的 被带走发落了 我先进去了 既然有江峰号来处理这件事 何小乔也就懒得再看 朝江峰号点了点头 便转身回了屋里 对他来说 现在最重要的是问清楚身为左膀右臂的彩合 何时能好起来 而不是留下来看父黑叔叔如何整着不听话的侄女 穆松和小乔离开 江峰号这才转过脸 原本挂着和煦笑容的脸 输得沉下 漂亮的眸子微微眯起 静河 我说过别在我府里惹是生非 如果你乖一点 我还能让你继续住下去 但若是你再认不清孰是孰非的乱来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虽然早就知道江峰号是什么样的人 但这番话一说出来 静河公主的玻璃心还是控制不住的 在此哗啦啦的碎了一地 我才没有惹是生非 没有就是没有 咬着嘴唇强忍着不让眼泪掉下来 静河公主抬头看了江峰号一眼 竖的转身跑了出去 江峰号皱了皱眉 确实什么话都没说 只是扭头朝旁边的冷圈山吩咐 跟上去 好好看着她 是 冷圈山点了下头 随即提气纵身跃上房顶 施展轻功 至于赶着静河公主去了 江峰号在门口站了好一会儿 这才转身进了屋里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执事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八十集 牛嘎堂 闹得轰轰烈烈的打人事件 最终随着夏冰和海棠被发卖 而平静地落下帷幕 事后回想 何小乔都不自觉地气短发虚 当时只顾着要帮采莲讨回公道 人是打了 气质出了 精神也爽快了 可就是忘了自己 是在跟名副骑士的皇家公主对着干 要不是有江峰号这个大靠山仔 估计现在 他早就一马当先地 见马克思去了 哦 阿弥陀佛 上帝保佑 真是菩萨有眼 似说静和公主一行这么一闹 已经没了下愁的心情 不过 为了感谢江峰号的庇护 何小乔在确认彩莲没有大爱之后 还是回了厨房 继续自己的烤月饼大夜 因为时间仓促 何小乔只准备了双黄莲蓉月饼 芋泥腊肉月饼 和用百合茶水混入绿豆泥中做成的纳凉月饼 苹果和凤梨则 苹果和凤梨则是全部熬成了果酱 存了起来 方便以后攥着蛋糕吃 将近九月 天气已经开始转凉 只不过在灶火通红的厨房里烤了半天 何小乔还是觉得没来由得烦门 一龙月饼出炉之后 便将烤饼的工作 交给了一名看起来 颇为聪慧的厨娘看着 自己则是换了身衣服 准备到外头溜达一圈 喘口气 彩莲现在受了伤 不能下地 觉得一个人闲逛 太过索然无味的何小乔 自然而然的 就想到了被他赶回书房的江峰号 当下抬脚就往东边走去 没想到 经过其中一座院子的时候 却突然听到 有女人的哭声 隔着厚厚的院墙传过来 哭声一会儿高一会儿低 肃乎还夹杂着 语焉不详的自言自语 然而是大白天 也让人不由地 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何小乔在院墙外站了半天 内心挣扎两久 最后实在管不住 自己的好奇心 从墙角捡了两颗 带尖角的小石头当武器 左右看看没人 放轻脚步 谨慎地从半开的院门 摸了进去 原本已经做好了 可能会遇到可怕鬼怪的准备 没想到 这一边悬念才刚刚挂起 那边像怪力乱神的罪魁祸首 便迫不及待地跳出来 自己揭发真相 中泽青有没有同情心 自打不疼侄女 实习书是天下第一大坏蛋 还有土村姑 讨人厌的土村姑 我讨厌你们 之前才被江峰浩 训过一顿的金河公主 被对着院门 站在一棵才刚长成的桑树底下 似乎没有意识到何小乔的到来 依旧一边揪着书页 一边掉眼泪 嘴里不忘嘀嘀咕咕的各种咒骂 将手里的石头顺手揣进兜里 何小乔穷情无聊的 靠在墙上听了半天 简单翻来覆去 就那么几句话 不是该死的土村姑 就是讨人厌的十七书 不由翻了大半眼 这都多久钱的事了 亏了这姑娘居然 能边念念叨叨 边哭到现在 难道她就不觉得口渴吗 实在看不过去 对方落手催手的不道德行为 何小乔忍不住开口喊了声 喂 话刚起了个头 原本还安静坐着的金河公主 突然像被踩了一颇的 波斯梦一样 火得跳起来 头都没抬的 就先凶巴巴的吼了一句 不准看 本宫没哭 本宫才没哭 话说完 顺便举起手 再狠狠地磨拔眼泪 何小乔默 妆都哭花了 还嘴硬 想口是心扉 好歹先把脸挡起来吧 这么大咧咧的 面对别人真的没问题吗 怎么是你 金河公主吸着鼻子 回头一看是何小乔 那张美艳可人的小脸 当场就仗成了猪肝色 纷纷地拿铜红的毛子使劲瞪她 一副恨不得上前踹她两脚的模样 该死的土村库 都是你 都是你害的 我又哪儿惹这尊大佛了 何小乔抬头看看天 再用手蒙巴鼻子 深深的不以为然 那边金河公主没发现 她的心不在焉 依旧气急败坏地跳脚数落 要不是你 石济叔才不会那么凶本宫 要不是你 石济叔才不会赶本宫走 都是你 都是你害的 本宫 本宫才没有哭呢 说到最后 又自顾自地抽咽了起来 右手不忘狠狠 从树上抓下一大把叶子 泄愤似的往地上摔 仿佛那叶子 就是何小乔的脑袋一般 哼 又是 何小乔嘴角抽了抽 看在她毕竟还未成年的份上 也懒得跟她计较 直接把话说白了 谁管你哭没哭 我关心的是你后边那棵桑树 再这么让你揪下去就秃了 明年要是结不了果子 你来陪啊 傲娇就傲娇嘛 别连累无辜好吗 你 居然只管音术不理我 难道我堂堂金枝玉叶 比一颗烂数还不如吗 静鹅公主 扭头一脸难以置信地 瞪着何小乔看了半傻 随后哇的一下 哭得更大声了 这到底是要闹哪样啊 何小乔深吸口气 单手符合 努力控制着情绪 不让自己当场抓狂 别哭了 静鹅公主才不管她到底都说了些什么 毫无形象地往地上一蹲 也不管会不会被人看到 抱着膝盖 哭得惊天动地 不过是被训了一顿而已 至于哭成这样吗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直视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81集 牛嘎堂 深深痛恨自己矫健 走错路 并各种纠结自己 为麻布长一副铁石心肠的何小强 在要流不流之间挣扎了半傻 最后实在受不了魔鹰川脑 率先举了白旗投降 真是怕了你了 咬了咬牙 一脸肉疼地从随身携带的小布包里 掏出费掉好几桶鲜奶 才做出来的牛嘎堂递过去 向来不懂得怎么安慰人的何小强 只能当自己是在哄小孩子 这东西给你 别哭了 是吧 话一出口 何小强自己就先别扭了 这种瞬间被怪手术附体的感觉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神来一笔 果断让静和公主止住了哭声 不过眼前何小强将手伸过去 她的反应就是猛地跳起来 静也被他往后退了两步 拉开距离 你想干嘛 现在才来装警示 刚才都干嘛去了 这是牛嘎堂 朝天翻了个白眼 何小强撇撇嘴 放心 毒不死你的 好 你当本宫是三岁小孩 静恶公主瞪眼 眼睛红彤彤的 分外像小兔子 何小强哼了声 不客气地吐槽 哼 别逗了 三岁小孩都比你懂事 你 你什么你 明朗的性眼微微往上翻 用干净的帕子 包住糖往静和的手里一塞 不等她反应过来 何小强已经拍拍屁股 一拍潇洒地走远了 爱吃不吃 怕死的话就丢掉算了 喂 静和公主嘴巴张得开开 低头瞧瞧手里 夹杂着果折的乳白糖块 有点不知所措地伸出手去 等 抬头一看 眼前哪里还有何小强的影子 跑得还真快 哼 果然是乡下的土寸锅 说话还是那么讨人厌 什么叫做 怕死的话就丢掉算了 她堂堂大燕国长公主 大燕国全体 大姑娘小媳妇的精神表率 怎么可能会让一小块 要长相没长相的糖果难党 少瞧不起人啊 呆呆地将手伸了回去 刚才好不容易酝酿出来的 负面情绪早就一去不复返 静和公主紧拧了两刀柳枚 目光落在手中糖果上 内心剧烈挣扎了许久 终是抵抗不了那股诱人的香甜 小心翼翼地捏了一块最小的 试探地往嘴里放 带着纤维白色粉末的奶糖 入口即化 浓郁的奶香在嘴里迅速蔓延 这一瞬间 还带着餐饮的漂亮小脸 抹得换上惊喜的笑 好吃 何小乔回到厨房的时候 第五剃烤月饼刚好出炉 网破了油纸 心油隔沉的桌面扫了一眼 见他放在上面的月饼 只有一两个烤得约微焦了点 其他的都是油光发亮的金黄色 当下将那名唯一重任的厨娘 大力表扬了一番 又从三种不同款的月饼里 各拿出几个对半切开 每人分一点尝鲜 不用说 俗起自然是获得众人一致的欢呼好评 趁着大伙稍坐休息的时候 何小乔把接下来该注意的事情 都收了一坨 随后将切好的月饼装到石盒里 往书房里找江峰号去了 路上遇到正和大管时说话的柳一刀 见他似乎并不得闲 何小乔也就没再打扰 留下两个双黄月饼便继续前行 王妃 守在门口的冷千山 面无表情地朝何小乔点了点头 后者微微愣了下 随即习惯性地咧嘴一笑 准备充分地从石盒里摸出个 还热乎的月饼就往他手里踩 辛苦了 目送何小乔脚步轻松地往房间里走 冷千山将手举高 看了看印着花好月圆字样的月饼 腿子神色复杂地拧了拧眉 不知道这算不算贿赂 想是这么想 但一转眼了 冷千山就将这念头抛出了十万八千里之外 非常之冷静淡定地拿起月饼咬了一口 嗯 美食当前不吃的是傻子 江峰浩 娘子 江峰浩原本这无聊的翘着狼腿 坐在书房里看卷宗 因为刚描得何小乔进门 整个人几乎反射性地跳了起来 目光落到他手上的石盒上 漂亮的桃花眼立刻冒出垂涎的绿光 月饼 是啊 月饼 何小乔全当没看到他搓着手 等着同时的猥琐模样 将月饼端出来放到书桌上 再摆上一壶切好的雨前龙井 不等何小乔招呼 早就口水横流的江峰浩 已经熟门熟路地自己摸了月饼 心满意足地享用起来 何小乔倒了杯茶递给他 示意他慢点吃 一边顺口问道 好吃吗 嗯 好吃 江峰浩嘴里塞满了月饼 头一点给了个肯定的回答 据他夹上的酒窝若隐若现 桃花眼更是神闪发亮充满了愉悦 何小乔瞬间就明了 秀色可餐的寒意 哦 原来看长相俊美的人吃东西 真得是一种享受 太痒痒了 单手撑着下巴 看江峰浩一口月饼一口茶 吃得不一乐乎 何小乔突然就笑了 仔细想一想 听着家伙洗手做汤羹 看他高高兴兴地 吃着自己亲手做的饭菜 平平淡淡地过上一辈子 似乎是件很不错的事情啊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执事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八十二集 中秋佳节 怕江峰浩吃多了月饼会发腻 何小乔只让他将三种口味 各尝了一遍 第四个就坚决不让他碰了 江峰浩虽然有些意犹未尽 却并没有反对 何小乔将剩下的月饼收走 只是盼着过两天八月节 能再过八夜 何小乔自然不会让他失望 要知道除了月饼之外 他可还有好几样秘义纸制作 还没有亮出来呢 时间如白鞠过戏 一转眼就到了八月节的当天 月饼早就烤好了一堆 府里几乎人少一个 何小乔做完了手头上的事 闲着没事 便指挥一帮下人 搬了好些瓦片过来 和江峰浩一起 在王府最大的空地里 堆上一座两米多高的瓦轿 准备晚上赏月的时候 烧着玩 这是家乡的习俗 何小乔这么做 除了想吵着气氛 也是为了怀念故土 彩莲已经能下床了 虽然脸还有些肿 不过人瞧着倒是精神头十足 吃了药之后 便半颗不停地跟在何小乔的后面跑 按牵马后端茶送水 看样子似乎还相当地乐此不疲 连何小乔让他去休息都不停 上午的时候 为了犒赏众人 何小乔亲自下厨 做了几样清脆爽口 分量幼足的夏日菜 凉拌藕丁 拍黄瓜 肉末拌豆腐 还有蒜泥白肉 香辣小和虾 荷叶粉蒸肉 脆皮鱼卷 以及一锅熬得非常入味的 酸梅老牙汤 为了表示出对江峰浩的特别优待 他还特意多做了一份酒酿丸子送过去 哄着他乐颠颠的差点找不着白 还是昨天早上的时候 府里各处就开始张罗着挂上彩色灯了 现在刚好全部布置完毕 参观府里张灯绝彩的模样 一群人连同柳一刀正在厅中用饭 却突然听到有人来报 说是宫里来人了 江峰浩眼皮色都没抬 手里正忙着剥虾壳 顺嘴就问了句 谁来了 到底什么事 是皇上身边的余公公 来报信的人恭敬地垂着头 用正好几个人能听到的声音回答 说是皇上有旨 请王爷今晚务必带同准王妃一起 参加今年的中秋宴 江峰浩包虾壳的动作一顿 何笑笑已经安纳不住好奇开了口 中秋宴 那是什么 好玩吗 江峰浩瞬间无语 心中暗自复返 一点也不 传说中的中秋宴 除了赏赏月喝喝酒吃吃饭 数学的不外乎就是看烟花 看舞鸡或是聊天打屁 互相恭维吹旁 或是暗中牵线乱点鸳鸯谱 曾经有好几次被人堵着 要他接手家中环花闺女的江峰浩 表示 笨人压力山大呀 哦 这种变相的相亲大会 真的会让人有心的阴影的拜托 见江峰浩收了笑 表情显得有点阴影 何小乔临忙压低了声音 怎么了 是不是有什么不愉快的经历 没有 江峰浩摇了摇头 又反问回去 你想去吗 这个吗 何小乔手里举着筷子 无意识地咬一口 送到嘴边的肉片 嘴里含糊地说道 让我想想 虽然他是很想见识下宫里的晚宴 到底是什么样的没错 但又让他因为一道无聊的圣旨 九八八的赶进宫 给一群陌生人当猴子看 他又不乐意了 更别说王府这边也准备妥当 许多大小东西还都是他一手之般的呢 若是让他就这么丢下 他肯定舍不得 再者 为什么皇帝会选在这时间下旨 这都傻母了 才来通知他们进宫赴宴 时间如此仓促 如果不是因为有事耽搁 就是早有预谋 不想让江峰浩有所准备 看来龙椅上坐着的那位 肚子里的弯弯绕绕也不少啊 这么一考虑 何小乔又各方面的综合想了想 最后才看向江峰浩 嗯 能不能不去 有那功夫给人当猴子看 还不如在家里逍遥自在 来得潇洒 那就不去了 何小乔的拒绝本就在江峰浩衣料之中 所以他一点也不意外 大手于辉直接吩咐道 告诉于本多 本王知道他主子打的什么主意 让他回去转割他主子 就说本王现在没空陪他玩 等有时间了再找他算账 受下遵命 眼见的侍卫似乎见怪不怪一般 脚步轻快的领命而去 何小乔当场傻眼 一个没忠意 嘴里咬着的损断就啪哒一声砸到了碗里 这 这就搞定了 密码 这特么的是工人抗制的吧 真的没问题吗 亲 真的不会被抄家 流放 砍头 猪九族的吗 亲 王妃 外头有人送东西来 说是您定做的烧烤架到了 我马上去 所有担心被连坐的纠结心情瞬间不一而飞 何小乔双眼一亮 啪得一下放下碗胯就奔了出去 屋里江峰浩悠闲地转着酒杯 目光落在他兴奋异常的背影上 漂亮的毛子里是止不住地笑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直视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八十三集 中秋佳节 撇开王府这边不说 被人赏了一具闭门羹的鱼公公 匆匆忙忙回到宫里 刚踏进养心殿 祖家主子带着各种兴奋的关切目光 立刻不遗余力地投射过来 怎么样 看到我十七婶了吗 到底是什么样的女子 这 于公公光洁的脑门上直冒冷汗 珍珠凉酒 最后终于决定豁出去 将演一闭 回禀皇上 奴才并没见到常宁王妃 非但王妃的面没见到 就连常宁王的影子 都没瞄到一眼 犹如被一盘冷水兜头泼下 脱带九龙金官的年轻皇帝 瞬间没了笑容 为何 因为 因为 于公公擦了擦冷汗 顶着压力解释 因为王爷他说 不想来 敢如此嚣张 却不太丝毫 却不太丝毫 犹豫就拒绝皇帝宴请的 除了常宁王 这天下大概也找不到第二个了 什么 身穿冥王袍子的年轻皇帝文言先是一愣 随即用力一拍桌子 怒声咆哮的 又抗旨 皇上息怒 常宁王抗旨不遵又不是第一次了 您就是明知道他固然抗旨 也拿他没办法不是 于公公心里付费的 脸上却依旧是一副无法完成任务 快对自家主子的苦大仇深模样 当今皇帝大概也是反应过来 想起自家皇叔从来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模样 也是无力的一探 罢了罢了 叫十七叔那块脾气啊 就算朕亲自去都不一定能请得动 何况是你 于公公半躬着腰 维言立刻偷偷在心里补了一句 这话可是您自个儿说的 跟咋家可没半分关系啊 要么奴才待会儿再去请一次啊 不必 皇帝在龙椅上坐下 一脸挫败的白白少 既然十七叔说了不来 那就肯定不会来 至于十七婶他 反正以后总会有机会看到的 这次又算了吧 也就只能这样 皇上 大臣们都已经到御花园后着了 您看是不是 走吧 年轻的皇帝一扫方才的沮丧 背着手大步走了出去 宫里有种秋宴 长宁王府里也有自己的篝火宴会 既然烤架和烧烤叉都能及时送到 那晚上的烧烤盛宴自然是如期举行 因为是中秋节 王府里备用的食材自然很多 也不用刻意去买了 将肉菜全都洗净切块 往烧烤插上一串 刷上浆料 就着炭火烤着吃 再配上些许小九珠杏 别提多安逸了 当天晚上 天才黑 长宁王府里最大的民村院 中间便架起了两个长风型的烤架 烤架用手臂粗的铁棍 穿成了三角形撑着 烤架上冲着铁网 铁网下炭火忽明忽灭 又丝丝缕缕的白烟冒了出来 院子一边用好几张桌子 拼成了一张临时的放置台 上面分类堆满了 缺好的菌类 蔬菜 生鲜肉类等 还有一大盘的石令水果 鉴于这是个大好日子 和小乔也没有藏私 将之前做的月饼 蛋糕 饼干 并一种调味的果酱 都拿了出来 之前财宗隋医员 拿回来的葡萄酒 自然也成了压轴戏 被摆在最中间 院子中央的瓦窖 早在天刚擦黑的时候 就已经堆上柴火 烧了起来 铜红的火焰 成塔状往上窜升 瞬间照亮了大半个院子 江峰浩在旁边 眼巴巴的等了许久 好不容易得到 和小乔的允许 当下美滋滋的 把红酒坛子抱了过来 单手拍开坛子上的风泥 一股葡萄酒特有的甜香 立刻溢了出来 江峰浩深吸了口气 将酒倒进酒杯里 迫不及待地尝了一口 好像有点色啊 那是当然 何小乔正忙着 往清了口的鸡翅膀上 刷蜂蜜跟酱油 威严瞥了他一眼 红酒要先醒过 才比较好喝 以前可以加雪碧 和化煤来调问 现在先不说没这条件 就是有 估计江峰浩 应该也不会这么做 让索儿接手 自己在考价前的工作 何小乔从江峰浩手里 将酒坛子拿了回来 去初早就准备好的大碗 将酒一一倒了进去 随后拍拍手走人 好了 就这么放着别动 半个时辰之后 应该就能喝了 江峰浩至今没弄懂 酒要怎么醒 自然是一步一驱地 跟在他的身边看着 见何小乔将酒全都 倒到大海碗里 就放手不管 不由有些傻眼 要把酒这样放半个小时 是啊 不然还想怎样 何小乔用手 将垂下来的一缕头发 塞回耳后 淡定回应 这里又没有特质的醒酒器 要让葡萄酒充分氧化 变得更加柔和可考 这么做是最直接 最方便的办法 就这样放着 难道不怕酒器都散了吗 他长这么大 可从来没听说过 醒酒这么回事 更别说是 这么大啦啦的 把酒到碗里不喝 让他挥发 不怕 何小乔回头看他一眼 顺手从烤架上 取了串烤鱼片递过去 葡萄酒就是要这么放着 隔禅一段时间 等里面不好的东西挥发掉了 那才好喝 去掉沉淀物和丹宁 红酒迷人的果香和多种风味才会散发出来 那才叫真正的香醇芬芳 啊 原来如此 果真是天下之道 无奇不遥 不过 目光转向正小口小口地咬着烤鱼片的和小乔 江峰号眼里的趣味跟探索光芒再一次亮了起来 烤炉 烤酱 葡萄酒 还有眼前所谓的烧烤 这女人到底从哪里学来的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 身边有这么一个古灵精怪的妙儿陪着 慢吞吞的江已经快要冷掉的烤鱼片咬了一口 江峰号微微眯起一眼 嘴角却是不可一致的弯了起来 未来的日子可真是让人充满了期待呢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直视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八十四集 十七傻 都说十五的月亮十六元 不过再搭烟 却是八月绝当天的月亮最圆最大最美 当第一枚烟花在天幕上炸开的时候 整座黄肠瞬间就活了起来 叫好声欢呼声或者音乐响成一片 缠绕城牌的红灯笼将所有街道照出一片红火的景象 通往王宫大门的青龙大街上 熙熙熙攘攘 挤满了出来游逛赏月的百姓 在街道两旁 有别人杂耍和戏曲的地方 共是人山人海热闹滚滚 好一派歌舞生平的喜庆模样 宫外人声鼎沸 喜气洋洋 宫里的种秋宴也不遑多让 皇帝亲自请客 除了江峰澳这个疑似脑子进水的 还有谁会那么没眼力见的拒绝去参加呢 空中烟花烂满 游花园里百花争艳相互辉映 水中戏台里锣鼓喧天 穿着彩衣的戏子们 一压压的唱着喜庆的戏码 隔着半个湖面的观赏亭里 做事功筹交错 一众大臣都乐呵呵地退杯换盏 互相放场 进入暗地里给死对头下个套子 或者踩上几脚 住住心 早就被传唤回宫的郡和公主 满脸不耐地坐在太后下上 手里拧着酒杯 却又喝不下去 刚举起筷子 一见那些吃腻的菜时 瞬间就没了兴致 耳边除了吵架的颅鼓声 就是大臣们说笑住酒的声音 心里更加觉得烦闷 干脆撇下碗筷 跟太后告过一声 便朝人少的地方走了过去 身后四个宫女 并两个小太监 亦不亦趋地跟着 年年中秋都是这样的节目 真是无聊 一把扔掉刚才 扯在手里的牡丹花 今后公主 背着手在花园里绕着圈 倍感无聊地 用脚贴着小石子玩 走了两圈 始终觉得不大对劲 今后公主抬头 看看头上的夜空 心思却是飘啊飘地 飘到了宫外 要不 干脆去石七叔那走一趟好了 那个土村姑 肯定还在王府里赖着不走 我可得帮石七叔好好看着 免得他什么都不懂 到时候做出些丢人的事来 败坏皇家名声 对 就是这样 今后公主在心里 给自己找好了借口 看看天色还早 也就懒得再回宴席上 犬人跟太后皇上通报了一声 自己则是偷偷地溜了出去 坐上轿子 直奔常年王府 虽说今后公主打小 就没少往常年王府跑 但这大过节的 猛人看到应该在宫里陪着 皇上太后欢庆的今后公主 突然出现在门口 王府立门口的小丝 还是吓了一跳 把人放进去之后 便火烧屁股的一路找人 统治江峰号去了 今后公主当时自来熟 见府里人少 随便抓了个下人 问清楚状况 便自顾自地沿着明翠院 绕了过去 刚走到半路 鼻端便窜进一丝 夹杂着烟味的烤肉焦香 请和公主脚步一顿 正寻思着 是什么味道这么香的时候 一扭头 就看见两名小丝 整嘻嘻哈哈的 朝这边走了过来 站住 公主 那两名小丝 在王府里也待了 有段时间了 自然认得眼前的人是谁 当下对看一眼 二话不说 取息下跪 小的公主起来 你们手里拿的是什么 静和公主眼尖 见他们都小心地将手里揣着的油纸包往里藏 一副不想让他发现的样子 立刻不高兴地皱起两道柳梅 刷起公主脾气 非要他们打开来看看 两名小丝自然不敢反抗 当下只好苦着脸将油纸包打开 双手高举过头 递了过去 借着走廊上 灯笼发出的微光 勉强能看出来 里面是个巴掌大的圆形后柄 上面刻着 富贵花开的字样 静和公主好奇地伸手 拿起其中一个左右翻看了下 这是什么东西 灰柄公主 其中一名小丝 眼见自己的月柄被拿走 心里去上巴下的 等着静和公主归还的同时 也言不由衷地解释道 这是月柄 月柄 静和公主歪着头 正没将月柄 拿到鼻子下嗅了嗅 似乎犹豫了下 随即双手捧着 小心翼翼地咬了一口 后面的小丫头想拦都拦不住 只来得及惊恐地喊了声 公主 虽说这是在长年王府 可公主乃是精致玉叶 吃得用的都需要有人先试验过 有没有毒 结果她居然就这么大咧咧地 把来历不明的东西往嘴里送 万一要吃出个什么问题来 她们几个也脱不了干系 都难逃被责罚的命运呢 闭嘴 静和公主挥了挥手 示意她们退到一旁 垂头盯着手里的月柄看了半晌 随即又不过形象地咬了一大口 带吃到里面的馅料 双眼立刻亮了起来 好吃 这两个什么月饼的 本公主都要了 说着话 所有也没有闲下来的 只会后头跟着的宫女 把另一个月饼也包好 拿了过来 来人 给他们一人十两银子 那两名小丝文言都愣在当场 原本他们是得了月饼 舍不得吃 正打算存好了 让人带回家里孝敬爹娘 谁能想到 到手的东西还没雾热 就撞上了静和公主 这个不讲理的 本来已经绝望了 没想到 静和公主又突然丢下这么一句 虽然银子已经捏到手里 但两人还是有点反应不过来 丢了个月饼 换来十两银子 这 这应该算是好事 还是好事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第八十五集 十七杀 对了 本公主问你吗 静和公主可不管他们在想什么 几口将一个纳粮月饼吃完 又拍着手问她 这东西是谁做的 府里最近换了大厨吗 两名小丝秘密相去了好一会儿 随即都摇了摇头 灰公主 府里没换厨子 说着话 两人又对视了一眼 都挺了挺胸膛 一副 与有容颜的模样 一口同声的 这月饼可是咱王妃亲手做的 整个紧留 也就咱府里独有一份 别的地方都没有的 十七婶 静和公主自动将那些独一份的废话过滤掉 而德雷只听到王妃两个字 这东西 这东西真是十七婶自己做的 两名小丝虽然不明白 静和公主怎么突然那么激动 不过还是乖乖的点了点头 小的不敢欺瞒公主 月饼确实出自王妃之手 话音刚落 一直对这位素未谋灭的十七婶 充满好奇的静和公主 已经不顾形象 提起裙子就冲了出去 彼氏和小乔正忙着 叫大伙烤羊肉 腌过的羊肉串 刷上辣椒酱 再过一遍酱油和少许蜂蜜 最后再均匀地撒上碾碎的孜然木 趁着炭火旺盛 快速地将羊肉串翻过几次庙 浓浓的肉香 很快便弥漫了整个王府上空 宫的人肚子里的蝉虫 不停地闹腾着 要揭肝起意 今后公主 风风火火地冲进民粹院 还没开烤 就先让自然散发的特殊香味给呛了下 紧急着打了好几个喷嚏才缓过来 院子里大伙原本都在喝酒吃肉 唱歌玩得尽兴 一转头见是静和公主 场面瞬间就冷了下来 一群人围绕烧得正旺的瓦轿呆呆地站着 都不知道该怎么反应才好 除了年老成精 除边不惊的柳一刀 就只剩下完全不受影响的 何小乔跟江峰浩两个人 一个是忙着照看烤肉跟烤茄子 没空顾及其他 一个是忙着跟柳叔 抢红酒跟烤串 没心思理会周边的事情 不过静和公主并不管这些 接过宫女帝过来的手帕 优雅地按了按鼻子 循着香味走到距离 自己不远处的烤架前 查接到周围不同寻常的安静 何小乔快手快脚地 将烤架上的肉菜都翻了两遍 这才抽空抬起头来 没想到一眼就对上 正站在自己面前的静和公主 当下立刻了解的挑了挑眉头 原来是公主殿下大下光连 不知殿下有何指教 大好的日子 身为长公主不在宫里好好待着 吃团圆宴 偏往这里跑 该不会是闲得无聊没事儿做 又想来找茶吧 静和公主一心都铺在那勾得人熏痒痒的香味上 没想到抬头就对上何小乔探究的目光 想起之前的事 不由脸一红 不过还是降着脖子心虚地回答 本公 本公只是来看石器书的 跟你半点关系都没有 还有啊 你上次那个什么牛炸糖的 一点都不好吃 不要以为本公是专门来找你要的 何小乔嘴角抽了抽 忍不住在心里长叹一声 唉 姑娘 你其实可以再坦白一点 没关系 真的 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环境 才能养出如此骄傲嚣张 偏偏有时候 又呆萌纯真的 让人无法拒绝的公主 要是宫里真有人存心要暗害她 估计这姑娘跟人斗不够半个回合 就能顺理成章地领便当吃了 两人正大眼瞪小眼的档口 江峰浩不知道什么时候 也跟着晃了过来 手里端着个空盘子 狭长的毛子 却是斜斜的腻着镜河公主 浑身散发出无形的威压 镜河公主之前才被教训过 心里原本还有些不舒服 刚才更是存了赌气的心 不去跟江峰浩打招呼 不过现在 被条清冷忧伤的毛子一看 背景瞬间凉了凉 从小到大养成的本能反应 让她只能缩着脖子 不情不愿地喊了声十七疏 江峰浩哼了哼 恶作剧似的台起还沾着油脂的大手 在她后脑勺上拍了一把 牛头不对马嘴地问了句 哟哼响 想通了 知道她问的是上次发卖下兵和海棠的事 镜河公主的影色立刻变了好几遍 虽然明白江峰浩是为了字局好 他憋在心里的那口气也早就消了 可就是面子上有些下不来 堂堂大燕国的长公主 却连自己身边的奴婢都没法保住 这样传出去 她公主的威严还不全都扫地了 不过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很明显就是面子值不了这个钱 哄好了十七叔 让他继续给自己撑腰才是王道 不然以后他要是惹弄了母后跟皇兄 要上哪儿躲去 想通了 弱肉的回应答 总算是了解 什么是十十五者为俊杰的镜河公主 准心弄不明白 为什么自己平时里各种威风 结果到了江峰号面前 就跟老鼠见了猫似的 啥都不敢乱扛 难道这如皇兄所说 是十七叔气场太强大了 所以我招架不住 想通就好 恶力的将手搁在镜河公主肩膀上 不动声色的 借着拍打的动作 拿他的衣服当抹布 将手上的油腻擦拭干净 江峰号笑的一派人处无害 将手中的盘子 向猛翻白眼的何小乔递过去 恬不知耻地点着菜 娘子 为父啊 还有十串烤肉 十串骨肉相连 十串烤韭菜 十串烤蘑菇 外加两份烤茄子 三份烤面具 另外再来一滩红酒 对了 还有两顺烤吃 这将是打定主意 不累死我不拜休是吧 滚 何笑乔脸黑得跟锅底儿似的 用力将他手中的盘子抢过去 咬着牙一字一句地说道 不管你要什么 统统都没有 那就再来一份统统都美好了 江峰号见了巴西地应了句 早习惯了他动不动就炸毛的性格 行之他是刀子嘴豆腐亲 也不再多说 只谁黑黑一笑 转而亲切无比地 趁机提背那一句 娘子给真的无法动她的 镜河公主做介绍 来来来 镜河 上次你跑得太快 都没来得及跟你介绍 快来见过你十七婶 目光顺着江峰号所指看过去 镜河公主 整个人都碎裂了 眼前脏兮兮的土村锅 居然 居然就是前阵子京城里传的沸沸扬扬的长宁王妃 我的十七婶 老天爷 我带你这么整人的呀 美艳的小脸瞬间仗成猪肝色 镜河公主见鬼似的盯着被油烟烤得灰头土脸的河小桥 嘴巴张得老大 喉咙里发出可笑的咯咯声 指着她的鼻子的手更是斗啊斗 那副惊吓过度的模样 说都有滑稽就要多滑稽 你大爷的 到底是谁跟他说 我的十七婶是个神秘感十足的大美人 我要架死他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十一旦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直视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八十六集 贴身内衣 王府里的篝火晚宴 一直持续到夜半十分才结束 趁着下人们收拾院子善后的时候 和小乔吩咐英童 把已经瘫到在地的柳一刀 和大管家送回去 自己 则是将脚部已经有些不稳的江峰号 抬到他床上 又煮了醒酒的直举汤 给他灌下去 确然他已经睡熟了 才垂着肩膀 由索儿半搀扶着 回到自己房里 路上遇到同样正要回去的金河公主 两人面对面互看了半天 最后还是金河公主忍不住先开了口 虽然语气还是一贯的高傲 不过说出口的话 倒是比以前顺耳多了 今晚的菜做得不错 那个烤肉 还可以 哟 这是来修复关系咯 和小乔挑挑眉 嘴小微微勾了勾 顺口回了局 谢谢 你 金河公主让他这毫不谦逊的回答 给耶乐下 朽眉一拧 刚想开口 训斥几句 却又突然像想到什么似的 小脸一垮 偷偷地用眼角余光 瞄了和小乔一眼 抹得将头一摇 嘴里小小声声地 嘀咕了两句 随机顶着一张 写满了困惑 跟痛惜的小脸 从他身边 越了过去 这公主真掏人眼 索恩一直等到他走远了 才敢抬起头来 朝清和公主后背 吐了吐舌头 做了个鬼梁 之前吃最多东西的 明明就是他 还把其他人的份都抢了 现在居然来说这种话 怪不得大家都不喜欢他 瞧这马后泡放的 何小乔腻了他眼 伸出手指 往他脑门上一戳 孩子啊 饭可以乱吃 话不能乱说 这话要是被有心人听到 给你传出去 到时候要是出了什么事 我可救不了你啊 啊 索恩让他这么一说 心里也有些害怕 连忙拿手挡着嘴巴 企图消灭证据 袁公滚得大眼 小心翼翼地 朝四周看了一眼 像只警惕的小动物一般 好了好了 也不用那么害怕 这里又没有别人 你这小明暂时还没有丢掉的危险 何小乔忍不住喷笑出声 之后才伸手拍拍他的肩膀 示意他继续扶着自己 走吧 回去了 毕竟才是个十六七的小姑娘 金和公主心里想什么 几乎都写在脸上 已经能算是人老成精的何小强 哪里会看不出 他是在提江峰号不值 只不过是懒得 跟他一个小屁孩计早罢了 劳累了一天 现在他感觉自己全身都要累散架了 还是赶紧回去梳洗一番 要周公子去约会谈情才是王大 两人回到风卓雅院的时候 等候已走的彩莲 早就让人准备好热水 抬进了房 就等着何小乔回去 能舒舒服服的泡个澡 松下筋骨 脱掉沾了各种油烟味的衣服 将整个人都埋在 洒满了花瓣的大玉桶里 何小乔举起一捧热水泼在脸上 立刻感觉整个人都活了过来 洗过澡擦干头发 已经快到三更时分 吩咐采连他们回房睡觉 何小乔吹灭了烛火 整个人往床上一躺 抱住被子将自己卷成一条虾米 咽一闭 很快便堕入黑田梦乡 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 太阳已经爬得老高 吃完大厨房送过来的荷叶鸡苏粥 并两碟开胃小菜 何小乔从抽屉里翻出用薄酌片 做成的扑克牌 准备去找江峰浩玩斗地主 结果刚到临风阁 就听英童说 江峰浩今天有访客当 此刻正在书房里坐着 虽然好奇到底是谁有那么大的面子 能让一向不爱见访客的江峰浩亲自接待 不过何小乔却没有想过打探他的私事 当场就吸了想教他打牌的心思 转而让索儿去绣坊 找了些布料跟针线 想趁着没事 弄两套现代的内衣出来拥有 之前在彩虹村是因为没有材料 而且当时只想着要填饱肚子 来不及去想别的 现在有资本有时间 他就忍不住开始怀念起 没有穿越权的各种小玩意儿 比如发家 橡皮筋 保养品 比如原子笔记本 比如手机电脑 热水瓶 再比如女人必备的内衣内裤 要知道 这可是普通穿开裆裤和肚兜的年代 对于一个长期使用各种高科技产品 却审美绝对正常的现代人来说 没了能对抗低薪引力 和遮挡隐私部位 提供安全感的内衣库 这日子 说多了都是累呀 说做就做 何小乔换了彩莲跟索儿 三人合力将工具跟材料 在桌面上一字排开 因为女工不行 所以何小乔只负责画样式 彩莲代为看图 执行制作人物 索儿就在一旁帮着打下手 枕茶倒水 递一笔递捡当 因为是临时起义 再加上之前也没有打算在上面做描红刺绣 所以一件宿命棉织内衣 很快便新鲜出炉了 没有调节大小的排扣 何小小干脆就将其省略了 把背带做成跟绢带一样开放式的 两条三指宽的带子 要穿的时候这些打个结 按胸形调整松紧就可以了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请不吝点赞